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好啊好啊 兔子则是流起了口水来 兔爷早就准备好柴火了 他丢出一大堆的木炭来 而且不是繁品 而是紫檀木所致 是炼丹炼气的上好火源 这用来煮东西吃 好奢侈 老深目瞪口呆 指着兔子道 好你个兔八哥 白天还和申爷称兄道弟的 原来一直惦记着申爷的一身肉啊 萝卜 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贡献一身肉 早不万万种 兔爷会永远记得你的 兔子故作正经地道 一边则是拖着下巴 道 小孩子 你说要不要将这老身王洗一下 洗你妹啊 老身连忙躲得远远的 真怕这两个家伙吃性一起来 把他给剁了 林还没心情理会这对活宝 而是在想着怎么和天凤神女搭上话 第二天 军队拔鹰而动 又行了千多礼 如此 四天后 他们也算是深入了两界战场 环境变得越发的恶劣 灵气贫瘠不说 规则的冲突也越发明显 有些地方是神界的规则强 有些地方则是明界的规则强 这造成的后果就是 一鸣一神 两大生灵的实力 明明应该是一样的 可在这个地方打 是明界强者厉害 再换一下的话 却又是神界强者牛掰 因此在这里开战的话 选择合适的交战地点也非常重要 不然可能胜的却要败 可能败的却能够翻盘 而这一天 前方的紫月军终于遇到了一支明界的军队 对方也是一小股部队 相遇之后 只是经历了短暂的对峙 立刻便展开了大战 就是这样的机会 灵涵立刻冲出 向着那支明界军队杀了过去 遇到明界生灵 人人有责任出手 而截下战斗情意后 那再要找天凤神女单独说话 就变得简单了 明界的生灵 与神界有着鲜明的不同 他们总是缠绕着邪恶 阴森的气息 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如果把神界比作阳的话 那明界就是阴 如果神界是火的话 那明界就是水 便如同一张纸的正反面 那种迥意 简直就是刻在了骨子里 怎么也不可能抹去 这支明界军队 明明各个都是人形 可有的长脚 有的长尾 却因为邪恶的气息 缠绕 让他们完全不同于神界 妖兽所化的人形 他们大多使用长矛 偶尔也有使用剑 刀的 战力从山河境 到日月境不等 紫月军 也是这样的实力配置 因此 一旦动手之后 便化为了一场恶战 灵涵杀到 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 他也不用先魔剑 就是双手挥动 一拳拳暴打 虽然没有动用最强的法 可他已经修处了 一丝天洁之威 每一拳中 自然带着无上的威能 一拳下去 若是实力不如他的 真是擦到就伤 碰着就死 他化成了一具杀戮机器 一拳下去 基本能够干掉一个 尸体则被他收进了黑塔中 这能够用来换取功勋 自然没有不要的道理 连杀十几个明界生灵后 他终是引起了强者的注意 一名全副盔甲的明界强者 盯上了他 挥动着一只长矛 向着他展开了沙发 哼 一声凤厉中 天凤神女也掠了过来 他的身后张扬出两道 足有百里长的凤翼 燃翅着神雁 只是一阵 焚尽千里 凤翼射出万千道烈焰之雨 向着明界强者打去 这里有我 你去别的地方 天凤神女道 这算不算心有灵犀 这就知道护肤了 凌翰哈哈一笑 也没有逞强 身形跃动 向着其他的明界生灵杀去 这好钢 要用在刀口上 他图露 第一阶日月镜的效率 真是太高了 在他的帮助之下 明界军队中的 第一阶日月镜 很快便被图得干净 只剩下七个大圆满的存在 他们没再练战 很快就撤退离去 紫月军追击了一阵 但日月镜大圆满 可不是说杀就能杀掉的 最终也只是重创的一人 连一个都没能留下 小兄弟 多谢你了 娘子军们轻点了一下损失 然后向着凌涵道谢 对抗明界 人人有责 凌涵说道 然后 他看向天凤神女 多谢姑娘之前的相助之情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天凤神女有诧异的道 对方的模样 很陌生 可眼神却给他一种颇为熟悉的感觉 竟让他早就古紧不拨的心灵 起了一丝涟漪 不愧是媳妇 果然有感觉 凌涵笑了笑 道 应该不可能吧 对了 帅哥 你叫什么 娘子军中可是有不少小姑娘 一个个也很胆大 向着凌涵抛着媚眼 凌涵看了天凤神女一眼 道 凌涵 啊 天凤神女不由发出嘀嘀的惊呼 天凤姐 怎么了 有几女都是向天凤神女看去 没什么 天凤神女摇头 这应该只是两个同名同姓的人 她的那个凌涵应该早就死在横天大陆了 各位 我这里有许多丹药 包治百病 凌涵掏出丹药 决定笼络人心 天凤神女显然要在紫月军中待上一段时间 而紫月军又是排斥男性的 因此凌涵便想与这些女兵打好关系 让他们帮忙照应一下 众女都是大喜 五道界最珍贵的当属丹药了 论丹价比不上神器 可因为是消耗品 绝对是神界最耗钱的 凌涵居然拿丹药大派送 这简直大方到了败家的地步 没事 我就是一个丹师 丹药嘛 小意思 凌涵笑道 这么一说 众人更是震惊 丹师啊 那可是地位超然的 丹师同样按小境界分成二十节 与五道对应 而丹道和五道的实力 若是相等 那么必然是丹师更加牛掰 这是由需求决定的 许多姑娘的眼睛都亮了 五道界残酷 别看五者光鲜 可谁知道有没有明天 说不定哪天就横死了 而丹师就稳定了 只要别去主动 介入五者的恩怨 那地位超然 只有被人求的份 因此要嫁人的话 丹师绝对是最佳的人选 林大师 你是几阶丹师啊 这些姑娘们都是问道 勉强算是八阶吧 林涵笑道 为了给媳妇拉关系 她也是拼了 如此一说 别说小姑娘们一个个都是露出了花痴脸 便是许多日月静大圆满的老姑娘 都是心动 看向林涵的眼神充满了光芒 好像能够吃人似的 这是绝对的金龟婿 不过八阶丹师也只是林涵自己说的 是真是假 当然不可能因为对方一句话而定 林涵也只是要他们的重视而已 趁机要求与紫月军同行 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毕竟他是单师嘛 战力很弱的 紫月军的营地不允许男人进入 可并不代表军中的女人都有仇男的特性 事实上 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的 甚至有一小部分还作风放荡 在这里讨生活 随时可能都丧命 而男女之事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压力 因此若非紫月神女有这样的军规 恐怕紫月军早就要变成继营了 林涵顶着丹师的身份 自然让很多小姑娘都是春心荡漾 让林涵感觉有些表现过头了 但为了天凤神女 她还是开炉练了一些丹药 像五阶以下的神丹 那都是一天之内都能练成的 这支军队中山河境又占了大多数 这些丹药仪派送 林涵自然在军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虽然还是有些人不相信 她这么年轻就是八阶丹师 可至少是四阶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可就算是四阶 也够牛掰了 因为林涵太年轻了 她这点岁数就达到了四阶丹师 以后成为五阶 六阶 甚至八阶 又有河南 因此 几天相处下来 至少九成的妹子 都被林涵撩动了 没事就喜欢跑去她的营帐丢媚眼 天凤妹子 帮我将这封信 交给林大师 在一座小密林中 天凤神女被一名中年妇人 拉着说话 对方则递来一封信 她不由亚然 这妇人叫朱丽云 乃是她在紫月军中结识的好朋友 境界与她相同 但年龄却要大多了 已经有一百八十多万岁 因此 哪怕是以日月境大圆满的寿员来说 对方也已经迈进了中年 云姐 你该不会也对那人动得春心吧 天凤神女笑道 朱丽云露出羞涩的笑容道 连你也取笑我 她跺脚道 看着这中年大妈像小姑娘一样羞涩 天凤神女不有好笑 道 为什么不自己送信 人家害羞吗 朱丽云扭捏地道 天凤神女摇摇头 道 那人未必是巴结丹师 而且 她不想直说 可林涵太年轻了 为什么会接受一个中年大妈呢 有这么多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头怀送抱 完全没必要选朱丽云呢 这长相真是太普通了 你是担心姐姐长得不够漂亮吗 朱丽云露出自信的笑容 长相可不能吃 而我可是日月境大圆满 未来还有很大希望突破到星辰境 她要是聪明人的话 便知道娶我才是最符合她利益的 天凤神女不禁在心中摇头 看来这位密友 也不是真的喜欢上了林涵 而是看上了对方单师的身份 她道 好吧 我便替云姐送信去 记住得给我说些好话 朱丽云连忙拉住天凤神女 你长得这么漂亮 男人都会听你的 这话让天凤神女柳眉微微一皱 露出一丝不喜之色 哎哟 乔姐姐说的 让妹子不高兴了 朱丽云连忙道 姐是无心的 妹子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天凤神女这才点点头 我给姐姐送信去 她静止来到了林涵的帐篷前 林大师在吗 赞 林涵一听这声音 立刻从营帐里出来 虽然她迷倒了一大群大姑娘小媳妇 可天凤神女并不是其中之一 而且还故意与她保持了距离 让她始终没有找到与对方单独相处的机会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见林涵目光火热地看着自己 天凤神女不由露出一丝不喜之色 但想到受人所托 还是将手中的信递了过去 这是我一位好姐妹托我送来的 她为人羞涩 不好意思当面交给你 情书 林涵只是托了一眼便能猜得出来 不由得脸色古怪 媳妇啊媳妇 你居然替别的女人送情书 这是要闹哪样啊 林涵没有接信 只是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 天凤神女不悦地道 那个 你确定不会后悔 林涵问道 天凤神女不解 这有什么好后悔的 她扬了扬手中的信 道 云姐是个好女人 希望你能好好珍惜 林涵喷了出来 云姐 她这几天旁敲侧听 知道天凤神女有个密友 叫做朱丽云 而这是一位中年大妈 大妈呀 你这老牛吃嫩草真的好吗 虽然对于神灵来说 年龄变得相对而言 不是很重要的 但相对年龄至少也得配得上吧 想到朱丽云 那张微微带着老脸的脸 林涵不由地挡了个寒颤 这会让她一年都吃不下饭的 我说 我不远亿万里来找你 你却把我往别的女人怀里推 而且还是那种 可以当我祖奶奶的大妈 这样真的好吗 林涵笑道 天凤神女顿时露出警惕之色 这家伙果然对自己不安好心 她这样的角色 哪怕在神界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被人看上并非奇怪的事情 但她的心早就冰封了 不会再为哪个男人而融化 请你自重 她说道 最重要的就是珍惜眼前人 不要贪得无厌 说得好 要珍惜眼前人 林涵深情地看着天凤神女 一万年没见 你一点都没有变 你在胡说什么 天凤神女冷然道 林涵笑了笑 然后以神识发出一连串的阴结 天凤神女顿时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惊呼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云凤一族是上古珍凤的血脉后代 而血脉最纯净的某些族人 则会真正地觉醒珍凤之血 而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会觉醒珍鸣 这烙印在血脉中 只有本人才会知道 珍鸣 对于珍凤来说 拥有巨大的意义 引动珍鸣的话 会得到巨大的力量提升 而按照古老的族规 若是让珍鸣被第二个人知道 那么只有两个选择 嫁给他又或是杀了他 他这一生中 只将珍鸣告诉给了一个男人知道 可这个男人应该早就死了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他惊呼道 对方也叫林涵已经够奇怪了 现在知道还说出了他的珍鸣 少妞 欺负了我那么多年 现在说忘就忘了 林涵笑道 林涵 你真是林涵 天凤神女只觉头皮发麻 充满了不可思议 是的 我回来了 林涵点头 但这又怎么可能 天凤神女茫然道 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林涵摇了摇头 也是充满了感叹 万年前 我去古迹冒险 结果遇到了大危机 肉身被摧毁 可神魂却是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这样一直过了万年 终于再次获得了新生 我开天来到神界 就是为了找你 听风神女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竟能开天 当初的林涵 完全是被他吊打的份 虽然他内心深处 将林涵当成了夫君 可他却是傲娇的性格 怎么也不肯温柔对待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连他都是没有把握在小世界中开天 可林涵当年这么弱 现在能这么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可不是当初那个 只会练丹的傻小子了 林涵笑道 我说媳妇 当时我可是被你欺负得够惨 不过呢 这回等我们境界相同的时候 就要轮到我欺负你了 谁是你媳妇 天凤神女顿时红霞扑面 羞得不要不要的 他相信这个林涵 就是当初的那个人 能够说出他的真名 就是证明 再没能比这个更加确凿的了 林涵哈哈大笑 道 那又是谁自称林家未亡人的 天凤神女大修 他自称林家未亡人 一是纪念林涵 二来也是为了明智 让乱七八糟的男人 不要再对他打什么主意 可现在呢 正牌老公 却是活生生的出现了 我说媳妇 你确定还要将这封信交给我吗 林涵指了指他手里的信 天凤神女羞死了 他一把将信震得粉碎 道 不要再来取笑我 嘿嘿嘿 林涵笑着走过去 道 来媳妇 一别万年 不来亲个嘴 去 天凤神女连忙将他推开 万年没见 你怎的变得如此油腔滑调 是不是找了别的女人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立刻变得杀气腾腾 他是何等骄傲 当初可是横天大陆 最最顶尖的存在 可与见地刀簧真灰 完全就是女王的性格 又怎么能够接受 与别的女人分享男人 林涵不由满头冷汗 女人的直觉 真是可怕 他这还没有撩妹呢 就已经被看出了端倪 他连忙道 我在神界 现在就你一个媳妇 这是大实话 刘雨彤 水燕玉他们 都被小醋坛子 带进了仙玉 而乱星女王 现在并非她的媳妇 因此她半点谎也没有撒 天凤神女将信将疑 只觉这话 怎的那么别扭呢 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要加上神界两个字 可这家伙是开天上来的 恒天大陆 现在自然也属于神界 既然说神界 那应该是包括了所有 可她怎么总感觉 不止如此呢 为什么要加上 现在这两个字 她问道 林涵黑黑一笑 嘿嘿 不想听一听 我这些年的遭遇吗 天凤神女 立刻露出了异动之色 她认定林涵已经死了 现在重遇 让她激动地忘了一切 但她自然想知道 林涵的点点滴滴 林涵将她转世 重生后的事情 说了一遍 在恒天大陆上 发生的事情 自然是一笔带过 半句也没有提到 刘宇童 朱玄儿等人的事情 到了神界后 她才重点 说到了乱星女皇 天凤神女有些不悦 这个家伙 居然敢给她 红杏出墙 虽然现在还没有出成功 可至少已经 探了一片叶子出去 她要是知道 还有刘宇童 朱女的事情 绝对会发飙的 林涵心中 暗说自己英明 决定慢慢再透露 一些诸女的事情 否则现在难免 要像前世那般 被这暴力妞欺负了 等她境界赶上 那么这小媳妇 要是再闹别扭 直接在床上收拾 看收不服她 你别笑得那么无耻 天凤神女打了个冷战 天凤神女待了很久 这才离去 她知道了林涵 许多秘密 但还不知道黑塔的存在 因为这里人太多 太杂了 林涵要等到 绝对的两人独处时 才会将她带进黑塔去 另外 进了军队 便不可能轻易脱离 需要攒够功勋 因此 目前的重点是打明界生灵 而且军队强调的是集体 因此林涵把黑塔中的 明界生灵尸体 交给她也没用 要平均算在每个人的头上 这也是军队安全 却功勋积累缓慢的原因 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而是将集体摆在第一位 因此 林涵需要等到天凤神女 退役之后 才能报得美人归 妹子 她怎么说 当天凤神女回去的时候 朱丽云立刻紧张地问道 还颇有几分青涩少女的感觉 天凤神女不由心虚 她能说林涵 其实是自己早就注定的男人 只是相隔了万年才重遇 原本是替密友送情书的 可结果呢 自己确实将人给泡上了 这个 她沉吟道 朱丽云脸色一变 道 你到底把信给了林大师没有 云杰 她不适合你 还是忘了她吧 天凤神女劝说道 朱丽云不语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她吧 这么说也是没错了 只是 她可要走了整整一万年 天凤神女又解释不了 只有无语相看的份 好你个天凤女 朱丽云大怒 指着天凤神女道 你这个贱人 我带你如姐妹 你居然这么回报我 连自己姐妹的男人也抢 你怎么不去死 天凤神女也露出一抹怒涩 先不说我有没有插手 你觉得 林涵就一定会喜欢你吗 为什么不 朱丽云大声道 我是日月静大圆满 她不过是小小的四五届单师 说实话 其实是她高攀了我 我都没有嫌弃 她有什么不满的 大妈 你还真是自恋 现在天凤神女自然知道 林涵不可能说谎 乃是货真价实的八街单师 日月静大圆满 在她面前还真是不算什么 至少也得矮一个头 你一无资色 二来年纪一大把 三来地位要训一筹 有什么资格说林涵高攀了 她本来还有些觉得对不起朱丽云 可是听对方这么说 却是心中生脑 将这点愧疚扫得干干净净 她原本就没欠对方什么 贱人 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朱丽云甩手而走 天凤神女摇摇头 这是她进入军营 唯一结实的朋友 可惜 却是半点也经不起考验 话说朱丽云当然不会死心 她立刻去找林涵 既然天凤神女不能替她传达心意 她自然只有老着脸皮 亲自上阵了 事实上 之前 她也不是脸皮薄 而是想给林涵一个矜持的印象 只是林涵又怎么可能对她有兴趣 连林与其这样百昧千娇的游物 都不能让她动容 更何况 这种毫无姿色的半老徐娘 关键是 他们根本不认识好不好 遭到林涵客气 却坚定地拒绝后 朱丽云脸色铁青地 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中 她满脸的冰冷 恨恨地说道 天凤女 原本看你长得漂亮 可能会搭上什么大人物 才与你结交一下 没想到 你却抢我看重的男人 哼 既然谢家正在找你 那我便助他们一臂之力 还有那个臭男人 说得那么好听 什么已经有了心爱的女人 我们不合适 呸 不就是因为那贱人比我好看吗 你敢这么如我 哼 那谢家的人一来 连你也一并宰了 不过是四五届的丹尸 也敢这么嚣张 哼 她释放出一只仅有密封般大小的鸟 这是疯鸟 虽然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可胜在速度快 甚至可以与星辰镜强者媲美 这也是她在偶尔的机会下 才抓到的 并加以训练 现在成了她的传训工具 她是老牌日月景 功勋值高的早就可以退一好几十次了 但她却一直留在了紫月军中 因为随大军而行 安全系数高 而功勋又能稳定的购买到丹药 神器等等 当初她进入两届战场的时候 不过是日月景小即位 可现在却是大圆满 便是兑换了大量的丹药 才做到的 当然 这也是因为她本身的武道 天赋不俗 否则光有丹药 还是不够的 这么多年下来 她在紫月军中 自然也经营出了相当的人脉 现在以蜂鸟传讯 很快便会将消息 传到谢家的耳朵里 最多两个月 谢家的人便将出现在此时 等着看好戏了 有灵涵替天凤神女收买人心 她在紫月军中的声明 顿时扶摇直上 大家都是知道 灵涵之所以会这么大方 是因为她要追求天赋神女 收买他们做说客 接下来的几天内 这支紫月军又遭遇了几次冥界生灵 皆是以胜利收场 凌涵贡献出了许多雷暴丹 比小看一星的战力提升 一支军队整体提升一星的作战力 这是非常可怕的 但他们的连续胜利 也刺激到了冥界 出动了一支更强的军队 来寻找他们 这是一支 全部由日月境大圆满强者组成的大军 数量达到了五十名之多 这是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紫月军根本不敢匹敌 立刻选择了撤退 他们这一行的目的 一是为了消灭冥界生灵 二是寻找戒灵石 现在敌人倒是消灭了不少 可戒灵石却是一块都没有找到 让众人都是失望 既然已经引起了强者的注意 两子军们决定直接回军营 过一段日子再出来 反正灵海也进不了紫月军 因此他便不打算跟娘子军们一起回去 他单枪匹马 又有了黑塔可以藏身 危险的两界战场 于他而言也不过如此 他想要杀更多的冥界生灵 积累功勋 这可以换到神铁的 另外 要是可以捡到些戒灵石的话 那就发达了 可以换到海量的神铁 提升仙魔剑的品质 已经被灵涵放到了极重要的位置上 仅次于他自身实力的提升 他决定深入两界战场 击杀更多的冥界生灵 对于灵涵要进入两界战场的身处 老神和兔子都是支持的 他们还指望灵涵爆打冥界强者 为他们出头 在这片战场中 一般都是山河境和日月境的舞者 星辰境基本不会出现 一旦出现的话 这代表着战斗的规模要升级了 两界虽然有所冲突 但最近许多年都没有爆发太大的战争 小心翼地控制在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 无论是神界还是冥界强者 渗入对方的区域 那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天地规则不同 会导致强者的战力大跌 只能使用力量 而无法动用规则 甚至力量都可能遭到抑制 而境界越高 受到的压制就越大 就好像灵涵现在这样 他的力量很弱 可因为境界限制 误不了太高层次的规则 明明力量越了六星 可战力也差不多只能越六星 因为对手只要力量和他差不多 却掌握了更高的天地规则 便能弥补武技上的不足 甚至还能借武技来压制他 毕竟力量只是战力的一部分 神界若是去一位 星辰境大级位的强者到冥界去 也许战力会跌到中级位 甚至小级位 那真是太危险了 正是如此 两界的强者都不敢乱来 通常就是守在通道的一头 你来一个强者 我就宰一个便好了 轻松加愉快 但对于灵涵来说 他本就是以力量渐长 而且境界还低 受到的冥界规则压制 并不明显 因此他即使进入冥界 受到的影响也很小 再者他还炼化了一位魔主的晶圆 虽然只是一小部分 可魔主代表了冥界的最强力量 他只要运转魔器 自然便不会受冥界的天地压制 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灵涵在两界战场中走动着 他才适应这里不断变化的规则 努力让自己融入两界的规则中去 他相当于同修了两界的规则 只是层次还比较低 可因为他的境界也比较低 却是刚刚好 又是十几天后 灵涵完全适应了这里 如鱼得水 在这里 不管是冥界还是神界武者 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可灵涵却是完全不受影响 拥有百分百的战力 只是十几天 居然都没能找到一块戒灵石 让老申和兔子都是十分不悦 太可恶了 老申抱怨道 一边取出块肚兜 擦了下额头 好像累着了似的 早知道白白忙活一场 不如回去看那些妹子换衣服 连那个冥界小子也没有看到 兔子则是气呼呼的到 两只红彤彤的眼睛里放射着寒芒 灵涵坐了下来 打算吃点东西 哪怕是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是改变不了一个吃货的习惯 他生火 拿出妖兽肉放进锅里 再加入大补的神药 很快香气喷喷 他有点感慨 在这里不能猎杀妖兽 这吃一口就少一口 以后怎么办呢 再加个蛋 听说蛋很补的 兔子双爪捧着一颗蛋 就要往锅里丢 神爷喜欢 老申连忙振臂 神爷还没有成道的时候 就差点被老鹰兔子祸害了 现在要报仇 他嗷嗷叫 信不信兔爷吃了你 兔子恶狠狠地说道 这老申居然又开嘲讽了 啪 林涵则是一拳砸了过去 这兔子居然拿他出来晒的蛋下锅 呃 兔子惨叫 让老申得意大笑 很快 大补肉汤煮了出来 三人连忙吃了起来 老申也被带坏了 原本并不好吃 现在却也成了吃货 而且胃口还非常大 小子 这是什么蛋 好像很了不得 兔子对着蛋踹了一脚 想吃蛋的贼心不死 鸟蛋 林涵回了一句 将蛋收在了自己的身后 免得被兔子踹破了 只能下锅煮掉 好鸟还是坏鸟 老申故意挑拨 他知道兔子最恨的就是秦泪 在兔子还没有成道时 经常猎杀他 兔子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林涵刚想说话 心中却是一领 道 有敌人 兔子和老申 连忙做出遁地的姿势 毫不客气地就把锅 丢给了林涵 有事 当然个儿高地顶着 想让这两个家伙拼命 那是不现实的 靠 林涵在心中说了一句 眼睛则是看向不远处的山丘 那里出现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双手附在身后 微风吹拂之下 一昧轻轻飘动着 冥界生灵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气息完全不同 那种阴森 那种邪恶 简直就如同一颗太阳般明显 但让林涵惊讶的是 除了这气息外 此人和人族完全没有两样 不过二十来岁的模样 风神俊朗 还是个超级美男子 是他 兔子和老参同时举起手 对着那人 小孩子 就是这个混蛋 之前追杀兔子和老参 要把他们做成 兔肉参汤的明界生灵 就是这个人吗 躲了他 深夜今天要开婚戒 吃明界人肉叉烧包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兔子和老参都是教导 可一个个 却是退得更厚了 丝毫没有冲上去拼命的意思 那明界年轻人一个纵月 落在了灵涵身前十丈之外 他扬动着强大的气息 明明也是日月景 却给灵涵一种迥然不同的感觉 神界是创世之力 明界则是灭世之力 这是两种对立的天地规则 闪开 这年轻人低声赤道 你没有资格死在我的手下 还真是傲啊 灵涵哈哈一笑 道 说不定你有资格死在我的手下 这年轻人目光一跳 呼 眼神中闪动过两团明火 充满着可怕的威慑力 好像在高阶的神铁也能融化 灵涵战意如歌 这是一位王者 明界的王者 不错的对手 我乃黑龙族王子 敖子云 你是何人 这年轻人淡淡道 身后竟是腾起了一道黑色真笼的虚影 张牙舞爪 散发出强大的压迫力 灵涵在心中说道 明界也有龙族 而且还姓 哦 怎么看上去 好像和神界的龙族是一家的 可两界对立 难道还可能联姻吗 灵涵淡淡一笑 道 在下灵涵 你能挡我三招不死 我就饶你命 敖子云冷冷说道 灵涵不由大笑 在这个世界中 能够三招杀死他的同阶之人是不存在的 这个敖子云也不过小即位 气息要比灵涵稍强一点 那么不是后期就是巅峰 你很自信 踩这样的人才有意思 灵涵说道 敖子云冷冷道 哼 就算三招不死 我也要教训你 他被灵涵气到 居然更说要踩他 知道他黑龙族王子的身份代表着什么吗 他出手 一掌拍出 一只巨大的黑色龙爪顿时从天而降 向着灵涵按了过去 梦梦 一道道神闻浮现 交织成可怕的黑色光焰 黑龙擅长一火 这可是无上神焰 无物不焚 灵涵微微惊讶 这就是真龙后裔吗 强 确实很强 他有种感觉 若是认对方这么焚练的话 便是他这样的体魄 都会被生生炼掉 当然 这也绝不可能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 可毕竟还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 再来几个实力相当的人 将他困住 那么这黑焰就能起到奇效了 果然不能小看天下人 灵涵弹指 雷霆剑法展开 顿时 剑气纵横 向着那只龙爪扫去 剑气狂扫 那只龙爪迅速出现裂纹 耳后破碎 最后被生生削得粉碎 敖子云不由微微惊讶 没想到 你还真有些本事 哼哼哼 没点本事 也不敢在这里问了 灵涵淡淡道 敖子云恍然道 你也是来参加两届天交会的吧 什么两届天交会 灵涵心中嘀咕了一句 但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阁下也是 废话 我若是没有资格 还有谁够资格 敖子云傲然道 忘了告诉你 我比较讨厌像你这样傲慢的人 灵涵道 那又如何 敖子云冷笑 便先让我来试试水 你有没有参加的资格 他再次出手 向着灵涵弓去 仍然是一掌暗下 化成了龙爪 但这一次 整个龙爪都是缠绕着黑夜 如同天地运生的怪物 要毁掉这方世界 灵涵鼓足一口气 猛地吹出 呜 狂风呼啸 刮过那只龙爪 顿时 熊熊烈焰被生生吹息 只剩下一只光秃秃的龙爪 还在往下按 但威力却是锐减 再不能构成威胁 熊子云的嘴角不由抽搐一下 你还故意的吧 还说我狂 你吹口气灭了我的神燕 不是更狂 不过 这小子还真是不容小觑 那黑燕 可是他的种族天赋 再加上他融合的天地规则 怎么都不该是一名日月镜小级位可以挡下的 要知道 他在这片战场中 可是以黑燕 杀死了许多日月镜大级位的神界武者 一个个都是无法对抗黑燕之威 没想到 却被一个同为小级位的人挡了下来 同街遇到了对手 这说明了什么 对方也是一尊王者 熊子云升起了一股必胜之念 他的修为 其实要比林涵更高 乃是小级位巅峰 要是不能很快镇压这个对手 那岂不是说不辱对方 哼 神界之中 难道还有与本王子比肩的天才 他冷笑道 腾身杀了出去 这一回他可是动了真格 一条黑龙在他的身后怒疼 将他的气势无限拔高 呼 他带动着一片燃烧的黑云过来 所过之处 大地被坟得干裂 凸起的石头化成了虚无 灵寒无惧 摘心不展开 他向着对方迎去 一拳挥出 带着无上的霸气 我管你是龙是虫 在我面前就只有被震趴下的份 啪啪啪 两人对轰 两只拳头不断地撞到一起 每一次撞击都是让天地失色 明明都只是山河进小集位 可这威势 却几乎让人怀疑是两位 新沉静的大能在死磕 小孩子 再加把劲 打碎这小子每根骨头 今天就吃烤龙骨 深夜已经饥渴难耐 要畅饮明界的鲜血 兔子和老参 在一边给灵寒加油助威 只是 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东西 出言极损 熬紫云又惊又怒 作为一名强者 在战斗中 自然也能耳听八方 老身和兔子的话 当然难逃他的耳利 居然说要吃他的龙骨 这帮家伙真是可恶 可灵寒的实力 也让他震惊 在两界战场中 因为两个世界的冲撞 规则十分紊乱 会让舞者的战力大跌 可这样的削弱是两方面的 我跌 你也跌 而且此地还是明界的 规则更强一些 理论上来说 他的削弱 要比灵寒好上一些些 可两人居然只是拼了个平手 他明明要比对方高出了两个小小境界 这可是两心的力量压制啊 而且在地利上 还是他占了便宜 这还只是打了个平手 那么放到两界均衡的地方 那他不是要败了 他却不知 灵寒拥有魔源 能够适应两界的规则 根本没有受到削弱 吃亏的其实是他 可因为不知道 他不由对灵寒生起了强烈的忌惮 这个神界生灵怎的那么妖孽 居然可以逆两星之力 与自己占个平手 要知道 他也是将山河境修到真正极致的超级天才啊 有点强 但还是不够 敖子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长笑一声 他不再只是和灵寒拼力量 而是展现出了秘法 将战力疯狂提升 灵寒见招拆招 以指为剑 雷霆剑法展开 剑气飞舞 又快又狠 你强我也强 双方还是难分胜负 别说敖子云心中震惊 灵寒也是暗暗感慨 这天底下果然天才无数 要知道 这里也只是一个两界通道 而在神界中 这样的通道数不胜数 随便一个两界战场中 就能遇到这样的天才 那整个冥界又有多少 但是 红阶一战 他才是无敌的 灵寒自信满满 因为他最强的 可是神魂和体魄 现在远远还没有拼到这个份上 不灭天经在仙狱中 应该都是至高秘术 他被黑塔强行灌注 才慢慢地融会贯通 绝不相信神界 有能够匹敌的法子 龙威 老子云轻贯一声 嗡 他身后的黑龙虚影 顿时散发出一股 害人的威势 便是日月境大极位 都可能兴生寒意 从而站立大跌 真龙 是一种可怕的生灵 传说中 这是天地孕育的宠儿 生而强大 成年便是创世境的存在 这足以让所有的生灵羡慕死 根本不用修炼 吃吃喝喝睡睡 自然而然就成了创世境 可是 得天之宠 也只限于纯净的真龙血脉 血脉一旦稀薄 便不可能这么轻轻松松 跨境创世境了 甚至最后与一般的生灵 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比如龙威 真龙发威 天地失色 熬子云的血脉 当然远远与纯净二字无缘 想要冲击创世境 就只有靠自身的努力和造化 血脉起不到什么作用 当然 它若是达到创世境的话 血脉便会完全化为真龙 再取另一条真龙的画 那生下的后代 有很大的可能继承这样的血脉 躺进创世境 现在熬子云的龙威 当然不能与真龙相比 毕竟陷于境界 可血脉发威 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哪怕是日月经大吉位 被他这么一来 也要实力暴跌一两星 上古神兽 哪一个不是牛掰轰轰 而真龙更是神兽之手 只有真凤才能媲美 这季龙威冲击中化成了石质 笼罩了整整十里范围 也就是说 十里之内 所有生灵的实力 都要跌落一两个星级 在本王子的龙威之下 还有你放肆的资格 熬子云冷笑 竟能逼他动用龙威 这个神界小子 也算是不弱了 嗡 龙威袭来 仿佛有一条真龙 在凌寒的尸海中咆哮 要将他震慑 龙威 凌寒只若未觉 开玩笑了 他可是掌握了天威的人 退一步说 他之前还练化了魔主晶元 魔主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创世境 同为创世境 谁怕谁 再说了 熬子云的实力 还远远达不到真龙的层次 这也想威慑他 什么 简陵涵还是傲力如山 熬子云不由动容 这太不可思议了 此人居然不受他的龙威影响 他试过 至少境界要在他之上 两个小境界 才能完全免疫他的龙威 要么同样 拥有上古神兽的血脉 比如针缝 比如玄规 难道这个神界年轻人 也是神兽后裔 这下他真的遇到对手了 林涵展颜一笑 道 放心 放心 我可不是神兽后裔 我的血脉干净得很 可不是畜生 小孩子 你骂谁呢 你说谁畜生呢 兔子先不干了 在远处大叫道 居然说他是畜生 太埋太人了 敖子云同样脸色难看 这浓血脉是他的骄傲 可在林涵的眼里 这居然落到了畜生的层次 他不能忍 那就让本王子见识一下 你又比畜生好到哪里去 他大吼 一片片燃烧的黑云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如玉焚天 如你所愿 林涵扬动天威 呼 瞬间就将四周的龙威积散 真龙牛掰 可也不是天地运生出来的 能和天地本身相比吗 天威 它是世间最强之威 至少在神界如此 什么 郝子云顿时变色 他发现自己的力量 竟是锐爹一星之多 这简直搞笑了 他发动龙威 本来是为了降低对手的实力 可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会反过来被林涵影响 消了一星的力量 他升起一股战力之感 对方明明只是一个人 为什么给他的感觉 却是如同天神一般高大 在对方的面前 他哪是什么真龙 分明就是一条小小的蚯蚓 小水蛇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兔子在远处叫道 相比之下 他自然更加不爽 敖子云了 敖子云强行提升战役 却怎么也无法恢复力量 被天威压制得死死的 他咬牙 少了一星之力 就少了一星之力 力量只是战力的一部分 并非全部 他祭出一把长枪 仔细看 枪身竟是一条龙的脊骨做成 有煞气生腾 竟是抵抗住了一部分的天威 灵寒不由地惊讶 这根龙骨居然可以对抗天威 还真是不简单 他笑道 这是你哪个祖宗的龙骨 居然被你拿来做成了兵器 也不怕让老祖宗死后不宁吗 哼 我敖家的人 世世代代死后 龙骨皆会制成兵器 造福后代子孙 便是本王子也不会例外 敖子云却是冷冷说道 所以 不要妄想用这种方法 打击本王子的战役 灵寒大笑 你太高看自己了 才你这样的人物 我还不需要用攻心计 那你来试试我的暗灭黑龙枪 敖子云仗枪而动 向着灵寒杀了过去 这把枪真是不简单 龙危一荡 好像有一条上古石器的老龙 活了过来 要击穿长空 荡平久悠 嗡 仙魔剑出 拼神器的话 难道他还怕了不成 仙魔剑一出 顿时无尽神威迸发 这可是未来的仙精 哪怕这是老龙骨 所制成的宝枪 又如何 在仙魔剑的压制下 仍是瑟瑟发颤 龙危静灭 这是层次上的压制 哪怕仙魔剑 还只是五阶而已 可在智上 却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 敖子云惊了个呆 怎么在方方面面 他都被灵寒压制呢 而且他还是有两个小小境界的优势 若不然的话 他岂不是要接受一场惨败了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神界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家伙 让他想起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男人 当初境界相同的时候 他便被惨败 而现在双方的差距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样的惨痛经历 还要让他再来一次 真龙面前 万物 接扣手 他发出龙银 双手都是化成了完整的龙爪 握着骨枪 向着灵寒刺了过去 龙威迸发 他如同真龙天子 灵寒哈哈一笑 挥剑而斩 剑影一斥 如同一尊天地 以真龙天子又如何 在天地面前便只有俯首的份 原本两人还是平手之举 可灵寒的天威一出 他就占据了上风 现在双方再把神器都亮出来了 那敖子云与灵寒的差距就更大了 他被完全压着他 仙魔剑绽放着无尽的剑气 每一道都相当于灵寒的权力一击 而万千剑影齐斩 就问谁能挡得下来 用不用仙魔剑 灵寒完全就是两个战力 面对灵寒的强势 便是敖子云也只有退彼三射的份 两人一路战 敖子云则是一路退 不知道崩碎了多少山势 而沿途的一些山河境武者 则是差点吓尿 不管是冥界还是神界生灵 都是跑得远远的 这要被战斗的余波扫上一下 不死也是重伤 别说山河境 就是日月境的强者 也是心生忌惮 只敢在远处看看 根本不敢凑得太近 否则连他们都要遭殃 能够近距离观战的 至少也得是日月境大级位的存在 只是发现这对战的二人 都只是小级位时 便是日月境大圆满的存在 都得抹一把冷汗 像这样的天骄 可能不需要几万年 就能追上他们了 可恶啊 敖子云立笑 想他在冥界横扫 同皆无敌 只是败给了一个人 而那人确实是天纵奇才 他败得心服口服 并不冤 可神界居然也要出现 这样的一个妖孽 我不甘心 不甘心 他额头上轻轻直跳 上天竟然生下他这样的天骄 为什么还会有 林寒这样的人跑出来 给他添乱堵心呢 林寒摇摇头 你自我感觉太好了 天下之大 你又能去几个角落 天下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比如他吧 就只去见两个心域而已 可已经遇到了不少天才 像何涛 武文通 哪个不是当事的佼佼者 同境界一战的话 哪一个都不会弱于敖子云 他没有去过冥界 但相信冥界之大 应该不会弱于神界 便是横和静都只能游历有限的范围 谁知道天下有多少天骄 一山还比一山高 自信和自大 只是一线之隔 林寒 本王子承认你很强 但与我借天才比起来 你还差得远 毛子云知道自己不可能胜过林寒 就算依仗神福 丹药取胜 那也不是实力所致 像他这样自负的天才 自然是不屑于 以这样的方式取胜 他只会将这种手段 用在保命上 同界一战 输了就是输了 否则只会让自己更加丢脸 但现在涉及到了两界 他自然不会放任 林寒骄傲的 哦 是吗 林寒淡淡一笑 不错 我借有一位天才 名为赤荒级 修道不过两百年 现在已经迈进了日月极境 你跟他一比 便如引火之鱼 剿月 根本不堪一提 敖子云极力贬低林寒 林寒不由暗笑 若是他这么菜的话 那敖子云又算什么呢 不过两百年就跨境了日月极境 这非常恐怖 要知道有多少日月极可以突破到星辰境 这个比例估计万中初一吧 可在日月极修出极境 再迈进星辰境的时候 在星辰境中也最多只有万分之一 多难 难如登天 而这个赤荒级 居然仅仅用了两百年就达到了日月极境 也就是说 他要是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在两百年突破到星辰境 这么一笔 就可以看出此人有多么可怕 林寒虽然修炼至今不过三十年 可迈进神境后 他在很多时候 借用到了轮回树的力量 在树下悟道 一天抵一年 事实上参悟境界的时间 远远超过了两百年 也许 这个赤荒级 也有类似黑塔的宝物 可以加速时间流 他推测到 因为小塔说过 当黑塔恢复完全状态后 便能开启时间加速 在黑塔中度过一天 外界可能是十天 一个月 甚至几年 这可不仅仅是神魂的加速 而是整个人 连修为积累都能加速的 林寒呵呵一笑 静静快 并非他的底牌 而是不灭天经 带来的不灭之躯啊 他自然不会向对方说明 指示道 好啊 那我就等着来会会此人了 会的 三年之后 两界天交会上 赤炎吉 会让你尝到什么叫做绝望 敖子云收枪而去 他掏出一张神符贴在身上 顿时速度狂飙 便是林寒展开摘星步 也最多持平而已 林寒并没有追击 再往前去 就是冥界的地盘了 鬼知道有多少强者 在那里坐镇 他这点实力 还真是有些不够看 他指不 将仙魔剑收了起来 心中升起强烈的压力 想要推倒武宗 怎么也得拥有 日月静大圆满的修为 但是站立还是不够稳 因为武宗存在了那么多年 谁知道拥有多少底牌 因此 日月静大圆满的修为 才万无一失 反正已经等了这么多年 林寒也不差在晚上个 十几二十年的 但绝对不能一时冲动 把自己也给坑了进去 一道道人影无限 皆是日月静大圆满的存在 纷纷盯在了林寒身上 这些都是冥界的强者 一个个都是毫不掩饰 眼中的杀鸡 这个神界的年轻人 太妖孽了 需要及早铲除 否则让他羽翼丰满起来 那对于冥界来说 将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你们想的太多了 神界这边自然也有 日月静大圆满的强者 早先发现动静 赶过来看热闹 现在见冥界诸人 想要对林寒不利 纷纷站了出来 杀 冥界强者很干脆 两界都已经厮杀了多少年 早已经是水火不容 哪里需要客气 立刻展开了血拼 年轻人 你先走 有神界强者对林寒教导 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愿意 打没有把握的仗 因此 神界强者们出手 也只是为了保住 林寒的性命 倒是没有想过 要将这些冥界生灵消灭 这一场仗 若是打到底 不管最后谁赢 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大家来两界战场 抵抗另一界的入侵 固然是真的 但另一方面 也是冲着功勋 借灵职去的 谁愿意真的战死 因此 只要林寒跑了 这一场战斗 自然就打不成了 林寒点点头 摘心不展开 身形如飞 瞬间就消失在了远处 之前神界的强者拦不下 敖紫云 现在明界的强者 当然也拦不下林寒 不行 我现在的境界 还是太低了 得想办法 尽快提升上去 否则三年之后 我去参加什么 两界天交会的话 肯定不是赤荒级的对手 林寒一边跑 一边想到 林寒自信 但绝不自大 脱离包围之后 林寒停了下来 等老身和兔子过来 当他们来到之后 林寒道 兔子 想不想去一个好地方 啥好地方 兔子问道 他还没有进过黑塔 林寒哈哈一笑 先把老身丢进了黑塔 然后一把抓起兔子 也一起进入 这 这是什么地方 兔子震惊地无以复加 空间神器 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东西 哦 去那里修炼吧 林寒将他丢到轮回树下 也懒得解释 便让老身 跟他去折腾好了 只是一会儿 便听兔子在那儿 大呼小叫 他真是被震惊到了 在这株神树下参悟 那不是成就 创世境都有希望了 林寒呵呵一笑 将小塔照了过来 有没有办法 快速消去我体内的单独 小塔微微臣服 道 有 林寒顿时大喜 快说 要怎么办 若可以快速消除 他体内的单独 那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达到日月境大圆满 然后跨境极境 再冲上极境巅峰 黑塔的第四层空间 已经开启 可以每三个月提供一次神火 淬炼你的身体 在神火之下 你体内一切都将烧尽 小塔淡淡道 林寒的嘴角 不由地抽搐一下 这怎么听起来那么恐怖呢 不过 黑塔可以提供神火 淬炼体魄 这是小塔早就说过的 只是后来 小塔一直没有再提这事 他也很快 忘到了脑后 他试探着道 那我会不会有危险 会 小塔点头 熬不过去 你就将化为灰烬 不 连灰烬都不可能留下来 而是完全化成虚无 而我也将不必再忍受 你这个白痴主人了 靠你个傲娇 他 不损我会死啊 林寒想了想 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告诉我 你就这么想死 小塔先反问了一句 本来想等你达到星辰境之后 才让你淬炼神区 将体魄再提升一个层次 其实小塔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已经给林寒安排好了路 应该说都是对林寒最有利的发展方向 只是总喜欢讽刺一下林寒 林寒惊喜 你的意思是 我的体魄还能再提升一大 达到超越境界两个小境界的程度 超越两个小境界有些夸张了 但肯定要比现在强大许多 而且 被神火淬炼 最大的效果 是让你拥有浴火重生的可能 小塔道 林寒顿时露出毅然之色 不用考虑了 我要受神火淬炼 在小世界中 他的体魄超越境界一个层次 那简直就是同阶怪物 基本不可能有人伤得了他 就是超过他一个大境界的都很难做到 可在神界 不好意思 他的体魄 只能超越一个小境界 这就不保险了 事实上 只要战力超过四星 那就有可能伤到他 因为四星就代表了一个小境界 虽然五星天才号称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但事实上这样的天才还是有的 而且 林寒本身就是这样的天才 因此他遇到这种天才的几率也相当的高 因此 他现在的体魄 并非真正同阶无敌 只是很牛掰很牛掰 还有 什么是浴火重生 林寒问 修出不灭生命之火 便如同仙皇一样 在即死中 浴火而生 小塔说道 不灭天经的一部分 就是借取了先皇秘术 化死为生 乃是无上秘术 先皇 林寒亚然道 不是真凤 相比于先皇 真凤又算什么 小塔十分不屑 那不灭天经还参考了什么神兽 那不灭天经还参考了什么神兽 不 仙兽的秘法 林寒好奇地问 混沌元兽 万化龟 金刚乙 皆是仙玉数一数二的存在 被天尊 熔炼合一 才最终修出了不灭天经 小塔很是骄傲的道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天尊参悟出了终极规则 这才是不灭天经的精髓 林寒嗷了一下 他还没有进入仙玉 也不知道小塔所说的混沌元兽 万化龟 又有多么牛掰 反正他只要知道 不灭天经 很好 很强大 就行了 来吧 林寒点点头 他渴望实力 不管是为了推倒武宗 还是三年后的两届天交会 去会一会那个赤炎集 你可要想清楚了 若是你没有熬过去 那你将彻底消亡 小塔肃然道 以你的天赋 在日月境就熬过神火这一关 并非不可能 但危险性还是极大 而在星辰境再进行的话 把握会大上许多 林寒哈哈一笑 既然你都说了我可能度过 那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小塔点点头 给你三天时间 再好好地流转一遍 不灭天经 必须将每一个细节都吃头 这是你通过神火淬炼的关键 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 接下来那就是看你的意志了 没有克服一切走到底的觉悟 你只会被神焰分尽 好 林寒在轮回树下冥想 将不灭天经彻底流转一遍 推揪着其中每一个细节 确定真正的远转如意后 他站了起来 而时间也过去了五天 并非小塔所说的三天 这可是五年的悟道 开始吧 林寒沉声道 小塔将林寒送到遥远的地方 这里居然有一只巨大的红炉 古色古香 林寒从来没有见过 咦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只炉子 林寒哑然 小塔 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东西 小塔不语 喂 跟你说话呢 林寒扬声道 哦 是吗 小塔这才吭声 刚才没听到 你在说啥 林寒又除复了一遍问题 可小塔还是木然 靠 这个傲娇塔 原来是根本不想回答他 所以才会装聋作哑 想他真是天真 居然真的相信一件气灵 还有耳朵失灵的时候 进去吧 小塔轻轻一震 红炉打开 呼 立刻有熊熊的烈焰 冲天而起 相比之下 敖子云的黑焰 简直就是小儿科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林寒不由滋涯 同身进这样的神艳 它绝对是瞬间化灰的节奏啊 这究竟是淬炼呢 还是送死 记住 唯一能保住你的 便是不灭天津 你只需要不断地运转 不灭天津即可 其他的全部忘掉 小塔肃然道 能不能死中求生 浴火归来 这是关键 千万别想去对抗这样的火焰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并非神焰 而是仙焰 我靠 仙焰 以灵寒现在的体魄 比如说仙焰 就是六阶神焰 只要时间足够长 那半年一年 总可以将它熔炼掉的 七阶神焰就简单了 十天半个月就够了 那八阶九阶十阶呢 估计瞬间就能将它化为灰烬了 仙焰 呵呵 这真是自己找死啊 别说它现在只是日月景 就算跨境了星辰境又如何 能够对抗仙焰吗 怎么 怕了 小塔也不催它 凌寒嘴角抽搐 你确定我还能浴火重生 小塔淡淡道 在外界 别说你被仙焰焰烧 就是八阶神焰 便能瞬间将你化成灰烬 但在这里 你可以保持一点神识不灭 让你运转不灭天经 什么时候体悟出浴火重生的奥秘 你便能重现躯体 他顿了一下 又道 而且 你虽然将两个灵魂融合了 但终究还是会留下一丁点的隐患 只有浴火重生 才能两个本我完全一体 凌寒咬了咬牙 猛的纵身一跃 跳进了红炉中 这真是自己跳进火坑了 凌寒一边自嘲道 一边则是运转不灭天经 呼 可怕的炼烟熄来 根本没有一丁点的抵抗 凌寒整个人便被化成了虚无 这是仙艳 层次太高太高了 便是无相圣人来了 哪怕他还在全盛时期 扑进仙艳中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已经死了 可在黑塔中 一股力量保护住了他的一丝神魂 一丝神魂 并非全部的神魂 仙艳连神魂都能淬炼掉 凌寒好像回到了万年之前 那时他被黑塔震碎了身躯 便只剩下了一道神魂 在特殊的状态下 领悟不灭天经 直到万年之后才转世重生 现在有点类似 他失去了肉身 完全无法动弹 却还要被鲜艳焚魂 这太痛苦了 这可是植入神魂的 他根本不可能晕过去 被迫体会那无边的痛苦 这让他只想大喊大叫 可他现在没有了尸体 想要叫 也叫不出声来 他心中涌过一个念头 不如死了算了 这也太难受了 这个念头一涌起 他立刻骇然 原来他还没有斩掉 成道路上的犹豫和退缩 在经受无上痛苦的时候 终时爆发了出来 他想要压制这个念头 但鲜艳焚魂 痛苦如同潮水 一波比一波猛 让他的意志 也变得模糊起来 在此之前 他确实也承受过 很多的痛苦 但那都是肉身层次的 没有一次像这样 肉身都失去了 直接作用在神魂上 哪怕是他这样的大毅力 都是想到了一死了之 他的意志越来越薄弱 灵魂之火 摇摇欲坠 这一念 坠入地狱的话 他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不 他猛地闪过一道道不甘 苦苦修炼了这么多年 他可不是为了一死的 他还有亲人 朋友 红颜 儿子还没有见到 天凤神女这个凶婆娘 还没有镇压 再者 武宗也没有推翻 当初从何宁星 前往飞云星 那神秘的杀手 也还没有找到 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和放不下 他怎么能死 一缕火苗 在他的心中滋生 灵魂坚定了 活下去的意识 无灭天经 在神魂中流转 这本来就是体魂双断的 现在肉身是没了 可神魂还在 一遍又一遍 灵魂运转着 不灭天经 神魂终于不再暗淡 只是 这只是维持住了 他神魂的生机 没有被焚掉 并不代表 他不再承受 烈焰焚烧的痛苦 事实上 他对抗的越久 被焚烧的自然越久 痛苦是丝毫不会消淡的 浴火重生 灵魂心中闪过小塔的话 对抗仙艳并非正解 以他现在的实力 是不可能对抗的 能够活着 是因为他现在在黑塔中 而他要做的 是从仙艳中 寻找着浴火重生的奥秘 而参考则是不灭天经 这其中一部分经文 就是通过先皇秘术而来的 将这部分经文 真正融会贯通 那么灵魂便将掌握 仙皇御火重生的大神通 真正拥有了不灭的能力 一边忍受着烈焰焚烧 一边则是推演着 不灭天经中 关于重塑自身的部分经文 这在平时 没有发现什么特异之处 可在被鲜艳焚烧之下 灵魂有了突然另外的领悟 原来如此 原来这样 哦 还能如此 他发出感慨 鲜艳焚烧 虽然痛苦 可以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死疾后生 当然 光有体会还是不够的 他还得贯通 真正掌握这门秘术才行 一个个金色的符号 在他的神魂中流转 不断地扭曲 变形最后化为一头头针缝 在阳井冲天而起 身上则是燃烧着无穷的烈焰 这不是针缝 而是仙皇 灵魂突然有种名物 仙龙的话 应该是属水的 而仙皇则是属火 代表了两个极端 像熬紫云所属的黑龙族玩火 这完全是杂种 根本不可能与仙皇相比 呼呼呼 难道这仙燕 其实是仙皇留下来的 若不然的话 为何能够让他不死 那是因为 与不灭天津一脉相成啊 而他为什么可以通过 仙燕领悟出 专属于仙皇的秘术 浴火重生 也同样是因为不灭天津 借鉴了一部分仙皇的法 这样的迷雾闪过 灵魂的心越来越平静 他对自己的悟性有信心 而且就是在黑塔之中 他一定可以悟出这样的法 时间慢慢过去 一天 两天 三天 直到十一天后 一个光点突然从红炉中升起 小塔顿时激动起来 身体都是一阵明灭不定 他本来就没有实体 只是幻化成了塔形 让人可以看到而已 他立刻一动黑塔 嗡 红炉的炉盖和尚 顿时漫天烈焰消失 那个光点飞动几下之后 猛地跌到了地上 那竟是一个光形的胎 而胎中则是一个小人 这是一个婴儿 林涵 成功了 林涵终于悟出了 浴火重生之法 只是好像又有些不对 因为浴火重生 是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而并非变成一个小婴儿啊 哈哈哈哈 小塔都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浴火重生 这是先皇一族的终极奥义 仅仅仅拥有最纯净的先皇之血 才能施展这样的秘法 逆天夺命 林涵当然差远了 林涵当然差远了 但这是在黑塔之中 林涵拥有特殊的能力加成 因此当他悟出不灭天津一部分的金文奥秘后 他成功浴火重生了 可关键是他这样的法还不完全 因此只能够将他恢复到婴儿的状态 靠 怎么会这样 林涵看着自己的小胳膊小腿 嘴角都是在抽搐 他的力量 境界全部还在 与之前相比毫无半点差别 可问题是 他现在的本体就是婴儿般大小 不不不 就是个婴儿 这样他情何以堪 小丁丁都不知道能不能用 还好赫连寻雪和水燕玉都去了仙界 否则他们现在不得哭死 林涵咫哑 小塔 我要怎么才能恢复原状 很简单 长个十七八岁 你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了 小塔一本正经的道 可就是傻子也能听出他语声中藏着的笑意 靠 连傲娇塔都是忍不住在笑 可见灵涵现在有多惨了 黑塔中虽然有不少衣物 可哪一件都不是现在的灵涵能够穿的 他只好胡乱撕了块布 把自己包起来 他道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有 这回小塔终是认真了 你变成婴儿般的模样 那是因为你在浴火重生的参悟上 还没有达到极致 所以只要你将这段经文吃透 自然便能恢复原状 林涵又喜又急 那好 你把炉子打开 我再练练 不行 小塔摇头 以黑塔现在的状态 最多三个月才能挤出一点鲜艳 给你淬炼 第一次用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预计 让我修复塔身的进度落后了至少三十万年 林涵不由脸色难看 你的意思是 我要顶着这模样再过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只是最乐观的估计 因为你下一次也未必能够将那段经文完全领悟 小塔道 不是我小看你 但以你的悟性 至少也得经历几百次之后 才能彻底掌握 所以 你还是耐心等个十七八年 自然又是一个少年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这个傲娇塔 又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完了 自己的仪式英明啊 若是没有找到天凤神女 林涵倒是不介意闭个十七八年的关 反正这是神界嘛 大家的寿源都是长得可怕 十七八年真是没什么影响 可现在 他与天凤神女联系上了 要是十七八年没有出现 天凤神女肯定会担心 甚至怀疑他死在两届战场中 到时候这傻妞自暴自弃怎么办 林涵运转原力 身体立刻膨胀 身体立刻膨胀起来 取出一颗狂野血灵丹服下 然后跑去轮回树下 一边炼化 不过也轮回树上 不过也快了 扎根在黑塔中 又有轮回树悟道 他的进步太快了 无相圣人原本缠绕在树枝上 可看到林涵的时候 却是大笑了起来 兔子和老身看不破林涵的伪装 但又岂能瞒过一位圣人的感应 大哥 你笑什么 兔子闲着脸道 自从知道这个光球竟是一位圣人后 他就自来熟地喊起对方大哥来 这以后若能够得到一位圣人照佛 那自然可以横行神界了 不许说 林涵恼羞成怒 得知还有一个先遇后 他对于圣人的敬畏 自然锐减一大劫 无相圣人若是有身体的话 肯定已经笑得下巴都要掉了 现在也差点从轮回树上掉下来 不过 住在人家的屋檐下 也不得不低头 他自然不会把真相说出来 让兔子和老身 新养的抓耳挠腮 都给我好好修炼 林涵说道 然后一屁股坐下来 炼化狂野血灵丹 当药力炼化开之后 他立刻发现这次不一样了 第一次不用狂野血灵丹 他差点被爆掉 但这一次 他明明没有越过一个小境界 按理来说 体魄应该也没有变化 可明显承受能力提升了许多 果然 浴火重生之后 他的体魄 确实有了提升 如果说之前 他走的是肛猛路线 那么现在就加入了任性的一面 在承受伤害的时候 不再是硬杠 而是如同大海一样 有容乃大 水拥有无限的承受力 火又何尝不是呢 另一边 兔子则是惨叫不绝 他也克了狂野血灵丹 哪怕小塔 异动黑塔之力 进行镇压 可这只能保他不死 该爆掉的血肉还要爆掉 该承受的痛苦还是要承受 灵寒却是没有坑一声 一来 他已经吃过一次狂野血灵丹了 二来 他的体魄再上一个台阶 这已经在他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他的力量疯涨着 而在轮回树下 他对于规则的领悟 也完全跟得上境界的提升 三天后 灵寒猛地睁开了眼睛 小极为后期 很好 除了现在这体型有点不对头之外 真是一切顺利的不行 唉 灵寒叹了口气 没人的时候 他自然恢复了原状 这小手小脚的 让他好不习惯 而且 真的好像那功能也退化了 灵寒低头看着小兄弟 嘴角抽搐 万一那胸婆 想要逆推我 我岂不是连被推倒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叹了口气 决定先出去溜溜 毕竟还要再过三个月的时间 他才能进行第二次的火炼 靠 这什么运气 只是他刚刚出了黑糖 便见一块八整大小的金石就躺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 戒灵石 灵寒听兔子详细描述过戒灵石的模样 因此 只是看了一眼 就能断定这就是戒灵石 而且居然有八整大小 真是惊人 一般来说 能够拿到小纸般的一截 就非常不错了 鸡蛋大小简直走了狗屎运 更何况现在这可是八整大小 便是星辰镜强者见了都会忍不住动心的 我要是你的话 绝对不会伸手去捡 而是立刻离去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传到了灵寒的耳里 森冷无比 带着强烈的杀气 出了黑塔之后 灵寒自然化成了常人的体型 他寻生看去 只见一名年轻人正站在不远 目光盯着他脚下的戒灵石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联合出品 这绝对是神界的生灵 并没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灵寒不由一笑 道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看中的东西 你若与我争 只有被我杀掉的份 年轻人冷冷道 哦 你这是要抢我的东西吗 灵寒道 年轻人不屑地吃了一声 现在这块戒灵石只是无主之物 并没有落到你的手中 何谈抢你的东西一说 天才地宝本就是实力强者得 灵寒身体一挨将戒灵石捡了起来 笑道 现在到我手中了 怎么办 那年轻人不由得气的嘴角抽搐一下 你压得故意打我脸是不是 他森然道 报上名来 我牵唤刀下 不死无名之辈 这人倒也有点意思 灵寒笑道 我姓你 明爸 你爸 年轻人南南 好像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年轻人 但多念南几遍之后 他恍然过来 你爸不就是你爸吗 这个混蛋 居然敢占自己的便宜 很好 连我阎君也敢耍 年轻人杀气腾腾 他已经忍不住想要杀人了 灵寒收起戒灵石 开个玩笑 年轻人要胸怀大度 何必这么认真呢 爽 刀光闪过 阎君已是出刀 向着灵寒斩了过去 他在刀道上的成就非常不凡 一刀斩过 空气都被撕裂 现出了一道真空裂缝来 灵寒脚下踩着摘星布 身形闪动中 奇快无比地躲过了这一击 他不由感叹 鲜皇的秘法 可不只是浴火重生 它有速度 凤翼一阵 与昆蓬一般 号称天下急速 要是还能参悟出 这样的妙法就爽了 可惜 不灭天经的重点在不灭上 以锻炼体魄和神魂为主 在身法和力量上 可并没有突出的地方 严君却是一惊 对方这速度有些快啊 他哼了一声 难怪敢和我争 原来还有两下子 灵寒淡淡道 看在这是两界战场的份上 我不想杀你 留你有用之身 去与冥界生灵战斗 但是你不识好歹的话 我就只有送你上路了 严君气急而笑 你不过躲过了我一刀而已 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惭 真是个笑话 灵寒也是笑 道 这老虎不发威 你还当我是病猫吗 严君拧刀而立 身上有一道道神光涌动 没进了手里的刀中 啪 啪 啪 那把刀居然发出了脉动声 好像拥有了生命似的 严君知道对方再续大招 但他并没有出手抢弓 而是在任对方准备 这个严君也只是小极为巅峰 比灵寒高出了一个小小境界 如果灵寒连这都没有必胜之念 那他也太失败了 狂 你真的很狂 严君开口道 在吸收了无数的神光之后 他手中的刀居然在生腾着黑色的气体 显得非常古怪 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在续大招 却并不出手打断 真是太狂了 小看我 你要付出血的代价 他大喝一声 向着灵寒扑杀而去 封 一刀劈出 竟是画出了一头黑色的猛兽 看不出是什么 有点像虎 又长了一条鱼尾 猛兽张开锯口 向着灵寒咬去 大嘴中一片幽黑 好像可以吞噬天下 灵寒不再退让 而是凝出一拳 向着猛兽轰了过去 一道道神文交织 化成了无穷的流光 啪 那头猛兽顿时被打飞出去 重新化为了一道刀光 崩碎于天空之中 阎君不由骇然 他这一刀已经是全力一击 而且还靠手中的千换刀 加持了好几倍的威力 可对方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拳而已 便将他的攻击崩碎 这实力太强了吧 他连忙嘴嘴长笑 音波滚滚而动 在原力的推动之下 以远超正常的速度 向着四面八方传递着 很快 远方传来了长笑声回应 而且还不止一道 此起彼伏 林涵不由笑 怎么 打不过就想到找帮手了 阎君不由的脸一红 他向来自负 认为在同年龄层次中 他不是第一 也能排在第二 可刚来两届战场历练 就遇到了一个无法匹敌的强大对手 对手甚至还要比他弱了一个小小境界 如果只是意气之争 那以他的心高气傲 肯定掉头就走了 但这还牵涉到了戒灵石 巴掌大小的呀 那是何等珍贵 因此他老着脸皮向同伴呼救 只是一会儿之后 便有五个人几乎不分先后 从各个方向奔了过来 修为从小级位到大级位不等 分别是四男一女 阎师弟 发生什么事情了 五人都是问道 因为阎君刚才发出的是 列燕宗的紧急求助信号 阎君指着林涵 他身上有一块戒灵石 足有八整大小 那五人一听 都是露出了又惊又喜之色 一名年长些的男子 向着林涵拱了拱手 这位兄台 可否将那块戒灵石割爱 我们列燕宗 必有所报 林涵笑了笑 就一句必有所报 就要我将戒灵石给你们 六人面面相去 都是露出了一丝喜色 看林涵这态度 似乎并不是不能商量 兄台 你开个条件吧 那年长之人说道 林涵想了想 简单 拿真元石或是神铁来换 反正戒灵石 于他而言就是财富 自然不介意卖给谁 行行行行 那年长之人连忙道 他微微迟疑一下 又道 兄台 可否让我亲眼看看 这块戒灵石的大小 林涵倒也不怕 他们耍阴谋 将戒灵石拿了出来 晾了一下 满意了 满意 满意 那年长之人连忙点头 傅道 兄台打算卖多少真元石 你们能给多少 林涵笑着问道 阎君六人交头接耳 过了一阵 才道 我们手里的真元石有限 兄台可否随我们去列隐踪 我们的长辈 自然会付给兄台 足够分量的报酬 林涵笑着摇摇头 那可不行 不过怎么知道 你们是不是故意将我引进陷阱 要将我坑杀在那里 旁人之心不可污 哪怕他有黑糖 也不是他可以胡来的道理 这样吧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后 我会在狼牙城的老张客栈中等你们 你们拿来足够的真元石 或是四阶以上的神铁 我就把这块戒灵石卖给你们 否则我便拿去拍卖了 一名年轻人顿时露出凶光 七十兄 我们拿下这家伙 直接夺下戒灵石 嗯 有两个人立刻表示同意 那年长之人微微考虑一下 便摇摇头 我们烈焰宗岂能做这种事情 休得再提 他又向着灵涵点了点头 兄台 那说定了 三个月后 在老张客栈再误 他率领五人离去 走出老远之后 有人忍不住问道 七十兄 为什么不来应的 毛祖师只差一丁点 就能迈进星辰境 只要我们将那块戒灵石送回去 毛祖师便能成功 而我们也将个个成为大功臣 哼 那年长之人摇摇头 那小子不好对付 否则颜师弟又何须将我们换过去 颜君立刻露出羞涩 我远远不是那人的对手 其他人都是惊呼 颜君虽然境界不高 可战力在他们中 却是非常不凡 乃是四星天才 只有大级尾才能压制他 既然他说远远不是灵涵的对手 那说明灵涵的战力至少也是大级尾初期 甚至是中期后期 那年长之人又道 若是我们围攻他 能够得手到也算了 若是不能的话 就彻底与那块戒灵石无缘了 连收购的可能都没有 刘师弟 马师弟 你们立刻去找钱师叔 他老人家乃是日月静大圆满 必然可以镇压那个小子 我们几个则是暗中跟随 待钱师叔带到 再向那小子必要借灵石 如果他肯乖乖配合 哼 便留他一命 否则便送他上路 另外五人都是心中生灵 这位七师兄看起来温温和和 平易近人 可心思却是甚密而又阴森 如同毒蛇一般 得罪他的人 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们连忙按计划行事 有两个离开 去搬来更强的高手 另外四人则是暗中跟着林涵 一路留下烈焰宗特定的标记 以指引路线 林涵的神识是何等敏锐 被盯上不久 他就察觉到了 果然知人知面不知心 他暗暗感慨 一开始的时候 他对那年长之人 还是有些好感的 才会答应对方 优先考虑将借灵石 卖给他们 可现在呢 对方只剩下四个人 显然有两人去搬救兵了 剩下的几个 则是悄悄地跟着他 最后要给他致命一击 林涵倒是无惧 先别说这里乃是两界战场 规则古怪 让强者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来 就算实力不损 他也可以躲进黑塔中去 而对方若是搬来的援兵 不是星辰镜的话 林涵并不想躲 而是要一战 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 便是日月经大圆满 他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他依然一路寻找着戒灵石 反正要等三个月的时间 让黑塔重续鲜艳之力 因此他并没有特定的目标 找找戒灵石 有时候也尽黑塔练下丹 这可苦了阎君几个 他们突然之间就会失去了 林涵的下落 还以为他发现自己几人的阴谋 偷偷开溜 可隔了几天后 林涵又莫名其妙地出现 却是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计划 还好 林涵消失的时间并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地间行走着 偶尔也会遇到冥界的生灵 或是打或是逃 端看对方的强弱了 林涵故意放水 遇到日月境大圆满的冥界强者 也没有权利出手 而是直接顿走 不然的话 对方的援兵 若也只是日月境的话 便肯定不敢出手了 他给对方机会 要是对方悬崖勒马的话 那他也不会追究 可若是出手的话 那他也不会再手下留情 十一天后 林涵居然运气大爆发 又找到了一块戒灵石 只是这一块戒灵石 便远远比不过上次那块 要小得太多了 仅仅只有一根小纸般大小 蚊子腿再小 那也是肉啊 他呵呵一笑 将戒灵石收了起来 嗯 他将头偏了下 终于来了吗 原本一直跟在他后面的 四个神石光点 现在变成了七个 他叹了口气 他并非试杀之人 却总有人逼他大开杀戒 咻咻 七道人影纷纷飞射而出 将他包围了起来 正是阎君一行人 林涵露出一抹银鱼的笑容 几位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在狼牙城再见的吗 阎君六人都是脸上一红 说话不算话 而且被人当面揭穿 这可真是不好受 不过 唯一的一名老者则是容色冰冷 年轻人 少耍平嘴 立刻交出戒灵石 不要自寻死路 林涵露出一抹思索之色 将两块戒灵石都是拿了出来 你说的是这块呢 还是这块呢 他分别将左右手举高了一些 那老者顿时露出了贪婪之色 都交出来 行 三亿真元石 林涵点点头 老者顿时露出怒容 小子 你以为老夫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再敢推脱 老夫便斩了你 我好怕 林涵故意做了一个畏惧的动作 然后笑了笑 好吧 谁来拿 他看了眼猪人 将双手往前推了一下 来拿呀 别客气 严君六人互相看看 都是有些迟疑 这家伙的表现 也太古怪了 就算真的怂了 不也应该把戒灵石往地上一扔 直接开跑吗 现在是在逗弄人吗 可一位日月境 大圆满的强者就在面前 你也敢作怪 一名年轻人走前一步 好 交给我 他眼神中有着野心 若是可以轻手 带回这两块戒灵石 那么他在宗内的地位 肯定会大幅提升 关键是毛祖师只差灵门一脚 就能跨进星辰境 若是这一脚的跨出 有他的一份功劳 那必然会被毛祖师 另眼相看 因为星辰境强者的重视 那如何得了 他迈出一步之后 立刻又迈出了第二步 第三步 来到了灵寒跟前 探手便向那两块戒灵石 抓了过去 哎 灵寒发出一声叹息 手指微微一勾 咻 一道剑气 立刻扫了出去 那胆 这年轻人厉吼道 他知道灵寒很强 甚至能够压制阎君 可他的境界达到了 终极位巅峰 又是一星天才 比阎君都要强出一些 因此 阎君打不过灵寒 他未必就打不过 退一步来说 就算打不过 也有足够的自保能力 正是这么想的 他才敢站出来 否则灵寒偏偏是个愣头青 要托人下水 怎么办 没想到 灵寒真的敢对他出手 虽然他也早就有 这样的心理准备 可看到这一抹剑光 向他扫来的时候 仍是忍不住的愤怒 他抬手向着 剑光挡去 心道他现在的背后 可是有一位 大圆满的强者 尼承一师 一起出手 那其实是在 自寻死路 很快便会被镇压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那名老者却是大害 联盟伸出手 抓了过去 煮熟 完了 剑光滑过 只见血花溅起 那年轻人有四根手指 被削了下来 如同天女散花似的 呃啊 他顿时发出惨叫 疼啊 林涵展开摘心步 身形击退 将老者随后攻来的 一击让过 他笑道 哎呀 手指都断了 这个怎么拿 小子 你还真是不知死活 老者阴沉着脸说道 这小子 身陷重围 居然还敢负于顽抗 真是作死 林涵哈哈一笑 谁生谁死 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您既然 你也太不知所谓了 老者哼了一声 张手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一道道神文 无限出 这只手画成了五指山 从天而降 他叫钱森 乃是烈焰宗的一名高层 因为宗内一位老人 真正触摸到了星辰镜的边 这成为烈焰宗的头等大事 所有人都是出动 替这位毛祖师寻找戒灵石 因为触摸到了一丝边 和真正跨过去 这是两回事 而烈焰宗只是日月镜的小势力 要是能够涌现出一位 星辰镜的强者来 那么宗门的势力 必然将提升一个道次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烈焰宗为了戒灵石 真的可以说是疯了 林涵目光一挑 顿时迸发出了天威 嗡 向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怎么暴跌了一大截 天哪 阎君等人纷纷惊呼 就算是前森这轰落的大手 也是微微一歪 打错了方向 不过 因为这只手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打偏了一些些 也不要紧 依然对着林涵当头落下 林涵拧起一拳 对着天空中的五指山 轰了过去 全力凝聚到了一起 化成一个点 五指山暗落 却有一道神光冲天而起 那时大手被轰破了一个洞 全光耀洞 前森不由闷横一声 五指山虽然是他的原力所宁 可被轰出一个洞时 他的手也受到了一丝冲击 只觉掌心一阵剧痛 留下了一圈红色的印记 他有些震惊 这年轻人好强的力量 居然可以轰破他的防御 伤到他的本体 当然 这是因为他太小看林涵了 以及轰出笼罩的范围 实在太广 将力量如此分散 哪怕他的实力 比林涵超出千万倍 都要弱化许多许多 但反过来 若是他将力量约束 以点对点的方式 进行打击的话 刚才漠然被天威影响 恐怕这一击 就是完全打偏了 年轻人很了不起吗 他虽然说道 这虽然是在赞扬林涵 却是毫不掩饰 疼疼的杀意 林涵谦虚一笑 一般一般 老人家不用这么赞扬我 这会让我骄傲的 我们年轻人要 既骄既傲 前森终是脸上变色 林涵这从容的模样 让他止不住地 疼起怒火 你非要自己找死了 他左眼一张 竟是画成了 一口烈焰之词 他再探手进去 抓出了一把神剑 通体燃烧着烈焰 以身氧气 这可以将宝气的威力 推升到极致 可也有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神气的成长 是以吸收己身的精血 为代价 会影响己身的静静 不过 对于前森这样的人来说 本来就已经站在了 日月静大圆满的巅峰 不可能再有进步 因此 耗点精血就耗点 反正修炼一下 就能补回来 这把神剑 是他在百多年前 才凑够积蓄 买下了一块八阶神铁 央人打造而成 然后 一直放在体内温氧 以身氧气之下 虽然才仅仅过去百多年 可已经达至了大成 此剑在手 他自信可以战胜 大部分日月静 大圆满的对手 一把合适的神气 对于舞者的提升 真是太大了 烈焰分心 前森出手 一剑斩出 烈焰化成了一道光束 向着灵海的胸口刺去 因为可怕的高温 光线扫过 空气都是出现了 一圈圈的涟漪 然后纷纷巨燃起来 这非常可怕 恐怖的火焰 别说碰到一下 就是那高温蒸腾 也能够让日月静 大圆满初期的舞者 脱一层皮 其他人纷纷退后 生怕被这火焰碰到一下 那真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灵海却是失笑 你拿毒水 锐精来轰它 那它还真有点忌惮 毕竟前森是 日月静大圆满的存在 可偏偏是火焰 这要知道 它可是被鲜艳焚炼过的 在其中推演出了 凤凰族御火重生的秘法 想要以火克它 那至少得在大境界上 碾压它才行 这道火光袭来 速度奇快 毕竟是一位日月静 大圆满强者的出手 正常情况下 灵海不可能立敌 即使以它的体魄 被这么来上一下 神谷被撞断 烧尽还不至于 可血肉绝对是被 轰出一个洞的缝 附近一大片皮肤都要烧焦 可它却是在鲜艳中 熬练了出来 哪怕是因为黑塔的保护 但神艳想要灼伤它 那至少也要比它 高出一个大境界才行 对 必须要有真正的 治的压制 因此灵海也懒得躲了 将右手往前一伸 按向那道火光 筷子见绝的建议之下 它的出手奇快 火光打在它的掌心中 可怕的力量撞击之下 灵海的身体立刻向后滑 这可是大圆满的力量压制 但它的手中 却是绽放出了惊人的光彩 火光炸开 却形成了一个弧度 根本无法灼伤它的手 啪 灵海被这股力量 顶得向后滑退 这速度是何等之快 甚至不比它全力奔行来得慢 刚好 它身后正好是一名 烈焰宗的弟子 猝不及防之下 顿时被灵海撞了个正着 这被撞上一下 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全力出手 以一件六阶神铁在轰击 而那人不过是小极尾后期 被这么撞上一下 怎么受得了 只见血雨纷飞 那人竟是瞬间被震得支离破碎 化成了无边的血雨 碎骨 肉渣 不断地从天而降 竟是被生生撞死了 不过被这么一挡 林涵的身形终于也停了下来 他甩了甩手 将火焰熄灭 抬起手掌看 掌心已经是一片乌黑 还是被灼烧了一丁点的皮肤 果然 修为差得太多 他还是落在了下风 林涵再扭头看了一眼 不由笑道 真是抱歉 后背可没有长眼睛 把你给撞死了 不过 你要怪的话 就怪那出手之人 毕竟我也是受害者 烈焰宗的六人则是目瞪口呆 完全说不出话来 这家伙是妖怪吗 承受日月境大圆满的一击 居然没有被当场震碎了身体 焚尽了血骨 而只是滑腿 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化去力量 要说前思没有出动权力 那真是开玩笑了 没见林涵一撞之下 将他们失期失地 都是直接撞成了碎渣吗 这力量还不猛 就算林涵的体魄无比强横 能够承受这样的力量 可烈焰呢 那可是 还有急火之威呀 大圆满高手 再以巴结神器轰出 绝对可以将大脊位 都是生生焚掉 可对方居然只是黑了一下掌心 最多只有一些胶皮吧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变态 林涵流转了一下 不灭天经 手掌心的胶皮立刻脱落 换上了一层心皮 白皙如瘟玉 这也是因为手掌中 还残留着前森的武道意志 不然根本不用他主动运转 不灭天经 身体自行便能恢复 他展颜一笑 好好跟你们做生意不要 非要做强盗 现在后果自负 咻 他身形窜出 拳头拧起 向这烈焰宗的弟子杀了过去 住手 前森连忙出手 这小子太妖孽了 战力不可以境界来衡量 要是任他出手的话 这里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可都要被涂掉 于烈焰宗而言 每一名日月静的弟子 那都是无比的金贵呀 这里六人 现在只剩下五人了 这五名弟子 哪一个不是宗门花费了十几万年 二十几万年才培养出来的 拥有出色的天赋 只要有机遇 未来跨境星辰境 都不是没有可能 一个宗门的兴旺 固然需要有强者支撑 但真正的中间 却是这些弟子啊 否则你光有一个星辰境 强者支撑 有毛用 前森毕竟是大圆满的强者 双手张开中 可怕的压力如同山岳般震落 限制了林寒的行动 让其他人都能逃开这个杀性 有些麻烦啊 林寒摇摇头 想在一名日月静大圆满强者的 眼皮子底下面杀人 那除非是趁其大意 可现在对方已经有了准备 那再想要杀人就难了 小子 你确实有些实力 但与老夫的差距摆在那里呢 你根本就没有胜算 前森道 交出戒灵石 再自断双臂 可云你活命 前十说 阎君五人都是惊呼 这小子可是杀了烈焰宗的一名弟子啊 怎么能够这么便宜就放过他 前森确实知道 他一动神剑 权力一击 都没能重创林寒 这小子的防御 确实太逆天了 只是力量 对于天地规则 还比不过他 才会被压制 否则 连他都要转身就逃跑了 能够拿到戒灵石就算完成了任务 只要毛祖师突破星辰镜 那有一个大境界的压制 就算这小子突破日月镜大圆满又如何 依然是被秒杀的份 是有轻重缓急 前森心中有数 林寒却是摇摇头 你们还真是霸道 明明想要抢我的东西 却还一副施舍我的模样 想要我自断双臂 我就呵呵了 你他妈脑残哪 他的气不打一处来 右手一扬 一株花儿出现在地上 美丽无比 散发着道运 如一株天地运生的神药 可真要相信这是大补神药的话 那就要中招了 这是阴晕夺魂花 林寒得字黄泉秘境 当初连他都是差点中招 被夺了魂 遭圣甲虫吸血啃肉 在黑塔中 这株毒花又成长了几分 变得更加充满了大道气息 欺骗性更上一层楼 顿时阎君六人 已是露出了痴迷之色 好像进入了某种幻境 身心皆疑 嘴角默不带着笑容 林寒出手 除了钱森之外 那五人皆被他一拳 轰爆了脑袋 可钱森在日月境大圆满 这一关停滞的时间 实在太长了 也将神魂修炼得非常结实 当林寒一拳砸过去的时候 对方竟是本能的一让 避过了致命一击 擦着脸颊而过 大片的血肉被禁风刮走 露出了牙骨 而这一拳也把钱森打醒了过来 他骇然而退 足足退出了数百丈 这才用京剧的目光 看着阴云夺魂花 这株仿佛神药一般的奇花 竟能影响他的神石 差点糊里糊涂就死了 林寒正是战意如焚 立刻追了出去 老家伙 你的后辈都死了 不留下来陪着他们 小子 你等着 钱森立叫一声 转身就跑 他的战力确实可以压制林寒 但对方的体魄 太可怕 他无法一击致命 而林寒还有一株奇花 可以影响他的神石 因此若不能一招绝杀林寒的话 他就要反过来陷入不力之境 他活了三百多万年 看过了许多生死 也正是如此 他更加珍惜生命 留下来死战 也报不了仇 那为什么要冒险呢 回猎眼宗 毛祖师突破在即 有了戒林时 只是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并非一定必须的 再说了 他这边失败了 但猎眼宗还有许多人呢 难道都会没有收获吗 他一路狂奔 只要林寒追得近了 他就是一箭扫出 大圆满的力量轰击之下 便是林寒都不可能无视 斩重就要留下一道伤口 只是无法伤到根本罢了 其实正面交战的话 钱森完全可以重创林寒 毕竟他的力量太强了 可因为之前一动神火 都没能伤到林寒 这给他留下了 强烈的心理阴影 认为林寒的防御 是牢不可破的 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若是放弃神火 只以力量轰击的话 威力反而是更大 就因为这样的错误认识 他一路狂逃 根本无心恋战 要知道林寒现在 也只是六星天才 战力冲死就大集位初期 怎么可能与大圆满相比 当然了 钱森还在顾忌阴晕夺魂花 否则他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追了一阵之后 林寒停下了脚步 这再追下去也没有意义 他杀不了钱森 而且狼牙城也不远了 只要进了城 那是严禁私斗的 根据阅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变 演播无非是无 由阅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他想了想 决定先回一趟狼牙城 将手中的戒灵石出售 另外还有一些他抽空炼制的丹药 总不能一直压在了手中 得换成真元石 神铁 用来提升仙魔剑 功勋方面 他扫荡了许多冥界生灵 日月进小集位的也不少 足够让他退役了 退役了 当然也能再来两届战场 而且来去更加自由 不用担心没攒够功勋不能离开 那会被当成逃兵斩首示众的 不管你是自由行 还是加入军队 半天之后 林涵回到了狼牙城 他先去军部大厅去兑换功勋 一句句冥界生灵的尸体丢出来 可以很快算出功勋的总值来 这些尸体还有别的用处 有大能想要通过尸体 推究冥界的修炼功法 到底与神界的差别在哪 这绝非是无用功 而是非常具有意义 一旦破解了冥界的功法 便能针对 那么原本两个人实力相当 也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强者们还在研究 怎么让神界的武者 可以不受冥界天地规则的压制 为日后的全面入侵做准备 神界如此 恐怕冥界也是如此 林涵觉得很乱 两界到底是谁在侵略谁 从他掌握的资料来看 双方似乎都不是什么好鸟 谁也别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他摇摇头 现在的他实力还太弱了 根本不足以插手这样的大事件 先把境界提升上去吧 一算功勋 除了可以让他唾异之外 还多了四千多 但四千多的功勋 还真是不可能让他兑换到 现阶段需要的东西 山河境的资源 倒是可以换上大把 可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 再者 用功勋兑换来的东西 是严谨在狼牙城出售的 逮到就是一个死字 凌涵决定先不对换 反正他现在是自由身了 以后再多杀一些民界生灵 积累更多的功勋再说吧 他去了城里的拍卖行 能够在两届战场开拍卖行 这需要的不仅是胆量 还得有强大的人脉和实力 晶元拍卖行 显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据说这属于金家 而金家则是一个超级势力 世代经商 控制着金人的资源 与保灵阁并称双交 林涵进入拍卖行 拿出借灵石后 立刻引出了拍卖行的负责人 直接与他商谈拍卖的细节 这样大一块的借灵石 可以拍个好价钱 因此拍卖行决定 先不急着拍卖 而是要尽可能的把消息放出去 让更多的强者参与拍卖 当然是境界越高 身家越是惊人了 林涵道也不介意多等几天 他又拿出了单药 让对方顺便拍卖一下 拍卖行在借灵石的拍卖上 收了一成半的手续费 这可以想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这些零散的单药嘛 拍卖行决定大气一把 免费帮林涵拍卖了 这大概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林涵想了想 便接受了拍卖行的邀请 这些天都住在拍卖行 他继续练单 修炼再过二十来天 黑塔便能让他第二次 以鲜艳断身冷 现在这模样好惨 没人的时候 林涵又变回了婴儿的模样 这真是让他太不爽了 他索性将精力都花在了炼丹上 因为苦修的话 哪怕他拥有无穷的修炼资源 想要完成一个小境界的原力积累 至少也得一万年 因此他苦修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现阶段反正有狂野血灵丹嘛 嗑药才是王道 像有些天才几百年 几千年就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巅峰 显然都是得了叶草 不然光靠自己抱着真元石苦修的话 静静是不可能那么快的 天才主要体现在境界领悟上 要是给一个庸才服用 狂野血灵丹 四颗下去送上小级位巅峰又如何 接下来一百万年都不可能 悟到终级位的天地规则 只会受缘干涸而死 二十几天后 小塔通知林涵 可以进行第二次鲜艳断身了 之前他一直在期待 可真当这一天到来时 林涵却又有些退缩 想想那经历 真是可怕呀 身躯被焚为灰烬 神魂也只剩下一缕油丝 可为了更强 林涵还是咬了咬牙 毅然投入了红炉之中 这一练 又是三天三夜 林涵新鲜出炉 自然再次变成了一个小婴儿 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他也没长大多少 打回原形自然损失不大 不错 我的皮肤血肉神骨的韧性 又有了一些提升 林涵点头 关键还是浴火重生 现在我真的受了致命伤 有百分之一的几率 可以浴火重生 不但伤势近负 还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浴火重生 与不灭真叶的最大区别 就是不灭真叶只能治伤 而浴火重生 还能让林涵恢复到最佳状态 试想一下 两个人实力相当 打得两败俱伤 都是锤锤带死 可一方却是来个浴火重生 一下子恢复到最佳状态 那别人岂不是只能哭了 难怪先皇是最最顶级的先兽 光冲着这个能力 就足以无数强者胆寒 出手之前 要先掂量一下 是不是能够扛住对手的车轮战 可惜啊 现在就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 可要知道 这是先皇一族最顶级 最核心的秘法 能够让林涵在日月境就掌握了一部分 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 林涵并没有离开黑糖 而是刻下一颗狂野血灵丹 在轮回树下炼花 三天之后 他的修为达到了小极位巅峰 而再用一两个月稳固境界 便能冲击中极位了 当然 这一两个月 还得在轮回树下参悟 否则每个二三十年的积累 又怎么能够触摸到境界屏障 林涵暂时没空去突破 胎脉快要开始了 他也很久没有出去了 打算出去走走 另一边 老身和兔子也耐不住黑糖中的寂寞 非要出去透透气 散散心 最重要的是 一个要去偷灵药吃 另一个嘛 狼牙城的大姑娘小媳妇 都得小心点了 还好这是云顶星 妖兽五行之灵 都与人族和睦相处 否则他们出了门 估计就别想回来了 林涵则是来到了一座酒楼 他想要知道最近有没有大事发生 而在酒楼中打探消息 自然是最快的 很多人都喜欢大嘴巴 卖弄独家资料 其实也是刷存在感的好办法 他静下心听 很快他便得到了很多资料 有些人是在吹嘘 说自己斩了多少多少明界的强者 可只要看一下 他不过是山河镜的修为 便知道这样的说法 有多么的不靠谱 有些人则是在说这次的拍卖会 而那块借灵石也被说成了大如牛头 真是谣言飞起 还有些人则是说到了两届天交会 你们听说了没有 又快要到两届天交会的时候了 那当然了 能够参加两届天交会的 那可都是无上俊杰 几万年才能出一个超级天才 何止几万年 至少几十万年 对了 这次是进山河陵 还是日月谷 我记得是上次是日月谷 这次应该是山河陵了 其实山河陵才最公平 真正可以看出不同境界天才的差距 不见得 有些人在山河境修到了完美 在日月静却未必也能如此 众人越说越激动 差点打了起来 林涵茫然 不过他边上一桌正好是一老一哨的配置 哨的也跟林涵一样不明白 那老者便在一边解释 山河陵和日月谷都是两届战场中的密地 非常古怪 不管你是什么境界 哪怕是圣人也好 进了山河陵 修为会被削弱到山河境 而进了日月谷 修为则会被限制在日月境 林涵这才恍然 同时也松了口气 这次若是在山河陵开战的话 那他将山河境修炼到了极境巅峰 之前的每个境界也同样达到了完美 同街一战 他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反之要是在日月谷开战 他还没有达到日月极境 对上修出这个境地的人 当然要吃大亏 甚至不是一和之敌 当然 还有三年不到的时间 他还能继续提升修为 可要达到极境巅峰的话 很难很难 会有这么古怪的地方 应该是两个世界的冲突所造成的 认你是圣人又如何 在这片天地下修炼得到 就要受这片天地的制约 林涵在心中说道 喂喂 你们听说了一件大事没 一名男子突然大叫道 他口里是在问别人听说了没有 可看他那得意洋洋的表情 分明就是在说 你们都不知道吧 我有个独家消息呢 什么消息 许多人都问 这男子穿着黑色的净装 齿长的头发扎了起来 胸膛半裸 有一种彪悍的气息 见众人的目光 都是盯在自己的身上 他不由心中大感虚荣 端起酒碗就大口喝了起来 就在前天 谢大将军的一位侍孙 去了紫月军团 想又带走一个人 结果被扫地出门 脸都差点被打肿了 什么 不少人都是失笑起来 这人是疯了吗 居然敢跑到紫月军团去要人 不知道紫月神女最是护短吗 林涵却是心中一咯啷 谢大将军的侍孙 那必然是谢东来了 他知道天凤神女跑来两界战场了 而且还在紫月军中 等等 就算是谢大将军 也不可能将手伸到两界战场来 虽然天下间没有永远的秘密 可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让谢东来 找到了天凤神女 除非有人告密 林涵立刻想到了朱丽云 他是天凤神女的密友 应该知道天凤神女的一些事情 包括他为什么要来两界战场 哼 林涵忍不住动了杀意 你这不是将人往火坑里推吗 隔壁挤住的人 都是不自禁地打起寒战来 林涵这杀意太可怕了 更拥有一丝天威之力 让他们都是从心底犯起恐惧 莫不纷纷起身结账 不敢再待下去 不过 其他人并没有受到影响 依然在那高谈阔论 那位谢家的侍孙是谁呀 有人忍不住问道 嘿嘿嘿 黑色镜庄男掉了一下胃口 猜到谢东来 什么 竟是谢东来 那可是谢家小一辈中 极受重视的存在 不错 修道不过几万载 便已经是日月境大圆嘛 据说有望在百万年内 突破星辰境 哎 我百万年内 要是可以突破到日月境中级位就好了 不然就要双脚一挺 做鬼去了 哈哈哈哈 多杀些明界邪魔 积累功勋 兑换到足够资源后 突破中级位肯定不难 众人都是点头 这里有许多人 其实早就退役了 可他们还是在这里恋战不去 就是想要补上一搏 冲击更高的境界 有些人确实成功了 但更多的人 却是永远留在了这里 尸骨无人收 当初的三元上人 应该便是在这里得到了际遇 他成功跨境的恒河境 可惜被虎妞一拳就打爆了 紫月神女还真是霸气 连谢家的面子都不给 嘿嘿嘿 谁不知道紫月神女互赌 爱兵如女 便是谢大将军亲自出面 都不一定能够让紫月神女退让 更何况只是谢东来了 嗯嗯嗯 众人都是点头 嘿嘿嘿 我谢东来怎么了 一声冷笑之中 只见一名长身玉立的男子 突然从楼梯口出现 双手附在身后 散发出一股强者特有的气息 酒楼中顿时一片死寂 那是谢东来 哪怕谁都知道 狼牙城中是禁止私斗的 可谁愿意被谢东来盯上 这可能意味着 与谢大将军结上了仇 如此可怕的后果又有几人愿意承担 不说别的 只要传出自己得罪了谢家 那天底下又有多少人愿意与自己往来 再说了 谢东来本身就是日月境大圆满的高手 更是天才 有极大的希望跨境星辰境的 光是他这个人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得罪 谢东来目光扫过 根本没有人敢与他对视 如同一尊帝王 微不可敌 他冷笑 居然敢在背后嚼自己的耳根子 这些贱民真是不知所谓 若非这是狼牙城 他肯定把每个人都是震杀了 没 他微微一愣 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居然还在悠闲地喝着酒 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这年轻人很醒目 如鹤立鸡群 因为他附近几桌都是空着的 与酒楼中热闹的场面相比 显得完全格格不入 谢东来大步走了过去 而在他身后 其实还有两个老者跟着 只是他们与谢东来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远远地跟着 好像根本不是一路的 他一屁股坐在了林寒的对面 将大圆满的气势散发出来 给予林寒强大的压迫力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生联合出品 林寒只若未见 他心中已经沸腾起了杀意 只是一来目前还杀不了对方 二来这里也不好下手 因此他只是在心中想着该怎么给这家伙一点苦头吃吃 敢纠缠他媳妇 自然没有白白便宜了对方的道理 阁下怎么称呼 谢东来问道 眼神中则有一丝亚异 因为这个年轻人居然在他的气势下毫不动容 明明只是小极位巅峰而已 怎么灵魂会这么坚定的 你爸 林寒随口说道 谢东来的智商显然很高 立刻露出了勃然怒容 这小子居然敢调侃自己 他哼了一声道 阁下开口便伤人这样好吗 傻子 你不请自作不骂你骂谁 林寒痴然道 他本来没想和对方这么快就起冲突 可谁让谢东来非要自己讨骂呢 谢东来那漂亮的丹凤眼不由的一眯 散发出有弱食指般的杀意 这年轻人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自己也敢骂 他是谢家世孙 还真没有怎么顾忌过 杀意一起就想要动手了 少主 两名老者原本站在了楼梯口 现在却都是一个跨步来到了谢东来的身后 向对方轻声换道 在狼牙城动手 那你伤人多重 便以十倍当还 当然 若是杀人的话 那只需要长命便可 可不会鞭尸 这是几位横河境强者联手制定的规矩 便是谢东来犯了也同样无法倖免 谢大将军的招牌虽然很好用 但谢东来还没有这样的面子 换成是谢大将军在这里杀人的话 那估计紫月神女几人最多也就是抗议几下 万万不可能与谢大将军 真个儿撕破脸死磕的 同样 就算狼牙城方面宰了谢东来 谢大将军同样不可能为了一个子孙 而与几名横河境强者闹翻脸 所以有些规矩还是遵守的好 谢东来当然也明白这样的道理 只得将火器按了回去 他心中暴怒 从小到大 胆敢如此忤逆他的人还真是罕见 哪怕有 也早就坟头长草了 先有一个天凤女敢逃婚 现在又有一个年轻人 胆敢辱骂自己 嘿嘿 这个世界是要反了吗 他站了起来 阁下 我记住你了 以他的眼力 当然可以看出 林涵现在用的是伪装 但没有关系 他认的是林涵的气息 这是舞者很难改变的东西 除非改修其他的功法 林涵淡淡一笑 早该滚了 影响我胃口 谢东来不由脸色一黑 又想要发飙 可毕竟是当代天骄 强行按下冲动 只觉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不然他会气爆的 舞者当快意恩仇 不爽就用拳头 这样憋着 让他难受 他转身离去 两名老者则是盯着林涵 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也跟着离去 酒楼中也渐渐恢复了话声 但经过刚才的事之后 众人的声音也小了许多 他们一边说着 一边向着林涵看去 都是觉得此人胆大包天 居然敢和谢家对着干 毕竟是年轻人 控制不住火器 现在这里是狼牙城 对方当然不敢动手 可难道能够一辈子都躲在狼牙城吗 有老者摇头 认为林涵的做法太不致了 林涵来这里 本来不就是为了吃喝的 而是了解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健壮便也没有了继续下去的意思 他结了账 回转拍卖行 拍卖只剩下两天了 老身和兔子倒是如鱼得水 整天在外面逍遥 都是舍不得回来 林涵倒也不担心 这两个损东西都是油滑无比 除非星辰静出手 不然还真不可能拿下他们 两天很快过去 林涵带着借灵石去前厅 担药他已经交给了拍卖行 但借灵石的价值太大 他则是一直收在了身边 在拍卖当日才会交出去 他来到了前厅 找了个伙计 让对方去通知家属那名负责人 正在等的时候 却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 不是谢东来又是谁呢 以谢东来的身份和财力 参加这样的拍卖会并不稀奇 而对于他来说 现在是日月静大圆满 肯定迫切想要突破星辰静 甚至极静 因此 巴掌大小的借灵石 他志在必得 你 谢东来看到林涵时 俊脸立刻阴沉了下来 冷笑道 现在金元拍卖行真是越混越差劲了 什么阿谋阿狗都能来的吗 谢世子 您是指 谢东来边上跟着一个拍卖行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高 因此拍卖行也比较重视 出动了一位颇有地位的人物 这人叫金轩 一直想要往上爬 获得更高的地位 因此谢东来就成了他想要巴结的对象 如果能够搭上谢家这条线 他在家族中的地位肯定将直线上升 我讨厌这小子 谢东来毫不客气地指着林涵 我明白了 金轩点点头 对着左右两边的伙计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将此人驱逐出去 他之前并没有见过林涵 并不知道林涵就是此次提供借灵石的大主顾 否则他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可现在 他却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林涵只是笑了笑 对金轩道 希望你不会后悔 哼 你还敢威胁我 真是可笑 金轩冷笑 只觉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连一个小小的日月镜小集位 也敢当着他的面 叫他不要后悔了 敢出去 敢出去 他挥手道 谢东来则是冷笑 这种无名之辈也敢与他斗 之前在酒楼是不好下手 但现在他却可以借力 根本不用亲自出手 就能让此人颜面扫地 林涵也不反抗 任两名店伙计 将他送出了大门 刚才他已经通知了一名伙计 让对方去请金明了 那是金家在此地的最高负责人 当初林涵说要拍卖借灵石后 就是金明直接接待了他 给足了重视 谢世子 请 金轩江姿态摆得很低 金家的实力很大 甚至远远的超过谢家 让皇室都忌惮的程度 可金家的人也实在是太多了 像他这种知脉的人 想要掌握权力 必须依靠外力 反过来 谢东来也只是谢家 比较重要的族人 并非真正掌权的大人物 如果有金元拍卖行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背后支持的话 于他也非常有利 因此 两人是一拍即合 只是金轩的气场 明显要比谢东来差太多了 在两人的相处中 谢东来占据了绝对的主动 看起来金轩更多的是一个仆从 一条走狗 在金轩的带领下 谢东来进了一间包厢 而金轩并没有出来 继续在包厢中陪着对方 显然是要尽一切可能的拉关系 话说 金明得到手下的通知 联盟让那名伙计将林涵带去见他 可那名伙计来到前厅 转了一圈之后 却没有发现林涵的下落 他自然大急 联盟叫来边上人问 这才知道林涵被赶了出去 他联盟跑到门外 却见林涵正在对面的凉棚底下喝茶 一副悠闲无比的模样 他这才松了口气 还真怕林涵一走了之 那拍卖行就要闹一个天大的笑话呢 韩绍 拍卖差不多要开始 还是请随小人进去吧 他小心翼翼的道 林涵微微一笑 却是摇摇头 我是被人赶出来的 要是就这么回去 不是太丢人了 韩绍的意思是 那伙计流起了冷汗来 简单 谁赶我走的 谁就请我回去 林涵笑道 不过 我可是被驱赶出来的 这当众丢人现眼 我也很没面子是不是 小人明白了 那伙计也没有多劝 知道这事儿 自己做不了主 连忙去见金明 将情况如实禀报 啪 金明立刻拍了一下桌子 显得十分愤怒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也查了下 林涵的底子 知道对方不只是 此次的大主顾 甚至还是一位巴结丹师 他乃是星辰境强者 自然一眼就看出 林涵的真身是个小婴儿 但他显然不会认为 林涵真是只有这么丁点大 而是认为林涵 可能是吃了什么 乱七八糟的丹药 才会逆生长了 这让他非常震惊 居然还能让身体返老还童 这丹药 闻所未闻 绝对是奇药 就算只是冲着巴结丹师的身份 金明都决定 要好好地对待林涵 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巴结丹师了 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你金轩居然敢将这样尊贵的客人扫地出门 他现在真想将金轩抽上一顿 只知道巴结权贵 却是错过了真正的贵人 蠢货 金明哼了一声 难怪金轩此人混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赌长一家拍卖行 只会屈炎覆势 怎么行 像这样的人只会败掉金家的财产 满足自己的私欲 边上的伙计则是静若寒蝉 现在他可一点也不敢多嘴 金轩在哪儿 金明问道 在弟子七号包厢 那伙计连忙道 来此禀报之前 他自然早就问得清楚 金明长身而起 向着弟子七号包厢行去 来到地方后 他也不敲门 直接推门而入 什么人 金明大人 金轩刚想贺问 却发现这居然是 此地的家族最高指挥 连忙摆正的姿态 他虽然也是金家人 可地位却要差了许多 而且对方是星辰境 他只是日月境 实力更是差了很多 跟老夫走 金明沉声道 在外人的面前 他并不想斥责金轩 这丢的只是金家的脸 金轩莫名其妙 这是怎么回事 金明前辈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谢东南与金轩正处在 蜜月期 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当即开口相问 这也是替金轩再问 金明目光扫过 淡淡道 这是本家的私事 还请谢世子不要插手 他本身就是星辰境强者 金家的势力 更是可以与帝朝相抗衡 自然不用怂谢东来 若非他是生意人 根本连这点面子都不用给 星辰境对日月境高高在上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谢东来不由脸色一变 对方居然不卖谢家的面子 要是换了一个人 他肯定是勃然生怒了 可对方乃是星辰境强者 他有什么资格不满 还不随老夫走 金明冷冷地说道 这下金轩可不敢不从 连谢东来开口相结 都是没用 他哪里还敢多嘴 他乖乖地出门 随着金明一路下了楼梯 并向着外面走 金明大人 不知我们要去哪里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金明不答 只是领着对方出门 走向街对面的茶铺 一座凉棚之下 正坐着林寒 金轩一见 不由地一个愣 想到莫非是因为这个小子 怎么可能 他立刻就在心中说道 这次来参加拍卖会的人 他都做过调查 只以背景而言 再没有比谢东来更高的人了 因此 此人既然与谢东来不合 那么他做出倾向于谢东来的选择 自然也是符合家族利益的 可究竟是为什么呢 林大师 金明笑着向林涵拱了拱手 虽然无论对方哪个身份 都不能与星辰静强者相提并论 但冲着对方那无比的年轻 他还是决定给予林寒相当的礼遇 靠 金轩顿时目瞪口呆 脸色难看得好像刚吃下了一百只苍蝇 韩绍 金明居然叫这个年轻人为韩绍 要知道 就算对上谢东来 金明也只是很随意地叫一声谢世子 并没有将对方怎么放在心上 可面对林涵呢 先拱手为礼 再叫一声韩绍 这是多大的面子 他却不知道 原本金明并不需要这么客气的 可谁让他把林涵扫地出门了呢 现在要把林涵重新请回去 不客气点怎么行 他不由骇然 想到之前林涵曾经问他会不会后悔 当初他当然是嗤之以鼻 可现在他真的后悔了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得到金明的如此看重 金大人 林涵立刻站了起来 对方可是一位心沉静 他要是大大咧咧地坐着 这也太傲慢了 金明点点头 道 真是不好意思 老夫没有管好属下之人 让韩绍受了委屈 呵呵呵 林涵只是笑了笑 将目光看向金轩 这位是谁啊 金轩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一下 心到我刚刚才把你赶出去 你怎么可能转个身就不认识我了 这家伙分明是在故意讽刺自己 要是没有金明在一边 他估计就一巴掌抽上去了 休到两百多万年 他也踏上了日月镜大圆满 在他看来 有镇压一个小级位 自然是轻松加愉快的事情 但现在 他只有脸色臭黑的份 看金明怎么说了 金轩 还不像韩绍赔礼认错 金明沉声说道 来了 果然来了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金轩不服 敢问金明大人 我哪里做错了 要是随随便便就认错的话 那让他将脸往哪割 哦 对方要脸 他就不要脸了 虽然金明的身份比他高 可他也是金家的人 不合理的命令 照样可以不听 否则闹到家族执法堂去 看谁站得住脚 哼 金明冷笑 他真想一巴掌抽死这个蠢货 没点本事 就知道争权夺利 丝毫没有大局观 目光狭隘的发指 他道 这位韩绍 就是提供本次借零食拍卖的人 咦 金轩不由心中一震 这才知道为什么金明如此看重林寒 原来这是一位大客户 可以说 这次的拍卖之所以搞得如此规格高 便是因为有一块八掌大小的借零食 千万不要小看这大小 因为借零食越是大 其中的规则就越是完整 越是容易让舞者参悟 所以 就算十块借零食加起来有这么一块大 但说到价值的话 那乘以十也是远远不及 不过对方也只是一位卖主而已 需要给对方这么高的规格吗 能够得到这么大一块借零食 只是对方走了狗屎运 何必淤尊降贵呢 还不赔礼 金明有些不耐烦了 生气将对方赶回本家的想法 留这样的蠢材在身边 简直在帮倒忙 金轩脸色一阵红 一阵青 但是妥协了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韩绍恕罪 要是让林涵生怒 取消了借零食的拍卖 那金家无疑就要闹一个天大的笑话了 而这样丢人现眼 他作为罪魁祸首之一 肯定难逃家族的处罚 所以考虑到这点后 他还是怂了 林涵摇摇头 我不认识你 金轩不由大怒 林涵这意思很简单 就是不接受他的道歉了 不过区区一个任跃进小机尾的货色 横什么横 金明开口 沉声道 金轩 若是一位巴结丹师被你扫地出门 你认为自己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对方消气 金轩一愣 金明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林涵还可能是一位巴结丹师不成 开玩笑了 这家伙才多少岁数 绝对不会超过一千 可以说是武道上的天才 但要说到是丹道大师 那就呵呵了 丹道怎么提升 需要一炉一炉丹药的炼制 那是实打实的时间 哪像武道 你运气好吃了一颗神丹 说不定立刻从凡人跳到了星辰境 不足千岁的巴结丹师 真是天大的玩笑 你以为老夫在跟你说笑话 金明冷笑 若非如此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对林涵这样看重 再大的卖主又如何 星辰境和日月境之间可是一道天欠 金轩心中一突 要说金明拿这个跟他开玩笑 那本身就是一个玩笑了 难道林涵真是巴结丹师 他脸色巨变 这将一位巴结丹师扫地出门 传出去的话 他真的会掉一层皮呀 丹师 地位超然 而且这个群体还比较团结 你得罪了一位丹师 特别是这种无缘无故的得罪 会让丹师这个群体都仇视你 到时候没有一个丹师 愿意将丹药交给金元派卖行销售 那对于家族的打击将是非常巨大的 而他作为导火所 罪魁祸首肯定要被家族言除 想到这儿 他不由的胆寒 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 韩少 是我狗眼无珠 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你原谅我 他不断地磕头 眼泪鼻涕齐下 金明气得差点一巴掌拍死这个家伙 他让金轩赔罪 但不是这个样子呀 你这一跪 丢的不只是自己的人 还有金家的脸 这个蠢货 这是蠢货 绝对不能够再留在这里了 哦 原来是你啊 林涵一拍双手 好像突然想起了金轩是谁 金轩擦着冷汗 似乎 应付过去了 只要林涵不再降 先让拍卖顺利进行 那他再赔点好话 这事儿 就当没发生过 他却不知 金明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 不用多久 就会将他塞回本家 再附上几句评语 他在金家 就休想再出头了 只能雍雍碌碌地 过完这一生 韩少 请 金明懒得生气了 向着林涵笑了一笑 大人请 林涵也很客气 两人并肩走向拍卖行 林涵故意落后了半步 已是对星辰镜强者的尊重 让金明非常满意 这个年轻人并不适才傲物 也不得寸进尺 金轩则是跟在了后面 他还要和林涵好好地联络一下感情 拍好对方的马屁 在他看来 现在林涵又多了一个巴结丹师的光环 那价值一下子飙了起来 金明毕竟是大人物 见林涵已经不再怂气 便拿了借灵石先行离去 而金轩则是屁颠屁颠地陪着林涵 要好生伺候这位爷 巴结丹师啊 非常非常牛掰 林涵可是比金轩看得清楚多了 金明分明已经有了明显的厌恶之色 显然金轩在这里是不可能混得太久了 因此 他倒也懒得再去对付金轩 只是很随意地应付着 韩绍 请 金轩满脸都是谄媚的笑容 恭迎着林涵前往三楼的弟子号包厢 在金元拍卖行 包厢共分为两个级别 一是天子号 一是弟子号 天子号基本是一直空着的 因为只有横河镜强者 才有资格坐在里面 是横河镜强者 不是他的后代传人之类 弟子号的范围就广了 像星辰镜强者 横河镜的后人 要么在单道 炼器上有着特殊成就的人 因此 天子号只有寥寥几间 可弟子号却有两层之多 可既然有两层 那就又有区别了 肯定在上的要稍微好一些 金轩就是把林涵引上了更上一层的弟子号包厢 与谢东来是一样的 显示出他现在对于林涵的重视 一间包厢的门打开 走出来一名昂长英俊的年轻男子 正是谢东来 他看到金轩与林涵结伴而来 尤其是金轩还一脸谄媚的落后半步 这样的场景顿时让他瞠目结舌 脑子都是转不过弯来了 什么情况 这家伙不是被赶出去了吗 怎的又回来了 而且 看这模样 还是金轩亲自请回来的 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刚才还和自己称兄道弟 说着种种互相照顾的话 这转个身就把自己卖了 你呀也太不要脸了吧 谢东来的脸色立刻阴沉如水 他哼了一声 哼 金轩 我需要一个解释 金轩露出为难之色 他也不想得罪谢东来呀 可林涵与谢东来对立 他夹在中间就只能选择一个 两面都要讨好的话 那注定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一咬牙 反正已经被谢东来看到了 横到底了 需要什么解释 他硬气得到 我与谢世子有什么关系吗 谢世子 谢东来不由得长眉一条 这么快就和自己划清界限了 好好好 他又怒又是好奇 金轩是不可能无缘无故 与自己翻脸的 而像这种势快小人 肯定得有力可图 才会逆风转向 照这么看 林涵应该是大有来头了 可什么来头呢 居然比他这个谢大将军的子孙 还要牛掰 他看向林涵 终是露出一丝慎重之色 能够成为谢家极为重视的小辈 他可不光光是有天分而已 为人必然也是聪明至极 阁下到底是谁 他问道 金轩立刻打起了先锋 这位是林涵韩绍 韩绍可是巴结丹师 提供借临时只能说 林涵是个大主顾 在地位上可没有什么提升 但巴结丹师就不一样了 哦 谢东来不由脸色微微一变 这么年轻的巴结丹师 丹师地位超然 要比相对应的舞者 高出那么半个头 而他是舞蹈天才 自然对同阶的丹师 不必太过在意 可林涵也是丹道天才啊 这样的人才更少 自然也更受重视 这个天底下 最不缺的就是舞蹈天才 时不时就会冒一个出来 可丹道 气道不同 这需要无穷岁月的积淀 极难极难冒出天才来 难怪金轩要改弦一致了 可是对方难道不知道 自己可不只是舞蹈天才这么简单 而且还是谢大将军的后代吧 有横河镜在背后支持呢 不过林涵这个名字 怎的好像有些熟悉呢 原来还是一位丹师啊 谢东来冷笑道 只是他再嚣张 也不敢嘲讽丹师 因为这个群体 拥有极大的能量 要是他贸然去得罪丹师 这个群体 回去之后 估计要挨批 甚至从此被打入了冷宫 好狗不挡道 林涵则是淡淡说道 谢东来张口结舌 你压得居然敢说我是狗 可确实 他站在了路中间 堵住了林涵二人的去路 这么说 倒也不算有错 只是用词有些过 那林大师也是看中了借灵石吧 谢东来决定避开 林涵丹师的身份 这比较敏感 最好还是不要当众起冲突 无人看到的时候偷偷宰了 那不就一劳永逸了 一名巴结丹师在这个时候跑到拍卖行来 九成九是冲着那块巴掌大小的借灵石 那可是帮助悟道的质宝啊 比起财力来 这么年轻的巴结丹师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林涵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那又如何 哈哈哈哈 有本少在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谢东来傲然说道 只要本少出手 这必然是本少的囊中物 现在他只有这种办法来打击林涵了 金轩险些笑出声来 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你呀还不知道吧 那块借灵石就是林涵拍卖的 你抢的月凶 那就是送钱送的月凶啊 见过冤大头 但做冤大头还做得如此洋洋得意 自我感觉爆棚的 这位当属第一号了 林涵不动声色 那可不一定 傻鸟 你确定有这样的财力吗 傻鸟 谢东来脸皮抽搐 刚才骂自己狗 现在又辱自己为鸟 这小子真是招人恨 他心中冷笑 你总不可能一直待在狼牙城 一出去就是你的死期 他打定主意 拍下借灵石后 一定要在林涵面前 好好的耀武扬威一下 打击打击这个混蛋 这个心念闪过之后 他退进了包厢中 让林涵二人通过 林涵大步走过 经过大门的时候 丢下一句话 知道进退 勉强还算一条好狗 我擦 谢东来差点拔刀 出手 还好包厢中有两个老头 将他强行按了下来 否则他真是不能忍 作为谢家的后代 他胡来惯了 现在居然连杀个把人 都还得束手束脚 这感觉真他妈的窝囊 一定要杀了这个家伙 谢东来在心中说道 然后回帝都 求谢大将军出手 想办法将天凤女弄回来 这个贱人居然敢逃婚 哼 看他怎么收拾 林涵进了包厢 金轩自然也跟了进来 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话 努力挑起共同的话题 可说到武道 他的境界虽然要高一些 但对于天地规则的理解 却远远没有灵涵深刻 说单道吧 他根本就是一个门外汉 说到志向吧 他只有满满的私欲 又怎么说得到一起去 没办法 他只好说些男人 肯定会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前几天刚去灵性的 碧春阁一位红姑娘 功夫融合如何了得 乍得他第二天早上脚步飘飘的 在狼牙城中 当然有青楼的存在 而且里面从业的姑娘 还都是货真价实的神灵 至少也是山河境的 可明明有这样的实力 干嘛非要干这种事情呢 来钱快呀 在这里讨生活的男人 哪个不是时刻把脑袋拴在了腰间 因此他们的心都是有些扭曲的 强大的压力之下 自然渴望发泄 而在这里只要不死 那赚取的利益也非常大 功勋可以兑换到大量的资源 捡到一块借零食 更是大发 因此这里的男人 大多也出手阔绰 在这里卖 一来安全 二来收入惊人 自然吸引了许多女人 甘心被千人骑万人压了 不然的话 一个山河境的女人 上哪儿去弄那么多的修炼资源 林寒心中胡思乱想 故意走神 因为惊喧此人实在没什么内涵 居然说起了瓢的细节 惠声惠色 口沫齐飞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连房间都是隔不住 过躁 一声冷哼中 一只白玉般的手凭空出现 对着金轩便抽了过去 一声脆响 金轩顿时安静了 他捂着嘴角 满脸都是震惊 直接被打蒙掉了 要知道他为人再不堪 那也是日月静大圆满的高手啊 可对方人都没线 不知从哪里抽出了一巴掌 就打落了他满嘴的牙 要是对方真起了杀意 一巴掌抽死他都不难 而且人都没有发现 谁能证明是他杀的呢 说是他 是因为这只手掌白嫩纤细 应该是一位女性的手 而且那一声轻斥 明显也是女声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林涵也是震惊 他完全不能捕捉这只手是从哪里打过来的 这只手当然不是尸体 而是某位强者凝聚原力而成 可隔了墙还能坐到宛如眼前 抽掉了一名日月镜大圆满高手满嘴的牙 这实力太可怕了 至少是星辰静 林涵暗中拿此人与乱星女皇做了比较 却完全无法判定对方的实力高低 因为都是强触他太多了 两座大海摆在眼前 皆是一眼无忌 你又怎么知道哪一座更大呢 而且此人对于力量的把控 精细入微 一巴掌抽过之后 原力刚好消散 没有留下一丝波动 因此 对方若想杀人的话 那也是易如反掌 而且不可能追究 如果对方是星辰静的话 那估计至少也得是中级位 才有这样的碾压 可考虑到这里 乃是晶圆拍卖行 在别人的地头上 还敢出手无忌 对方的身份可能更高 金轩被打懵了 吃了这么大的亏 居然也没有去找金鸣喊冤 就那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好像傻了一般 林涵也乐得清静 闭眼小妹起来 他在想 有没有什么办法将谢东来永远留在这里 不久之后 拍卖便开始了 既然是拍卖会 当然不可能只拍一件东西 那大块的借灵石 只是作为压轴品 放在最后出售 另外还有许多好东西出售 比如各种丹药 神铁 神器 甚至连功法武器都有 这价值也是不菲 有几样东西让林涵都是易动 可想想任何的提升 都不及仙魔剑 便忍了下来 优先将仙魔剑提升到六阶 他也快要突破终极位了 神器与己身的境界一样 那用起来才更为得心应手 他提供的丹药 也在进行拍卖 还颇有销路 因为他在品质上做得太好了 同样一颗丹药 却能起到两成 三成 甚至五成的额外效果 自然得到了许多人的热捧 林涵算了下 光是这些丹药的出售 就为他揽进了 颇为丰厚的收益 只是和等下的借灵石一比 那就差得太多太多了 拍卖差不多进行到一半时 那小块的借灵石先拿出来进价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后 这块借灵石卖出了四百万真元石的高价 非常惊人 正常来说 这样大小的借灵石也就能卖个三百万左右 但要注意 像借灵石这样的东西 一直是有价无市的 因此只要一出现争夺 那出现高价也就不稀奇了 经过这一番预热之后 众人都能猜到最后那块借灵石 必然会拍出惊人的高价 据说那有八丈大小 比这一块大了至少十倍 大了十倍 可不只是贵了十倍那么简单 之前就说过了 借灵石越是大 其中的天地规则就越是完整 价格至少还要再翻十倍 三到四亿 这个价格在众人的脑海里闪过后 不少人都是倒吸凉气 这价格高得真是离谱 灵涵却满是期待 提升仙魔剑的品质 需要的神铁将是海量的 而购买神铁又需要大量的真原石 他恨不得这块借灵石 可以卖上两百亿三百亿 时间慢慢过去 拍卖也接近了尾声 终于那块大型借灵石摆了出来 一千万 两千万 这宝物一出手 就立刻引发了激烈的竞价 都不用拱火 那价格就修修修地往上窜 当然这也是因为现在的价格太低了 远远没有达到众人的心理底线 价格一路飙升 在达到两亿之后 出价的人顿时少了一半还多 但只要有两个人不放弃 价格当然还能继续往上爬 灵涵满意至极 他的心理预期值就是两亿 现在每多一丁点都是让他喜不自禁 不过到了这个价位后 出价的人越来越少 每次加价的幅度也越来越小 因此过了很久之后 才终于突破了三亿大关 这差不多就是这块借灵石最终的价格了 三亿一千万 隔了几间的屋子中 传出谢东来傲然的声音 刚刚才跨过三亿 他就直接加了一千万 这是要以气势压人 从而一举拿下 谢东来满脸的傲然 这些穷鬼有资格与他争吗 他可是谢家的世子 身价不菲 而前些日子他更是领兵出征 抄了几个抢匪窝 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变卖了一些神器材料后 他手里掌握的真元石接近四亿 好像老天爷都在帮他 来两届战场 本是为了带回那逃婚的贱人 没想到却是遇到一块八整大小的戒灵石 以他的天赋 或是炼化这块戒灵石的话 当有三成的几率跨境日月极境 有九成九的几率突破星辰境 是的 极境比大境界还要难修 有三成的几率已经不错了 他是这么想的 能够冲击极境当然是冲击极境 可有这么大一块戒灵石都无法成功的话 那他也就吸了这个念头 瞄准星辰境进行冲击 毕竟就算是在云顶星 星辰境强者的数量也是极为有限 跨境这个境界后 就真的有资格称一声强者 到哪里都会得到尊敬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可以拿下戒灵石的前提之下的 可他有信心 将近四亿的真元石还不够吗 三亿三千万 一个女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不高 却是清清楚楚的传到了每个人的耳中 众人都是大惊 这谁呀 也太财大气粗了吧 一家就是两千万 比谢东来要阔气的太多了 灵涵和金轩却都是身体一震 这是之前抽金轩一耳光的女人 在前面的近拍中 她从来没有出过手 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开口 显然就是冲着这块戒灵石而来的 而古怪的是 这声音虽然很清楚 却完全无法追查源头 根本分不清是从哪个房间中传出来的 三亿三千五百万 谢东来冷哼一声 继续出嫁 他心中不爽 按说他刚才猛的提嫁 应该可以将众人全部震慑住才是 怎么跑出来一个比他还要出手阔绰的 一家就是两千万 两千万哪 可不是两百块真元石 三亿五千万 那女子淡淡说道 显得毫不在意 三亿五千五百万 谢东来咬牙道 他隐约升起了一股不祥之感 难道要拼书了 可恶啊 要是没有这块戒灵石 他突破极尽的希望几乎为零 而成为星辰镜强者 应该也要延后几千到上万年 不行 一定要得到 三亿七千万 女子仍是波澜不惊 三亿九千万 谢东来大声叫道 也大大的嚎了一把 但这是他身上所有的资产了 对方要再加价的话 他也只有举手投降了 可他志在必得 因此 他又加了一句 阁下 我乃谢大将军的侍孙 还请看在谢大将军的份上 让我一次 我必有回报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敢再和我争 就是与谢大将军为敌 笑话 谢前都没有被我放在眼里 你算什么东西 一声冷横钟 只见一只白玉般的仙手出现 对着谢东来便抽了过去 不好 两名老仆见状 俱是脸色大变 纷纷扑上来 想要替谢东来化解这一招 可他们还没有逼近呢 一股可怕的气势卷过 啪 啪 他们二人便被抽飞了出去 谢东来大惊失色 可根本来不及招架 啪 他的脸上 已是重重的挨了一掌 整个人顿时跌飞了出去 砰的一下 从三楼摔落下来 跌到了底下的拍卖大厅中 什么人 敢在我金元拍卖行捣乱 金明愤怒的吼道 便向着三楼杀了过去 啪 啪 一通响 但过了一会儿 就安静了下来 接着便听到金明用恭敬道 极致的声音道 是是 没事 大人玩得开心就好 这却是从四楼传出来的 他退出了那包厢 腰都是弯着的 脸上有层层冷汗往下滴 四楼 天字号包厢 横河竞强者 难怪了难怪了 这神秘女子敢夸口说 谢钱都没有被我放在眼里 因为他也是这个极数的存在 谢东来却是觉得冤得要死 你既然是横河尽强者 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表露身份呢 我要是知道你的声音是从四楼传出来的 那打死我也不敢与你顶纲啊 可他敢去质问对方吗 这个亏他算是白痴了 而且还得反过来向对方赔礼道歉 为什么 因为他居然胆敢威胁一位横河竞强者呀 还卖继续 金明宣布道 看也没有多看谢东来一眼 继续是继续了 可经过刚才那一茬 众人都是惊魂未定 哪有人敢加价竞争 再说了 这个价格已经高得离谱 也没有几个人加得起 那神秘女子将价格加到了四亿 再没有人与他争夺 顺利拿下了压轴宝物 拍卖结束 竞拍成功的人 都是去后台交付款项 完成交易 林涵虽然没有拍到东西 但他却是此次的最大卖主 因此他自然也要去后台收款的 因为涉及到的数字太大了 而且必须得等了神秘女子结了账 才有足够的真元师支付给他 因此他现在便只有先等等了 坐在一边看着 过了一会儿 一阵相风传来 接着便见一名全副盔甲的女子走了过来 他看上去大概三十出头 却依然美丽 有着成熟女人特有的风韵 是小姑娘们望尘莫及的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跟着谢东来 如同犯了错的学生 低头哈腰的 紫月神女 看到这女子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对她的 丰满的郊区 多看一眼 莫不纷纷半跪下来 显得惶恐无比 林涵这才恍然 难怪这女人如此强势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紫月神女 紫月军团的统帅 可笑谢东来 居然还敢与对方竞争 还敢威胁对方 真是脑残至极 看到林涵的时候 谢东来不由将脸色 修成了朱干涩 之前他夸下海口 要拿下借灵石 可现在却是输得一败涂地 而且因此还得罪了紫月神女 必须得求得对方的原谅 否则这件事 要是传到谢家那里 那他就完蛋了 家族是绝对绝对 不会器重一个 得罪了横河境强者的族人 偏偏 偏偏被林涵看到了 丢人 紫月神女出现 众人自然都只有退开的份 让位给这位强者 谢东来盯着林涵 心道虽然他没有拿下借灵石 但对方也没有 而且他输给的是一位横河境强者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紫月神女完成款项的交割后 金鸣便亲自走向林涵 递过来一只空间带 韩少 这是拍卖金 一共是三亿六千五百八十四万真元石 谢东来立刻喷了出来 等等 林涵并非买主 而是卖主 三亿多的所得 这意味着什么 那块大型借灵石 便是林涵出售的 否则哪可能得到三亿多的收入 他脸色巨变 只觉得好像被人重重的抽了一巴掌 难受无比 原来 一直只是他在丑人多作怪而已 他自信满满的说要拿下借灵石 让对方见识一下他的豪气 可林涵却是借灵石的卖主 他不断的顶高价钱 事实上却是在为林涵做嫁衣 为此 他还得罪了一位横河竞强者 他还真是一个傻鸟啊 谢东来丝毫没有反省自己 只觉得林涵太可恶了 一直以来 对方什么都清楚 却偏偏什么话都不说 让他自找难堪 可恶 可恶 他可是谢大将军的后人 拥有着横河境的背景 就算对方是一位巴结丹师 又如何 跟他比 连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林涵将空间带收了起来 也不轻点一下 韩绍不点一下吗 金明笑道 我相信大人 林涵也笑道 金明点点头 虽然金元派卖行 向哪以诚姓著称 从没有欺盟客人的先例 可将近四亿真元时 又是何等惊人的财富 便是星辰境强者 都可能为之动心 动些手脚也不奇怪 可林涵这么相信他 让他也不由十分满意 觉得这个年轻人 大有可为 你就是那个恋丹师 紫月神女突然开口 向林涵问道 在下确实是丹师 林涵点点头 据说你已经是八阶了 紫月神女又问 是 林涵没有废话 在这样的强者面前 还是别玩花招的好 紫月神女露出一抹赞赏之色 你的真实年龄 应该未满五十吧 不但在武道上跨进了 日月境小集位巅峰 更是在丹道上达到了八阶 这成就估计能够傲视整个神界了 什么 金明和谢东来都是大惊失色 第一反应就是紫月神女看错了 怎么可能有这么年轻的 武道天才和丹道大师 不满五十 不可想象 完全不可想象 可一位横河境强者会走眼吗 林涵却是心中一领 强者毕竟是强者 他年轻 这谁都知道 可日月境看他只能判断出 在千岁以下 星辰境 也只能做出百岁以下的结论 根据阅文集团《孤单的飞》的 《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阅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可对方却是进一步限制 到了五十岁之下 别看只是差了五十年 可日月境小集位 拥有高达百万年的寿元 能够做出如此精确的判断 这眼力真是可怕 找这样下去的话 说不定你能在千年之内 挺进十五届丹师 到时连我都要请你练丹了 紫月神女说道 十五届丹师 林涵在心中推算着 紫月神女应该是 横河境大集位 所以才会需要十五届的神丹 大人夸奖了 不过 若在下达到了十五届 愿为大人无条件练丹 林涵说道 哦 紫月神女亚然 无条件练丹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承诺 丹师的等级越高 那么要请其出手练丹 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特别是从九阶开始 练一次丹的时间 是越来越长 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像十五阶神丹的话 练一次需要十年左右 等于说是浪费了十年的生命 一位十五阶丹师的十年寿员 这价值几何 因此想要请一位高阶丹师出手 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可林涵居然说无条件练丹 这也太慷慨了 林涵又说道 当人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有一位红颜知己 正在大人的紫月君中 我也只是想请大人 造福一二 才会这么大方的 紫月神女不由大笑起来 林涵这么实话实说 将私心讲出来 反倒博取到了他的好感 认为这男人真诚 更关键的是 肯为自己的女人付出 年轻人 跟我走走 他说道 是 大人 两人离开 谢东来也想跟随 却被紫月神女随手一挥 咻的一下 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 少主 两名老仆 连忙寻着那个小黑点 追了过去 他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谢东来 紫月神女对林涵很有兴趣 为了他和天凤神女之间的事情 也明白了 他与谢东来之间的恩怨 不由说道 就让你的小情人 暂时待在我的京中 便是谢钱来了又如何 我怕他不成 这句话 他说得霸气十足 豪情万丈 多谢大人 林涵诚心说道 在离开云顶星之前 天凤神女 待在紫月军中 应该是最安全的 等他解决了武宗之后 那他们就一起 回转大陵朝 管你谢钱还是谢后的 这个令牌你拿着 特于你每个月可以进入一次紫月军 与小情人相聚 紫月神女丢出一块铁牌给林涵 林涵大喜 别看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可紫月军营地 可是从来不欢迎男人的 这真是破了一个先例 紫月神女一挥手 身形破空 瞬间便消失了 星辰静便能飞行 横河静这速度自然更加惊人了 林涵收起令牌 不由露出笑容 要是看到他大模大样的进入军营 天凤神女又会惊讶成什么模样 不过 现在有钱了 当然得去大肆购买神铁 另一方面 他也要闭关 积累感悟 以冲击中级位 他再次回到了拍卖行 请对方代为收购五阶 及以上的神帖 林涵本身就是八阶单师 再加上紫月神女 似乎也颇为看重 这自然让精明更加高看林涵 欣然点头答应 甚至没有打算收林涵费用 交个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多一个朋友当然没有坏处 林涵自然也欣然接受了 对方的好意 他先去见了次天凤神女 然后闭关 两个月的时间一错即过 林涵完成了境界的积淀 在轮回树下参悟 这帮助太大了 他可以冲击中级位了 但并没有立刻开始 而是先去了一趟拍卖行 精明为他收购了大量的神铁 在全部吃下之后 林涵也从巨布变成了小布 净四亿的真元石 居然花的只剩下了三十多万 不过 收购到的五阶神铁 也差不多能够让 仙魔剑进阶了 他让仙魔剑不断地吞噬神铁 半天下来 五阶神铁只剩下 不过十来斤 而仙魔剑也达到了饱和状态 只要再吃一小块神铁 便能完成从五阶 到六阶的质变 林涵并没有急着跨出这一步 而是自己开始冲击中级位 他要在杜劫的时候让仙魔剑再完成质变 一起经历天节 从而让仙魔剑的威能更强 轮回树下参悟 岁月如苍狗 一个月过去 林涵却已经悟到了三十年 他身形一闪 离开了黑塔 呼啰啰 天空中立刻有乌云蜜汁 形成了滚滚的雷云 古怪的是 这次的雷云中不只是赤白的闪电 居然还有黑色的 这里是两界战场 既是神界又是明界 所以这天节也同时兼具了两界的特性 林涵早就离开了狼牙城 反正在黑塔中参悟 根本不用担心被人打扰 而有所感悟之后 也能跑出来直接渡天节 不用担心殃及他人 雷云滚滚中 可怕的闪电交织 化成了比山月还要粗的电芒 猛地对着它披落了下来 天地震怒 修炼是夺天之造化 为天地所不容 所以要降下浩劫 让这股力量还归天地 林涵根本无所谓 他的体魄强出境界一大劫 任天节狂轰都是没事 可为了淬炼体魄 他还是主动崩碎神谷 在天节之下 向着更强的层次进军 仙魔剑也吞噬了最后一块神铁 完成了质的飞跃 同样在天节之下锤炼 剑身有丝丝铁渣排出 而本身则是变得更加量增 无一汪秋水 散发出至高至强的神威 这是仙剑 林涵则是体悟着天节之力 现在威力更上一层楼 让他可以得亏更多的天地规则 那大自在地运转 半天之后天节消散 林涵一游未尽 他还没有餐物够啊 没事 以后再去蹭天节的话 那都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不用急 一次餐物不够 那就两次 两次不够 就三次 总有圆满的时候 仙魔剑轻轻颤动 绕着林涵的身体旋转着 吐射着可怕的寒光 林涵本身拥有 至强的防御力 恢复力 而仙魔剑 则是在攻击方面达到了极致 要是用仙魔剑攻击他 那是他的防御更甚 还是仙魔剑更利呢 林涵突发奇想 然后觉得自己纯粹找虐 这又有什么好想的 好剑 一声赞叹从远处传来 只见那是一个白衣人 脸上蒙着白布 甚至连头发都是裹了进去 根本没有露出眼睛 鼻孔 嘴巴来 显得怪异无比 而他一身白衣 也十分宽敞 因此也无法从体型上判断 他到底是男是女 甚至他的声音 也十分的中性化 可以说是有些娘的男人 也能说是比较英气的女人 他单腿独立 公起的大腿上则是摆着一张琴 左手轻轻一拨 顿时发出流水一般的取悦之声 如灵拳过剑 十分悦耳 此人好强 林涵在心里说到 他看不出这个人的具体境界 但是有一种对方很强很强的直觉 距离两届天交会 越来越近了 各路天交 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林涵微微一笑 确实是把好剑 可否割爱 白衣人问道 不好意思 非卖品 林涵摇摇头 白衣人手一拨 轻音叮咚 他顿了一下 那咱们打个赌 我赢了 你就把这把剑卖给我 林涵哈哈大笑 没兴趣 那切磋一下如何 白衣人又道 看来是并不想罢休了 林涵也是战意如歌 他收起先魔剑 好 白衣人不由己道 你怎么把剑收起来了 敢用的时候 我当然会用 林涵笑道 阁下怎么称呼 白衣人犹豫一下 才道 吴面 吴面 把脸遮起来 就叫吴面 那他是不是 该叫吴身呢 在下林涵 林涵拧起拳头 他的肉身防御 同皆无敌 因此他也十分 喜欢用拳头 那种直接用肉拳 将对方揍趴下的 感觉非常爽 几招 吴面拨了一下琴弦 嗡 一道音波 竟是实话 形成了一把利剑 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林涵不由露出金融 这道攻击凌厉无比 竟是让他生起了不可抵挡的压迫感 这并非对方的气势 而是这道攻击 确实便是如此可怕 对方是日月境大圆满 不不不 林涵连忙展开 摘心不闪躲 大圆满都没有这么厉害 他又不是没有战过这样的对手 极境 对 对方应该是修出了日月境的极境 才可能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要知道 林涵虽然跨境了中极位 但实际战力也就大极位后期 连大圆满这条线都没有触及 可对方却是修出了极境 这无论是境界还是战力 差距又有多大 简直上天入地了 哦 对了 你只是中极位 初期 无面点了点头 似乎刚刚才意识到 我压制一下修为 与你同皆一战 果然 他身上的气息 立刻跌落下来 但也只是跌到中极位的中期 因为他只能自封一轮完整的日月 不可能半科半科的 事宜要么是中极位中期 要么就是小极位巅峰 无面虽然为人还算公道 但公道可不是让自己吃亏 因此在接近林涵修为的选择中 他自然是比林涵强出 那么一个小小境界了 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 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 嗡 无面再次拨动琴弦 嗡 又是一道阴波画形 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这一回 林涵没有再躲 而是拧起拳头迎上 啪 阴波画成的剑 被林涵生生震碎 他长笑一声 向着无面杀了过去 无面将琴弦波动得更急 嗡 嗡 嗡 阴声回荡 一道又一道阴波打出 画成了无数道兵器 向着林涵弓去 漫天几乎全是黑压压的兵器 寒光交织 森然可怕 林涵却是无惧 他再跨一个小境界 体魄也跨升到了七阶神铁网上的层次 就算硬吃大圆满的攻击 也最多就是吐两口血的事情 对方压制修为 只是区区中级位中期的修为 就算拥有越六星的战力 可想要轰伤他的体魄 还真是难上加难 他一路狂轰 将袭来的音波都以拳头打碎 距离无面也越来越近 无面似乎有些惊讶 同阶一战 对手的实力竟是如此之强 但这样强大的对手 也刺激起了他的战役 他双手急舞 更多的音波打出 这次可不是刀剑斧枪 而是凝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 这是一个足有十丈高的巨人 全身穿着盔甲 手中则是握着一把巨大的斧头 但仔细看 这是一个早就化成骷髅的死尸 眼洞之中燃烧着鬼火 散发着森森寒意 骷髅巨人一出现 立刻挥斧向着灵涵杀了过去 将手中的斧头高高举起 身上的战甲升光 竟是形成了一道道神文 真实无比 明明只是音波化形 为何会有这样的真实感 临寒无惧 挥拳迎上 啪 他一拳轰在骷髅巨人的斧头上 顿时有可怕的冲击波震荡开 将四周的大地碾碎 造成了大破坏 不过 这里本来就是一片荒芜的大地 造成再大的破坏也是无所谓 惊人的是 这骷髅巨人居然挡下了灵涵的攻击 这让灵涵没有想到 明明只是音波化形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威能 王者 毕竟是王者 手段惊人 灵涵哈哈一笑 挥拳连击 一道道神文在他的拳头 手臂上绽放 战力顿时提升一个档次 又是几拳下去 这个骷髅巨人被他生生砸碎 但无面只是再拨几下琴弦 又有一尊骷髅巨人形成 向着他杀了过去 这还没完没了了 灵涵摇了摇头 不能这么被动挨打 他展开摘心步 速度如飞 甩开了那头骷髅巨人 直袭无面 无面轻移一声 似乎没有料到 灵涵的速度会这么快 但他也只是微微诧异而已 反手一掠 竟是从情中抽出了一把细剑 向着灵涵刺去 情中藏剑 杀了一个出其不意 灵涵已是不及变招 当即鼓足了劲 吹出了一口气 他顿时身形向后飘飞 如同一张落叶 刷 一剑削过 贴着灵涵的鼻子而过 只要再往前那么一丁点 灵涵的鼻子就要被削到了 哪怕没有削下来 也要剑红 而在灵涵的身后 那头骷髅巨人 已经杀了过来 一幅斩过 砍向灵涵的后背 无面自然不会客气 从正面展开进攻 给予了灵涵足够的压力 他与骷髅巨人一前一后 对着灵涵展开了狂轰乱炸 果然厉害 灵涵在心中感慨到 同阶一战 他还是头一回被逼得如此狼狈 不过虽然说是同阶一战 但事实上 对方却要高出一个小小境界 而且无面压制的只是力量 对于天地规则的运用 掌控却还是极尽 根据阅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阅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这差距当然是有的 而且还很大 但世上又岂有真正的公平一战 谁让你修为不吉 人家有理由迁就你吗 能够压制境界一战 已经是够大度的了 林寒自然也不会抱怨 既然对方动用了兵器 他也不再客气 长笑一声容 仙魔剑出 顿时煞气冲天 仙魔剑提升了一个品阶 迈进了六阶神器的层次 威力自然上了一层楼 一丝丝天威流转 更是让人胆战心寒 他灰剑一展 那头骷髅巨人顿时被削成了两片 剑微流转 两片身体又猛地抱碎 完全不是一盒之敌 剑哪 无面还不忘赞叹一声 一片灰剑斩了过来 叮 两只剑碰撞 神光耀眼 无面的剑固然是八阶神器 却完全压制不了仙魔剑 只是这把剑也是他温养出来的 与无面的武道一脉相承 再加上等级上的优势 威力并不弱于仙魔剑 只是无法占到上风 六阶神剑 却可以媲美巴结 这简直不可思议 难怪无面会动心 呼呼呼 无面绝对是当世最强年轻王者级别 战力无比可怕 他掌握了比灵寒更高的天地规则 而灵寒则是胜在体魄变态的强横 恢复力也同样是变态级别 因此他们一个攻击更强 一个则是防御更牛 打的是难解难分 不过 若是这么一直打下去的话 可以说最后赢的一定是灵寒 因为他的防御是被动的 始终存在的 可无面只要有一个疏忽 被灵寒打中一下的话 那伤的可是结结实实 没有一丁点的折扣 哈哈哈哈 一声长啸中 无面主动霸战 同阶一战 我赢不了你 我也赢不了你 灵寒也说道 如果真正同阶的话 你未必赢不了我 毕竟我只能压制力量 对于规则的掌握 却远在你之上 无面实话实说 显得光明磊落 不过 他顿了一下 那只是切磋 真正生死交锋的话 路死谁手还不一定 林涵点头 像他们这样的天才 又岂会没有底牌 如他 就还没有用处天威 哪怕真被重创了 还有不灭真夜可以恢复 甚至有百分之一多的几率 可以浴火重生 当然 最牛掰的 还是黑塔 大不了我躲进去 便是圣人来了也没辙 两人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索性坐下论起了道路 虽然无面的境界更高 可林涵的思维 却是天马行空一般 给了他相当的启发 而林涵也是一样 原因太简单了 对方的境界更高啊 两人越说越投机 滔滔不绝 一连说了三天 却都是一犹未绝 只绝还能再说个七天八天的 终于让本少找找你了 充满恨意的声音响起 只见谢东来突然冒了出来 身后则是跟着两名老仆 另外还有一个中年大妈 朱丽云 林涵的目光中 不由跳过一道杀气 这女人真是自私自利 自己寻爱失败 就把别人推进火坑 没有见过比她 还有恶心的女人 而且她那是爱吗 分明只是看中了八阶单师的身份 虽然她一直认为林涵只是四五阶单师而已 林涵很少对一个陌生人起杀机 可这女人却是做到了 也算是不简单了 谢东来露出冷笑 向朱丽云点点头 这家伙果然在此 朱丽云连忙奉上谄媚的笑容 我看慈子与那贱人相会之后 回了狼牙城 便多方打探 才知道慈子来了这个方向 总算没有辜负谢少的嘱托 他们其实已经在两届战场中寻找了很久 可之前林涵一直在黑塔中闭关 他们又怎么可能找到 若非谢东来此人心胸狭窄 憋着一口气 要向林涵报仇 一般人早就放弃了 在这里找人 哪怕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那也是大海捞针 林涵 原来你就是那贱人的拼头 难怪我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谢东来冷冷地看着林涵 眼神中全是杀气 他终是明白了 为何林涵一直跟他作对 原因是因为天凤神女的关系 只是 躺避挡车 就算八街单狮又如何 他在这里杀人灭口 谁又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呢 退一步说 就算怀疑又如何 这是要讲证据的 没有证据 谁敢对一位横河镜的后人动粗 林涵看向吴面 吴面兄 可否替我挡住那三个男的 我想宰了那女人 吴面也没有问什么 而是道 你确定可以战胜那女人 虽然她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境界比你高出太多了 他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来 林涵的战力 应该还没有达到日月境大圆满 林涵露出自信的笑容 确定 那好 这三人交给我了 吴面点点头 显得非常无所谓 这很正常 他可是日月极静 甚至修到了巅峰都有可能 而谢东来三人 却只是大圆满 面对极静强者 他们便如同对上了星辰镜 数量上的优势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至少三个是远远不够的 可能得要十个 百个 千个 具体则是看吴面 在极静上的造诣 到底是达到了前期 中期 后期 还是巅峰 林涵很放心 大步向着朱丽云走去 他要先宰了这个祸患 否则有这么一条毒蛇 留在天凤神女的身边 他不放心 你们也真是太狂了 谢东来自然听到了 林涵二人的交谈 他差点气炸了 不过两个中级位的 小人物而已 一个大言不惭地 说要牵制他们三人 另一个则要宰了朱丽云 哪来的自信 哪来的勇气 不吹会死啊 他看吴面和林涵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都只是日月境中级位 自然一万个不屑了 但这个念头 在他的脑海中一闪 谢东来就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才过去了多久 林涵便在迈过一个台阶了 难道 他已经在小级位 巅峰停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恰好在这个时间点 获得了突破 这是他可以接受的 否则这小子 不是超级妖孽了 可要知道 紫月神女说过 林涵的真实年龄 不超过五十 这可是一位 横河境强者的判断 谁敢不信 五十岁的日月境中级位 谢东来不由杀气狂斥 这个情敌绝对不能留 太他妈的变态了 杀 他轻声说道 自然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两名老仆会替他解决 是 少主 两名老仆纷纷走上前来 哼哼哼 我陪你们玩玩 无面也同样走了上来 藏头露尾 你是见不得人吗 谢东来嘲讽道 还别说 与林涵斗了几次之后 他的嘴上功夫 颇有提升 变得缺德多了 无面看不到表情 可他却是将情弦一鼓 一把长剑顿石浮现 向着谢东来斩了过去 看来 他还是动了一丝薄怒 大胆 两名老仆互看一眼 一人向着无面杀去 另一人则是杀向林涵 无面再抚情 又是一把长枪出现 向着那轰击凌寒的老仆杀去 啪 那老仆只是回身一拳 便将长枪轰碎 而另一名老者袭来 啪 手一挥便将无面杀飞 啪 无面身形一折 落在了地上 他咳一声 面纱上顿时出现了一片血迹 被一击打得吐血 他恍然 忘了解开修为压制了 林涵不由脸色一黑 没想到这个无面 还有如此二的一面 如果对方真的因此被杀 那岂不是冤上天了 啪 心中如此想着 他连忙出拳 与一名老仆对轰 身形顿时滑腿 在力量上他差得太多了 但因为体魄足够强横 他生生地将地面 铲出了一条百丈长的勾渠来 将强大的力量化解 他甩了甩双手 可怕的力量冲击下 他的神骨也是一片麻木 虎口裂开 有鲜血滚落 他道 无面兄 你可别把我们都玩进去 食物 食物 无面连连说道 小人多作怪 谢东来冷笑道 快点杀了 林涵的武道静静速度 让他都是感到了恐惧 照这样下去 这小子可能百年之内 就能达到日月境巅峰 千年之内 突破到星辰境 简直不是人 两名老仆 还是一边一个 分别对付林涵和无面 都说了 我陪你们玩玩 无面笑道 他身形杀出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气息猛地暴涨 啪 他闪电一般来到了林涵前面 竟是后发而先至 然后对着一名老仆 伸长按了过去 恐怖的力量卷过 那名老仆顿时被打飞了回去 刚好与另一名追上来的老仆 撞在了一起 两个人顿时一起翻滚起来 啪啪啪 在地上撵出了老远的距离 这才停下 这一击如石破天惊 将谢东来几人都是震慑住了 什么 什么情况 一名日月境大圆满的高手 被抽了一巴掌 直接被山飞 飞了不算 还把另一名日月境大圆满撞倒了 两人一起成了牛宝宝 滚起了犊子来 靠 无面着力如山 微风轻浮之下 白衣飘飘 散发着浓烈的装插位 可人家有实力啊 有实力才叫装插 没实力那是傻 谢东来终是脸色惊变 对方的气息一下子变得深不可测 高高在上 仿佛一尊不可触摸的天神 怎么可能 明明只是中级位而已 怎么一下子成了大高手 阁下 怎么称呼 谢东来肃然问道 再不敢轻视对方 无面淡淡一笑 你还不配知道 谢东来顿时暴怒 他还不配知道 他可是谢大将军的后人 有横河镜的背景支持 却连知道对方名字的资格都没有 这家伙比林涵还要狂 还要可恶 杀杀杀 他大喝道 之前在狼牙城就憋了一肚子气 更早之前 甚至连紫月军营都没有进 便被人扫地出门 现在通通爆发了出来 两名老仆也站了起来 他们收起心中的震惊 各自取出了兵器 之前 他们只是认为 林涵和无面都是中级位 自然不懈使用神兵 可现在无面一下子变成了超级大高手 那自然不可能再这么淡定了 无面兄 那就交给你了 林涵笑道 好 无面淡淡道 显得很是无所谓 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可是日月极静 一只手就能将谢东来三人镇压成渣 无面 谢东来自然听到林涵是这么叫的 可他不相信真有人叫这个名字 所以才会问无面的姓名 结果却是被抽了一耳光 可恶可恶可恶 两大老仆联手 向着无面杀了过去 他们居然有一套合击的阵法 踩着阴阳布 一左一右 一上一下 将攻击叠加起来 威力还真是不弱 无面勾了勾琴弦 嗡 一道阴波打出 化成了长矛 向着两名老者扫去 长矛吸道 那两名老者根本无法匹敌 被一轰之下 就全部打飞了 这 谢东来身体微颤 他这两个老仆的合击数十分强大 联手之下 连他也需要花费很大很大的手脚 才能击败 可对方只是弹了下琴而已 两名强大的老仆就败了 日月 极静 他颤声道 除此之外 他再也想不到其他的可能 无面却是毫无波动 我的任务就是让你们乖乖看着 所以你们最好配合 不要让我多费手脚 我讨厌让我折腾的人 对这种人 我向来是直接斩掉的 你们明白了吗 谢东来的脸色难看无比 堂堂横河镜的后代 居然被人如此威胁 让他情何以堪 可人家已经说得清楚了 再要纠缠不清的话 直接宰了 他可一点也不怀疑 无面的杀意 这种人看似和和气气 平平静静的 可杀起人来 绝对是手起刀落 一点也不会犹豫 他们三人都是不敢动 还有 他们一来有谢大将军的招牌 二来更有一些保密的手段 万一对方真想杀人灭口的话 也不是没有机会逃走 而谢东来更是脑中电转 他想要拉拢这个绝带天骄 如果能够收服对方做手下的话 那他在谢家的地位肯定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不是不可能 因为对方还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任你在天骄又如何 横河进这道坎 你能卖得过去 无面兄 我那谢 谢东来刚刚开口 一道剑气就削了过来 打在他的嘴上 直接打落了他满嘴的牙 自然也将他道口的话 都是塞了回去 再废话 就不是掉牙了 无面冷冷说道 谢东来又怒又羞 他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可他现在却是敢怒不敢言 只是盯着无面 心到他一定会把这个仇给抱回来的 他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星辰境 以境界压人 不过他真是不敢再说话了 林涵则是对上了朱立云 你想杀我 朱立云露出不屑之色 他承认林涵是个单道天才 可说到武道的话 毕竟只是小级靠中级位了 朱立云骇然 他记得第一次见林涵的时候 对方仅仅只是小级位中期吧 可短短几个月过去 对方就跨进了中级位 这也太吓人了 单诗都是这么牛掰的吗 不是行 是一定要杀 林涵沉声说道 他恨极了这种不讲道义的人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哼 就算你静静如飞 可与我差了整整两个小境界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朱立云冷笑 如果换成是无面对他出手 他现在肯定下尿 可林涵的话 那就呵呵了 是吗 林涵祭出仙魔剑 他要以最强状态轰杀此人 朱立云同样祭出了神兵 他可不会因为对方境界不如自己 就放松大意 自大是属于男人的坏毛病 他只要能够达成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更何况生死恶战 那自然要全力以赴的 所谓狮子伯兔 尚要全力 林涵不再废话 对这种恶女只有一个字 杀 他意见而动 仙魔剑绽放无尽的神光 一道道剑气纵横 如飞龙在天 又如电闪雷鸣 极尽微能 谢东来看在眼里 不由露出了觊觎之色 这把剑好强 甚至让他都是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若是可以据为己有的话 说不定可以提升他好几分的战力 可一尊煞神就在面前站着 他又哪里敢动呢 只是神剑虽强 但朱立云也不弱 主要是在境界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可不是一把神器可以弥补的 他舞动着一把大刀 大开大合 犹如泼妇骂街 气势倒也是极为凶悍 这么一攻 林涵顿时被压制 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两人的境界 整整差了十一行 便是林涵为十心天才 都只有隐恨的份 而事实上不踏入极境 便不可能成为十心天才 而若是达到了极境 本来就能压制大圆满 因此这是一个死胡同 林涵没有打拉锯战的想法 以本身强横的体魄和恢复力 耗死对方 而是直接祭出了阴晕夺魂花 朱立云一剑 顿时目光呆滞 然后变得火热 一道剑光滑过 人头掉落 鲜血冲天而起 林涵收剑 啪 朱立云无头的身体摔倒在地 而人头也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脸上居然带着迷醉的表情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来临 谢东来立刻露出了金融 他刚才也差点被魔花迷住了心神 好在一是隔得远 二来他可是专门修炼过神魂的 心智坚毅 不可能这么轻易中招 但两个老仆就不同了 到现在还有些意志模糊 似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好可怕的魔花 无面却是毫不畏所动 只是有些好奇 林兄 这可是阴晕夺魂花 无面兄好眼力 林涵笑道 这正是阴晕夺魂花 他左手握着阴晕夺魂花 右手则是拎着仙魔剑 大步向着谢东来走去 谢东来脸色俱变 猛的一咬牙 手中已是多了一张金色的符纸 对着胸口一拍 顿时一道强烈的金光释放 让林涵和无面 都是不由自主地避过了头去 太刺眼了 会把眼睛都灼坏 当他们重新看过去的时候 只见那团金光 竟是包裹着谢东来 和两名老仆飞向了天空中 在神界 只有星辰境强者 才能掌握更高深的天地规则 摆脱束缚 肉身飞行 而在两界战场 规则极为混乱 想要持续飞行就更难了 可谢东来三人在金光的包裹之下 却是速度飞快 显然 那张神符绝不可能是星辰境的手笔 谢家可是有一尊横河境强者 炼制出一些神符给后代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谢家有那么多的族人 横河境强者 又不可能整天炼制神符 这样的东西 在谢家应该也是极为珍贵 哪怕以谢东来的身份 这样的神符 估计也只有一张 真正的保命手段 他是怕林涵用英云夺魂花 对付自己 更怕无面也出手 那才是无解的 日月极境对其他的日月境武者来说 无斥星辰境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匹敌 林涵摇摇头 将仙魔剑和阴云夺魂花 都是收了起来 事实上 阴云夺魂花的用处也是有限 至少对无面毫无效果 显然本身的意志越是坚毅 就越是可以对抗魔花的迷惑 无面可没有八卦之心 并没有追问林涵与谢东来 朱丽云之间的恩怨 而是继续与林涵探讨武道 又是七天之后 他才意犹未尽地与林涵道别 这次论道对他大有好处 让他获得了很大的启发 让他决定闭关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冲击极尽巅峰 林涵也进了黑堂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他又能接受鲜艳断身了 俗话说 一回生 二回熟 可林涵经历了两次鲜艳断身 只留下了无比的痛苦回忆 如果真有可能的话 他真是不想再被烧成灰烬了 可为了更强的实力 他还是毅然投进了红炉中 三天之后 林涵出炉 还是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婴儿 但仔细比较一下的话 头一次他最多是三个月大 但这一次 至少有七个月大的模样 这代表着 他在不灭天经上的进步 尤其是浴火重生这一环 差不多 有接近百分之二的几率 能够死而复生 瞬间达到最佳状态 林涵自语道 但这人不保险 死五十次 才只有一次能够活过来 这样的几率低得发指 不过 又能吃狂野血灵丹了 浴火重生 让体魄变得更强 这效果是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的 但狂野血灵丹的作用 就太明显了 一颗下肚 炼化之后 就能提升一个小小境界 轮回树下 林涵炼化了三天 也参悟了三天 他的修为 已经跃进了中级位中期 但境界领悟 还略微差了点 毕竟只有三年而已 这境界越高 参悟天地大道 就变得越难 他又闭关了几天 将境界彻底稳固住 这才回了狼牙城 又是好几个月过去 他得去看看天凤神女了 久别重逢 可相见的次数 却是有限 无论是他 还是天凤神女 都是非常想念对方 他去了一趟紫月军团 与天凤神女 说了一阵子的情话 可当林涵 想要亲亲我我的时候 却被天凤神女 一巴掌拍飞 这凶婆娘果然一点都没变 林涵咫牙 凶婆娘脸皮薄 看到她的嘴凑过来 就紧张得不由自主地 飞出了巴掌 害得她想要 一清方泽的想法 始终没能实现 这个凶婆娘 等我迈进大圆满的时候 看我怎么收拾你 离开军营的时候 林涵这么嘀咕道 可现在她的实力 还真是不及天凤神女 而且又不可能生死恶战 靠体魄耗死对方 因此 她现在面对天凤神女的时候 完全没辙 哟 这不是小韩子吗 怎么脸色 臭得像是吃了一百只苍蝇 兔子和老参悄然出现 取笑起了林涵来 林涵脸色一凶 威胁道 再不闭嘴 信不信小爷将你们做成 兔肉人参汤 兔子和老参都是嘻嘻哈哈 自然不会怕林涵的威胁 他们勾肩搭背 一副最佳损友的模样 只是兔子偶尔看向老参的时候 会流口水 便知道这对损友 随时可能会消失一个 小韩子 要不要申爷教你两招 保你一跑一个准 老申大言不惭 林涵吃了一声 老申的手段 大概不离坑蒙拐骗四个字吧 对了 申爷要突破日月静了 特意来找你护法 老申容色一正 林涵摇摇头 还以为这两个家伙良心发现 才会来找他 原来是要渡劫 这才想到了自己 不过也好 他正好蹭个劫 行 走吧 三人 去到一个荒僻些的地方 老申便开始渡劫 他有很大的把握 可以渡过天劫 但渡劫之后肯定元气大亏 要是这时候正好被哪个人盯上的话 神药 谁不想吃 两届战场虽然规定枪口要对外 可在狼牙城外 偷偷宰上几个 谁又能知道呢 主要是天劫的动静太大 会引起四周许多人的注意 呼 老申放开对于境界的压制 顿时雷云滚滚 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老申渡劫 林寒则是主动进入天劫之中 蹭个劫来渡渡 趁机揣摩天地之威 这小子真是变态 兔子跑得远远的 他可丝毫不想被天劫卷到 也就只有林寒这个怪胎 会去主动招惹天劫的 半天之后 劫云消散 老申成功渡过天劫 虽然他的战力不强 可因为五行中的木铃 最强之处便是生命力了 因此刚渡完劫的时候 虽然满身伤痕 可很快就恢复了一部分 他浑身带伤 可气息却是强大的几万倍 山河境大圆满和日月境小极位 这是天与地一般的差距 老申迈进五阶 肯定更加补了 兔子流着口水 恨不得将老申当成萝卜啃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神药啊 而是开化了灵智 吸食天地灵气修炼的神王 比普通的五阶神药 不知道滋补了多少倍 运气不错 居然有一株神王在肚结 五星生灵本就天地钟爱 神王更是充满了生命精气 扶下一株的话 不但有助于修为的提升 甚至寿源都能提升个几万载 几生长孝中 只见七名男子一一浮现 皆是日月境的修为 但具体的境界则是参差不齐 从小即位到大圆满不得 因此他们的年龄差距也很大 有些还是阴气勃发的中年人 有些却是白发苍苍的老者 可攀登舞蹈 还要看天分 白发苍苍的未必就是境界高的 看上去年轻的未必是境界低的 甚至未必是年龄小的 林涵也刚刚度完节 他向着那七人扫过一眼 嘴角不由露出了一抹笑容 自从与天剑宫的人在这里偶遇后 他得到对方的提示 也学会了看别人身上没有特殊的灰迹 对方七人明显是一伙的 因此属于同一个势力的可能性 便非常高了 这么一瞥 他立刻发现 对方七人的袖口上 都是袖着一把剑 奇巧无比 天剑宫 其实也合理 因为天剑宫在这里 失落了一张很重要的藏宝图 已经派出一拨人前来寻找 既然这拨人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天剑宫自然会派出 更多的人前来寻找了 天剑宫的七人也是看着灵寒三人 只觉他们的组合也太古怪了 人族 妖兽 木铃 咦 这个人族 一名中年男子看着灵寒 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只觉这个年轻人居然有点眼熟 刘祖师 这个人族有何不妥吗 边上有人问道 灵寒 中年男子突然一拍双手 叫出了一个名字 灵寒 天剑宫的另六人很是不解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将恒天大陆开天的罪魁祸首 中年男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双眼中几乎要喷出火焰来 日月镜的势力在神界根本无足轻重 五宗也是在极偶然的机会下 才获得了恒天大陆这个小世界 被他们当成了珍宝 经营了百万年 而收获也十分可观 每万年就有几颗一戒丹 让五宗出现了许多日月镜强者 拿五宗与其他日月镜势力比一下就知道了 他们的日月镜强者 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 都要高出一大截 这都是一戒丹的功效 可随着灵寒开天 一戒丹就成了过眼云烟 只能追一下而已 这自然让五宗的高层 将灵寒恨之入骨 视为必须要铲除的对象 问题是 开天之后 恒天大陆不知道带着灵寒去了哪里 五宗即使有再大的力气 也使不出来啊 而且一戒丹的炼制太伤天和 只有真正的高层和派往小世界的人 才知道秘密 因此五宗大部分人 都是完全不知道灵寒其人为谁 不过 灵寒开天之后 五宗就把灵寒列为头号大敌 命宗内弟子满神界地打听灵寒的下落 颇有虽远必诛的决心 因此 说到灵寒便是那个开天之人后 剩下的六人同时露出了杀意 刘祖师 您是不是看错了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说道 他虽然看上去年纪大 实际上因为只有日月境中级位的修为 寿缘少 自然也老得快 另外几人也是点头 灵寒开天来神界才几年 怎么可能跨境日月境中级位 这也太夸张了 难道对方是吃了超级神丹了 没错 肯定是辞子 中年男子横横地道 他见过灵寒的神识影像 主要是那种气息 这是一名舞者的神韵 极难改变 此人姓柳 叫柳石 是天剑宫收留的一名孤儿 当年排行第十 便被叫做了柳石 三百万年过去 他也从一名小小的孤儿 成了天剑宫的巨拨 那正好 今天灭了这小子 再收一株身亡 其他人纷纷冷笑 收你妹的收 老神立刻叫道 想吃你家深爷 你们还早了八百万年 小孩子 给爷打 不用给爷手下留情 打死了深爷给你兜着 说是这么说的 他却是在不断地往后退 他这小戏胳膊 小戏腿的 哪敢去磕这么多的强者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 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林涵直接亮剑 既然大家都知道来历了 那也可以省了许多的废话 来战吧 区区老矣 柳石露出不屑之色 在神界强者的眼里 小世界的人 当然是蝼蚁了 甚至连蝼蚁都是算不上 否则他们又怎么会 毫不眨下眼睛 就把恒天大陆的人 都是练成了一戒单 现在一个蝼蚁 居然敢向他挑衅 真是不知所谓 这个小子的境界提升 确实快得惊人 但毕竟只是终极位而已 算你是五星天才 又如何 在他面前依然不是议和之敌 杀了 他不懈亲自出手 向着另外六人吩咐道 是 那六人领命 纷纷跃出 向着林涵逼得过去 林涵正手痒呢 他现在跨入了中级位中级 战力直标大级位巅峰 再加上仙魔剑在手 他的战力 完全可以媲美大圆满 初期的强者 而这还是没有算天威对于对手的压制 还有阴晕夺魂花这样的大杀气 柳石不出手 这六人在他面前其实就是一盘菜 林涵杀了出去 先魔剑阳动 剑影交织 杀气冲天 柳石顿时脸上动容 天剑弓的人基本都是剑修 他也是剑道高手 看到这一剑之威 不由骇然 知道严重低估了林涵的实力 快退 他联盟叫道 身形窜出 柳石想要阻止林涵 但他晚了 展开摘心部的林涵 那速度是何等惊人 一剑划过 万千剑影击道 漫天全是灵力的剑气 惨叫声传来 就那么一击而已 天剑弓的七人倒下了五个 而除了柳石之外 仅剩的那人也是受了不轻的伤 左内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柳石不由的目自欲裂 又怒又惊 这小子的战力 怎的如此可怕 这绝对是大圆满级别的战力了 笔之他也只是稍训一筹 他是大圆满中期的修为 还没有达到日月境真正的巅峰 你说你修炼快也就算了 可关键是战力还这么强 还给人活路吗 一个从小世界出来的剑民 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天赋 机缘 造化 他万分不解 唯一活着的人 也是满头冷汗 他现在还是后怕不已 刚才若非他反应快了那么丁点 恐怕就要和地上躺着的五人一样 尸骨见冷了 小畜生 你好狠的心 柳石的心都要低血了 宗门要培养一名日月境 弟子得付出多少代价 特别是从山河境 月境日月境 那可都是用一戒单 稀释了之后 分给这些弟子的 一万年才能练几颗出来 而且还要五宗平分 平均下来 一宗只有一颗而已 而从临寒开天之后 连这一颗也保不住了 现在虽然还看不出来 可五宗必然要开始走下坡路 每一名日月境弟子 都是珍贵无比呀 林涵晃了晃仙魔剑 剑身如雪 不染一丝血迹 他冷冷道 真是搞笑了 你们一个个 对我都是杀气腾腾 只云你们杀我吗 柳石当然知道 自己说了一句废话 可他愤怒之下 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 这更是因为 他高高在上惯了 自然而然将自己 摆在了高位上 向下指责 你必须用你的鲜血 来偿还你的债 柳石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面这个年轻人 虽然年轻得可怕 但实力却是强得惊人 容不得他不小心谨慎 他祭出了自己的神兵 那是一座白玉的塔 只有七层 一出现 就释放出惊人的光 好像将天上的一颗太阳 摘了下来 着眼无比 咦 灵涵亚然 他拧起真视之眼 看得仔细通透 你这座塔 融合你一轮日月 他听说过以身炼气 可直接将自己的一轮日月 融入神气之中 这道真是投一回见识 不由大感兴趣 人气合一吗 干掉这座塔 小塔则是将神石在他的尸海中传递着 他最是见不得塔形宝器 一见就会生怒 灵涵自然不会理会他 那真要见识一下了 你会的 柳石说道 而代价则是你的性命 他寄出宝塔 向着灵涵照了过去 嗡 宝塔生光 垂落下一道道光 每一道光都是如同烈焰 充满了可怕的破坏力 让空气都是燃烧了起来 发出痴痴痴的响 柳石修的是火法 因此他的日月 也是如烈焰一般 现在融合到了宝气之中 借助神气之威 将威力也完全发挥了出来 灵涵暗暗点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气合一 真是一种创举 威力确实很大很大 但缺点也很明显 这一轮日月 那真是割舍了出去 必然会对自身产生影响 与高境界无缘 可五宗的人不说绝对 至少九成九 是不可能突破星辰境的 那么又何必在意呢 他们追求的是日月境中的强大 只是 人气合一 虽然强大 但能够与仙魔剑比吗 灵涵一剑展向天空 虽然仅仅只是一剑 可先魔剑发挥 又荡出了万千道剑影 将这一击的威力 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烈焰之光被展开 剑气纵横 如君灵天下 柳师也知道光靠一座宝塔 是不可能镇压灵涵的 身形杀出 一道寒光划过 他手中又多了把剑 向着灵涵刺去 这把剑同样烈焰滔天 光芒刺眼 灵涵亚然 这把剑赫然又融合了一轮日月 这家伙不会把四轮日月 都融合进了神器去吧 还有吗 灵涵笑道 一边运剑与对方应拼 一边则是十分好奇 如你所愿 柳师冷笑道 嗡 他又祭出了一把神剑 左右手护驰 而宝塔则是自动运转 在灵涵的头上垂落下 道道神焰 要将它生生烈化掉 这第二把神剑 也同样融合了一轮日月 这么一算的话 它的三轮日月 都是用来练气了 而因为它还没有修出 第四道明月 否则说不定会祭出 第四件神器 正常来说 神器并非越多越好 因为舞者的心力有限 不可能将所有神器的威力 全部发挥出来 还不如专心操控一件 可柳师这三件神器 却都是融合了它一轮日月 这就完全不同了 相当于神器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 那只需要分一丁点的心力 进行操控 三件神器 皆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来 果然 小宗门也有小宗门的长处 他们没有突破星辰镜的法门 便使劲方法 在日月镜中变得更强 这以身和气 一口气操控三件甚至四件神器 确实是一种好办法 虽然本身的战力肯定会受到影响 但多了两件神器的威能 却是完全可以弥补过来 柳师杀了过来 双手各持一把神剑 无尽的烈焰飞舞 凌寒速力 待对方逼近的一瞬间 他默然一记七杀阵魂术 打出 化成了一道怒屎般 冲击向柳石 哇 然后是柳石已经修到几百万载 神魂修炼得非常稳固 可被这么一个冲击 还是打得闷哼欲生 难受得差点用双手去捂脑袋 他心知不妙 连忙一动神塔护身 嗡 七层宝塔顿时放到了许多倍 垂落到他的头上 将他护在了其中 叮 果然 凌寒一剑斩了过来 削在宝塔上 让塔身都是一阵狂颤 甚至被削下了几块碎金 但这一剑 却终是被挡了下来 毕竟是活了三百多万年的老怪物 战斗经验太丰富了 凌寒没有再斩 而是盯上了天剑弓剩下的那人 柳石被宝塔守护 凌寒一时也斩不破 自然不用去浪费时间 你有什么古古怪怪的神器吗 凌寒好奇地打量着天剑弓的另外一个人 那人吓尿了 他本以为由柳石出手 可以轻松将凌寒拿下 可结果却是大大出乎意料 柳石居然被凌寒逼得只能自保 而他则被凌寒盯上了 这一瞬间 他冷汗如雨 只觉双腿软软的 好像站都站不稳了 人气合一 这是属于日月极大圆满专属的秘法 只有跨境这个境界后 宗门才会传授 因此 他可拿不出强大的神器来 就算可以 他的境界也还低了些 有何资格对抗凌寒 耳赶 柳石的声音从宝塔中传了出来 两柄神剑脱手飞出 对着凌寒斩了过来 凌寒挥剑招架 打出一道道剑弃 将柳石的攻击全部化解 不过 天剑弓另一人也趁机逃之夭夭 他真是吓尿了 双腿狂飞 只恨没有多长几条腿 逃命不够快 跑得了吗 凌寒摇了摇头 灭龙星辰剑展开 一道剑即划过 仿佛流光一般 迅速追上了那人 一剑穿透那人的胸口 生生将那人炸成了两截 只是日月进舞者的生命力太强悍了 哪怕身体分成了两截都没死 双手爬 双脚蹭 两截身体就要拼到一块 以原力接上 再养上个几年 说不定又是一条好汉了 只是麻烦 灵寒再次开弓 休想 柳狮大吼道 他扬动宝塔向着灵寒照了过去 灵寒掉转剑口 向着柳狮射了过去 袁力之剑快得连日月进强者都很难捕捉到诡计 这一剑射在了柳狮的左肩上 若非他及时避让了一下 这一剑肯定是透心而过 那他不死也要被重创 柳狮大惊失色 这一剑怎的会如此之快 而且威力还这么强 连他的护体原力都是没能阻下 他虽然还有许多绝招 没有施展 可现在却已经是战役全无了 这个年轻人给他一种不可力敌的压迫感 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是宗门的最强者出手都不一定可以拿得下这个年轻人 不过 一个不行 那两个呢 三个呢 哪怕是神灵 力量也是有极限的 只要超过这个灵界点 那再强都是难逃一死 他已是拿定了主意 要立刻将灵涵已经来到云顶星的事情回禀 出动天剑宫 不 出动武宗所有的强者来围杀灵涵 不然的话 以这小子妖孽的静静速度 恐怕不用几年就能与武宗平起平坐了 那就永远不可能镇压得了对方 他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当即一咬牙 转身就走 宝塔清悬 垂落下道道流燕 形成了一层强大的保护层 刘祖师 刘祖师 天剑宫剩下的那人绝望地叫道 他勉强将身体拼到了一起 可至少也得给他一炷香的时间调理 才能以原力将断驱强行拼接 挥布行动力 可现在柳石将他抛下 意味着他将是绝对的孤立无援 叫你们想吃身爷 吃身爷的保身脚吧 老身又开始跳了 墙底跑了 剩下的一个只是锤死 他自然无惧 冲上去就是一顿乱踢 可怜那人本是日月境大极位的存在 在全身状态下一只手就能镇压老身 可现在却只能被老身猛踹 只是几下而已 他就狂喷鲜血 被老身活生生地踹死了 我靠 身爷太牛掰了 刚入日月境 就杀了一个大圆满的劲敌 老身自我感觉爆棚 这个必须用一只百年肚兜来庆祝一下 他果然取出一只粉红色的肚兜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 满脸陶醉 变态 灵涵和兔子同时出脚 将老身踢飞 不过柳石却是逃了 灵涵想了想 放弃了追击的打算 对方的那件宝塔神器 防御力很惊人 就是他用仙魔剑 也需要很久才能削开 可对方又不会坐着让他破开防御 这里毕竟距离狼牙城也不远 也好 影师出动 让他们来围击我 趁机多杀几个 灵涵在心中说道 谁是猎手 谁是猎物可不一定 现阶段 每过三个月 我的实力就会脱飞猛进一大截 再有半年的话 我就真正有把握将大圆满巅峰 都是斩于剑下 他现在对上日月境大圆满的话 便只能靠阴云夺魂花进行克制 但随着他的修为越来越高 那凭借本身的实力就能杀敌了 这也符合灵涵的道 追求的是自身的强大 换个地方 说不定还能捡几块借灵石 我开天而来 受天地浮运加持 运气要比一般人强出太多了 与灵涵而言 他打坐修炼 所获得的原力积累 根本不可能与狂野血灵丹相比 因此这纯属浪费时间了 他就是练练丹 然后在这个广阔的两界战场上转悠 莎莎鸣谢生灵积累功勋 一边看看能不能捡到借灵石 他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居然还真让他捡到了几块借灵石 但都只有小纸般大小 价值连那块大借灵石的百分之一 都很难企及 这运气也有用尽的时候啊 他感慨到 话说柳石回到狼牙城后 一边召集天剑公的人 免得他们遭遇了灵涵 被一一灭掉 一边则是与天剑公取得联系 惠禀了林涵的事情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 《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他百般强调 绝对不能因为林涵 是从小世界出来的 又羞到不过几十载 而小看了对方 这个敌人必须 以权力来对付 否则让他成长起来后 那将是天剑公之伤 得到这份报告之后 天剑公内部 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一部分人表示 认同柳石的看法 要联合五宗 展开对林涵的围猎 还有一部分人 则是认为柳石夸张了 从林涵开天到现在 过去了十年时间都没到 对方这就拥有 威胁到五宗的实力了 开玩笑了 十年时间甚至都不能让 一名神境武者的修为 出现一丝提升 可对方倒好 从破须迈进神境不算 还啪啪啪地达到了 日月境终极位 最后 还是惊动了一位 闭关很久的权威人物 果断压下了两边的争议 让天剑公立刻召来 另外四宗 要进出高手 围杀林涵 不说别的 就冲着林涵开天的罪过 就要将此子斩掉 五宗的高层坐到了一起 商量着如何对付林涵 五个日月境的势力 甚至在这个梯队中 可以排到前列的五大宗门 居然连起手来 要围杀一名日月境 终极位的小世界蝼蚁 这放在以前 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可现在 他们都是生起了必杀之意 那恶子当初能够开天 必然是得了大机缘 否则不可能 在短短二十年中崛起 这打破了五道规则 不错 他能够容纳 整个恒天大陆的国事 这对于体魄 有着可怕的要求 他必然在恒天大陆中 得到了至宝 才会在神界都是静静如飞 恒天大陆不简单 至少天河王坐下的十二部大将 便进入了这个小世界 留下了绝世传承 可是小世界压制力量 我等进入也不可能 强行打开十二宫 说不定 那小子便是得到了 天河王的传承 五宗的人都是不能淡定了 天河王是谁 他们其实都不怎么清楚 只知道这是一尊强大无比的存在 便是十二部大将 都是勇猛无敌 如果能够得到天河王的传承 不 哪怕只是十二部大将的传承 那至少可以匹敌横河境吧 谁又甘心屈居于下人呢 尤其是武者 个个都是心高气傲 一定要拿下那恶子 既然他不远万里前来送死 怎么能够不成全他 出动所有高手 武宗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将宗内的高手悉数出动 而且为了防止被哪个宗门独吞宝物 每一支寻找林寒队伍 都是武宗人员混编 一宗出两人 十人一小队 当然 哪怕武宗的日月境高手也是有限 这么多人投进广袤的两界战场 不说一滴水掉进大海中 事实上也没有差多少 再加上林寒偶尔还会进入黑塔中炼丹 那寻到林寒的几率 又是跌破了一大截 林寒其实也没有打算堵藏 他很大方的在两界战场中 寻找着敌人和戒灵石 可就是遇不到武宗的人 那有什么办法呢 眼看着又要过去三个月了 林寒又是期待 又是有些心里发毛 很快又能吃狂野血灵丹提升实力 可在此之前 先要被鲜艳焚身 这样他一想到就嘴角抽搐 叮叮叮 前方传来了战斗的声音 林寒并非是多管闲事的性格 但这里是两界战场 万一是冥界生灵 与神界武者在战斗呢 他立刻冲了过去 但看到战斗的双方时 他不由摇摇头 这并非神明两界的冲突 而是皆为人足 显然这要么是仇杀 要么就是利益之争 而说到利益就更加简单了 这里应该出现了一块戒灵石 才会让双方爆发冲突 不过两边人的实力都很强 皆有日月镜大圆满的存在 看到林寒突然出现 双方都是微微一顿 可发现林寒只有一个人 而且境界不过日月镜终极为时 自然没有人在意 又站了起来 停手 停手 可只是过了几招 一方突然叫停 哼 挑事的是你们 现在又想如何 另一方问道 那块戒灵石就让给你们了 叫停的人如此说道 这让另一方惊讶 说实话 他们是落在了下风 但对方想要将他们全歼的话 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此对方一直在磨 磨到他们丧失战役 主动交出戒灵石来换取脱身的机会 可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在这时候霸占 他们撤 只见对方都没有动 待小心翼地跑到足够远时 他们连忙全力奔跑 很快就消失了 踏破铁歇无觅处 自己却是送上门来了 一名卑贱中年男子淡淡地说道 目光盯着灵寒 散发出夺人的寒意 情报果然没错 日月静中几位 一名中年女子接着说道 小贼 贵福受死 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这是一名老狱 身材勾楼 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灵寒展颜一笑 道 还真是巧 我也正想找你们呢 他在两人的袖口上看到了天剑宫的标志 而剩下的八人则是每二人拥有相同的标志 很容易便能推断出来 他们分别来自云凤宗 绝刀宗 青雷宗和地龙宗 老身一直想看一看 这开天的小子是个什么模样 到底是吃了真龙胆还是真凤心 竟是如此的胆大包天 老狱将拐杖提起来 然后再猛地一敲 卡卡卡 顿时地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向着灵寒快速延伸而去 而大地裂开的同时 下面竟有无穷的幽暗浮现 化成了一条条长蛇般模样的东西来 这不是蛇 而是地龙 也就是蚯蚓 恶心 林涵哼了一声 灰剑一斩 万千剑影划过 这些地龙都是被斩碎 重新化为了灰影 这一剑出 五宗的识人都是露出惊讶之色 虽然老狱并没有动用权力 可林涵也是轻轻松松 险山不漏水 这年轻人不容小觑 呵呵呵 诸位便替本座压阵 不要让这小辈逃了 待本座将他拿下 卑剑男子走前一步 他抽出了剑 顿时 剑一迸发 锐气华哥的空气都是撕裂了 这是天剑宫的一位强者 剑修 果然杀伤力惊人 五宗种 无论是地龙宗 云凤宗 还是青雷宗 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人族 而是半人 也就是神兽与人族结合产下的后代 他们要比一般的神灵强 尤其是血脉出现反族的时候 那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比如天凤神女 进入神界只有万年便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 可惜啊 陷于五宗的层次 他们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功法 也只能在大圆满这个境界踏步 若是没有特殊机缘的话 那终身都只能停留于此 不过天剑宫却能够与这三宗平起平坐 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剑修的强大 能够弥补血脉上的不足 而且这名强者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巅峰 只是将剑剑对准了林涵 便让他感觉皮肤都要被撕裂一般 剑意着实可怕 太强大了 境界并不等于战力 林涵相信 这个拿剑指着自己的男人 至少也是三星天才 甚至四星 目前 他绝不可能匹敌这样的强者 事实上 他的战力 也就日月境大极位巅峰 得算上天微削弱对方一个小小境界 才能匹敌大圆满初期的对手 当然 阴云夺魂花 若是可以起到效果的话 那就要另算了 但正面对抗的话 林涵毫不怀疑自己会被对方 一剑斩成两截 千万不要怀疑一位剑修的破坏力 林涵现在的体魄 也就是七阶神铁往上歇 还没有达到八阶的层次 而就算达到了八阶 如果对方的战力真的可以跃三到四星 那也可以对八阶神铁造成相当的破坏效果 林涵直接祭出了阴云夺魂花 顺时 在场的诗人 都是神魂未知一夺 但只是瞬间而已 天剑宫 绝刀宗的四名强者 便眼神清明 修出了剑心 刀心 达到了通明层次 神魂坚固 想要动摇太难了 这也是剑修 刀修 难缠的地方 只为杀戮而生 七情早就斩断了 极难动其神念 当然 这也是这四人的境界够高 否则阴云夺魂花 还是有奇效的 守死 一剑斩了过来 四轮日月齐放豪光 荡起了可怕的力量 靠 见阴云夺魂花 不能见效 林涵就知道不妙 他连忙将魔花收起 摘心不展开 开始突围 哪里走 天剑宫 绝刀宗剩下的三人 也同时杨剑 挥刀斩了过来 而剩下的六人 也在阴云夺魂花 被收起后恢复了清明 都是脸色惊变 纷纷展开了攻击 这小子的身上 居然还有这种奇物 若非还有四个 修出剑心 刀心的同伴 恐怕他们就要中招了 说不定 还要交代在这里 一想到可能稀里糊涂死在一个小辈的手里 他们都是恼羞成怒 恨不得将林涵碎尸万段 林涵没有恋战 权力突围 走得了吗 十大强者都是冷亨 他们中最弱的也是日月境大圆满初期的修为 诗人联手足以斩杀任何一个日月境大圆满 更何况只是一个日月境中级位了 呼 各种攻击交织 璀璨无比 啪啪啪 林涵连连中招 可拼着连池几记重击 他终是撕破了包围圈 成功脱身 他身上有好几个血洞 可他却是满不在乎 这笔账先记下了 我会找你们一一讨回来的 武宗的诗人都是亥然 这他妈的都没死 换成是他们的话 随便哪一个肯定都是挂了 可一个中级位居然活了下来 还向他们冷冷威胁 这样他们个个心中生起了寒意 死子绝对留不得 你今天只能死在这儿 还有什么以后 诗人出手 定要将林涵展落 这可不只是消灭未来的一个强敌 还有林涵身上的大秘密 他们绝不相信 一个小世界的剑民 能够靠自己的实力 走到这一步 身上必然藏着惊人的机缘 说不定便是天河王的传承 林涵亨吕声 摘星步展开 全力狂奔 武宗十人连忙追 可他们一起步便发现 居然追不上林涵 不但没能追上 而且距离还在不断地拉大 这么快的身法 绝对不可能吃久 追 一定要消灭了这个祸患 此子不出 我等将寝食难安 可林涵很快就消失无踪了 诗人无奈 只好分头寻找 林涵脱身之后 已经躲进了黑塔中去 他没有第一时间进黑塔 一是不想暴露黑塔的秘密 二来也不想太依赖黑塔 一有危险 就往里面躲 他运转了一滴不灭真叶 身上的伤势 立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其实他伤得很重 那可是十尊日月镜大圆满的强者 有几个不但达到了大圆满巅峰 甚至还是三星四星天才 这被斩上一记 便让他血肉崩飞 连神骨都是差点断了 他摸了摸脖子 天剑宫那名强者 便是一剑差点斩掉了他的脑袋 只不过 不灭真叶之下 伤口已经恢复了 但依然让林涵心有余悸 若非他的神骨足够坚硬 现在肯定身手分离了 咦 他在黑塔中 可视野却不受影响 发现正有一人向着这里追过来 正是地龙宗的那名老玉 别看他煮着一根拐杖 可速度却是奇快 仿佛可以缩地成寸似的 一步就是上百杖 落单了 林涵冷笑 刚好 他吃了这么大的亏 正想出口气呢 老玉猛地停了下来 他有地龙血脉 对气味非常敏感 他隐约闻到了林涵的气息 可到了这里却是突然消失了 不怪 难道 顿地了不成 他发出长笑 要将其他人招过来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猛地闪起 带着无穷的杀意 向着他的脖梗斩了过去 什么 老玉震惊无比 此地分明没有一个人 这道剑光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勉强挥起拐杖 向着剑光迎去 转身之际 便看到这把剑 正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 是林涵 他又惊又怒 没想到林涵不但没有落荒而逃 居然还敢埋伏在这里偷袭自己 可对方的藏身手段 也太好了 居然连他都是没有发现 此时又在全副身心地感应林涵消失的气息 可说是心防最弱的时候 这一剑如排山倒海 又如天崩地裂 可怕得无法形容 啪 他的拐杖还是架住了剑 可因为仓促出手 力量不足 顿时被一剑将拐杖击飞 不过他也争取到了时间 身形急忙倒退 林涵逼近 因为两人隔得太近 他没有挥剑的空间 索性让先魔剑脱手 自主攻伐 而他则是双拳连挥 向着老玉打了过去 老玉勤急保命 一边将双手护在身前 一边则是急急后退 根本没空去想 刚才还重伤累累的林涵 又怎么会瞬间变成了没事人 此时 长笑声 络绎不绝 另外九人正在迅速赶过来 老玉大喜 他只要再撑一丁点的时间 圆兵赶到 那时就攻守一室 轮到林涵要拼命脱身了 你没有机会的 林涵冷笑 阴云夺魂花 莫然出现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老玉大惊 连忙想要闭上眼睛 可这株魔花影响的 乃是神石 你闭不闭眼睛 根本没有影响 在闭眼的一瞬间 他看到正有九道身影 从各个方向 急掠过来 可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眼 啪 林涵一拳将老玉的脑袋打爆 连神魂也一并轰灭 他冷冷地看了五宗九人一眼 毫不迟疑地展开身形狂奔 瞬间就将与九人的距离无限拉大 五宗九人奔到老玉的身边 齐齐停了下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颜霜 还有一丝无法形容的含义 他们十人联手 居然还让林涵跑了 跑了不算 还趁着他们分散追击的时候 反过来杀了他们中的一员 要知道 对方之前是受了重创的 好可怕的体魄 好可怕的恢复力 好可怕的心计 好可怕的决断 摊上这样的敌人 让九人都是觉得心中沉甸甸的 充满了阴影 此子必须尽快斩除 不错 否则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九人看着老玉被砸了脑袋的身体 个个都是心中栖栖 有一种吐死胡悲之感 这样的事情 也可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哪怕天剑功 决刀宗的四人 修出了剑心 刀心 斩断了七情 无畏外物所动 仍是浑身都是寒意 因为灵涵可不止拥有 阴云夺魂花 本身的实力更是惊人 也许再过个百年 对方就拥有横推武宗的实力了 于日月境而言 百年时间真是太快太快了 而这丁点时间 武宗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力挽狂澜的天才 时间太短了 这就是顶级天才的可怕 百年时间于你好像只是眼睛眨了一下 什么都不会改变 可于天才而言 却能够让己身的实力出现爆炸式的增长 不惜一切代价 找出此子 杀之 九人都是咬牙道 现在已经不是脸面问题 也不是杀了灵涵可以夺取对方机缘的事情 而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没有谁愿意甘心等死 尤其是他们这些强者 必然会疯狂的反扑 灵涵跑出一段距离后 再次进入了黑塔 他对自己很是满意 被十大强者围攻 可他还是做掉了一个 不过 还是依仗了阴云夺魂花 自身不是足够的强大 灵涵很快就按下了自得 反省了一下自己 三个月的时间又要到了 小塔出现 通知灵涵可以去鲜艳红炉断身了 灵涵打了个冷战 却还是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被武宗追杀得落荒而逃 让他更加坚定了追求强大的决心 投身进红炉之中 鲜艳洗炼 三天之后 灵涵出炉 自然还是小婴儿一个 但差不多有十个月大的模样了 纠正一下 如果你能保持这样的静静速度 差不多一百次 就能完全掌握浴火重生了 小塔说道 不错 从几百次降到了一百次 算是巨大的进步了 可灵涵的脸色却是臭黑臭黑的 这得要一百次才能结束鲜艳炼身 想想就让他有种饭吐的难受 但刚刚才渡过了鲜艳断体 不去想这个 灵涵取出狂野血灵丹服下 这才是他接受鲜艳断身的最主要目的 他需要更强的实力 轮回树下 三天如三年 灵涵站起身来 他的修为再进一步 达到了终极为后期 战力则是标上了大圆满初期 再加上天威 先魔剑支柱 甚至可以占大圆满后期 不过 遇到大圆满巅峰 还是差了些 更何况武宗 还有战力超越巅峰的强者 数量也很惊人 灵涵并没有自满 他的境界 若是可以迈进大圆满的话 那才真是可以傲视武宗 拿武宗的喳喳 检验一下战力 灵涵出了黑塔 主动去找武宗的麻烦 他一出现 才知道武宗 真是花了血本在找他 凡是狼牙城的人 都是得到了一个悬赏 或是发现灵涵 将下落告诉给武宗的 将给予一块戒灵石 作为回报 狼牙城虽然规定神界生灵 不能自相残杀 可武宗只是在找灵涵呢 又没说要对灵涵怎么样 虽然大家都知道 绝没有好事 两界战场虽然大 可人也多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灵涵 将消息传回 武宗的人立刻杀了过来 一场血战之后 灵涵顺利突围 虽然受了重伤 却也带走了对方两名大圆满 初期强者的性命 显示出毫不吃亏的性格 这场战斗让武宗胆寒 因为他们赫然发现 灵涵的实力又变强了 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对方的实力 居然就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这太害人了 武宗疯狂 开始更加迫切地 寻找起灵涵来 要不惜代价将灵涵消灭 若非他们出不起价 甚至还想请星辰静 强者出手 这样就能万无一失 可灵涵却是去了 紫月军营地 好久没有见到 天凤神女了 对方也肯定知道 武宗正在对付她 得与御人见上一面 安安心 持着令牌 灵涵进入了紫月军团 天凤神女也正担心她 刚好又随军完成了一个大任务 因此索性请了几天假 打算与灵涵好好地聚一下 灵涵自然大喜 可惜她现在还没有把浴火重生 完全掌握 真实体型只有十个月的婴儿大 想要推倒和被逆推 都是没有能力 只能如一群太监上青楼了 两人亲亲我我 天凤神女则是对灵涵的静静速度 感到十分震惊 她知道灵涵是丹道帝王 可光有神丹 也不可能快到这个程度 来 给你看个好东西 灵涵将天凤神女带进了黑塔 让她看到了轮回树 当然还有那位已经不算圣人的圣人 可天凤神女还是震惊到爆 灵涵到底得到了怎样的机缘 连圣人的残魂都是寄居在了她的空间神器中 相比之下 灵涵拥有空间神器这件事 反倒变得无足轻重了 因为圣人便能炼制空间神器 待我突破了星辰镜 倒是可以在这里闭关 现在的话 天凤神女摇了摇头 她的突破不同 需要积累血脉之力 这是轮回树也帮不了的 两人又说了一阵 才从黑塔中出来 灵涵升起火 烤起了珍贵的食材来 加入了黑塔中的神药 还有老身的一根身须 这是老身迈进日月静后拔下来的 真是大补而特补 不过 要将这一炉的食材精华喷煮出来 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差不多两天后 一箱扑鼻 实里可闻 灵涵刚刚给天凤神女打了碗汤出来 却见一只小兽 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对着那碗汤直流口水 好可爱 天凤神女顿时双眼放光 灵涵目光扫过 立刻露出了一丝杀气 这是冥界的生灵 但它并没有出手 这只小兽 才刚刚跨境神境 实力低微至极 而且好像智慧都没有开化 否则绝不可能明明看到 有两名日月静的人族强者 还凑上来的 这小兽看上去像猫 浑身有着雪白色的皮毛 柔顺 亮淌 散发着银色的光泽 那模样 属于让人一见就忍不住 会喜欢的类型 难怪像天凤神女的高冷性格 都会忍不住惊呼 啾啾 小兽冲着天凤神女叫 口水流得更加欢快了 天凤神女看向灵涵 给她也来一份吧 你没有看到 她是冥界的生灵吗 灵涵说道 可是 好可爱 天凤神女完全没有抵抗力 小兽发出低微的叫声 萌萌的 灵涵叹了口气 只好又取出一只碗 给这只小兽打了一份 然后放了过去 小家伙 吃了赶紧跑 像你这样的吃货 应该乖乖待在冥界 跑来神界 不是来填人肚子的吗 小兽立刻卷起舌头 喝起了汤 许是太好吃了 她的头越来越往前扎 结果失去了重心 两条后腿 都是翘了清 灵涵惊 这吃个饭都要卖萌 恐怕天凤神女 要完全招架不住了 她扭头一看 果然 天凤神女眼神中的爱心 已经泛滥成灾 小兽喝汤喝得很快 能够修到山河境 她又岂会没有智慧 立刻又向天凤神女 啾啾地叫 好像知道 求她 才是有用的 果然 天凤神女将目光 看向灵涵 满是求恳 灵涵叹了口气 只好又打了一碗出来 一碗接着一碗 这小兽的胃口 有些惊人 灵涵不由动容 要知道 她所用的食材 可是考虑到了 她和天凤神女的境界 给山河境吃的话 吃是能吃 但绝对吃不了多少 像小兽这么猛吃 会直接暴体而死的 可事实上 这头小兽 却是活蹦乱跳 卖得了萌 撒得了娇 哪里都看不出 有称暴的迹象 古怪 这小兽独自消灭了 一半肉汤后 这才心满意足 跑到了天凤神女的脚边 欢快地甩起了尾巴来 将卖萌进行到底 天凤神女则是爱心大发 将小兽抱了起来 梳理这小兽的毛发 还给她做按摩 把灵涵给气的 从来没有见过 这凶婆娘是如此温柔地 对待自己呀 小兽似乎感应到了 灵涵不善的目光 将小爪子拳了起来 缩进天凤神女的怀里 不准你吓她 天凤神女向灵涵警告道 这吃我的 喝我的 现在连我媳妇都要抢 灵涵瞪着小兽 小兽不甘示弱 一边回瞪着灵涵 一边用小脑袋 蹭着天凤神女 她显然知道 应该讨好哪一个 冥界的小妖怪 早晚吃了你 灵涵恶狠狠地道 啾啾 小兽撒娇 一副被吓坏的模样 天凤神女 再次向灵涵严重警告 让灵涵感慨不已 定要快点把修为提升上去 否则连媳妇都要上梁皆瓦了 就在这时 只听一声轻微的断裂声响起 灵涵不由将目光 看向那只放了不知道多久的蛋上面 现在只要她有空 就会拿出来晒太阳 而刚才那几声音是蛋壳发出来的 有一道缝 咔 又是一声响 第一道缝出现 灵涵大喜 这家伙终于要孵出来了吗 这是青燕雕的后代 其实对于灵涵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在身边养了这么多天 还是很期待看到一个新生命的破壳而出 里面的青燕雕不断地啄着 蛋壳一点点破碎 终于探出了一只小鸟的脑袋来 这回她不再啄 而是张嘴啃起了蛋壳来 很快就啃出了一个大壶圈来 这蛋壳似乎非常美味 因为小鸟已经吃出了可以脱身的缺口来 可她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还在那儿不断地啃着 让灵涵都是有些冲动 想要搬一块下来尝尝味道 作为一名吃货 她深感压力山大 灵涵 天凤神女和小兽都是看着 直到小鸟将蛋壳啃得一丁点都不胜时 这小家伙才奋力点起两只脚丫子 茫然地看着四周围 先是歪着脑袋 看了一阵天凤神女 然后又盯着小兽看 最后则是看着灵涵 然后啪啪啪地甩着两只小脚丫 奔了过来 靠在了她的脚边 蹲下来休息起来 这是将她当成了鸟妈了吗 喂喂 先别说她是男的 她哪里又像是一只鸟了 靠 你什么眼神呢 天凤神女则是笑得前仰后翻 这以后将是取笑灵涵的最佳素材了 可以说上一辈子 灵涵摇摇头 将小鸟送进了黑塔 她敏锐地发现 这只青雁雕的未来 将远远超过她的母亲 据说青雁雕 有一丝上古神兽青鸾的血脉 说是可以觉醒的话 这只小鸟将大有作用 咦 天凤女大人 一声惊疑中 只见有几人走了过来 纷纷看着天凤神女 脸上有着狂热的崇拜 这是武宗的弟子 在武宗 天凤神女绝对是传奇人物 来到神界不过万载 就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 被不知道多少人分为偶像 不过 天凤神女很早就开始了隐居 只是留下了一个惊艳的传说 因此 在这里看到天凤神女 自然让那几个人兴奋了 凌 凌寒 可当他们看到 在偶像身边的另一个人时 却是个个脸色大变 这是一个魔鬼 短短几个月内 已经有好几个宗门强者 死在了凌寒手里 而此人更是开天的罪人 在武宗的说法中 恒天大陆是他们经营好几百万年的小世界 产出着很惊人的财富 现在却因为凌寒而永远消失 所以 不管明不明白真相 反正武宗弟子都是将凌寒恨到了骨子里 根据粤文集团孤丹的飞的神道丹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联合出品 天凤女大人 此人就是凌寒 危险 快点离开她 有人向天凤神女教导 生怕她还不知道凌寒的真面目 被凌寒抱起而伤 天凤神女却是淡淡道 我已经与云凤宗一刀两断了 武宗的种种 与我再没有半点关系 云凤宗的受益之恩 他早就回报过了 而当宗门将他卖给谢东来的时候 他与云凤宗仅存的那么点香火之情 也烟消云散 武宗那些弟子则是又惊又怒 凌寒到底给天凤女灌了什么米汤 竟是让天凤女连宗门都不认了 天凤女大人 不要受这个恶魔的蛊惑 这些弟子纷纷叫道 一边放出信号 通知其他人过来 武宗弟子的平均实力很强 像他们这些人修炼不过几十万年 却纷纷迈进了日月境 这不是因为他们觉醒了血脉 而是服食一介丹 当然不是完整的 而是稀释了之后 不然根本分不过来 可饶是如此 还是让武宗的整体实力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几乎不弱于一般的星辰境势力 没有达到日月境的话 也不敢跑到两界战场上 围杀凌寒了 山河境根本就是宋的 天凤神女手抱小兽 严禁于此 再要废话 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他目光森然 与武宗的勤奋竟然已经斩断 那么谁对凌寒出手 就是对他出手 天凤女 你不是自称凌家卫亡人 只为一人而活吗 一气长啸从远处传来 只是一瞬间而已 便见一名年轻男子 以奇快的速度飞射过来 他的背上附着把剑 古色古香 散发出一种出尘的气质 林海目光扫过 不由得眼眸微眯 剑地 万年前 恒天大陆上共有七个天人静 称当世王者 而剑地则是排在第一 压下了落日刀皇 和天凤神女 万载后再见 剑地已经迈进了日月静大集位 虽然没有天凤神女那么惊人 那还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一戒丹固然很牛掰 可更重要的还是他本身的天赋 不然比他多修炼几万载 几十万载的人 为何还在日月静小集位呢 天凤神女看向这个西年的老对手 容色不动 我做什么 需要你多管闲事 说话之间 又有几人赶了过来 这次就要强大多了 不乏日月静大圆满的强者 哈哈哈哈 剑地摇摇头 显得很是不屑 你自夸冰清玉洁 可还不是动了春心 与别的男人好上了 林涵自然不愿意 媳妇受辱 哪怕是一个误会 他开口道 剑地 万年不见 可敢一战 剑地 许多人都是茫然 这个恶魔在与谁说话 剑地却是心中一跳 这个尊号是他在小世界中冠上的 但一旦进入神界 他就很自觉地摘下了这个外号 暂时封存了起来 恢复了本名 不然在神界自好剑地 这不是拉除恨 闲死得不够快吗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等等 这小子也叫林涵 而且天凤女也为了他不惜与宗门反目 难道 他心中有了一个惊人的猜测 可还是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如果林涵便是那个人 可又怎么度过万年光阴的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 他就自己找到了答案 时间原夜 既然武宗在下界的高手 都是靠这个将一代代的人积累起来 为什么林涵不行呢 在很早以前 武宗可是被马多宝攻陷过 当时差点就被斩掉了根基 时间原夜也被全部取走 要是林涵从这个渠道得到时间原夜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了 你是 林涵 剑帝盯着林涵 林涵知道对方的意思 为了求我练丹 还偷学了你三世剑法 真是不好意思 如此一说 剑帝再无疑问 这个林涵不只是开天而来的罪人 甚至还是万年前的丹道帝王 难怪他的修炼速度会那么快 天天有上乘的丹药科 这能不快吗 没想到 竟是一个早就死去的人 剑帝露出森然之色 早知道你会给宗门带来了如此大的威胁 当初真应该将你斩了 万年前 林涵虽然在境界上与他相仿 可战力 那就是一个笑话 张衡 你找死吗 天凤神女勃然大怒 比剑帝还要杀气大 剑帝本名张衡 再来到神界后 他就叫张衡 而没有再称剑帝 媳妇让我来 林涵按下天凤神女 他早就想和剑帝 落日刀簧再战 现在对方的境界 还在他之上 他也不算是欺负人 这让他战意熊熊 小心 他是四星天才 天凤神女压低声音道 他之所以要抢出头 就是不想让林涵与剑帝对上 林涵的战力 称死就是大圆满初期 可敌大圆满中期 而剑帝是大集位后期 又是四星天才 差不多是大圆满后期的战力 极限战力差了一星 这意味着林涵必败 林涵点点头 冯兴 你现在 我还打不过 这家伙吗 小菜一叠 天凤神女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真是小心眼 不就是以前镇压了他几次吗 犯得着这么放在心上吗 剑帝 来 一战 林涵向剑帝腰战 剑帝露出一丝缅怀之色 很久没有被人叫过剑帝了 不过 总有一天 我会让这个称号 重现光辉 好大的志气 在神界 王 皇 帝 这可不是能够胡乱用的 因为有王朝 皇朝和帝朝的存在 你胡乱使用的话 会犯忌 像张衡要是自称剑帝 那就相当于将自己放到了 恒河境的位置上 这让星辰境 怎么想 一个小小的日月境 就想要骑到他们的头上了 纯属找死 现在张衡说要有一天 要让 剑帝这个称号 重现光辉 那就是他有信心跨境横河境 就冲着这份志向 也要佩服一下 林涵点点头 这才是他认识的剑帝 他道 看在昔日的情分上 你落败了 我希望你能离开天剑宫 去追逐自己的道 等你打赢我再说吧 张衡亮剑 一道可怕的煞气 顿时冲天而起 他的战意与剑意融合在一起 化成了一把神剑 好像连苍穹都能展开 林涵心中暗叹 只以剑道而论 对方的造诣 确实在他之上 因为对方专一 而他修炼的东西 就太博杂了 炼丹占了很大一块 而且还有许多 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过 正因为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才有了现在的他 林涵没有祭出仙魔剑 而是双手拧拳 神纹在拳头上浮现 让两只拳头 无限放大 如同山岳一般 我砸 他率先发起了攻击 林涵出手 双拳挥舞 如同两座山岳似的 对着张横砸了过去 拳头还没有砸过来 可怕的气息一走 便让长空崩塌 星云失色 武宗的弟子连忙狼狈而逃 哪怕是日月进小级位 甚至中级位 大级位 都是不敢直音这样的铁拳 擦到一下 就要被重创 林涵体魄 可比七杰神铁 甚至还能往上一些 这样的战法 正是充分利用了 他这样的特点 开发出了自身的优势 铁拳袭来 张横却是丝毫不惊 长剑一掠 向着天空斩了过去 刷 一道剑气破空而去 斩在了两座山岳上 嗡的一声 林涵的两只拳头 竟是被反弹了回去 强 在力量上 显然张横更占优势 他的境界 就要比林涵高出许多 本身又是四星天才 因此 林涵的六星之力 也要被抵去四星 光是两星 可是无法弥补境界上的差距 万年前 你不是我的义和之敌 现在 你仍不会是我的对手 张横傲然说道 一见而出 他并没有走人气和一之路 一是他还没有达到大圆满 二是他有野心 不安于日月景 而是想要成为 恒河境的志强者 因此自然不甘心将日月融合到神器中去 自断修为 静阶之路 林涵哈哈大笑 我还以为你要说 现在我也不是你的义和之敌 你若只有这点本事的话 十招之内 我斩你人头 张横出剑 一剑挥出钟 好像天地大势 都是跟着运转起来 向着林涵镇压过去 林涵暗暗点头 只以剑道而论 张横 真有资格称一声剑地 非常强 只是他也不弱 林涵化全为止 他不断地弹指 化成一道道灵力的剑气 向着张横迎去 雷霆剑法 现在的雷霆剑法 哪怕还不是大成 但称一声小成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兼具了破坏规则的快 符合大道的强 还有一丝天洁之威 哪怕不用仙魔剑斩出来 这依然如真龙出世 充满了碾压世间的霸气 张横不由的动容 他是剑修 一生惊于剑 醉于剑 对于剑道有着无比的痴迷 林涵虽然是弹指为剑 却让他感应到了无穷的剑意 这剑意远在他领悟之上 他震惊莫名 要知道他虽然自消剑地的称号 可内心却是无比的骄傲 认为自己缺的只是境界 同界一战的话 他有把握仗剑斩下任何一个星辰镜 横河镜强者 可这样的自得 在林涵的剑意面前却是土崩瓦解 西年在他眼里根本称不上对手的人 居然反过来在剑道上超越了自己 他拒绝接受 张横长笑一声 长剑运转之中 将他的剑道完全发挥了出来 剑气如飞 化成无数道黑色的利刃 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密密麻麻如乌云 林涵无惧 与对方硬碰硬 武宗的人都是看着 这里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林涵 只听说过他的凶名 此时不由的心中悍然 这个家伙居然能够与张横站得有来有回 真是惊人 张横虽然只是大级位 可战力却是飙尽了大圆满 许多老牌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 被誉为天剑功的最强星星 与天凤女可以并列 但林涵的实力也仅止于此 凭什么让宗门如此慎重 甚至出动了全部的强者 就是为了围杀这一个人呢 你看 分明是张横占了上风啊 只要再这么不断地打下去 输的一定是林涵 一个张横就能搞定了 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 张横却是知道 他确实占了上风 但那是以更高的境界 更强的力量压制了林涵 只论剑法之妙 他已经输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剑法 将快和强结合得如此完美 他心仰无比 对于一名剑痴来说 他甚至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只未知道其中的奥秘 够了 既然这小子既止于此 一起上 拿下他 一名老者在边上掠阵 他观察了良久 发现林涵的实力 仅止如此后 便放下了心来 他们可不是来和林涵 单打独斗的 而是要灭了这个未来 可能动摇五宗根本的恶魔 几个大圆满的存在 都是迈步向前 他们知道 林涵的身上 还藏着巨大的秘密 这可能让五宗一飞冲天 在日后迈进星辰境 甚至横河境的层次 呼一下 天凤神女喝道 呼 他的身后张扬出两片 离许长的凤意虚影 但燃烧着真正的火焰 趁着他局势的容颜 如同一尊美女战神 天凤女 你真要吃里扒外 有几名老者立声赤道 差点气得吐血 在他们想来 天凤女会有现在的成就 自然都是宗门的功劳 可对方不但没有报效宗门 甚至还在包庇五宗最大的敌人 这简直恶劣到了极致 再往前一步 便是我的敌人 天凤神女森然说道 他几乎没有拿云凤宗的什么好处 像一戒丹便是他完全排斥的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为日月静大圆满 完全是因为他的血脉觉醒 几个老人物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点了点头 他们绝对 绝对不能放过灵寒 万一这小子 从此销声匿迹了 过个几万年再出现 那怎么办 以这小子的妖孽 到时候只要达到日月静大圆满 便足以扫平五宗了 老鱼 老钱 你们牵制天凤女 剩下的人随老夫一起出手 拿下那小子 好 几个老家伙分配好了任务 便开始不足于实施 天凤神女大怒 凤一一阵 神艳卷舞 散发出无尽的威势 她的境界只是大圆满 可因为血脉的关系 她这火焰可是有一丝针锋的威压 自然可怕无比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这是层次上的压制 让几个老家伙同时闷哼一声 露出了难受的表情 他们也很无语 对上这种血脉高等的生灵 还没打就已经先弱了三分 天凤神女主动出手 一掌拍出中 只听一声凤利 一道彩凤飞了出来 振翅而动 浑身缠绕着神艳 向着武宗的人杀去 杀 武宗的人也立声喝道 既然天凤神女执迷不悟就一起杀了 武宗的人想得很简单 天凤女也只是日月庆大圆满 那么他们这些人一起上 不说镇压她 至少也能困住她 可他们对于天凤神女的了解 却还停留在几千年前 几千年前 天凤神女便认为 玩完了云凤宗的恩情 选择了退影 当初她只是日月境大集位而已 而过去了这么多年 武宗都知道她跨境了大圆满 可顶多猜测她是前期或是中期 毕竟境界越高 想要再往前一步就越是困难 可事实上 天凤神女却是大圆满巅峰 而且还是四星天才 在她面前 普通的大圆满巅峰 都是要被一招秒的 更何况还没有达到巅峰 火凤卷过之处 一片哭爹喊娘 众人都是抱头鼠窜 变成那几个大圆满的存在 都是不敢硬汉 漠不纷纷后退 这怎么办 光是一个天凤女就搞不定 那怎么越过她拿下灵寒呢 怎么圆满还没有到 一名老者恨恨地道 这是废话 现在武宗的人 分散在整个两届战场寻找灵寒 光是全员收到消息 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更何况还要赶过来了 可现在他们这么多人 居然奈何不了灵寒两个 自然让他气急了 张横却是猛地收剑 这是你的全部实力吗 不是 灵寒摇摇头 他强横的体魄 还没有用武之地 更别说是恢复力了 再者 他还有阴晕夺魂花 虽然这对于剑修 没有多大的用 可他的底牌 确实很多 至少丹药还没有磕起来 张横仰手看天 他确实是占了上风 但怎么也无法压制灵寒 对方拥有惊人的弹性 任他压制得多狠 都能反弹回来 他点点头 从今日开始 我会浪迹天涯 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剑刀 哪一天大成了 我会来找你 希望你那时候还没死 灵寒哈哈一笑 好 若是在这里没有找到我的话 可以去何宁兴大灵巢 那是我的地盘 我记住了 张横点点头 他收起剑 转身便走 潇洒无比 张横 武宗的大人物们 则是怒吼 怎么又出了一个 吃里扒外的家伙 灵寒却是笑道 你们应该感谢他 为你们留下了一颗火种 因为 你们都要被我推平 小子 你不过是 仗了女人的威风 有什么好得意的 有大人物向灵寒喝道 试图激将灵寒 让他叫天凤女不要插手 灵寒却是哈哈一笑 你们要是不服 也可以去依仗女人呢 我不介意他 靠 武宗的人都是气歪了鼻子 最关键的是 天凤女原本是他们的人呢 却被林涵拐了去 这让他们恨得咬牙 今天再说一点利息 林涵容色冷然 这些人若是正常修炼 又怎么可能在这个年纪 跨境日月境 这肯定是服用了一戒丹 杀无赦 林涵身形杀出 食指弹动 一道道剑气飞出 如同剑雨 武宗的弟子顿时成片的倒下 战力没有跨过大圆满这条线的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这样的攻击 一道剑气便被斩尽了生机 几个老家伙大怒 想要围攻林涵解了门人的危机 可天凤神女却是正义而动 烈焰焚天 让这些人不得不止步 全力对抗这个强大的对手 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除了几个老家伙外 武宗的弟子全部服尸 林涵没有再出手 天凤神女虽然与武宗决裂 但显然还没有狠心到反过来 下杀手的地步 而林涵又不想勉强他 自己又干不掉剩下的几个老家伙 那自然是停手了 走 林涵勾着天凤神女的柳妖 让这个凶婆娘娇躯微微一颤 翘脸上更是浮起了强烈的红月 可他怀里的小兽 却是对林涵亮出了牙 似乎感觉到了威胁 这个男人要跟他抢妹子 叫什么叫 林涵给了小兽一个毛利 痛得小兽抱头叫 你不要老是欺负他 天凤神女不满地道 得 思念一万年还比不过一头小兽 区区几个时辰的卖萌 好失败 林涵盯着小兽看 星道会合了兔子和老身后 得缩神的两个家伙将这头小兽给宰了 美美地吃一顿明界妖兽大肉餐 居然和他抢媳妇 小兽被他盯着浑身发寒 不由哆嗦了一下 而武宗的几个老家伙 则是气得蹊跷生烟 你说你们占了上风也就算了 居然还在他们面前打轻骂俏 这是有多么的蔑视他们 可天凤神女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必须来上一尊真正的大能才能对抗他 光他们几个远远不够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涵和天凤神女扬长而去 没有足够的人手根本不足以拿下这二人 不过天凤神女与林涵走出一段距离后 便与他告别 因为他的假期用完了 必须回归军营 毕竟是军人 只要一天不离开军队 他就不可能来去随心 可因为有谢家的威胁 天凤神女待在紫月军团中 应该是最安全的 否则他就只能待在黑塔中 这同样也限制了他的自由 小兽当然被天凤神女抱走了 就算他肯给林涵 估计小兽也不敢跟着呀 这随时可能要被宰了 做成肉汤的 林涵继续游荡 他开天得到了天地福泽 在这时也发挥了出来 不断地捡到戒灵石 而且还有一个规律 那就是他在神界规则占优的地方 很容易找到戒灵石 可在冥界占优的地方 他还没有一丁点的收获 这想一想就能明白 因为他得到天地气运加深 是来自神界 与冥界可没有半点关系 因此在冥界规则占优的地方 他的福运便与普通人 没什么区别了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 林涵就尽量在神界规则占优的地方寻找 果然他的收获越来越多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居然捡到了九块戒灵石 虽然都只有小纸般大小 可说出去已经可以吓死人了 这一天他会合了兔子和老参 正在战场中漫步的时候 却是猛地发现大地震颤 好像山崩了一般 那是冥界大军 前方出现一支军队 至少有万人之多 而且最低的都是日月境 更有至少百名星辰境 这冥界是要全面开战了吗 一支百万大军出现 全是日月境 更有星辰境率领 这样的阵容太可怕了 足以横扫一方 更让人心悸的是 连星辰境都出动了 横河境还会远吗 一场大劫要降临了吗 林涵不由嘴角抽搐 他是灾心吗 跑到哪里哪里乱 哼 冥界大军种 有人发现了林涵 立刻便有百多人飞奔过来 个个扬动着兵器 散发着滔天的邪气 林涵当机立断 跑 这百多人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对方的阵营中 却有星辰境的存在 这是他绝对不可能匹敌的 不逞血涌 护子和老身 都是成了精的存在 根本不用林涵提醒 早就撒腿开跑了 靠 你们还真讲义气 林涵连忙展开摘心步 以实力强 你不留下来殿后 又是谁呢 老身道 就是 兔子也道 修跑 冥界的人则是追 气势汹汹 可他们却是越追越远 速度差得太多了 林涵三人跑出老远 他以为将冥界的威胁摆脱时 只听一声轻哼 在他们的前面 却是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人 他一身白衣 风神俊朗 十足时的美男子 若非那邪恶的气息 如冲云霄 他又与神界的生灵 有什么区别 可如此强大的邪恶气息 说明了对方的境界 也高得吓人 心沉静 林涵心中大领 两只手探出 一边拎起了兔子 一边则是抓住了老身 随时可以躲进黑塔中去 被这样的强者盯上 他已经不在意 会不会暴露黑塔的秘密了 不用紧张 只是要向你们问个事情 这白衣男子笑道 牙齿雪白 魅力十足 林涵也笑道 那问了之后呢 自然是杀了 关系太大 不能留一个活口 白衣男淡淡地说道 靠 林涵哈哈大笑 那好 我就顾且听上一听 年轻人 你很胆啊 白衣男子盯着林涵看了几眼 不禁露出哑然之色 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居然可以让身体 完老完童 星辰静的眼力 当然一眼便能看穿林涵的伪装 不像天凤女 只觉得林涵有些不对头 但不知道具体为何 林涵正容道 我修炼的乃是上天入地 灌骨绝经 举世无双 天衣玄弓 白衣男子大笑道 年轻人真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连我也敢调侃 也罢 我就直接抄你的魂 什么秘密都一目了然了 他探手 化成一片苍穹 向着林涵压了过去 掌力还没有袭道 可怕的气势 已经压制的林涵 不能动弹分毫 这就是星辰静 任你再天才绝艳 也无法对抗 可惜 他只是以气势 压制了林涵 而并非用武道 抑制 混住了林涵 咻 人影一闪 林涵兔子脑身 奇奇消失 咦 白衣男子露出一抹 亚然之色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三个大活物 奇奇消失了 若是顺一幅的话 他应该能够感觉到 撕裂空间的波动 空间神器 他目光扫过 空间神器就算再小 也应该有迹可循 可任他如何查看 都没有在这片土地上 找到任何异样的东西 我还不信了 他将附近百里范围的土地 全部抓了起来 然后以大能力 一一炼化成虚无 那么大浪逃杀 最后剩下的便是空间神器 星辰竟太强大了 而这里的泥土 又是繁石繁土 怎么可能经得住 他这样炼制 轻易便被炼成了灰烬 将这么一座山石的大地炼化 也只需要三天而已 可当这一整块大地 都是消失后 白衣男子终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没有找到空间神器 这怎么可能 难道不是躲进了空间神器中 但更加不可能是顺衣佛 他喃喃自语 不死心地在附近寻找着 却始终没有收获 或是换了一个时间 他不介意在这里找上个三五年 反正星辰竟的寿源悠长无比 但这一次 他肩负着任务 先把正事解决了 他做出了决定 一步跨出 已是远去了上百里 灵涵三人都是长出了一口气 要是这家伙决定在这里守着的话 那他们根本不管冒出头来 奇怪 明界怎么会突然大举入侵 灵涵满事不解 虽然这里是两界战场 战斗是主旋律 杀戮与被杀永远不变的主题 可出动百万日月境 甚至还有星辰境加入 这就不是小打小闹了 而是要掀起大决战呢 若只是星辰境的话 倒还好 万一连恒河境强者都出现了 那连星辰境都只能说是炮灰 灵涵涵想到了天凤神女 对方现在在紫月军中 战争一旦爆发 军人必须上战场 不管你退不退役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必须战斗 不行 我得立刻赶回去 灵涵做出了决定 他出了黑塔 向着狼牙城进发 三大军团都是驻扎在狼牙城外 以犄角之势 拱卫着这座钢铁阵线 一旦失守的话 那明界大军便能长驱直入 进犯整个云顶星 他一路如飞 很快就来到了紫月军团的营地 但到了这里才发现 整个营地居然都是空荡荡了 显然 紫月军团已经全员出动 去对抗明界入侵了 事情之严重 好像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啊 灵涵沉吟 看来明界甚至出动了 恒河境强者 否则紫月军团 也不可能全部出动 先去狼牙城打探一下情况 他折向狼牙城 一进城便遇到了 严格无比的盘查 而城中也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大街上再没有了 往日的热闹 每个人都是急匆匆地赶路 脸上有着忧色 灵涵叫住一名山河境的行人 先向他丢出一块真原石 然后问道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得如此紧张 那人接过真原石 连忙收了起来 恭敬得道 大人 你应该刚刚从外面回来吧 不得了了 明界大举入侵 由三位恒河境强者土军 一日之间就连推几千里 快要打到狼牙城下了 三名恒河境强者 难怪紫月军团都是全体出动了 恐怕另外两大军队也是如此 否则怎么顶得住 三位恒河境强者率领的百万大军 全面战场要爆发了吗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明界大举入侵 狼牙城已经发出通告 所有人都必须在街道消息的三天内 前往三大军团中报道 接受指挥 共抗明界 这次可不跟你讲什么退役不退役 功勋不功勋 只要还留在这个战场上的神界强者 都有义务对抗明界 另外 紧急通知已经发出 不用多久就会有更多的强者到部 明界一下子就把战斗的规模提升到了这个级别 必须出动整个云顶星的强者才能对抗 灵涵也立刻前往前线 对抗明界入侵 人人有责 这是两个世界的碰撞 如果云顶星真的被明界占领 那么必将生灵独太 明界不会把云顶星炼成一界丹 但差别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都是无数的生命死亡 灵涵来到了前线 只见这里正有两支大军对峙 一方自然是神界 由紫月军 长风军 罗焕军组成 并加入了大量的散兵 组成了大概在七十万人数的大军 但人员的质量 却是参差不起 有山河境 也有日月境 但山河境占了半壁江山 变得整支军队的质量下滑了许多 远远不能与另外一方相比 明军的这支大军 数量达到了百万 而且全是日月境 这么一对比 便可以看出明界此次出动了 怎样恐怖的力量 拥有横扫的优势 此时此刻 灵海也顾不得寻思情了 没有立刻去找天凤神女 而是进入军营报名 没有搞什么特殊化 愿意听从指挥 做一个合格的士兵 明界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击 但都是控制了战斗的规模 只有寥寥几个星辰境 参与战斗 其他都是日月境 这是在试探吗 大家都不关心这一点 每个人都在盼望着援兵快点赶过来 光是他们很难很难挡下 明界的这支大军 而聪明点的人更是不解 为什么明界会突然大举来犯 要知道 明界强者进入神界 根本无法调用神界的规则 战力怎么也要跌落个三四星 这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中完全是找死的行为 而且神界也不见得比明界弱呀 你这么大举进犯真的好吗 也许我们这里有一个金氏宝藏 连明界的大能都是动心 于是发动了战争 要把这里占领下来 能够让恒河境大能都是动心 这个宝藏怎么也得是 恒河境大圆满强者留下来的 甚至是圣人的传承 必须是这样 这样的猜测非常有市场 很快就在军营中传遍 也许让许多人起了小心思 想要去寻找这个宝藏 如果真是圣人所留的话 那一步登天都不是没有可能 仗还没有真打 就有许多人动了歪心思 三位主帅不得不斩了 那几个跳得最厉害的人 以速整军纪 散兵一多 就是这个不好 没有什么团队观念 很容易就露出了自私的一面 在此之后 明界大军再次发动了几次攻击 但只能说是雷声大 雨点小 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之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大帝朝的援兵 也源源不断地赶了过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强者到位 明界的入侵之路 似乎便要就此打住了 而这也让大部分的人相信 明界入侵 绝非是为了云顶星的土地 而是高阶横河境 甚至圣人的传承 林涵 新来的大队长要见你 一名士兵跑了过来 向林涵传达命令 所有的散兵都没有编入正规军中 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训练 哪怕个体实力再强也没有 根本不可能融入进集体的战斗中 硬要将他们加进去凑人数的话 只会招来反效果 因此 所有散兵被编成了一个独立大军 这万一发生滑变的话 那影响的也只是这支军团 而不可能动摇了正规军的战力 新来的大队长 林涵感觉有些奇怪 他认得对方吗 怎么突然说要见自己 那就去见见吧 他跟着那士兵走 来到了一座帐篷前 那士兵停下 恭敬的道 大人 林涵带到 这帐篷很大 显示出所有者的地位不同凡响 让他进来 里面传出一个声音 咦 这声音有点耳熟啊 林涵在心中说道 边上的士兵已经将帐篷门打开 里面顿时有一人献了出来 谢东来 难怪这声音如此熟 难怪他想要见自己 原来是来打击报复的 哈哈哈哈 林涵 没想到吧 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 谢东来冷笑道 脸上满是细血之色 他本想闭关冲击星辰静 待突破之后再去找林涵 顺便将无面也一起斩杀 把丢掉的脸面讨回来 可万万没有想到 明界会突然大举入侵 连谢大将军都是出动了 而他也因为是谢家世子 得到了这个大队长的位置 更巧的是 林涵刚好在他的管制之下 这自然让他大喜 第一时间就把林涵叫了过来 要耍一耍上司的威严 怎么又是你这个傻鸟 林涵不由地笑道 还没有吃够苦头吗 谢东来不由生脑 但他此时胜券在握 道 在这里 我是将 你是兵 我说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哦 那大队长有何吩咐 林涵笑着说道 去 板谢柴火过来 谢东来哼道 他现在只是将林涵指挥的团团转 而一旦与明界开战的话 他就会把林涵送上最危险的地方 借明界之手除掉林涵 好啊 林涵点点头转身离去 谢东来冷笑 心到此人的胆气也不过如此 立刻就怂了 他等着 等林涵拿了柴火过来 他还会继续指使对方去干别的 要是对方不顺从 他就以军纪处置 谁让他是官呢 但等着等着 他的脸色越来越黑了 因为林涵再也没有回来 这小子居然敢抗命 他勃然大怒 当即就向着林涵的帐篷行去 林涵 他大叫道 声音滚滚如雷 显示出他内心中强烈的愤怒 这一吼 将周围的人都是惊动 不少人纷纷走出来看热闹 怎么又是你这个傻鸟 林涵走出帐篷 你敢抗命不遵 我要治你的罪 谢东来冷然说道 林涵正是主动将把柄 送到了他的手里 敢问大队长 我抗的是什么命 完全的满不在乎 谢东来不由语色 当着众人的面 他好意思说让林涵去砍柴的吗 这不是惹人笑吗 让堂堂日月静强者去砍柴 那门子的笑话 他可以私下里折腾林涵 但摆到台面上却不行 这也不需要明眼人 只要智商正常一点的人 都能看出他是在故意刁难的 这是一种潜规则 我是上司 你是下属 我给你穿小鞋你就得穿 若不然的话 我会在以后不断地刁难 直到你让步为止 可要是让了一步 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直到退无可退 所以 真要遇到这种刁难之人 要么有妥协到底的任命 要么就是一步不让 抗争到底 林涵自然不会妥协 选择了正面硬杠 谢东来脸色铁青 在众人面前被下属顶撞 让他的心里非常非常的不爽 林涵 你这是木屋长官 他立声道 啊 问你一下就是木屋长官 你还真是威风 林涵哈哈一笑 呵呵呵 百里之外就是民界大军 还请大队长过去威风一下 将他们全部吓跑吧 你妹呀 别说是他 就是谢钱亲自出马 民界大军也不可能退兵 谢东来盯着林涵 心中只叫一个别扭 他境界占优 战力占优 背景占优 甚至现在在地位上 也是压制住了林涵 怎么就治不了这个人呢 他森然道 既然你是我手下的兵 那我便来指教指教你 免得你上了战场 被人宰了 大队长还真是关心体贴 林涵嘲讽道 少耍平嘴 我身为你们的长官 有义务指导你们修炼 谢东来只觉 终于抓到了重点 既然他实力更强 那就应该用力量 去碾压林涵 不想接受指导也行 去砍一万弹柴来 一天之内 他怕林涵又阴凤扬为 便加了一个时间限制 林涵吃笑 谢大少要这么多的柴火干嘛 想要烧烤吗 那你应该从家里 多带几个佣人过来 来军营还耍什么 公子哥的威风 真是笑话 好你个刺头 竟敢挑衅我这个 长官的威风 来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谢东来出手 嗡 大手伸出 再一番向下压去 顿时 可怕的压力 将林涵笼罩 要将他生生压垮 甚至压跪下去 两人的修为 足足相差了两个小境界 这力量差距真是奇大无比 林涵傲力 力量笼罩之下 他浑身发光 一道道神文浮现 仔细看 竟是九条神龙 而且每一条神龙的模样 都不同 九龙霸体术 所谓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九条神龙目前还不是真龙形态 有的残角 有的残爪 随着林涵的体术 进步而不断完善 直到九条神龙都变成真龙模样 那说明林涵的九龙霸体术 也达到了巅峰 迈进了圣人级别 什么 竟是九条不同的真龙 什么功法 只要和真龙扯上边 那肯定厉害的不行 难怪敢和谢东来顶着干 还真是有两下子 不过 境界差距太大了 注定要被镇压 话说这谢东来还真是小心眼 在这种时候还抱私仇 众人窃窃私语 有的对林涵同情的 也有鄙夷谢东来小心眼的 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 他们都是散兵 平时哪有一丁点的交情 那何必冒着得罪谢东来的风险 去为林涵出头呢 许多人反而兴致勃勃地 看起热闹来 九龙发威 吞吐着云霞 绽放着神威 林涵傲力如山 他可不只是修炼了九龙霸体术 神谷之印都快要接近八阶神铁了 只是大圆满的压力就想支住他 那真是开玩笑了 谢东来 你这手翻来翻去的 又是要闹哪样呢 难道真想烧烤了 林涵笑道 该死 谢东来暗说一声 堂堂日月尽大圆满的强者出手 居然不能让一个小小的终极位就范 而且还有这么多人旁观 让他的脸上怎么挂得住 他知道林涵古怪 斩杀了朱丽云 可那是有无面替他守护 还仗了阴云夺魂花之威 对于林涵的本身战力 他是一万个不屑 因为他就是四星天才 那算大家都是四星天才好了 互相抵消掉 他还是有两个小境界的碾压及优势 在他想来 只要翻翻手就能镇压林涵 这一来可以愁林涵的耳光 卸下私恨 二来也能震慑这些散兵 让他们不敢不遵自己这个长官 没想到林涵居然那么难缠 反倒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了 一时之间 众人嘘声四起 闭嘴 谢东来怒吼一声 向着林涵杀了过去 双手化成了爪形 向着林涵抓落 呼 他显然动用了一门秘术 两只手爪 探初中 竟是化成了漆黑色的魔爪 足有房屋那么大小 爪子上 则是反射着冰冷的光泽 有若金属 这难道是黑金魔鹰爪 传说中 黑金魔鹰这种妖情可怕无比 一爪就能撕裂铜阶的神铁 这一爪要是落个结实 那家伙就惨了 在场这么多人 总有识惑的 立刻说出谢东来动用的秘法 呼 两只魔爪落下 仿佛空间都是破碎了 现出了一片片不正常的黑色漩涡 林涵没打算应接 身形一闪 顿时没入了人群中 谢东来推动魔爪追击 啪 一声中响 顿见有好多人被震飞 一个个吐血的吐血 骂人的骂人 场面变得是混乱不堪 大家跟你无怨无仇的 你居然下这么狠的手 谢东来 你莫非是冥界的奸细 林涵却是若无其事 有这么多人替他分担去了压力 以他的实力和体魄 当然可以轻松化解余力 谢东来气爆 你压居然还敢污蔑我 他也懒得说话了 推动着魔爪 继续追击林涵 冥界奸细杀人了 林涵拔腿就往人群里跑 一边则是放声大叫 沿路群众纷纷表示避让不及 被谢东来轰得满天飞舞 现在任谁过来看上一眼 都能清楚地看到 谢东来正发疯似的 攻击营地中的人 这是散兵营地 有一位新沉静的强者坐镇 乃是总指挥 在他之下则是12名大队长 分管着整个散兵营 也就是说 谢东来只是12名大队长之一 不可能一手遮天 他在营地中丧心病狂 攻击下属 这是所有人都看见的 受害者高达数百个 这样的影响 当然无比恶劣 很快就有高手出现 将谢东来挡下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接下来 那位新沉静总指挥把谢东来叫了过去 骂了个狗血淋头 才把谢东来赶了回去 找他代罪立功 林涵不由感慨 这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伤了这么多人 居然只是被骂了一通而已 这要换成另一个人的话 不说别的 大队长的职务 是肯定要撤销的 身为横河境强者的后人 处处都有特权 难怪谢东来那么嚣张 明明看到他躲进了人群 还敢肆无忌惮地出手 他是早就知道自己可以拍拍屁股脱身的 不过谢东来固然成了最不受欢迎 爱戴的大队长 林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伤人的虽然是谢东来 可林涵则是将祸水东引的人 一样可恨 林涵倒是无所谓 他来这里可不是为了交朋友的 打完这场战争 那自然还是各奔天涯 而这件事之后 谢东来倒是没有再来找林涵的麻烦 这很不正常 林涵却是猜 谢东来正在酝酿更狠地报复 这种人的心思很好猜 不碍是利用明界之手将他除去 刚好我也正有此意 林涵在心中说道 他也不想被一个傻鸟老师在暗中盯着 得尽快解决了 想要借明界的手来杀人 有两个办法 一是将人引到明界强者的身边 比如星辰镜 那么一丝力量余波震荡 就可以将日月静震的粉碎 可林涵又不是傻的 会眼看着有星辰镜强者 还往那边送 这需要谢东来胁迫 可谢东来也要因此陷入险情 他恨林涵 但绝对不可能想与林涵一起死 那么就是第二个办法 引致林涵进入明界大军的深处 利用无数的日月静车轮战 将林涵磨死 而这虽然也会让谢东来陷入重围 可一来他的修为更高 肯定比林涵撑得久 二来他还有脱身的手段 只要看到林涵一死 他就突围 这人都死了 谁能说是谢东来将林涵 送进了敌军深处呢 没看连他自己也冲了进去 这叫身先士卒 需要嘉奖呢 八成便是这样了 林涵对谢东来的心思 把握得很准 这种二世祖很好猜 那就看看是谁赢谁吧 几天平静的日子过去 明界终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 这下神界所有大军 都是一起共亢强敌 林涵所在的散兵营 自然也不在话下 说实话 相比于正规军 他们有种炮灰的感觉 正规军都练有核击的阵法 十人一小队 百人一大队 可以将这个整体的力量 发挥出五成甚至六成 这是非常可怕的 意味着差不多二十人 就能提升一个星级的战力 可散兵们各自为战 单兵实力再强 也有可能被敌人用数量堆死 林涵眺望 只见前方晨晖弥天 大量的明界强者正在杀过来 他们也同样人员博杂 有正规军 也有散兵 这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正规军阵容齐整 哪怕是在冲锋的时候 也是保持着 可散兵就不同了 一会儿突前 一会儿滞后 一会儿向左 一会儿向右 完全是随心所欲 而有些人 更是化成了万丈长的巨人 巨大的脚步 从天而降 直接就是一脚就踩了过来 这绝对不是日月经 日月经不可能幻化出 这么惊人的法身 星辰静 因此 这一脚踩落 可怕无比 天地都是无光 脚还没有落下 大地便是献出了军烈来 底下的人 莫不露出骇然之色 这真是出师未竭 身先死 不过 神界自然不会没有强者 有一人出手 一剑消出 一道豪光斩了过去 啪 那只巨角 顿时被斩断 残足 依然落下 但再无 踩踏之威了 呵呵呵 竟能破我法身 一击之威 倒也不算弱 来与我一战 一名冥界强者 越上长空 向神界 腰战 如你所愿 一名神界强者 欲着剑光 飞上天空 与那冥界强者 站了起来 顿时 万丈高的法身 在线 而万丈长的剑气 同样破空乱斩 威势丝毫不弱 杀 更多的强者杀了出来 杀 林涵等人也大喝 受战场的热血战役所影响 他们现在 也没有去顾及生死 便是只想轰轰烈烈的一战 咚咚咚 战鼓惊天 鼓舞着双方的士兵 这暗合了某种韵律 拥有催发战役的效果 人人皆是奋不顾身 在这样的战斗中 谁也不可能有退路 因为根本无路可退 后面的人都在不断地往前冲 而且还有几位强者 坐在了巨型战像上 冷冷的督战 要是出现逃兵的话 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手解决 两军交战 士气第一 给我冲 谢东来大叫道 他身先士卒 带着队伍杀向明界军队 并步步深入 这单 人人都被杀戮遮住了眼睛 只知道要么杀人 要么被杀 而当他们感到压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才默然发现 他们已经深入了 明界大军深处 而他们原本的万人大军 居然只剩下了 三千都不到 都杀到这个位置了 压力能不大吗 付出的代价又能不大吗 我们怎么杀到这儿来了 快撤 剩下的三千人纷纷叫道 奔用杀敌 也不是这样的 这完全是在送死啊 林寒站的也有些头脑发热 也完全没有料到 谢东来居然会如此丧心病狂 为了将他弄死 原将整支军队 都是带进了坟墓中 杀活俊 众人醒悟过来 不再盲目地跟着谢东来冲锋 而是折身反杀 这些人加到一起 力量何等强大 便是谢东来都不可能阻止 只是他们这支孤军 也深入了明界阵营中 再想要杀出来 又是何等困难 啊 惨叫声不绝 仅存的三千人 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 而且他们也只是一支散兵 遇到危险 自然只顾着自己 完全没有团队的观念 队伍被切割开 死伤得更快 谢东来露出残忍的笑容 用一整支万人队 来给林寒陪葬 这小子也算是死得起锁了 谢东来一直紧盯着林寒 他要亲眼看着林寒死 然后才会脱身 同样是日月景 他肯定比林寒能撑 而且他故意没有动用权力 便是不想受到 明界太多人的围攻 让他可以从容地 看着林寒去死 林寒自然也发现了 谢东来的目光 这充满了怨憎 如芒在背 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他心中摇头 此人的报复心 真是达到了极致 居然不惜赔掉 一支万人队来弄死他 再想想 这万人队 又不是他谢家的 死光就死光了呗 该死 林寒的目光中闪过寒芒 他猛地掉头 向着谢东来杀去 大声道 谢兄 我们并肩杀敌 他祭出仙魔剑 顿时煞气冲天 有弱地灵 附近的明界高手 莫不被纷纷斩飞 掉脑袋的掉脑袋 断手的断手 断脚的断脚 只要战力没有达到日月境 大圆满 那绝对是难逃一劫 林寒生生杀到了谢东来身前 毛子一紧 顿时一道神魂冲击打了出去 七杀震魂术 谢东来顿时动作一致 这神魂受到冲击 他不可治地受到了影响 可身为谢大将军的后代 本身又是顶级天才 又怎么可能没有修炼过锻炼神魂的法 他的神魂非常强大 因此在七杀震魂术下 只是微微一致 立刻又恢复了正常 可要知道 乱军从中 那刀剑也是乱得很 就那么一瞬间而已 谢东来便被斩了好几剂 好在他的护体原力并没有消散 因此受创不重 可恶 他怒声道 原本应该是他阴灵寒的 怎么反过来被对方阴了一把 若非他的实力足够强 神魂也修炼得十分稳固 那么刚才那一下子就不是砍伤而已了 死 他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杀气 调转枪口 向着灵寒杀去 一把金色的大刀亮出 卷荡着黑色的气息 充满了腐蚀性 让空气都似要融化了一般 四周的冥界人看的都是不解 怎么他们自己人斗上了 但他们也无所谓啊 一并杀了呗 啪啪啪 林涵和谢东来身陷重围 他们不但要防备彼此 还要招架来自冥界大军的攻击 而这可不是一道两道 随着他们这只孤军死胜的人越来越少 他们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理论上来说 林涵应该早就挂 区区日月尽终极位而已 绝对不可能比大远满巅峰更加能撑 可事实上 林涵却一直活蹦乱跳 大有不将谢东来弄死也绝对不撤的架势 这让谢东来无法想象 这个家伙怎的就不死呢 死的是你 林涵冷然道 为了一己私恨 竟是让整支军队都是做了牺牲品 你如此丧心病狂 还有资格为人吗 嘿 有一支军队为你陪葬 你还不肯好好安息吗 谢东来挥刀几斩 金光舞动中大开大合 可黑色的腐蚀之气 却又充满着阴暗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你还真是没救了 林涵不再说话 谢东来这种想法 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 完全没救了 也没有拯救的意义 杀 他展开仙魔剑 雷霆剑法展开 四周的冥界高手 莫不被他斩飞 根本不是议和之敌 清晨竟强者不出 那么便是日月境大圆满 都要忌惮一下 手持仙魔剑的林涵 当然 若是在大圆满的基础 还能跃个三四星的战力 那还是可以碾压林涵的 比如谢东来 他挥刀斩几中 林涵可不敢应接 而是展开摘星不躲闪 反正这里冥界的战士多 让他们来挡好了 两人在冥界阵营中拼杀良久 这渐渐吸引了冥界强者的注意 一道神石扫过 林涵和谢东来 都有一种浑身发寒的感觉 区区日月境而已 居然也敢杀到这里来 一只大手从天而降 向着缠斗中的林涵和谢东来拍去 大手上浮动着诸天星辰 仿佛整个天穷都是压了下来 星辰竟强者 谢东来脸色巨变 他再顾不得眼前看着林涵去死 这是自己逃命要紧 他连忙取出一张神符 往身上一拍 顿时金光流转 将他团团包裹了起来 回到谢家之后 他又求来了一张保命符 咻 他立刻化成了一道金光 向着天雨冲去 还想走 林涵早有预料 以身为功 终极一箭发动 咻 一箭飞出 向着谢东来脊椎而去 恒河镜的手段太惊人了 哪怕只是随手制的一张神符 也拥有大威能 只是灭龙星辰剑的话 肯定是追不上的 因此林涵直接祭出了终极一箭 将体内的力量 在一瞬间 倾泻了出去 剑光奇快 只见一道血迹剑起 谢东来发出惨叫 竟是从天空中跌落下来 难以想象 日月境大圆满 而且还是四星天才 居然被一个终极位 一箭射伤了 可谁让谢东来情急之下 只想着逃命呢 而且既出了神符 总以为万无一失了 心里自然放松 哪里会想到 有这么神来一箭呢 不过 也正是谢东来的实力足够强 神符卷着他飞得足够快 否则这一箭 绝不是打伤而已 而是直接将他震碎成骗子了 有意思 那只大手一把捞过 将谢东来抓住 然后一个回荡 又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林涵现在力量尽失 甚至不能维持大人状态 扑的一下化成了婴儿 他哪敢应接 咻的一下 进入了黑塔之中 不恢复力量 他出来也没用 大手捞了个空 一道人影紧跟着出现 那是一个灰衣男人 体型长相都很正常 可胡须居然是一根根肉条 还在蠕动着 让人不寒而栗 谢东来正被他拎在了手里 只是已经失去了知觉 四肢搭了着 血流个不止 要是他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打死他都不会孤军深入 自己都是搭了进去 人哪 肉须强者目光扫过 露出了亚然之色 这林涵居然消失不见了 去去日月静的小人物 居然能够让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消失无踪 有意思 他又说了一句 神意张开 要将林涵找出来 林涵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死在他手里的明界高手以百计 而现在他更是力量全尸 想要杀敌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 他现在肯定被那肉须强者盯上了 再加上更早之前遇到的白衣强者 两大新陈镜强者都想将他抓出来 暂时还是不要现身的好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紫月神女曾其承诺 要代为照福天凤神女 这样的强者一言九鼎 所以林涵并不担心乱战之中 会让天凤神女遭劫 毕竟凶婆娘也是顶尖高手 星辰镜不出 根本没有人治得住他 林涵开始恢复力量 身边一堆真元石 在黑塔之中 他可以很疯狂 呜 他全身毛孔张开 一直吸收着真元石的力量 干涸的丹田立刻变得蜂窝起来 只是半个时辰后 他的原力便禁付 而体力的恢复则是被动的 速度非常快 赶在原力之前 就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他在黑塔中看 只见那肉须强者并没有走远 奥力在上方 神意铺张 显然还在寻找着他的下落 靠 阴魂不散 林涵索性练起了丹来 这闲着也是闲着 不能浪费了时间 一天之后 他也练好了一炉四阶丹药 然后再看看情况 只见战斗已经结束 双方都是撤退 丢下了无数的尸体 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些可都是神尸 神血 若非这里的规则太过古怪 绝对可以孕育出一株神药来 他出了黑塔 赶回军营之中 这一仗 让神界损失惨重 三大军团加上散兵 原本有七十万人左右 后来又有大量的援兵到达 总兵数达到了一百三十万左右 不过 整体实力 却不过与冥界相仿 因为冥界随便一个兵 就是日月境级别 而这一场战斗之后 神界的军队人数 一下子降到了八十万左右 战死的大部分是山河境 日月境也不在少数 甚至星辰境 都是陨落了三尊 这震动了整个云顶星 甚至有人建议 向星域内的其他星球求助 这个建议立刻被否定了 一来跨星域来上一趟 至少也是一两个月的实情 耗时太久 二来 请神容易 送神难 领土是各个势力最看重的 若是占领了一块土地 那就能运用国势 将整治军队的实力 提升一大截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两大帝朝 都是不愿有第三个帝朝 踏上云顶星 而目前的情况 还远远没有达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两大帝朝 完全顶得住 有消息回报 明界一直在两届战场中 寻找着什么 这让众人更加坚信 明界不是为了 占领云顶星而来 而是为了这里的宝藏 而另一个消息 谢东来居然还没死 被当成了人质 让谢家付出大量的 真元石去赎人 林涵亚然 这家伙的命也太大了吧 这都没挂 想想 当时谢东来 用了一张神符逃命 被他轰落 然后被明界强者拿下 大概那明界强者 也是看到了 谢东来使用神符 认为他必然大有身份 才会想到 拿下他当成的货物 林涵现在成了 他所在的那支军队 不多的幸存者 终于还是有十来个人 逃出了重围 而一个个都是将 谢东来骂死 若非这家伙一意孤行 又怎么可能让他们 陷入险境 差点全军覆没呢 不过 谢家的人 显然很擅长攻关 立刻有相反的舆论出现 认为谢东来是名勇者 能人所不能 一兴杀敌 更是为了殿后 为其他人赢得生机 不惜站到最后 身陷敌赢 这被俘虏当成了人质 也能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也就谢家这样的大势力 才能如此不要脸 不要皮了 可谢家发声 谁又敢有相反的声音呢 谢东来便成了英雄 而英雄当然不能随便牺牲了 谢家表示同意明界的条件 拿出大把真元石 将谢东来赎了回去 只是谢家 将谢东来塑造成英雄是一回事 家族内部怎么想的 则是另一回事 这次让他们大出血 谢家又岂会没有惩罚 谢东来被第一时间召回了家族 至于要怎么处置 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林涵感慨 这都没能弄死谢东来 那家伙难道是属蟑螂的 可他却不知道 谢东来对他更是恨到了骨子里 原本应该万无一失的计谋 却是在林涵手里折了 还害得自己在谢家的地位 一落千丈 从此成为闲置人员也不一定 两支军队对峙 时不时便会爆发大战 而当时间来到两个月之后时 冥界突然有了明确的目标 开始对紫月军发动疯狂的进攻 三大军团虽然联合作战 但显然不可能打乱了混边 因此冥界的攻击目标就非常清晰 他们就是盯着紫月军打 为了证明这一点 三大军团还特意分散了一些 结果就更加明显了 难道明界这些崽子们 想要神界的女人 而且还是大量 一时之间 众人猜测纷纷 有一种说法极有市场 便是明界要这些女人 是为了生下同时拥有 明界神界血统的后代 这些人将拥有 适应两界规则的能力 若干年后 这些人打回来 将能轻易渗透进神界 给予神界致命一击 这个说法挺吓人的 听一听也很合理 但再想想 破绽百出 先不说要为此准备多少年 这些女人进入明界后 会被慢慢同化 也就第一批生出来的孩子 将拥有同时容纳两界规则的能力 而且还得一直待在两界战场中 不然肯定会被明界的规则同化掉 就那么一批人 又能涌现出多少天才来 不是天才的话 那混进神界又能产生多少破坏力 而且 明界就真的能够相信这些新生儿 拿出全部资源进行培养吗 至少林涵绝不相信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紫月军中有一只小兽 而那只小兽偏偏来自明界 这么巧 明界大军死死盯着紫月军打 如果是为了那只小兽呢 虽然不可思议 那只小兽仅仅只会卖萌而已 可世上有那么巧的事情吗 这只小兽出现没有多久 明界就大举入侵了 而且目标只指紫月军 抛除一切不可能 那么 无论结果如何的不可思议 那就是真相 那只小兽不简单 居然可以让明界出动那么大的阵仗 死了无数的人命 为什么不明言 直接让神界将小兽放出来呢 很简单 一旦让神界意识到小兽的非凡 那一定会其祸可居 到时候要付出的代价 就不只是死上这么多人 可能要更多更多 林涵不由震惊 小兽究竟得多么重要 才会让明界不惜如此代价还要夺回 虽然这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 但他有着很大的信心 这就是明界入侵的真相 其他不管是宝藏 掠掠女人的说法 都是不靠谱 但是 这样疯狂的说法 又有谁会相信他呢 区区一只山河镜的小兽 能够引动这么一场大战 真是天大的玩笑 林涵想要去通知紫月神女 但想想更加不妥 按他的看法 就是将小兽送回明界去 那么明界自然会退兵 哪怕他猜错了 也不差一头人畜无害的小兽 但紫月神女相信了他的说法 却要用小兽威胁明界什么呢 那可能让战争的规模升级 这样的猜测来自于明界 始终没有透露他们要寻找什么 就是不想让小兽成为把柄 甚至让有些人极端化 将小兽杀害 拿小兽去威胁对方 极可能起到反效果 让明界疯狂暴走 林涵决定私下行动 找到天凤神女 两人一起将小兽送回明界 结束这场战争 否则只会让更多的人流血 丧命 因为他们这个军营死伤惨重 事已暂时也没有任务给他们 也没有将他们编进其他的散兵营 给了他们相当的自由 林涵轻轻松松就离开了营地 来到了紫月军前 但紫月军他就进不了 这里军纪严明 哪怕林涵有紫月神女赐予的令符都没用 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 好在林涵现在也在紫月军中混了个脸熟 恰好遇到了当初的一群小姑娘 让他们去通知天凤神女 过了一会儿 天凤神女便出现了 他抱着小兽 但让林涵惊讶的是 小兽的身上居然没有再出现 一丁点的邪恶气息 好像就是神界土生土长的妖兽 若非林涵亲眼所见 他绝对不会怀疑这小家伙 是来自冥界的 这更加坚持了林涵的猜测 小兽不凡 出了什么事 天凤神女问道 林涵点点头 以神识传念 将自己的分析和猜测 告诉了对方 天凤神女先是震惊 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他并没有直指林涵胡思乱想 而是道 你确定 至少有八成的把握 林涵点头 走 天凤神女显然对林涵无比的信任 既然林涵说有把握 他就选择了相信林涵 两人离开营地 向着两届战场深处行去 绕过了冥界的封锁线 毕竟这地方太大 冥界也不可能将此地完全封锁 天凤神女可以有限地离开营地 但时间不能太长 否则会被当成逃兵 而林涵若飞所在的军队 已经形同虚设了 他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你先回去吧 我把这家伙送去冥界 林涵说道 天凤神女满是担心 在神界生灵的眼里 冥界那就是最最危险的地方 到处都是吃人的恶魔 而且林涵虽然天赋卓越 可毕竟只是日月境中极位 现在冥界大举入侵 强者无数 这前去冥界会有多危险 冯心 你忘了我还有黑塔吗 林涵笑道 竟然知道还有一个仙玉 黑塔更是仙气级别 若是真个发威 连圣人照样都能镇死 只是如此一来 仙玉肯定要被惊动 会有真正的无上大能 前来寻找黑塔 到时候林涵就算躲进黑塔中 都可能要遭殃 因此 黑塔能不用的话 还是尽量不要用 天凤神女想了半天 还是将小兽交给了林涵 这可把小兽急得乱叫 也不知道是舍不得离开天凤神女 还是生怕被林涵宰了炖汤 林涵可由不得这小兽撒娇 一把抓起之后身形极略 现在两界的人都是在前线对峙 这里反倒没什么人 林涵很轻松便失入到了两界战场的中心区域 这里变成了混沌一片 空间无比的混乱 因为这是两个世界的联通点 方向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林涵坚定地走着 在这里 两界规则发生了最严重的撞击 纷纷化为了虚无 因此在这里是不可能调用天地规则的 力量成了唯一的战力要素 但往前去 规则复现 而在林涵面前 也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空间 其实也是一片星雨 可林涵就是有种感觉 与神界的星空格格不入 这是规则的变化 林涵心念一动 属于魔主的气息生腾 笼罩了他全身 现在任谁看到他都会以为他是明界中人 那种气息与明界生灵完全不同 小兽也发生着变化 散发出了明界特有的气息 果然如变色龙一般 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林涵吃惊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 怎的如此古怪 小兽对着林涵张牙舞爪 似乎在脑袋上 让自己与天凤神女离开 喂喂喂 那是我媳妇 该吃醋的是我才对 林涵笑道 一道人影漠然浮现 林涵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是怎么出现的 好像原本就在这里 只是林涵一直没有发现罢了 这是一个昂长三丈的魁梧男子 浑身的肌肉如同岩石般高高鼓起 散发出可怕的力量感 只是微微一动 空气都是被炸裂 很好 很好 小主终于找回来了 这名男子大笑露出欣慰之色 他伸手一抓 小兽就落进了他的手掌中 他冲着林涵点点头 小子 你立了大功 本座要立刻带小主回去 来不及奖励你 这样吧 这个信物你拿着 自己来乱魔功领赏 他丢出一块银色的牌子给林涵 然后大步一迈 瞬间便消失在了远方 林涵这才松了口气 在对方的实打实的气息压制下 他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 横河镜 果然 冥界的目标是小兽 而且 连横河进强者都要称一声小主 这是小主人的意思吗 难怪他们要发动战争 小兽的身份太重要了 冥界退兵了 正如这场战争发动的莫名其妙一样 结束的也是无比的突兀 可战争结束 自然人人欢欣雀跃 又岂会在乎为什么 当林涵返回的时候 便看到一对对的冥界士兵回归 而他因为笼罩着魔主的气息 被冥界的人当成了同类 丝毫没有对他升起怀疑 他没有躲让 就那么大大咧咧的前行 反正战争结束 一切回到原来的诡计上 该在这里历练的 还是会在这里历练 该寻界灵时的依然在寻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联合出品 恐怕大部分的民界士兵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动 这样一场战争 否则难免人多口杂 泄露了秘密 真正知道为什么的 仅仅限于发动这场战争的 冥界高层 怎么也得是星辰晋级别 林涵想到 冥界刚刚入侵的时候 那名白衣强者就曾说过 要问他一个问题 而不管结果如何 都会干掉他 现在想想 应该就是问他 有没有见过小兽了 如果当时就问清楚的话 也许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战争 死了那么多人 林涵摇了摇头 太多太多的人 都是打了一场稀里糊涂的仗 他回到军营 只见所有人都是在振臂欢呼 尤其是底层的人 一个个都是兴奋莫名 战争无情 在战斗中 最最容易挂掉的 当然是实力低微的人 他们可是随时将脑袋 都是拴在了裤腰带上 甚至连遗书都是写好了 万一战死 就让人带回老家去 现在战争突然结束 人人都有种死里逃生的庆幸 但大军还没有解散 因为并不能确定 冥界是不是紧紧做一个样子 待他们放松警惕之后 杀个回马枪 林涵却是知道 冥界不可能再杀回来了 也就是和以前一样 大家在两届战场的一头 互相对峙 我防被你杀过来 你防被我杀过去 所有的一切 居然是为了一头小兽 哪怕林涵现在吐露真相 应该也绝没有一个人相信 除了天凤省女 正因为冥界退兵退的莫名其妙 大家都在传 冥界已经获得了 他们正在寻找的宝藏 开启之后 拿回冥界去研究了 这个说法很有市场 有些极端分子甚至说要反攻冥界 夺回宝藏 贪心的人很多 但支持的人却是寥寥 杀尽冥界 那就要在冥界的天地规则下战斗 越是深入战力 就越是锐减 那也太危险了 要知道了 冥界又不是没有创世境 横河境 高手同样如云 而且抵抗冥界入侵 那是所有人的供职 一之所在 不容推辞 可说到要反攻冥界的话 那就不可能是强迫性的 等云顶星的武力值极其强大之后 才会膨胀到入侵冥界 因此反攻也只是说说而已 大部分人认为 云顶星的武道层次 还不足以碾压冥界 反攻只会大伤元气 又是十天之后 紫月军 长风军 罗汉军 各回营地 散兵解散 而前来增援的部队 也是打到回府 这场两界大战 终于宣告结束 就算是无数年后 神界还是有无数的人不解 当初冥界 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 白白让双方 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只有寥寥几人知道 这恐怕是因为 一头小兽的顽皮爱丸 误闯进了两界战场 而若非小兽 遇到的是天凤神女 只是林涵一个人的话 估计已经被宰掉 做成大餐了 那么 明界将疯狂 报复之下 毁掉整个云顶心 都不是没有不可能 林涵擦了把冷汗 心到 贪吃吃死一个星球 那是不是算是 吃货的最高境界呢 天凤神女 作为一名军人 有服役的实现 差不多还要两年 刚好是两界天交会的时候 因此 林涵也不急着离开这里 继续在两界战场中 寻找着戒灵石 不过 武宗同样也恢复了 对他的追杀 话说 这次冥界 神界 死了几十万武者 而贪到具体门派的话 那武宗 绝对是最受损失惨重的 因为他们几乎把所有日月境 都是出动到了这里 又不能当逃兵 全部都上了战场 人数一多 死的人自然也多了 让武宗的高层 都是在泣血 太他妈的亏了 可林涵 又不能不杀 剩余的人 依然在到处寻找着 林涵的下落 不断地展开追杀 原本武宗 一共出动了将近两千人 全是日月境 可现在这数字 已经锐减到了一千一 大部分死在了 之前的战争中 少数则是被林涵干掉的 武宗又调来了 好几名强者 既是大圆满巅峰的存在 甚至还是两星以上的天才 只是这样的天才 武宗也没有多少个 否则林涵就要头大了 在一次摆脱了追兵后 林涵进入了黑塔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鲜艳断身 又能进行了 林涵憋着一口气 毅然投进了红炉之中 三天之后 他的身体从无到有 变成了差不多一岁多点的模样 进步很快 小塔由衷地说道 很难得没有嘲讽林涵 而是给予了赞扬 林涵微笑 他是太渴望强大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连带着对于不灭天惊的领悟 也是快了许多 在浴火重生这一环上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扶了一颗狂野血灵丹 开始在轮回树下闭关 这一次 他不打算出去了 老师被武宗追杀 这太不爽太不爽了 他要一口气冲上 能够碾压武宗最强者的地步 出出这口恶气 三天后 他炼化了狂野血灵丹 修为迈进了中级位巅峰 积累几年 他要冲击大级位 轮回树下 天以年计 岁月如梭 可林涵还是用了四十三天的时间 才获得了足够的积淀 出黑塔 渡天结 这反倒是小事一桩 他主动碎掉神骨 提升体魄 并观摩天结 化成本身的领悟 他抬起右手 有一道可怕的雷光涌动 而在掌心上赫然有雷色的神纹在发光 这神文看似一道闪电 可仔细看的话 又似乎包含着数以亿计的文字 一看之下 就会让人晕头转向 这就是观摩天结而得来的五道意志 以神文的形式 句话出来 只有林涵可以看懂 因为这就是他的领悟 而其他人的话 看久的只会吐血 便是圣人也无法参悟 这是独属于林涵的法 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林涵大喜 之前他虽然也能散发天威 运用天结之力 但并没有形成神文 也就是领悟不足 还无法形成独立的战力 他一挥手 一道闪电批出 将前方的一座高山 生生批成了虚无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林涵现在成了天结的化身 拥有施展天结的能力 只是他的天结之威 当然不能与天地相比 可比起其他的雷修来说 却又强大了许多倍 继续闭关 这次我要冲上大圆满 林涵下了狠心 只要达到大圆满 以他的战力之强 便能横扫武宗 任何一名强者 他开始闭关 轮回树下参悟 实在是无聊了 就炼制一下丹药 反正八阶丹药 极耗时间 炼一次就要半个月 不用炼几次 就是三个月过去了 先咽断身 浮食狂野血灵丹 然后参悟 参悟再参悟 一黄眼 一年悄然而过 林涵终于迈进了大圆满 这意味着 他的体魄 达到了八阶神铁网上 九阶差点的层次 光是这样的防御力 就让他在日月境中几乎无敌 而他现在也能在鲜艳断身后 恢复到四五岁的模样 这进步非常惊人 连小塔都是嘖嘖称赞 认为黑塔之主复生 也不可能比林涵做得更好 这样林涵受宠若惊 他居然可以和黑塔原主人相比了 你多想了 圣尊是创立不灭天经的奇人 而创造一门绝世天经 自然是磕磕绊绊 不可能一蹴而就 否则 以圣尊的天资 最多被鲜艳焚练 十次就能达到小城的地步 小塔又打击林涵 去 林涵比了下终止 这傲娇塔就是喜欢和他作对 不过 终于达到大圆满了 该是他出恶气的时候 而且他现在也能镇压天赋神女了 哈哈哈哈 兄婆娘 等着瞧吧 林涵稳固一下境界后 开始大摇大摆地回狼牙城 他捡到了许多戒灵石 还练了不少丹药 都可以拿出去卖掉 换来神铁提升仙魔剑的品质 这被他放到了第一位 他一路招摇 果不其然让武宗的人发现了 很快 一张包围网形成 高手分支踏来 将他团团围困 好小子 居然还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出现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 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一下 一名男子仗剑而出 散发出惊人的剑意 这是一尊天剑弓的巨拨 名为寒风 早在百万年前就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巅峰 本身又是四星天才 在经过百万年的积淀 虽然修为没有再进一步 可战力却是又提升了许多许多 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就是谁能接得住寒风一剑 那么在日月境中可以称一声强者 足以列进前百 这当然有些夸张 毕竟这世上还有修出极境的真正天才 但这样的天才 又与寒风没什么交集 不可能切磋交手 因此寒风的名气 在日月境中极大极大 连这样的王牌高手都是出动了 可见武宗铁了心 要干掉临寒 不只是寒风 他有巨刀宗的浅义 云凤宗的西花公主 青雷宗的上官巧 帝龙宗的铁乌鸦 皆是不比寒风若上多少的存在 属于每一宗真正不动如山的大人物 可现在 这些大人物居然全都出现了 凌寒消失的越久 武宗就越是慌 这小子的实力 一日千里 鬼知道让他沉寂个十年八年的 再出现是不是已经为大圆满的强者了 大圆满 上官巧皱了皱眉 他已经是一名老玉 但满是皱纹的脸上 依然可以看出美丽的轮廓 可见当年必然是一个祸水级的角色 只是时光不饶人 再美的红颜都有老去的一天 武宗差不多百来人都是露出了忌惮之色 他们就担心 凌寒消失之后再现便踏进了大圆满 而这样的担心 现在却变成了现实 时间还短的让他们无法接受 仅仅只是一年而已 在军营看到凌寒的时候 他还只是终极为后期啊 那又如何 韩风傲然说道 他有无敌的信念 手中神剑可展任何一个日月镜 不错 这次我们不但出动了最强者 而且还带了几件至宝神器 难道还不能将此子震杀 西花公主冷然说道 他当年也是一个美人 可惜现在和上官巧一样 满脸全是皱纹 不复青春 各位 先让本作来打个头阵吧 韩风好战 上官巧四人互相看看 都是点了点头 韩风在武宗也是号称第一高手 战力确实无双 当然 战力高并不代表生死恶战 也一定可以活到最后 在这一点上 四人都是极有信心 自己才将是最终活下来的人 韩风大步而出 手中持剑 浑身则是释放着剑翼 化成了十指 嗡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圈的剑 形成了一个圆 皆是剑尖向外 然后又形成了第二个圈 第三个圈 瞬间就是几百个圈形成 凝着上万道剑影 附近有许多武宗的弟子 立刻吐血 哪怕是日月镜又如何 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建议 韩风能够被称为武宗日月镜第一人 这可不是吹出来的 林涵 双手附在身后 毫不在意 别说他现在的战力 已经不比对方差上多少 光是他的体魄之强 就决定了 韩风 根本伤不了他一根头发 如果对方修到了日月极静 甚至巅峰 那么林涵就要皱一下眉 毕竟这可是能够媲美 星辰境的战力 诶 这不是林兄吗 一声大笑 只见一名白衣人排众而出 脸上还蒙着一块布 将他耳鼻口眼发 都是遮得严严实实 看他这么轻松地走过来 不知道的人 还要以为他是武宗的人 可武宗的人却是吓尿了 因为此人走过来 带着无上的气势 他们根本挡不住 不对 不是挡不住 而是完全没法挡 只觉在对方面前 自己弱小的像是一只蚂蚁 吴灭兄 林涵哈哈大笑 目光扫过 立刻道 恭喜吴灭兄 终于再跨出了一步 对方达到日月竟极尽巅峰 其实 林涵并不能看破 无面的修为 但对方之前自称是 极尽后期 然后又去闭关 冲击极尽巅峰 现在人跑出来了 气息又强大了一大截 那说明对方肯定是成功了 不是极尽巅峰 又是什么 武宗的人又惊又怒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外人出现 而且看上去还是林涵的朋友 而此人似乎很强很强 无面笑了笑 与灵兄讨论一番 给了我足够的感悟 哈哈哈哈 灵兄 可有时间 我们再讨论一番 他兴致勃勃 完全没将四周的武宗人马 放在眼里 事实上 他也确实有这样的资格 都已经修到了极尽巅峰 他就相当于一尊星辰镜强者 星辰镜强者会在乎日月镜吗 再多的数量 也不可能弥补大境界这道天欠 林涵微微一笑 无面兄请先在一边等着 容我将这些人解决了 我帮你 无面目光扫过 显得轻松无比 不用 林涵摇了摇头 好吧 无面点点头 走到一边坐下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寒风诸人都是大怒 可无面虽然没有险山露水 但还是可以看出实力强悍的惊人 因此 既然他没有加入战斗 那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现在的重点是干掉林涵 去除武宗一个心腹之患 守死 韩风率先出手 一箭扬动中 呜 身后的剑圈 齐齐炸开 万道剑影 皆是向着林涵狂射而去 无面不有点头 此人的实力不弱 虽然力量仅是四行 可剑术极高 若只是刚刚修出日月极静的话 未必是他的对手 修出极静都未必是寒风的对手 这可是一句极高的评价 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 境界并不代表战力 万千剑影对着林涵狂轰而去 每一道剑影都拥有轰杀日月镜 大圆满的威能 这万千剑影汇聚而来的一击 便是无面这样的王者 都是不敢硬吃 必须招架或是闪躲 老牌强者绝非浪得虚名 林涵却是将右手提起 凝成了拳头 然后轰了过去 剑影打在林涵的拳头上 溅起了无数的光滑 好像一场华丽的烟花 每一剑扫过 林涵的身形都是被微微推动着 向后退了一些 当万千剑影齐齐扫过之后 林涵也退了差不多一百步的样子 可仅此而已 他的拳头上甚至连皮都没有破开 这 武宗的人傻眼了 只以杀伤力而言 剑修绝对是同阶之中的佼佼者 而韩风更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素有无敌之名 可他的权力一剑 居然被林涵轻描淡写的一拳就挡了下来 这让谁能不目瞪口呆 逆天了 这个小世界的剑影简直逆天了 林涵甩甩手 笑道 不错 还算有点实力 有些些疼 只是有些些疼 武宗的人都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至少韩风这一剑 还是让林涵感觉到了疼 可也只是疼而已 连破掉块皮都是没能做到 无面则是扶掌大笑 原来林涵的体魄还能随着境界提升 真是不得了了 估计我得全力出手才能够轰破林涵的防御了 众人都是骇然 韩风全力一剑 连林涵的皮都没有破开 可此人却说能够斩破林涵的防御 这是吹嘘还是实话 如果是实话 那太可怕了 这么一个人就在边上看着 随时可能替林涵出手 放心 我不会出手 无面笑道 你们这些渣渣 林兄一个人就能解决了 靠 听他这么说 武宗的人都是对他起了沸腾的杀意 若非忌惮他的实力强大 现在肯定已经有好些人冲上去出手了 在武宗的地界上 他们也向来是横行惯了的 韩风深深的吸了口气 本座从来没有服过人 但小子 你虽然是本座必然要斩掉的人 但本座还是得对你写个福字 能够在开天的短短十年内 修到这样的境界 还拥有这样的战力 确实过人 不用这么假惺惺 林涵冷然道 我的战力是自己练出来的 你呢 怕是有一大半 要归功于一戒丹吧 老狗 今天我就斩你的人头 用来祭奠 亿亿万万枉死的生灵 嗯 无蔑发出一声冷哼 向着韩风盯了过去 他显然知道一戒丹 三个字代表着什么 韩风杀气如斥 死到临头 还要多嘴 该死一百次 他对着眉心一点 嗡 眉心竟是裂开 飞出了四把神剑 每一神剑 都是悬浮在他的身周 散发出丝毫不弱于他的气息 人气合一 他手中的神器 并没有融合他的日月 只是一件普通的神兵 照理来说 人气合一固然能提升战力 但武者本身 肯定是要受到削弱的 毕竟是把日月分割了出去 可韩风明明将四轮日月 都是融进了神器中 本身的实力 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强横无比 一戒丹 林涵在心中说道 这肯定是一戒丹带来的好处 炼化亿万生灵而成的丹药 又岂是提升修为静静那么简单 他也是杀气沸腾 靠一戒丹达到同阶无敌 这样的所谓强者让他唾弃 该死的人是你 林涵怒吼 挥拳向着韩风打去 呜 他直接扬动天威 散发着我主天下的无上霸气 这不是王者的气势 而是超越了王者 你再王者 也得趋于这片星空之下 可林涵直接就代表了这一方的天地意志 韩风顿时战力锐减 林涵的天威 原本可以削弱对手一个星级的战力 但随着他的天威终是小成 这个削弱的幅度便达到了二星 双方差了三个小小境界 韩风又是四星天才 再加上剑修 一戒丹带来的提升 他的真实战力应该能够越五星 而林涵则是六星天才 算上三个小小境界的差距 他要比对方弱了两星的战力 可天威一出 这两星的差距便消失了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 林涵咆哮如雷 向着韩风一拳拳地怒轰 拳头上交织着雷霆之力 破坏力无比可怕 他一人独占韩风的四把神剑 还有韩风的本体 五大个体的战力都是差不多 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能横扫整个日月景 但在林涵的面前 却是半点上风都没有占到 武宗的人都是脸皮抽搐 韩风可是武宗的第一高手 经过了时间和岁月的检验 便是在大赤阳帝朝中 提到日月景高手 韩风便一定会拿出来说 可现在 他却无法战胜一个 刚刚跨境大圆满的新人 每个人都是不寒而栗 难道横跨了无数岁月的五大宗门 真有一天要毁在林涵的手里 林涵怒到发狂 一想到万年之前 自己曾经认识的人 都被当作了材料 炼成了一戒丹 便让他杀气如废 而此人便是武宗真正的掌权者 推动一戒丹炼制的罪魁祸首之一 杀 他的身上有一道道神闻绽放 五道意志贯通全身 绽放出无尽的威能 韩风骇然 他的战力确实不输对方 可这个年轻人简直变态 他的剑斩过去 居然半点都不能伤到对方 最多就是将衣物削得片片碎碎而已 这怎么玩 他的原力是有限的 当力量耗尽之后呢 对方还有可怕的体魄 根本不用担心 而他说不定来个山河镜 便能斩掉了生机 这样他生起了强烈的巨翼 一起上 上官巧四人显然也看了出来 这时候谁还会讲究什么单打独斗 纷纷祭出了神兵 展开了围攻 灵兄 无面轻声问道 不用 我能解决 灵涵自信满满地说道 好狂的小子 送你下地狱 西花公主哼道 身后张开两片长达百丈的凤翼 但仔细看的话 凤翼上的毛色有些脖杂 而燃烧的神艳也不够纯粹 果然 血脉远远不及天凤神女 这句话应该是我送给你们 灵涵长笑一声 战力全开 九条真龙雏形在他的身中舞动 体力与原力在净身肉脖中可以完美的结合 因为不需要什么技法 就是砸 这样的战斗风格简单 粗暴 但威力却是奇大 啪啪啪 五大强者联手又如何 反倒被林涵压制 节节后退 他的体魄实在是太强大了 让他可以只攻不守 这只有他打人的份 那对方实力再强也遭不住啊 这再强大的防守也会有漏洞 而一旦出现漏洞 那就是致命的 啪 林涵一拳砸在铁乌鸦的脸上 直接轰飞他半张脸 连神魂都是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铁乌鸦闷哼 连连后退 要脱离战团疗伤 林涵又岂会让他如愿 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一指 杀 他追击盯着潜无牙打 祭神器 韩风连忙叫道 边上每十名武宗弟子一组 祭出了五件神器 分别是一把剑 一口刀 一面镜子 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 呜 神兵吸收了大把的力量 那五十名武宗弟子顿时尾顿于地 各个脸色苍白 好像大病了一场 而五件神器却是复苏的过来 散发出恐怖的凶器 无面震惊 道 林兄 这五件神兵的威能 应该都跨进了日月极境 至少也是中期的样子 你确定不需要我出手吗 他若出手 自然能够轻松搞定 但这一回 他就不怎么看好林涵了 不需要 林涵豪情万丈 他对自己的体魄有信心 对不灭天津则更有信心 哪怕真的被破开了体魄 也能立刻恢复过来 强大的防御不可怕 强大的防御再加上逆天的恢复能力 这才让人绝望 五件神兵发威 这可不是八阶神器那么简单 而是在此之上更进了一步 不知道被五宗历代强者淬炼了多少年 加入了多少真料 威力确实可怕 这相当于五名修出极境的强者 而且达到了极境中期 更关键的是 神器可不会受天威的影响 林涵暗暗点头 没有草率的去推五宗大本营 果然是明智之举 因为像这样的老牌势力 肯定还有护山大阵 再加上这样的神兵 便是修出了极境 都不一定拿得下来 毕竟有百万年 甚至千万年的积累 瘦死的骆驼 那也要比马大 他祭出了仙魔剑 剑气冲天 神器与神器展开了激烈的碰撞 仙魔剑的品质并不高 却是随林涵一起经历了天节的淬炼 威势自然更上层楼 再加上本就有成为仙精的底蕴 这绝对不输八战神器 否则也不可能让无面 当初一剑就心动 提出要让林涵割爱了 剑气纵横 林涵强势反扑 但五大极尽强者联手镇压 林涵终是捉襟剑肘 再不能继续追杀铁乌鸭 让他逃到一边 取出丹药狂磕 虽然暂时是将林涵压制了 可五宗的人都是心胆俱寒 出动了五剑至高神兵 也不过如此 而林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不说极境 他至少还能提升三个小小境界 达到大圆满巅峰 关键的是 谁能保证林涵不会迈进星辰境 到时候 五宗真的只能等死了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此子镇杀 寒风立声道 错过这次机会的话 那也许真的没有下次了 一起异动阻弃 五大强者不再出手 他们可比不上那五剑神兵 上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不如专心异动这五剑神兵 使之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能 只是这五剑神兵固然强大 可要使之复苏 运转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之前便把五十名弟子力量吸得干净 直接让他们趴下了 想要镇压林涵 这自然需要神兵全力发威 但持续不了多久 五剑神兵便显出了颓势 毕竟这五剑神兵传承了太久的时代 其中的神文有些已经磨灭了 虽然勉强还能保持威力 但持久性却是大大的不如全盛时期 都给本座拼命 韩风让五宗的弟子轮番向五大神兵注入力量 以让神兵可以继续运转 可人力有限 被吸干了力量还没有恢复 却又要再次抽取 这怎么抽得过来 那原力不够 就用精血来补 这下 五宗弟子就不只是脸色发白那么简单了 而在被吸走生命精华 直接伤了寿元以及日后的进步之路 若非万不得已 韩风他们也不愿这样自损八百 可谁让林涵太可怕了 若是这次不将他斩杀 那五宗就要等着被他推平了 所以 就算这里一百多号弟子 全部死在这里 也要涌出后患 五大神兵全力压制之下 林涵果然伤痕累累 不但浑身浴血 甚至连神骨都是出现了裂痕 一块块的碎掉 毕竟 他的体魄 还没有挺进到九阶神铁的层次 五宗的人都是大喜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后 终于可以斩掉这个大敌了 无面不解 都到了这个份上 林涵怎么还不求助 最多几个呼吸的时间 林涵肯定要死 五宗的人同样憋着呼吸 他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几乎人人都是被消了几万年的寿源 等的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死 去死吧 五剑神兵齐齐砸落 急进中期的战力 太可怕了 神光乱舞 直接将林涵淹没 好 终于干掉了 万岁 五宗的弟子都是欢呼 从今天之后 他们终于能够安心睡觉了 无面先是一阵 但立刻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他的神识敏锐无比 已经发现了那乱作神光之中的变化 在寒风等人的操控下 五剑神兵都是收敛了光华 各自归位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五宗的人绝望 林涵傲然而立 别说被斩成了肉渣 甚至身上的伤都是完全恢复了 如同一个没事人似的 这怎么可能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若书生 联合出品 笔书五宗的人无法接受 就是污蔑 也是十分震惊 他虽然早就知道了林涵没死 但同样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度过这必杀之局的 只能说林涵的恢复力强大的发指 瞬间就能将旧伤进去 恢复到巅峰状态 这当然是因为不灭真业了 一滴化开 林涵自然恢复如常 他展颜一笑 道 继续呀 客气什么 谁跟你客气了 五宗的弟子都是欲哭无泪 他们已经被消掉了几万年的寿源 再要催动五剑神兵的话 那是不是又要被抽取几万年的寿源 要知道 就算是日月境大圆满 也只有四百万年的寿命 而这里还有许多人 仅仅只是小集位 极限寿源也不过一百万年 这又能经得起几次折腾 继续祭气 必须斩掉这个恶子 也乌鸦在一边教导 经过紧急治疗之后 便勉强恢复了几份战力 至少一栋神兵不在话下 五宗的人都是心中吐槽 难道他们五人只要异动神兵便可 这被抽走兽源的又不是他们五个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拼命 可现在不拼命行吗 只要林寒不死 那他们就要死 而拼死林寒的话 他们只是少活几年 这总比等死好吧 拼了 这些人再次寄运神兵 以原力灌注 原力不足 就只好被抽走生机精血了 嗡 五大神兵再次绽放神光 有无敌之威 林寒愣了一声 再来一百次也没用 今天便是我替恒天大陆讨回一部分公道的日子 痴人说梦 寒风等人都是冷笑 只要五剑神兵还能运转 那林寒只能被压制 而他们就不相信了 林寒可以无限制地恢复 五剑神兵向着林寒展开了杀法 林寒主动运转不灭天经 若只是受了点小伤 那立刻便能恢复 而重伤也能变成轻伤 然后迅速抚平 在领悟了一丝浴火重生的奥妙之后 他的恢复力也变得越来越可怕 而这还不是不灭天经的全部威力 不灭天经不仅仅是恢复力强大 还有强壮体魄之效 据小塔说 当林寒领悟出混沌元寿 万化龟 金刚蚁的秘法之后 那么再主动运转不灭天经 哪怕他还是星辰静 都能抵挡圣人一击 当然 也只是一击 这一击之后 林寒肯定无力再运转不灭天经了 这也非常恐怖了 星辰静就能挡圣人一击 简直没有天理 而要领悟不灭天经的这一部分 需要林寒再提升一个大境界 跨境星辰静后 这才能打开黑塔的第五层 使五行俱全 模拟出更多的先机环境 呼呼呼 攻击如雨 五剑神兵再次发威 要将林寒震杀 可林寒却是饶有余侠地 想着别的士气 不灭天经运转之下 他浑身流转着金色的光芒 有若一尊不死的战神 他如此轻松 可五宗的人 却都是在拼命 提供着生命精华 给五剑神兵汲取 以支持这五剑神兵 可以爆发最强威能 否则只要威力稍训一些 那就根本无法对林寒造成伤害 这真是拿命在田哪 林寒冷笑 恒天大陆上的一带的生灵 便是被拿去性命 炼成了一戒丹 而面前这些人都是有份 补下一戒丹 他要这些人一点点地吐出来 战斗不断地在持续 在武宗的人看来 战斗无比地激烈 紧张 只要他们稍微松懈一下 林寒便会脱困而出 他们越来越虚弱 这神兵对他们的精血吸取 是滚血求是的 一开始很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变得越来越多 许多人都是直接被吸成了人杆 除了眼睛还能偶尔长一下的以外 简直看不出有哪里像是活人了 他们已经没有多少生命精华可以提供了 可武剑神兵却仍然是贪得无厌 在不断地索取着 哦不 其实这不是武剑神兵在索取 而是韩风武人 他们在一时武剑神兵 在韩风武人的眼里 除了自己之外 其他人都能牺牲 而只要可以干掉林寒 那就算付出上百名日月禁为代价又如何 可他们却是注定要失望 林寒又运转了一滴不灭真液 虽然效果远远不能和第一滴相比 可身上的伤还是好了大半 而武剑神兵也已经到了穷奴之末 威力是一切不如一切 韩风诸人都是绝望了 百多人都被武剑神兵吸成了人杆 可这家伙居然还是好端端的 这还怎么打 撤 他们无奈地说道 已经没有生命精华给武剑神兵吸取了 再打下去的话 完全没有意义 甚至连他们都要交代在这里 想走 林寒冷笑 打了我这么久 该轮到我了 他出手 一溅洋洞中 渐气纵横 顿时有数十名武宗弟子被剿灭了生机 事实上 哪怕林寒不出手 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 韩风武人则是驾着神兵撤退 他们的实力强大 哪怕受到天威的影响 战力也足以与林寒持平 打持久战 战到最后 那肯定是林寒赢 因为他相当于是不死之躯 可现在 他们一个劲地逃跑 林寒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 他展开摘心部确实可以追上他们 可追上了以后 韩风武人 联手抵抗 还是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那就日后杀到武宗的时候 再一起清算 林寒 你可真是不凡 无面由衷地说道 境界相当 我还真没有剩你的把握 监视过林寒那么可怕的体魄和恢复力 他居然还只是没有剩的把握 那就是有不败的信心了 显然 他肯定有惊人的底牌 能够在日月境都修出极境的 岂会是泛泛之辈 就像日月境比山河境少 星辰境比日月境少 这日月极境 当然也要比山河极境来得稀少 武道境界越高越难攀登 极境也是如此 林寒哈哈大笑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尽早与无面兄同街一战 战个痛快 无面丝毫没有觉得林寒的话 有什么夸张之处 境界越低 就越是差不起几年的修炼时间 可到了星辰境之后 那提升一个小境界 动辄几百万年 别说差了几年的修炼时间 就是一百万年 都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 像他们这样的天才 应该不需要几百万年这么久 也许几十万年 甚至几万年就够了 可他现在与林寒的境界差距 又哪需要几万年才能弥补 看来 我若是不努力修炼的话 很快就要被你赶上了 无面笑道 对了 无面兄 你是专程来参加两届天交会的 林寒问 听说云顶星有一个绝交 名为月影 我一来是想会会明界的天交 二来也想与这个月影交交手 无面说道 他顿了一下 不道 不过 能够遇见林兄 我倒是不急着去寻那月影了 像他这样的王者 到处找人挑战 为的就是找出自身修炼路上的缺点 从而真挚完美 而能够给他这样压力的 自然也只有同阶的王者 其他人远远不行 林寒的实力 虽然还逊了些 但压制境界一战 无面也没有胜算 同样可以起到魔力的作用 更关键的 他与林寒论道受到的启发 非常大 月影 林寒在心中嘀咕着 怎么这一代的年轻王者 都没有好好起名字的习惯吗 什么无面 月影 都不像是真正的名字 无面兄 我要先回一趟狼牙城 你呢 我反正没事 便与你一起好了 两人回返狼牙城 林寒拿出了大量的借零食 交给京元拍卖行 没有拍卖 而是直接出售 至于拍卖行会怎么处理 他就懒得管了 这大量当然是相对于 别人能够获得的数量而言 其实也不是很多 但一个人能够拿出这样的数量来 却是非常惊人 林寒采购了大量的神铁后 开始提升仙魔剑的品质 之前冥界入侵 林寒随着军队深入 斩杀了许多冥界高手 对方所用的兵器 当然也被他收取了 而冥界出动的可至少是日月警 因此他收缴的兵器至少也是五阶神铁所住 五阶神铁他已经用不上了 但可以卖掉换成六阶的 再加上又卖了些丹药 财富又变得非常可观 勾进了大量的六阶神铁 可惜的是 全部让仙魔剑吞噬之后 这把仙剑依然没有提升到七阶 至少还差了三分之一的样子 让林寒不由的郁闷 他与无面论道 十天之后 无面收获满满 又决定去小小的闭下关 将急进巅峰的修为彻底稳固 等两届天交会之后 他就开始冲心沉静 林寒也在城里练起了丹药来 他现在需要钱 用来换取六阶神铁 怎么也得把仙魔剑 提升到七阶才行 八阶应该是不可能了 只有一年都不到的时间了 黑塔中 那头青雁雕幼崽 也长得很大了 双翼张开 已经有一人长 而它就栖息在轮回树上 还能得一圣人的偶尔指点 显示出了非凡之态 明明只有一岁多大 却已经迈进了林海境 非常惊人 这样的战力 当然帮不了林寒什么忙 却被拿来当成姓差 往返于紫月君和狼牙城 替林寒和天凤神女传递着情书 在神界能够飞行的 还是很屌的 林寒也打算好好培养一下 这头青雁雕 日后说不定可以达到日月境 甚至星辰境的高度 跟着它这个丹道帝王混 血脉什么的 完全不是问题 炼丹成了林寒的主旋律 为了揽钱 它甚至不惜炼出狂野血灵丹来 交给金元拍卖行 替它出售 这在狼牙城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狂野血灵丹 可是被称为日月境中的圣药 直接提升一个小小境界 可以省下几万载的修炼时间 这意味着多了几万年去参悟大道 冲击更高的境界 神灵寿源修长 可时间却有无比的值钱 你要是不能在寿源干涸之前突破 那就只能等死 谁不怕死 生活越是优越的人 就越是不想死 更何况是神灵了 高高在上 弹指之间就能灭杀 无数普通的生灵 哪个不想与天地同寿 因此 狂野血灵丹 非常的受欢迎 可惜的是 一来这玩意儿炼制一次 就要半个月 而且一次只能得一颗 二来日月境的财富 毕竟不能和星辰境 横河境相比 哪怕灵寒一口气 拿出了六颗狂野血灵丹 但收入加起来 还是不如当初那块大的戒灵石 好在还有些时间 灵寒相信 应该能够在两届天交会之前 得到足够的六阶神铁 将仙魔剑提升到七阶 与五宗一战 他也明白了一点 这些传承几百万年的势力 确实有着相当的抵律 不能小瞧 因此他现在专心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因为现在情况特殊 他不需要去什么古迹冒险 只要等三个月 然后鲜艳断身 再吃狂野血灵丹 修为便蹭蹭蹭地往上窜 大圆满中期 后期 巅峰 这时两届天交会 也终于要开始了 灵寒迎来了几个好消息 第一 他终于得到了足够的六阶神铁 将仙魔剑提升到了七阶 第二 天缝神女也服完了兵役 获得了自由身 但他不会离开两届战场 因为谢家从来没有表态过 不追究他的逃婚 谢东来失宠是一回事 可居然敢削谢家的脸面 谢家又岂会善罢甘休 好在两届天交会 也是在两届战场上进行 他并不需要离开冒险 在此之后 他仍是可以待在紫月军中 等着与凌寒一起离开云顶星 这样也好 怎么说 他也是云凤踪的人 让他亲眼看到宗门被凌寒推平的话 难免怪怪的 凌寒和天缝神女出发 前往山河陵 山河陵 此次两届天交会进行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可不是人人都能进入的 相反 进入山河陵就是头一道考验 会淘汰掉太多自以为天才的人 只有真正的天交才能进入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但中年被天地规则所笼罩 无人可以踏入 便是圣人也不例外 每隔77777年 天地规则会发生改变 不再具有杀伤力 但时间只有短短的半个月 但饶是如此 也只有顶尖天才才有资格进入 这天地规则 只是不再具有杀伤力 对一般人来说 这仍是道天欠 另外 日月谷也是77777年一变 但时间则在山河陵后的 33333年 因此 两届天交会 便是山河陵中举办一次后 隔33333年后 又在日月谷举办一次 然后再隔44444年 又回到山林中 因为要数万年才能举行一次 这样的盛会 也被两届的天交非常重视 不但能够与另一届的天交争锋 也能与本届的天交会上一会 就像无面 平时没事 又怎么会来到云顶星呢 两届顶级天才的碰撞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两届的强弱 这也是两届高层都鼓励天才们 参加天交会的原因 表现出重者还能获得丰厚的奖励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说实话 灵涵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冲着奖励来的 两大帝朝联合宣布 若是有人可以替神界赢得第一 将可以奖励一块十阶神帖 从九阶开始 神帖的数量就少得可怜 灵涵想要将仙魔剑提升到仙级 那真是每一块高阶神帖都不能错过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 仙魔剑未来的胃口能够小上那么些 山河陵虽然名为陵 但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 那是一个峡谷 现在这个峡谷还被天地规则封锁 无人可以进入 再过几天 天地规则打开 天赋卓越的人便能进入 而不是顶级天才的话 便只能望洋心叹了 这条路非常难走 逞强的话 死在半路上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没剩几天了 这里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 有些是来参加天交会的 有些则有自知之明 打算在外面看看热闹 这可以吹上几百年 都是神灵吗 也不在乎风吹雨灵的 大家或坐或站 等待着时间的到来 这里的规则十分古怪 冥界与神界似乎完美地交融到了一起 无论是冥界还是神界生灵 都能完美地运转自己的法 因此在山河林 日月谷交锋 两界谁也不会吃亏 输了也没有借口好找 林涵与天凤神女相依而坐 显得非常低调 老身早就去祸害大姑娘小媳妇去了 而兔子则盯上了别人的腰包 只要藏着什么大药 那他肯定不会错过 能够盯上几天几夜 趁对方要吃的时候 下手偷袭 只有青燕雕 幼崽比较乖 便站在林涵和天凤神女的身后 时不时张开双翅 啄一下自己的羽毛 神俊非常 有一种辟匿之事 林涵给他起名叫小青 反正跟着他都是小字本的 听说这一次连杨林都会来 真的假的 什么杨林 不会吧 你连杨林都不知道 那可是汇丰星的第一天才 号称不败王者 不但是九和上任的清传弟子 据说还获得了奇遇 得了一件残缺的圣器 圣器 当然了 那杨林真是得天其运 竟有一件圣器认主 虽然是残缺的 可威力 却无比可怕 据说连星辰镜小鸡尾 都能镇压 可与中鸡尾媲美 这还是杨林的境界 仅指日月镜 一旦他迈进星辰镜的话 说不定连横和镜都能镇压 真有这样恐怖的存在 可得了一件圣器 为什么没有被强者抢夺呢 对啊 横和镜总不至于怕了他吧 噗 你们懂什么叫做圣器吗 只要圣器本身对你没兴趣 你就算是横和镜 又如何 能够降得服吗 到时候就算将杨林杀了 也只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而且还要得罪了九和上人 没错 九和上人非常可怕 据说已经是横和镜大员满巅峰 正在冲击创世景 变数整个长光星域 像这样的志强者 绝对不超过两只手之数 众人纷纷点头 除了有限几人之外 便是横和镜 也不敢对杨林出手 而拥有这样实力的 又在冲击圣道 根本不会因为一件破损的圣器 而动心 一旦他们迈过这一步 本身便能制作圣器 林涵听着 记下了这个名字 杨林 这应该是一个禁敌 与无面是一个极数的 照这么说 杨林当能力压两界天骄 封为王中王了 那也不见得 我听说白马星的千锋帝巢 也有一个超级天才 乃是当朝大帝的独女 名为云 修道不过两百年 赫然已经是日月境巅峰了 对对对对 我也听说过她 被称为云女 出道至今 大战三百七十六场 无一败计 而且每一名对手 都要比她的境界高出一大截 你们莫要忘了 我们云顶星 也有一位年轻的王者 林涵 呸 林涵是谁啊 也配在这时候拿出来 我说的年轻王者 那是蓝云帝巢的月影 月影却是能够称一声年轻王者 同代 同境界 都是没有敌手 拥 无敌之资 你们不要小看了林涵 刚才提到林涵之名的人不服气 我可是听人说过 天剑宫 地龙宗等五大宗门联手为公 却被她一个人全部杀退 当是天骄 当有她的一席之地 天剑宫那些是什么货色 连一个星辰镜强者都没有 打败他们算什么 有人不屑的道 铁器 有本事你也去打翻那五大宗门 人群中有人取笑先前说话的人 不过 众人都是摇头 像杨林 云女 月影的强大 都是众所公认的 可林涵又算什么 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星人 也许四百四十四年后的日月谷大战 她可以真正冒出头来 但现在 显然差得太远了 天凤神女站了起来 哪一个觉得林涵不够强的话 我来领教一下 天凤神女威势进展 身后张扬出两片里长的凤意 燃烧着神宴 如同一头针凤将士 散发着可怕的威势 她自然容不得别人诋毁林涵 这里可没有星辰静 普通日月静 又哪里承受得了她这样的威压 墨不瑟瑟发颤 只觉这女人只要轻轻一阵赤 就能把她们烧成了灰烬 哈哈哈哈 姑娘好强大的气势 不知在下可否领教一二呢 一声长笑中 一名年轻男子掠了过来 她看着天凤神女 眼神中充满了欣赏和战友 美女一得 可实力强制 日月静大圆满的顶级美女 便如皇冠上的珍珠 稀有无比 天凤神女没有开口 只是抬起右手 对着那名男子 无数道火焰凝结 化成了一把剑 那年轻男子笑了笑 在下荣涛 不知姑娘方明如何称呼 她虽然说要领教一二 却完全没有与天凤神女 结怨的意思 而只是想用这个借口 与天凤神女搭上话而已 天凤神女哪会理她 只是抖了抖手 意思是要打 就快点出手 那得罪了 荣涛出手 向着天凤神女杀了过去 她并没有手下留情 而是全力以赴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镇压这个角色丽人 她阅女无数 知道像天凤神女这样的女人 必然高傲无比 想要让对方清心 光是讨好是没用的 一定得先打败对方 才能让对方放下骄傲的心 天凤神女 挥动着火焰之剑迎上 她同样全力以赴 要尽快将对手拿下 以给灵寒证明 两人大战 荣涛很快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她发现对方的实力 很强 太强了 强到让她完全看不到 一丝取胜的可能 两人都是日月经大圆满巅峰 修为相当 可天凤神女是四星天才 荣涛却只是二星 差了两星的战力 这是碾压的差距 很快 荣涛便被一剑劈飞 不得不灰溜溜地跑了 天凤神女收起了火箭羽翼 淡淡道 同街一战 灵寒一招就能败我 众人都是发出惊呼 这不怕不失货 就怕货比货 荣涛已经很强了 可没几招 就败在了天凤神女的剑下 而且两人的境界相同 这符合山河灵的战斗规则 可天凤神女却是自成 她不是灵寒的一招之敌 这个灵寒真有这么强吗 至少灵寒在他们的心中 留下了印象 知道或许有一位天骄 正在冉冉升起 灵寒却是一笑 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 等我横扫了所有人 夺得第一 那比任何的话都要管用 我就是听不得 别人那样的话 天凤神女说道 颇有小女人的味道 灵寒不由心中一道 我们换个地方 让维夫来好好地 奖励你一番 天凤神女翻了个白眼 你敢 小心我揍你 灵寒黑黑笑道 你不是说 同街一战 你不是我的义和之敌吗 那是骗人的 你敢对我动手动脚 我一巴掌拍飞你 天凤神女警告道 灵寒哈哈大笑 凑在她的耳边 我说媳妇 世边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现在还真是可以 一招就镇压你了 你敢 天凤神女瞪了她一眼 可眼神却是妩媚之极 灵寒不由地心中一荡 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 至少也能轻上一口 却见前方出现了大轰动 只见一艘星船 从天而降 让附近的人 连忙纷纷让开 很快 星船的舱门打开 走下来一名年轻人 不 甚至应该说是少年 看上去只有 十六七岁的模样 但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是无比的强大 这是一名年轻的王者 一步落下 仿佛诸天星辰都在颤抖 让人心折 杨玲 有人叫出了此人的名字 声音都是颤抖的 他就是杨玲 不但舞蹈天赋惊人 而且运气逆天 得到了一件残破的盛气 连低阶星辰镜都能镇压 杨玲 我爱你 跟我一起生猴子吧 有大胆的女人 当即就表白了起来 十分疯狂 杨玲大步而行 身后则是跟着四名男女 皆是人中龙凤 散发出来的气势 同样可怕 可看他们的架势 分明是趋于杨玲之下 应该是追随者的身份 很惊人 这四名男女 绝对可以称为天骄 却居然肯屈居于杨玲之下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杨玲的强大 果然不在无面之下 林涵点头 对这个少年般的王者 做出了评价 对方肯定不可能真的如此年轻 而是应该吃了什么神果 导致看上去特别的嫩 杨玲走过 所有人都是自动让开路 别说日月境根本不敢阴其锋芒 便是星辰境强者出现 都有可能被那件残破的圣器镇压 林涵不由感慨 人家一件残破的圣器都是如此牛掰 可他拥有黑塔这样的仙气 却居然只能用来藏身保命 真是太丢人了呀 真是对不起了 小塔冷冷吐槽道 杨玲到步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尊重量级的人物出现 那是一名女子 美若天仙 不比天凤神女逊色 气质出众 有若一位王女 高贵 雍容 云女 千锋帝朝的大帝之女 即尊贵美貌 天分于一身 在她的身边 则还有一位 封神俊朗的年轻男子 两人并肩而行 显得十分亲密 不知道让多少男人羡慕的红眼 那是千锋大帝的弟子 名叫左权 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天骄 只是比起云女来 还是差了几分 不过 她胜在修炼的时间长 已经踏足星辰境了 据说 千锋大帝 有意将爱女许配给她 而看云女的模样 似乎也对这位师兄有意思 哎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怎么就没有人发现我的才能呢 你就拿凉快 拿待着去吧 云女由左权护送而来 同样是坐着一艘星船 十分华丽 上面刻满了阵纹 能够抵御星语级别的大灾难 林涵看得眼热 因为这艘星船 由大量的高阶神铁构成 要是可以拿下的话 先魔剑不说提升到八截 但往前走半步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千锋神女吃醋 忍不住在她的腰里 狠狠地拧了一把 随着一路路的天才出现 两界真正的强者也来到了左近 只是没有现身而已 谁知道对方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将本界的年轻王者一网打尽 因此双方都会出动超级强者坐镇 像神界这方就是广行僧王 三千罗汉军枕兵在不远处 明界就不清楚了 但相信肯定有差不多级别的强者坐镇 两界精卫分明 一方在山河林入口的左边 另一方则在右边 这在无数年间已经形成了惯例 谁也不会去对方的地盘 又是几天后 无面道 她显然很低调 并没有人认得她 找到林涵之后 她取出美酒 与林涵畅饮了起来 却是完全没将天凤神女放在眼里 性格有些怪 当笼罩山河林的天地规则突然消散时 众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两届天交会开始了 有志在青史上流明的人 纷纷向着峡谷进发 不说别的 只要通过这条峡谷 便能证明自己可以称得上一生天才 拥有了与当事最强者竞争的资格 可这样的人 寥寥无几 许多人仅仅只是走出了十分之一 便退了回来 有些人逞强 走到了十分之二的距离 回来之后立刻吐血 而更多的人 则是向前走了一步 便退了回来 这是属于天交的舞台 凡夫俗子便只能看看罢了 林涵三人都是不急 反正天交会 要持续半个月之久 杨宁是同一个进入峡谷的王者级人物 他轻轻松松 一路根本没有停滞 就那么走到了底 而他的四名追随者 也是十分强大 虽然有些磕磕绊绊 但无一例外 都是通过了峡谷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这让许多人都是无语 人家不但本身牛掰无比 甚至连手下都是强的逆天 与女也走进了峡谷 神情轻松 盈盈如仙 反倒是左拳有些吃力 显然从这条峡谷开始 境界超过日月境 便没有意义 看得只是在 山河境修炼得怎么样 有没有达到极境 又在极境中 走得有多么远 左拳是星辰境没错 但有没有踏入极境 都是一个问题 就算踏境了 估计也只是修到了前期 不然也不至于与云女 差了那么多 冥界那边当然也有王者级别的天才 林涵看到一名男子 头顶一轮红日 散发着可怕的气势 一步落下 仿佛乾坤崩塌 只是多看了他几眼而已 便让他想要吐血 林涵向无面看去 无面虽然没有脸 可还是能够感觉到 他露出了强烈的忌惮 此人不但迈进了星辰境 而且在之前的境界必然都修到了完美 甚至还有别的能力 同阶一战 是极好的对手 但无面立刻又变得兴奋起来 赤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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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有几个年轻如此的星辰境 只以气势而论 林涵觉得无论是云女 杨玲又或是无面 都无法与赤黄吉媲美 大家都是王者 可赤黄吉 却是王者中的王者 帝王中的帝王 而且赤黄吉 应该是明界公认的第一人 至少是在那一片对应的星域中 神明两界都是太大 所谓的两界天交会 神界也只有长光星域的天交参与 两界 其实还得在前面加一个限制词 可神界这边 无论是云女 杨玲 月影 并没有一人能够获得压倒性的优势 这么一比较 林涵便不是很看好神界这边 当然 这是没有将他自己算进去 天经地动 只见远方传来了大震动 仿佛千军万马正在赶过来 顿时让所有人都是露出了戒备之色 两界的战争才结束不过两年 谁都是心有余悸 担心会爆发一场这样恐怖的大战 可当众人看清这军队时 不由都是脸色古怪 这只是一辆马车而已 一辆马车居然形成了千军万马之势 古怪 而更加古怪的是 这辆马车小得可怜 只有巴掌大小 坐驾则是一头紫金色的蛮牛 仔细看的话 便能很清楚地发现 这头蛮牛还真是金属做成的 傀儡吗 但大家仔细再看 却是纷纷惊骇莫名 这辆马车驶过之处 空间都是崩塌了 大道都好像受到了挤压 形成了一个个虚空漩涡 太惊人了 这辆马车是什么来头 那那是凤血真经啊 有一名老古董颤声说道 他的修为不怎么高 可见识却是极广 什么凤血真经 许多人不解地问 圣料 老古董只这么说了两个字 所有人都是震撼了 圣料 那就是至少十七阶的材料了 可以制作圣器 这并不一定是金属 可以是石 也可以是木 那头紫金牛是凤血真经做成的 至少有一半通灵了 拥有了生命活力 老古董又产生到 语气中充满了敬畏和兴奋 那车厢是梦回目之城的 同样是圣料 此生可以亲眼得见圣料 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 靠 居然还不止一块圣料 而是两块 众人都是惊到头皮发麻 那么这辆马车中坐的又是谁 这来头也太吓人了吧 马车停下 刚好正对着峡谷的入口 别看天地规则不再笼罩 那并不代表消失了 而只是不再针对进入者而已 你要进去 境界依然要被压制 连圣人都是不例外 别说神界这边惊到了 连明界那边也是露出瞩目之色 他们中当然也有识货的人 认出了这两种圣料 马车门打开 在万众瞩目之下 跳出来一个小人 真是一个小人 不过三寸高 身上披着一件紫金色的袍子 散发着镇压诸天的气势 那是奉写真经抽成丝制成的 我的天哪 居然可以将圣料编制成丝 制成衣物 这是什么手段 所有人都在颤抖 这样的排场也太过了吧 完全超出了长光星玉的级别 小人微微一摇身体 化成了与常人差不多的大小 这是一个面目英俊的男子 皮肤如玉 这不是比喻 而是真的像是一整块玉打造成的 圣料当然神奇 那件紫金色的袍子 也跟着变大 和身无比 北黄 你还没有到吗 这男子向着天空中叫道 你也只不过比我早到了一步 别一副等了很久的模样 远处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却是如同在耳边轻语似的 清楚无比 玉石般的美男子笑了起来 道 早一步 那也是早 你不服吗 一声倾笑中 这玉石般的男子 已经多了一个人 俊美无比 气势滔天 具有王者风采 又来了一尊了不得的人物 天风神女不由心惊 她虽然对林涵充满了信心 这两人包括之前的赤荒级 都是超过了年轻王者的级别 让人连仰望都是不能 只能跪下来瞻仰 这二人都是心沉静 而且年轻的可怕 生命之火如同烈焰一般 怎么看都不会超过一万岁 那是先天食灵吗 有见识广播的人问道 我知道他们二人是谁了 有人突然叫道 激动无比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其他人纷纷问道 在遥远的丰海星域 有一位青海圣人 他只有一名弟子 便被称为北黄 而与丰海星域相邻的 浦道星域 则有一尊先天骑食 化灵修成的圣人 为云石圣人 他有一个与人族 结合生下的后代 继承他一部分的血脉 生而强大 被称为石皇 众人齐齐则舌 圣人 在他们这个心域中 居然出现了圣人 相比之下 只是得了一件 残缺盛气的杨林 简直就是群光弹哪 你看看 人家石皇出行 奉写真金为奇 梦回目为车 随随便便就两件胜料了 不过 这石皇也真是高调 相比之下 北黄就要寒酸多了 别说没有作家 甚至连一名随从 都是没有 他们也是来参加 两届天交会的 林涵暗暗点头 神界这边终于有 可以与赤炎吉 相当的人物了 而这两人 也将成为他的劲敌 公平一战 他当然打不过星辰境 可进入山河陵 境界全被 消到山河境 那同届一战 林涵绝不认为 自己会输给任何一个人 不然的话 他真是白修 不灭天经了 这可是仙界的法 石皇与北黄 魂没将此地任何人 放在眼里 两人大步而行 进入了峡谷 很快就消失在了尽头 而石皇的那两座驾 虽然就那么搁着了 却没有一个人感动 歪脑筋 开玩笑了 那可是胜料啊 甚至那头牛 都已经有了一丝丝灵智 一旦发威便是横河境 靠近了都能崩灭 谁敢觊觎 两大王中王的出现 让冥界都是师生 谁能想到 神界这边突然来了 两名外星域的 绝顶天骄呢 事实上 加上林涵的话 就是三个了 果然没有来错 直了 无面双眼放光 便是隔着一层布 都是可以看到 对于年轻王者来说 遇到再强的对手 都不会怯弱 哪怕暂时打不过 也会当成是奋斗的目标 去超越之 无敌反倒是寂寞的 没有了前进的动力 敢超的对象 林兄 我们也出发吧 无面书道 接连看到这么多的 王者级天才 让他的战役 熊熊燃烧 迫切想要一战 好 林涵点头 小青留在外面 他的修为太弱了 根本不可能通过峡谷 而林涵又不想 暴露黑塔的秘密 那自然不可能 把小青收进去 他本就属于天空 便让他飞翔九天好了 从出生到现在 小家伙还没有 真正独立待上几天 至于老身和兔子 就别指望了 一来他们未必 有资格进入峡谷 二来他们也没有 成为王者的兴趣 林涵三人走进峡谷 才刚刚踏足一步而已 他们立刻感觉到了 强大的压力袭来 让他们生起一种 赶紧离开的冲动 但三人中 可是有两人是当代王者 天凤神女 虽然要差了一些 但也是四星天才 又怎么可能被这吓倒 他们只是运转一下原力 便大步而行 步伐都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 走了差不多一半后 天凤神女 就露出了吃力之状 不能再保持从容之势 汗水滚滚而下 反观灵涵和无面 皆是轻轻松松 一点变化都没有 显然 四星天才 是有资格通过这里的 但压力还是不小 光有能力不行 还得拥有一定的毅力 看到天凤神女 走得这么吃力 林涵索性伸出双手 将她一把抱了去了 你干什么 天凤神女 猝不及防 不由地惊呼起来 连忙去推林涵 媳妇 看你这么累 不如我抱你吧 林涵笑道 天凤神女满脸羞涩 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话 她倒是不介意 与林涵清静一些 有人看着呢 无面则是冷冷道 林兄 我们都是追求 武道巅峰的人 还是不要分心在 女色之上 她扫过天凤神女一眼 带着一丝杀气 似乎想替林涵 解决一个隐患 天凤神女 顿时对此人的好感 跌到了谷底 居然要拆散她和林涵 而且手段 还是粗暴至极的人生毁灭 没脸的家伙 活该她找不到媳妇 林涵哈哈大笑 无面兄 你应该试着找个 红颜知己了 相信我 有了红颜 绝不会拖累你的 武道静静 相反 你会有更大的动力 去攀登武道高峰 守护身边的人 这可是一种 很强大的信念 无面摇头 她的心 纯粹无比 只有武道一图 哪需要分心到别的地方 有林涵抱着 天凤神女 自然轻松无比 三人很快就通过了峡谷 顿时 可怕的压力消失了 但一股神秘的力量 却是作用在三人的身上 将他们的修为 都是削到了山河境 不不不 这不是力量 而是一种规则 不但将所有人的力量 都削到了山河境 甚至连能够调用的天地规则 也是如此 好像这里的世界 就是山河境封顶 因此 任你再牛掰 再天才都没用 人力岂能胜天 果然 山河境 林涵感应着体内的力量 他体内的四轮日月镜 竟是神奇的消失了 甚至 他的体魄强度 也是锐减一大截 只有五阶神铁的强度 不过 五阶神铁 还是迈进了日月镜的层次 并没有一消到底 除了有限几个 在山河寂静 修到完美的王中王 普通的王者 现在连轰破 林涵防御的资格都没有 不灭天经为仙法 可不是吹出来的 现在 这里不管是日月镜 还是星辰镜 都被销到了山河境 便是拥有圣器 也没用 同样只能发挥出 山河境的威能 但具体是 山河境大圆满 还是极境 那就要看炼制的水准了 人群并没有 急着进入山河林 而都是在峡谷的入口待着 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 进入山河林 但山河林可不是 头一次开启了 因此 哪怕没有来过 也听过山河林的一些传说 第一步 选出九王 山河林 明明应该是 天地规则碰撞形成的 却又仿佛天地有灵 将天才的角逐 分成了两步 林涵看向前方 一座巨大的山林前方 有九座 大大小小的平台 这第一步 就是在平台上进行 三天之后 还能站在了平台上的人 会得到天地福泽的加深 而再三天之后 这九人将被送入林中 进行第二轮的竞争 霍峰 王中王 每一个平台上 只有一个人能够胜出 如果到时候超过这个数 那么不管上面有多少人 全部淘汰 占到最后的九王 将得到天地福泽 萃喜自身 使得体质出现巨大的提升 还能与天地交感 利物玄法奥妙 物性提升 延及无数年 正是由于这样的好处 一代代的天才 才会不远万里跑过来 光光两届高层 拿出的宝物可不够 光是为荣誉而战 也不够 但并不是每个两届战场 都有山河林 日月谷 所以北黄 十黄两尊 王中王的出现 也可以理解 他们应该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另外最终九王角逐 获得第一的话 那还能得到一次福泽加身 不过每个人最多 也只能得到两次福泽加身 而且还是分开算的 一个是成为九王者之一 另一个则是成为王中王 两次成为九王者的话 那第二次就没有资格了 只能去拼最后的王中王 因此 若是谁能成为王中王 一般来说是不会再来这里了 纯属浪费机缘 现在九座平台还没有开启 大家便只能在台下等着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到了这时 便是像杨林 云女这样的年轻王者 都不敢贸然而行 万一两大王者选择了 同一平台 那有一方肯退让还好 万一僵持的话 那可能两人都要被淘汰 虽然日月谷 也是类似这样的角逐 而且与山河陵的福运 不能叠加 相当于每隔7777年 有两次机会 但这样的机缘 谁不想尽早得到呢 因此王者们也会尽量分散 避免提前交锋 留到王中王的角逐时 才展开血战 灵寒目光扫过 扳着手指开始算 神界这边 肯定修出极境的 有杨林 云女 月影 无面 北黄 石黄 再加上她的话 那就是七个 明界那边 就她看到的 就有两人 赤荒吉和敖紫云 那么 想要让天凤神女 也能占据九王的 一个名额的话 必须将这九人中的 一个打下去 林寒将目光盯上了 敖紫云 平台开启后 将持续战斗三天 期间任何人 都能登台交手 但一旦落败的话 将会有大概 半主箱的时间 无法再登台 而且 失败三次之后 便完全失去 挑战的资格 这是可以利用的规则 她可以先守累 守到第三天 行将结束的时候 再让天凤神女 来挑战自己 她故意落败 那么 半主箱之后 她可以去战敖紫云 将对方扫下台 只要掐准时间 敖紫云是不够时间 在登台挑战 天凤神女的 不过 明界真的只有 两尊 消除极境的王者吗 林寒摇摇头 如果扣掉 狮黄 北黄 和他三个 外星域的来者 神界 有四尊王者 而明界 又不比神界弱 那么 年轻王者的数量 应该也不会少 她寻找着 这样的王者 也许还没有到 不用管我 天凤神女说道 她与林寒 心有灵犀 已经猜出 对方的想法了 林寒一笑 如果能够得到 这次的福运加深 说不定 你便能迈进极境 天凤神 女摇摇头 弹劾容易 她有自知之明 没有修出极境 根本不可能 有与真正王者 对轰的资格 也许凭借 血脉之力 她可以战 极境 初期的对手 但那真需要运气了 媳妇 别急 反正有三天时间 可以观察 林寒安慰她道 不过 很快林寒就 皱起了眉来 因为明界那边 又来了两尊王者 一个生着 黄金狮子头 另一个则 好像是烟雾组成的 没有固定的形态 一直在变化着 自然没有 长相可言了 黄金狮头的 王者叫拓跋东 烟雾太的 叫坦格 他们一出现 就让明界的天骄们摇头 自然是因为 认出了这二人的身份 发现要夺取 九王者的位置 太难了 林寒决定 还是照计划行事 只要他能够 守住三天就行 而他自觉 只要不碰上 北黄 石黄和赤黄级 三人的话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天凤神女说不过他 只好点头答应 心中却是充满了自豪 秦郎这么霸气 威武 让他的心都俗了 陆陆续续 还有人进来 但王者级别的 却是没有了 众人都是盘坐在地上 进行着最后的调整 很快就要开启 王者之路的争霸了 又是一天之后 来路突然变得暗淡 竟是从视野中消失了 好像从来就没有 这么一条峡谷的存在 第一次来的人 都是大惊 但来过的人 则是淡定无比 这是山河林自锁了 不会再让人进入 与此同时 九座平台上 笼罩的雾气 也纷纷消散 这意味着 九王之争 正式开始 十皇第一个月初 占据了一座平台 他又恢复了 不过三寸高的模样 看起来 这应该才是 他真正的尺寸 常人大小 是用原力撑起来的 就像现在的灵涵一样 北皇则是第二个 他并没有与十皇争 而是落在了 另一个平台上 端坐了下来 腿上则是放着一把刀 专心凝视着 好像这把刀 便是天地大道一般 赤皇急的眼神中 跳过惊人的战役 头顶的红日 绽放着神光 让人的眼睛 都是睁不开 他盯着十皇和北皇 看了一阵 选择了登上第三座平台 现在还不是 与这两名劲敌 开战的时候 三位王中王 率先选定了平台 这让其他王者的选择 就要简单多了 只要避开这三人便行 领兄 我先行一步 无面说道 长笑一声中 他登上了一座平台 王者们纷纷跃出 速度很快 这里的王者数量 超过了九个 因此 肯定有王者级别的天才 要提前发生碰撞 这是众多天才 都想要避免的 因此 他们都想快点 占据一个平台 彰显武力 让别的王者 不敢来挑战自己 相反 若是出手慢的话 那就只能挑一个王者 进行战斗 这就被动了 当然慢出手 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挑软柿子捏 甚至可以与其他人联手 不过 王者应该是不屑于此的 灵涵不急 先观察着 目前的九王出现 神戒是北荒 石皇 吴面 杨陵 云女 冥界则是赤皇级 拓拔东 坦阁 敖子云 在平台上战斗 可没有一对一的规定 完全可以一拥而出 因此 短暂的冷记之后 便有数十名神戒天才 齐齐登台 联手向拓拔东 坦阁 敖子云挑战 而神戒这边 除了北皇和石皇外 其他三人也同样 遭到了许多 冥界天才的联手轰击 每个人都只有 三次失败的机会 因此 只要能够联手 干掉一名王者三次 那就能将 这名王者淘汰掉 总有一些幸运儿 可以捡到便宜 这时候福泽加深 说不定 也能让自己修出极境 迈进王者级别呢 那再下一次 进入日月谷的时候 自己便能去挑战一下 王中王了 只是 何谓王者 同阶无敌 才有资格 称为王者 更何况台上九人 哪一个没有修出极境 在境界占优的情况下 人数 根本不可能弥补 这样的差距 无面 杨林 拓拔东等人 各展神威 啪啪啪 台上便如天女散花 众天才 一一被打落下来 这些天才 都是脸色难看 没有遇到王者之前 他们都是称霸一方的 在同代中 没有对手 甚至老一辈的高手 也被他们碾压 可来到这里后 却轮到他们 吞下同阶不敌的苦谷 在这里 很公平 大家都是山河境 你没有修出极境 那是你太废了 这样的认知 让许多天才颓废 但也有些天才奋起 是要在当前的大境界中 修出极境 境界越高 极境越难修 因此 如果都只是修出一次极境 那么就算境界相同 修出日月极境 肯定比山河极境牛掰 星辰极境要远远超过日月极境 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天赋是一方面 但任性同样是舞者不可或缺的 而天才缺的反而就是任性 因为天分高 从小开始就太顺了 没有受到打击和挫折 一旦遇到极大的失落 便可能一蹶不振 过了一会儿 神界这方的月影终于出手 向明界的敖子云发起了挑战 月影人如其名 如一轮明月般皎洁 美丽 清雅 不沾一丝尘埃 他穿了一条月白色的长裙 一步走动 盈盈如仙 让人怦然心动 却又不敢亵渎 这是一位月神 只能远观 敖子云却是毫无心动之色 他一阵长枪 道 久闻 蓝云帝巢 有一位旷世奇才 但从未一战 今天终于如愿了 两界因为规则不同 神界看明界的人 都是笼罩着一层邪恶之气 而反过来 应该也没有两样 因此 月影在明界生灵的眼里 应该魅力降了一大劫 而敖子云身为王者 自制力又岂会差了 想以美色诱惑她的话 那即使是月影也做不到 必须得是乱星女皇 那种魅力是不分神明的 一概通杀 月影拔剑 剑身一如明月 衬着她一身白衣 充满了惊人的美感 杀 敖子云毫不动心 暗灭黑龙枪挥出 带动其可怕的黑色火云 瞬间将温度无限提升 恐怕连四阶神铁 也能很快融化掉 月影一阵常见 顿时 寒光凛冽 月华阴冷 她修的应该是 偏向寒冰系的功法 正好与敖子云互相克制 两人大战 众人则是看得目不转睛 便是平台上的 另外八大王者 都是神情专注 石皇 北皇 赤皇级 虽然在战力上 可能要更胜一筹 但也强得有限 并不敢真正小觑了 其他王者 毕竟 他们的修为 都被削弱到了 山河境 大家的战力 有差距 但绝不会相差太多 林海也是看得 津津有味 她与敖子云交过手 对此人的实力 还是相当肯定的 只是对方的龙威 遇到了她的天威 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而暗灭黑龙枪 更是被仙魔剑克制 最终只能黯然离去 可月影并没有 这两大优势 她只有王者之威 而没有天地之威 她的神剑很强 可现在 也被削弱到四阶往上 五阶不到的层次 敖子云哈哈大笑 将长枪震荡 并运转出了龙威 一条黑色真龙 在她的身后浮现 怒捂着爪牙 月影顿时受到了影响 战力暴跌一劫 神剑王者 不过如此 敖子云傲然说道 一枪横扫 如蔑视黑龙 要焚尽苍生 月影则是 长笑一声 一道月华 从她的嘴里射出 竟是在她的头顶 化成了一轮角月 散落下 清冷的月光 将龙威挡在了外面 她的战力 顿时恢复正常 神剑发光 与敖子云的长枪 不断地碰撞 林涵点头 王者哪有那么简单落败的 哪个没有几张底牌 天凤神女则是摇头 道 算了 我确实不如那几个人 用计谋夺取一个位置 我心难安 胡说什么 林涵抱着她的细腰 凑在她的耳边 你是我媳妇 我说你有资格 你就一定有资格 况且 咱们抢的也是明界的名额 那是为神界争光 哪需要心中难安 天凤神女不由被她逗笑 说得好像你已经拿到了 这两个名额似的 林涵展颜一笑 你这是在小看你的男人吗 凭罪 天凤神女害羞 美目流转 明艳的不可方物 林涵心痒 可惜啊可惜 她现在才恢复到五六岁的身体机能 依然不具备推倒的能力 啪 她用力在大腿上拍了一击 那叫一个恨 你干嘛 天凤神女可不知道对方满脑子都是推倒自己的念头 不然她就绝对不会问了 而是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有蚊子 林涵则着牙道 敖子云与月影的王者之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以敖子云的险胜收场 以林涵看来 这并非月影的实力 疏于对方 而是在神器 血脉两点上被敖子云克制了 论神器 敖子云用的乃是族中老龙死后的脊骨 与本身的血脉相通 可以最大化威力 而再论血脉之力 敖子云的黑龙血脉 应该强于月影 因此在境界相同的情况下 血脉 神器 一旦占优 这足以左右占绝了 这种强制境界的战斗 看起来公平 实际 又是最不公平的 凭什么我境界比你高 非要降到跟你一样的层次 再和你打呢 但既然此地的规则 便是如此的话 那么败了就是败了 没什么好说的 月影盘膝而坐 恢复原力 他还有两次的挑战机会 林涵暗暗点头 看来天上与王者之间的差距 还真是挺大的 除了他和月影外 其他人都不可能动摇 台上九王的位置 既然如此 他上 林涵一跃而起 然后落在了一座平台上 他面对的事 是一个拥有黄金狮子头的 名界强者 拓拔东 有人向我九王挑战了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 大家都觉得这次特倒霉 往年就算有王者 也不会那么多 其他人总能抢到 两到三个位置 哪像这次 连王者都被挤下来了一个 这家伙是谁啊 不认识 嘿嘿嘿 什么阿貌阿狗 都敢向王者挑战了吗 有些人好奇 有些人不屑 有些人则是期待 这么快就决定九王的话 也太无趣了 老子云则是长长的松了口气 如果林涵挑战自己的话 他必败 没办法 当初他都有两个小小境界的优势 可还不是败在了林涵手里 全方位被对方压制 现在大家的修为 都被削到了山河境 他的劣势肯定更大 拓拔东对着林涵打量一下 眼神从不屑到慎重 他看出了林涵的强大 你是个劲敌 他肃然道 颈部金色的鬃毛 无风自动 散发出百兽之王的威势 林涵摇摇头 可惜啊 你还称不上我的劲敌 他看向北黄 石黄 赤黄疾 这才是能够做他劲敌的人 好狂 拓拔东哼道 徽掌便向着林涵拍去 呼 原力激荡 化成了一只巨大的师掌 向着林涵横扫 这没用什么技法 就是以力取胜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林涵身指一滑 师掌立刻一分为二 从他的左右两边滑过 进风激荡 却连他的一丝一脚都没能荡起 高手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底下顿时一片惊呼 虽然拓拔东没有动用权力 可林涵化解的也太轻松了 就只是随手而为 好像对手不是当时年轻王者 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山河静 无面则是感叹 当初他压制修为 有更高的天地规则支持都没能迎林涵 这家伙简直深不可测 北黄 石黄 和赤黄吉 则纷纷露出了好奇之色 论真实战力 他们都是星辰静 抬抬手就能镇压林涵 可在这里 修为被压到了山河静 那拼的 可是在极井中的造诣 另外血脉武技战斗技巧 也是绝对不能忽视 会极大的影响战力 有点本事 难怪敢这么狂 拓拔东冷然说道 虽然一击无果 但他还是自信满满 那只是他随手而为罢了 十招之内 拜你 平寒淡淡说道 他其实有更大的把握 但还是觉得 谦虚一点为好 拓拔东差点气炸 他堂堂王者级别 可同街一战 居然被人说 十招可败 他怒急而笑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在十招之内 拜我 林涵一笑 随手一拳轰出 嗡 他手上那枚蓝色的神文浮现 绽放出刺眼的光芒 顿时 一道雷霆涌动 化成闪电 向着拓拔东打去 什么 一瞬间 不管是谁 都是经历而起 脸上全是震惊 在这里 谁没有度过天节 自然清清楚楚 天节化成的雷霆 有多么可怕 可以说 天底下最最危险的东西中 天节绝对名列其中 而且排名靠前 但天节之力属于上仓 这是神灵亦无法掌握的力量 哪怕雷系舞者 那也只能运转雷霆之力 与天节是完全不同的 可在林涵的手中 却是轰出了天节的雷霆 这他奶奶的见故意了 别人也只是震惊 而拓拔东 却是浑身寒毛都是竖了起来 肌肉不由崩得极紧 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 可能会死在这里 不 拓拔东毕竟是当世王者 他大喝一声 浑身肌肉骨髒 将衣物生生称暴 化成了一头金色的雄狮 足有十丈高 浑身毛发 仿佛神铁锁住 根根如箭 破 他一拳轰出 迎击雷霆 拳头上浮现出九十九个神闻 精光如赤 山河境的极限 就是九十九个神闻 便是极境巅峰 都不可能超越 一声重响 破拔东身形滑退 直抵到平台的边缘时 才勉强停了下来 他吐了一口鲜血出来 看向灵涵的目光 充满了骇然 那不是像天杰的雷霆 而根本就是 破坏力太可怕了 明明力量两人是一样的 可他愣是被一击轰退 浑身肌肉都是在哆嗦 就问天下 谁人可以硬汉天杰之威 渡劫就只是渡过去便行了 神灵一直是被动挨打的 天地将你揍得头破血流 断骨碎皮 满意了 就承认你拥有继续向前的资格 否则便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 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却要承受天罚的口问 这谁受得了 众人都是变色 而众王者也是表情慎重 哪怕灵涵没有挑战他们 可决出九大王者之后 那还得打败另外八王 才能登顶 灵涵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只有十皇 北皇 赤皇级露出了熊熊战役 这样的对手 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灵涵出拳 一道道雷霆 化成了怒龙 向着拓跋东 展开了狂轰乱炸 让拓跋东疲于防守 必须拼尽全力 才能招架住 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 众人不由道抽良弃 拓跋东已经是王者级别了 可在灵涵面前 居然只有被打的份 这就是顶级王者的实力吗 这是打吗 根本就是虐 最为感慨 其实是天凤神女 当初境界相同 她可是能够随意蹂躏林涵的 最后让林涵 不得不踏上了寻找古迹的道路 要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可现在 林涵不但成了王者级别的天才 甚至还是王中之王 德夫如此 富有何求 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只觉自己以后可以不用那么好强了 有一个强大的臂膀依靠 真好 我认输 拓跋东并非拿得起放不下的人 作为一名王者 他更能看清楚自己与对手的差距 也只有看清了差距 他才能不断地进步 否则就算是王者 也会慢慢沦落为顶级天才 再变成普通天才 甚至化为庸才 林涵不由一笑 咦 好像过了十招 他不止出了十拳 拓跋东苦笑 虽然林涵不止出了十拳 但每一拳都是随手而为 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反观他 却是战力全开 只差几记大招没有拔 因为他知道 拔了也没用 反倒会让他战力暴跌 反正他也只败了一次 还有两次挑战的机会 犯不着在林涵身上死磕 他跃下了平台 去调息一下 与跃影一样 要寻找一个软柿子捏 林涵盘膝坐下 等待着其他人的挑战 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底下的人群 也在休息一大会之后 开始了新一轮的挑战 这次更加夸张 百多个天才 骑登同一个平台 都快要将这个平台 挤得水泄不透 而被挑战的 则分别是 云女和敖子云 能够来这里的人 至少也得三星天才 这么多人一起上 这真的是非常恐怖 奈何 云女和敖子云 都是将极境 修到了完美 至少也拥有四星的 战力优势 这可不是百多人 就能弥补的 通常来说 十人可以弥补一星的 战力差距 那么四星要多少 一万人 而且要让一万人 可以同时攻击到 那必然要靠阵法 这还要配合 更难了 一波波的进攻 却都是宣告无效 王者就是王者 不是靠数量 能够填平的 破拔东和月影 在休息了足够长的时间 开始挑战 一个选了杨林 另一个则是选择了坦格 这又是两场激烈 又精彩的战斗 足足战了半天 才勉强分出了胜负 月影胜出 而拓拔东 则是败在了杨林的手下 这下 九大王者中 神界足足占据了 七个名额 而趁月影 杨林都是九战历伐 其他人纷纷组团再战 但受了伤的猛火 也依然是虎 绝非几条狗组组队 就能干趴下的 战斗继续 除了林寒 赤荒吉等四名王中王之外 另外五个平台战斗的 非常激烈 为了给自己拿下一个名额 纷纷祭出了绝招 让人大开眼界 两天时间 很快过去 坦格成了第一个 完全失去资格的王者 又是几个时辰后 月影成了第二个 这下 尘埃落定 九大王者的人选 已经确定无疑 不可能再有人 能够动摇这九人的位置了 便是左拳这样的星辰境 在这里也只有低头的份 修为 削到山河境 他完全不是年轻一代王者的对手 真的如此吗 林寒微笑 他还在等 差不多只剩下半个时辰的时候 他向着天凤神女点点头 天凤神女会议 一个飞略 上了平台 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是大惊 居然还有人敢上来挑战 而且挑战的人 居然还是林寒 那可是王中王啊 天凤神女出手 两片凤意张开 熊熊烈焰交织 呃 林寒发出惨叫 顿时从平台上跌落了下来 我靠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冷汗直流 这根本还没有碰到你 你就惨叫了 这也太假了 分明就是故意的呀 这里谁又是蠢的 立刻猜到林寒是故意输给天凤神女 而此时三天之期也将满了 那么林寒的用意就非常明了 他要给这女人立保一个王者之位 不过机会呀 看到天凤神女取而代之 众人都是一阵欣喜 可问题是 绝大部分人都已经用掉了三次出手的机会 现在便只能看看而已 倒是有些人没将三次机会用掉 可他们的实力要明显弱了一筹 才会甘心在一边当个看客 来这里主要是为了观摩天才的交手 以获得感悟和启发 他们上台去战 可天凤神女也不是水货呀 虽然没有修除极境 但云凤血脉一激活 他勉强也有极境出气的战力 相当的强悍 他牢牢地占据了这个得来不易的平台 守候着林涵送给他的礼物 林涵则是在台下站着 他在等时间过去 可以重新挑战 从平台上落下 他发现手上多了一道黑色的杠 而又有一股黑色的气笼罩着他 让他动弹不得 半炷香之后 黑色气息消失 但黑杠并没有 显然黑色气息是强迫他半炷香后 才能继续挑战 而黑杠则代表了他失败了一次 出现三道杠的话 他就无法再登台出战了 林涵看向敖子云 展颜一笑 我靠 敖子云顿时在心中骂了一声 一念未必 只见林涵已经飞身而上 站在了他的面前 此刻 敖子云的心理阴影面积 巨大的无法形容 他好不容易守到现在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却突然遇到了林涵这么一个煞神 你压得也太坏了 故意输给自己的女人 多占一个名额 可偏偏 林涵有这样的实力 靠靠靠 他脑中电转 立刻就向着平台之下 越去 现在距离三天终结期 还有半炷香多点的时间 而他也才失败了一次而已 那么立刻认输 等上半炷香 他便能够向天凤神女出手 重新夺回名额 这么急干嘛 林涵出手 一下子就把他拍飞了回去 我靠 敖子云嘴角抽搐 你也太狠了吧 我不打都不行 他大声道 我认输 为了福泽加身 他不介意消掉一些面子 关我屁事 林涵则是摇头 一拳头就向敖子云砸了过去 我想造你就造你 啪啪啪 敖子云不得不招架 根本没有机会落下平台 这想输还输不了 众人不由地看乐了 只觉这次的两届天交会 终是玩出了新意来 敖子云想输 要冲下平台 可林涵却是不断地阻挡 他的实力要强出太多 足以将对方挡下 不带这样玩的 敖子云都快要哭了 你说这是什么仇 什么怨 我把位置让给你还不行吗 哦 你这么想要下去 我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就送你一程 林涵猛地踹出一脚 踢在了敖子云的屁股上 啪 这家伙顿时一头栽了下来 敖子云先是一愣 这才反映过来 林涵真的肯放自己了 他不由大喜 可一瞬间后 他又脸色俱变 三天之期 只有不过小半炷香的时间 也就是说 没等他能够重新挑战 三天之期就到了 林涵 我与你势不两立 他怒吼道 真是恨到了极致 我耳朵好得很 不用叫这么大声 林涵扇了扇手 当然不会将对方的威胁 放在心上 敖子云平举着长枪 恨不得再冲上台去 与林涵站上三百回合 这一次 他发誓 将用上所有的绝招 哪怕是会消掉 寿源的禁忌大招 都会用在林涵身上 否则这口气 绝对厌不下 但一股神秘的力量 禁锢了他 让他只能这么站着 根本无法迈出一步 不久之后 九座平台上 一起出现了白光 将平台完全笼罩 这意味着外面的人 再也上不去了 三天时间到 啊 敖子云仰天怒吼 却是根本无用 呼 平台之上 一道道气息垂下 皆是乳白色 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仙气 小塔突然说道 什么 灵寒惊呼 虽然在仙界不算什么 但在神界 你可以弥补缺失的 一部分规则 大幅提升战力 小塔说道 灵寒心中一动 想要破尽仙域的话 需要同时掌握 创世和蔑世的力量 而无论是神界 还是冥界 从这点上来说 都是不完整的 都只是拥有一部分的规则 现在这仙气弥补的 就是他缺失的 冥界规则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仙气 于仙玉而言 真是一点也不珍贵 可对于神 明两界的生灵来说 这却是至宝 让他们可以完善规则 真正修制完美 两界相碰撞 甚至相融合 才是完美的世界 灵寒的心中 闪过无数的念头 但现在他却是 将一切都是放到一边 开始吸取这些仙气 完善自身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 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拥有魔主的精元 它只是能够拥有 冥界的气息 并不代表 它就能够掌握 冥界的规则 因此 它也借着这个机会 不断地完善自己 向着完美无缺的 道则进军 小塔不再说话 免得打扰林寒 林寒浑身 毛孔张开 吸收着 这所谓的仙气 规则补完之下 它的修为 居然也有了 不小的提升 将大圆满 巅峰提升到 真挚完美 到了这一步 它若是不突破 极尽的话 修为是不可能 再有提升了 可随着两界规则的完善 它的战力 却是在不断地拔高 规则的运用 本就属于战力的一部分 而且随着修为的提升 规则的重要性 也是越来越大 像林寒的力量 可以越六星 可战力 也不过越六星左右 便是因为 它掌握的规则 还没有跟上 时间有限 它不可能将 每一个境界 都重修到完美 只是尽可能地 抓紧时间 只有三天而已 所有人都是盘坐着 并非每个人 都知道仙气 意味着什么 但显然知道 这对自己大有益处 当然是尽可能地 吸收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 林寒只觉 自己的筋骨血肉 都有了一丝丝的变化 说不上具体是什么 可他明白 正在向着更好的方向 进军 甚至 在不灭天津的 浴火重生这一领域 林寒都有了新的理解 他有把握 若是可以一直 沐浴在仙气中的话 领悟浴火重生的时间 可以缩短一倍 可惜 这太珍贵了 就只有区区三天而已 他的神骨 越发的晶莹 明明如黄金所著 可仔细看的话 又是半透明的 如水晶般剔透 闪着流光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神闻 那是不灭天津的句话 只是除了林寒自己外 谁也看不懂 那具体代表着什么意义 同时掌握两界的规则 连不灭天津都变强了一截 嗡 笼罩平台的光芒消失 三天之期已到 林寒意犹未尽 三天时间 远远不够 他将所有境界 都重修到完美 可惜 不能再继续下去 想要重新获得福泽加身 就只有在九王之中杀出来 成为王中之王 这一刻 他充满了动力 信念坚定无比 平台上的九人 都是被抛射进了山林之中 第二轮战斗开始 林寒先寻到了天风神女 他虽然也是顶尖天才级别 但在九大王者中 却是属于不入流的 被随便哪个盯上都有大麻烦 两人会合之后 才向着山顶看去 想要成为最后的王中王 很简单 山顶还有一个平台 三天之后 站在那上面的人 便是胜利者 这我就不拆会了 便在这里等你 天风神女道 他知道自己 若是在跟着林寒的话 难免会让林寒分心 林寒想了想 点头道 好 天风神女拉住他 给了他一个轻轻的拥抱 小心 他感慨万千 在他的认知中 两人的关系 应该是他保护林寒才对 现在被林寒反过来照拂 让他既陌生又甜蜜 林寒则是趁机搂住了 他的仙腰 给了他一个吻 顿时让这个凶婆娘 惊慌失措 初时还想抵抗 但很快就被吻得 晕头转向 郊区都是化成了春水 瘫在了林寒怀里 妩媚如水 风情万种 林寒心中激荡 可幼嫩的身体 居然没有半点反应 气得他支支牙 欲获重生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修成 林寒大步而行 天风神女则是在后方目送 眼神迷离 山河林并不大 高纸有千丈 便是普通人爬到山顶 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更何况是神灵了 很快 林寒就来到了山顶 这时 另外七人已经全部到位 但并没有开战 终于来了 赤黄级目光一亮 头顶的红日 猛地膨胀一圈 威势百倍提升 他大笑道 你们一起上吧 石黄和北黄 不畏所动 只是吃了一声 他们都是王中之王 向来只有他们 叫别人一起上 哪可能参与围攻 渣渣们都先滚开 赤黄级轻斥 一拳轰出 竟是化成了四道火焰 向着无面 杨林 云女 和拓拔东轰去 连冥界的同伴 也成了他的攻击对象 这一拳轰出 无面四人可不敢大意 要么躲闪 要么招架 总之不能干战着 赤黄级哈哈大笑 一拳之后 又是一拳 红日闪耀 有若太阳神一般 无面四人都是大吼 但赤黄级太强大了 四人被迫联手 很有意思 他们这四人中 有三个是神界生灵 一个是冥界生灵 却是联手围攻一名 冥界强者 画面怎么看都是不和谐 可他们不联手不行 赤黄级太强了 已经超出了普通王者的层次 达到了王中王的地步 如果在外界 那还能依仗境界取胜 可在这里 同境界交手 那就只能靠数量了 如果真在外界的话 赤黄级可是已经迈进了星辰境 能够与他匹敌的 就石黄和北黄而已 赤黄级满头黑发披散 双眼中流转着诸天星辰的异象 头顶红日 一拳轰出便是四大王者 都是不敢应接 只能不断地躲闪 再趁机反击 没用的 赤黄级不屑地道 在他眼中也就临寒 北黄石黄可看作他的对手 鱼子鹿鹿 只有被扫地出门的份 无面四人岂会甘心认输 纷纷展开了绝技 向着赤黄级展开了激战 云升起 前锋出真龙 云女娇斥一声 头一个发动大招 双手张动中 一道道清风浮现 缭绕着云霞 而在这片青山中 有龙吟之声 似乎折服着一条真龙 真龙腾于九天 威慑天下 一股可怕的压力 顿时席卷四方 仿佛这名女子便是天下之尊 所有人便只能敬拜 流水驱伤 前阴朱绝 无面则是急波琴弦 声音急如战鼓 让人的心跳 也不由地跟着加快 好像要生生炸裂似的 而一道道阴波 化成了流水 看似无痕 却是充满了杀鸡 向着赤荒急流去 杨陵则是寄出一只伞 古色古香 但有半边 已是严重破损 破坏了美感 可他一撑开 整个人好像成了宇宙的中心 无比的夺目 万古青天 我即永恒 他说道 古散生光 化成一尊古佛 金光万丈 劈掌向着赤荒急 按了过去 这是他得到的残缺盛气 在外面 可震星辰静 拓拔东一咬牙 对着胸口重拍 喷出了一口金色的血液 狮王猴 天下福 他抱吼一声 啪啪啪 空气皆被震裂 向着赤荒急冲击而去 四大王者 皆是出大招了 这回 连赤荒急也不敢大力 一对一 他可以轻松拿下 这四人中的任意一个 可被四人围攻 他的优势 已经很小很小了 而现在更是被 齐发大招狂轰 他的压力自然更大 这一个失误 连他都要隐恨 不错 不错 这才有点意思 赤荒急大笑 战意冲天 要在平时与四名王者交手 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让他也兴奋起来 但在我的面前 这远远不够 他一拳轰出 简单 粗暴 直接 这并非普通的一拳 而是化成了 无尽的火海 云女的青山中 窜出一条青龙 头一个逼近火海 但在冲击的过程中 龙身被一点点焚掉 只堪堪冲到赤黄 集身前三尺 就告消失 无面的流水之音 同样被烈焰焚烧 在两尺处消失 阳灵则要更强 毕竟他手中的鼓伞 乃是圣器 古佛破开了火海 一掌劈到赤黄级的面前 但刚好直营赤黄级 轰出的拳头 顿时一拳打爆 拓拔东的狮王吼 震裂空气 堪堪停在拓拔东 身后三尺处 无法再尽分毫 四大王者联手 居然全告无功 喳喳就该滚 赤黄级补上一拳 化成四道火焰之虎 向着无面 拓拔东四人轰去 啪啪啪 发出大招后 四人正处于虚弱期 哪里能够对抗 赤黄级的反击 顿时被齐齐震飞 好在他们也是王者级别 这一击 只是将他们震飞 造成了一点小伤 并无法重创他们 云女右臂的衣料 全被震散 露出一截雪白晶莹的手臂 光滑如玉 动人之急 杨玲则是滑退了三丈 脸色一白 好险没有吐出血来 拓拔东则是 腾腾腾地连退十七步 在地步留下了 一排深深的脚印 满头 惊毛乱舞 无面脸上 萌萌的布 则是片片破碎 现出了一张 没有五官的脸来 看到无面的真面目 饶着这里的人 都是年轻王者 皆是倒抽一口气 这是什么人 一张脸 竟是完全的白板 没有五官 甚至连头发 耳朵都是没有 就只有一个脑袋 若非他穿的衣服 还有正反面 光看那脑袋的话 连哪边是脸 哪边是后脑勺 都无法分辨 这家伙是怎么说话的 无面 真是无面 无面叹了口气 唉 明明没有嘴 可所有人都是感觉到 他确实叹了口气 他从情中抽剑 轻轻一震 道 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到这一步了 什么东西 赤荒极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这个世界除了武道之外 能够让他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多 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个种族是会如此的 居然连脸都没有 刷 无面一剑挥出 但并没有展向赤荒极 而是刺向了自己的脸 顿时有鲜血喷飞 这被人看到丑样 就要自杀自残吗 不 这件无面连出几件 在自己的脸上 挖出了几个血窟窿 就好像在纸上画画似的 顿时多了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和一个嘴巴 当然只是一片血而已 但惊人的事情 血窟窿迅速发生着变化 变出了一双眼睛来 鼻子部分则是高高隆起 嘴巴裂开 露出了两排牙齿 他的头发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长出来 耳朵也是 就那么几个呼吸的功夫 一个真正的人便出现了 这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子 完全可以说是超级美男子 简直能够让男人都嫉妒 可在场的欺人 却是震惊 因为无面的气势居然在拔高 超过了王者级别 向着王中王进军 这是什么情况 华张脸出来 实力就暴涨好几倍 我记起来了 杨林突然开口 指着无面 你是吴炎族 吴炎 上古天族 云女也惊呼道 翘脸上满是震惊 上古天族 这四个字 代表了神秘和强大 谁只要与这四个字 扯上关系 那必然能够搅动起 一方风云 九蛇 吴炎 出现两个上古天族了 那个 能介绍一下吴炎族 又是什么情况吗 林寒笑着举手问道 吴炎 淡淡一笑 我自己来说吧 他看向赤荒旗 气息涌动如海 都快可以和赤荒旗 对抗了 吴炎一足 生下来便没有脸 这是古祖创造的一种法 可以让族人 修为静静迅猛 战力远超同济 具有王者之资 不过 每个人因血脉不同 达到的成就 也不尽相同 总之 吴炎的时间越长 对修为 就越是有利 吴炎之下 我们的体内 会积蓄力量 在重生容颜的 一刻爆发 无面简单的解释道 也就是说 这个族 越是没有脸 血脉就越是深厚 最好是来到圣人境 再爆发 那说不定 直接抱进仙狱去了 这种秘法 没有人弄得懂 但反正 从没脸到有脸 将迎来实力的一次突飞猛进 难怪了 他现在的气势 居然能够与赤荒旗相抗衡 成为场中第五尊 王中王 有意思 杨玲大笑 取出一颗丹药吞下 顿时 他的气息也开始暴涨 瞬间就追上了无面 他一阵鼓散 不要忘了我杨玲 他可是受天宠爱之人 得圣气入主 这样的气韵 谁能匹敌 注定为王的人 这是什么审诞 居然这么惊人 众人都是吃惊 王者本就已经修到了 极境巅峰 想再提升一丝战力 都是千难万难 想要跨进王中王的级别 那需要修炼无上秘法 比如不灭天经 又或者是得物天节之秘 修出天节雷霆 再或者像无面那般 人家是上古天族 血脉无比强大 到了王者这个级别 什么丹药应该都没有作用了 放在普通神灵身上 可以提升两个星级战力的丹药 可王者不用连一成的作用都未必有 杨玲运气的代名词 连圣气都是主动认主 那么他捡到一些古老的神药 让他可以在白尺杆头更进一步 也完全不稀奇 虽然只是暂时的 赤荒及大笑 向鱼女和拓跋东看去 你们有没有提升实力的手段 有就快点用出来 没有就滚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鱼女和拓跋东都是苦笑 他们在自己的大兴上都是无敌的王者 顶级天才 连与他们切磋的资格都没有 可到了这里 却居然只有被呵斥滚蛋的份 可没有办法 他们距离王中王还是差了一些 这差距不是境界 而是密法血脉 这就与他们本身的努力 和天分无关了 两人退后 这样的争夺 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参与了 五个吗 差不多 赤荒及目光扫过 狂态避险 呼 他头顶的红日 绽放出刺眼的光 将你们一起轰败 看我坐上王座 他跟疯了似的 居然同时向着凌寒 北黄 无面等五人发起了攻击 一条五 而且还是王中王 不是疯了是什么 凌寒哼了一声 一拳轰出 但并非迎向赤荒及 而是同样化为武道 向着另外五大顶级王者 发起进攻 混战吗 我喜欢 石黄浑身一震 顿时化成了三丈高 其他人连他的膝盖 都是不急 瞬间变成了一个巨人 大手探出 也向着五人展开 无差别的攻击 北黄大笑 长刀展开 挥洒出无尽的寒光 无面 杨林不甘示弱 一个初见 一个则是震动骨散 也向着另外五人发起攻击 于女和拓跋东看得侧目 这样的战斗凶险无比 因为要同时承受五名顶级王者的狂轰乱炸 换成是他们的话 恐怕不用失招就要伤痕累累 不得不败下阵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哪怕同样是顶级王者 差距也是很快就体现了出来 无面 杨林开始受伤 流血 战力迅速跌落 没办法 无面刚刚才跨境这个层次 不可能一下子就真正成为顶级王者 而杨林则是靠丹药提升上去的 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的驾驭本身的力量 可灵寒四人的战力 却是丝毫无缺 也毫无留守地打算 啪 啪 很快 杨林和无面便被轰飞了出去 在这里落败 也不用沮丧 因为那可是相当于被五名顶级王者围攻 谁能不败 与女四人看向还在激战的四人 不得不在心中写一个福字 那四个显然更强 但是真正的王者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是最终登顶的人 其他人都会沦为踏脚石 任你风光无限 可在同街一战中落败 那就是绿叶 只为衬托红花的存在 一人为王 其他人充其量也只是伟王 是灵寒 还是北黄 又或者石黄 亦或者是赤荒级 没有人知道 这四人战的实在太激烈了 却偏偏又能在激烈的战斗中 将自己手的水泄不透 完全可以这么战上十年百年的 可哪有这么多的时间给他们 三天分不出胜负 全部淘汰 林寒率先指战 这样倒下去 一百年也分不出胜负 哼 我不得不承认 你们这三个蝼蚁 还是有点实力的 但与我比起来还差得远 赤荒级说道 虽然承认了林寒三人的实力 可还是一如既往的自大 石黄则道 那该如何分出胜负 我们抽签 两两一战 胜出者再战 连赢两胜者 则是第一 林寒说道 别看四人混战更加凶险 事实上 正因为是混战 每个人都不可能将力量 全部放到攻击端 必须流利防守 反倒不容易分出胜负 比如说 许多大招 就根本没有时间续机了 好 赤荒级头一个点头 到了这时 他其实也承认 这三个神界生灵 有与他对抗的资格 捉对厮杀 才能真正的分出高低 石黄和北黄 互看一眼 也是点了点头 抽签 林寒对石黄 赤荒级对北黄 没有任何的废话 四个人立刻站了起来 人足 看拳 石黄一拳轰出 比锅盖还大的拳头 如同玉石做成 泛动着流光 但千万别以为 他的拳头脆 事实上 他有石灵的血脉 体魄的坚固 才是他最大的王牌 可比铜阶神铁 因此石黄的战斗风格 也是贴身近战 他曾经在一个星域中 占一名同阶的王者 只是连轰十拳而已 便将对方生生揍成了碎肉 若非手下留情 连对手的神魂 也能一起剿灭 林寒哈哈大笑 也是一拳迎上 两只拳头撞到一起 迸发出恐怖的光 轻易便将空气撕裂 形成了一个个黑色的漩涡 好像空间都是破裂 这并非不可能 因为这个世界 山河境便封顶了 他们个个都相当于圣王 圣王出手 撕裂空间并不稀奇 石黄露出惊讶之色 林寒与他对拼一拳 不但没有碎骨 甚至连皮都没有破 他承认林寒的实力 可说到近战肉搏 那可是他的领域 就像北黄与他实力相当 可也完全不敢 跟他拉近距离对轰 天才自然知道 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扬长必短才是王道 他见林寒喜欢用拳头 抽签时便十分期待 与林寒一组 想要领教一下林寒的拳术 没想到对拼之下 才发现林寒的拳头 竟是出奇的硬 好玩 石黄兴奋 战役开始燃烧 之前他只是抱着 玩玩的心态 这时才动了真格 林寒胆了胆手 很少有人与我拼拳 而骨头不碎的 你不错 这句话正是我要说的 石黄再冲 挥拳狂轰 人族 千万不要怂 与我对轰万全 谁怂 谁是小狗 他铁拳无敌 从来没有打过瘾 因此 他也怕林寒不跟他打个痛快 提前计较 林寒不由冷汉 这位石黄多大呀 居然连小狗这两个字 都是说了出来 他摇摇头 笑道 呵呵呵 好啊 不过你拼输了 可不要哭鼻子 我怕你不成 石黄教导 不怕就好 两人对拼 抛弃了一切花招 就是用四只拳头 不断地轰向对方 这看的五面四人 都是嘴里抽搐 只觉这两人都是禽兽 正常人哪可能拥有 这么恐怖的体魄 人力有限 你将七成的力量 放在攻击端 便只有三成的力量 能够用来防守 可看林寒与石黄 这么狂拼的架势 他们分明是将十成的力量 都用在了攻击上 这说明了 这两人的体魄 都是变态级别 根本不需要 以原力防守 同阶之中 有人伤得了他们吗 四人面面相去 觉得 纯靠力量的话 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们已经对轰了千来拳 可哪一个 都没有骨头碎掉 皮肤破开的迹象 必须动用火焰 冰霜等规则之力 去溶解 去冰封后 使之失去韧性 规则本就是战力的一部分 像这二人 只是用力量对轰 那根本就是 莽夫的打法 高手应该不屑的 可这两个顶级王者 却是乐此不疲 石黄的脸都开花了 只觉痛快淋漓 从来没有人 能够让他打得这么爽 他不由对林寒 好感激增 想到此人 虽然是人族 却完全可以交个朋友 人族 我可要提升战力了 他说道 虽然只是拼力量的话 大家都没有办法轰破 对方体魄这道关 我也正有此意 林寒大笑道 名誉弓 石黄轻贺一声 两只拳头本来只是像 玉石般光滑 但现在却是完全的 透明化 一个个神文绽放 布满了两只拳头 林寒的拳头上 则是那枚蓝色的神文发光 闪电缠绕在他的拳头上 这可不是普通的雷霆 而是天雷 靠 石黄本来一拳 已经想要轰出去了 却是硬生生地止住 哪怕是他 面对天结雷霆 依然有一丝心计 不打了 林寒笑道 打 石黄立刻嘴硬地道 大步踏出 一拳爆轰 林寒迎上 啪 两人的拳头撞到一起 这次 冲击力就更加可怕了 因为两人都是用上了规则之力 不只是力量的碰撞 还有法的冲击 雷光顺着石黄的拳头 向着手臂蔓延 啪啪啪 他手臂上的衣物 顿时化成了飞灰 而当雷光从尖头向着身体蔓延时 只见他身上的那件宝衫发光 阻止了雷光进一步的清晰 两人纷纷后退 都用上了秘法 战力自然不可同日而鱼 石黄抬手一看 他玉石般的拳头破开了 流出了青色的液体 齐香沁鼻 这是他的血液 但因为他本身就是石灵 但大部分都是 只是不像他老子那么纯粹 示意他的血液 其实是罕见的灵液 乃是惊人的补品 他震惊 虽然他并非没有受过伤 但能够在同阶之内 以拳头对拳头这样的方式 让他受伤的 这是头一次 靠 这个人族的拳头居然比他还硬 他看着灵涵 对方的拳头还是好端端的 灵涵用鼻子秀了秀 盯上了石黄的手 道 那个 别浪费了 用瓶子接着吧 石黄顿时气歪了鼻子 这是我的血 我知道啊 所以别浪费了 反正已经流出来了 不如送给我吧 灵涵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你这个混蛋 石黄大怒 一道光滑涌过 他的拳头立刻开始愈合 速度快的惊人 他为石灵后裔 坚硬的身躯 惊人的恢复力 便是他最擅长的 再来 他挥拳 就不幸堂堂石灵 会在对轰中 输给一个人族 如你所愿 不过你说了就要给我一瓶 那个灵液 灵涵笑道 那是我的血 石黄强调道 不知道啊 小气什么 大不了我也留一点给你 灵涵不以为然的道 好 只要你能赢我 我送你一瓶 灵液 石黄气坏了 双拳连辉 身上那件凤血 真金丝 编织成的宝山 也在发光 不但可以提升他的防御 还有一定的力量 加成之效 毕竟 这可是胜料 哪怕现在被削到了山河境 可依然有着极强的功效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说的 等一下不要赖皮 灵涵大笑 答应我再说 石黄沉声道 他给自己加持了种种秘术 战力又提升了一截 灵涵不以为然 直接发动了天威 嗡 一个冲击之下 石黄的战力 顿势锐减两星 这太可怕了 战力掉两星 是什么概念 足足被削了一百倍呀 两人的战力 本来就接近 可一个突然被削了一百倍的战力 这还是实力相当的战斗吗 灵涵一拳轰出 石黄整个人就飞了 叭叭叭 石黄的身体一路撞 至少撞断了百来株大树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整个身体都是挂在了一株大树上 咻 三丈高的身体立刻缩小 化成了三寸高的小人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他总算从头脑发晕的状态下 清醒过来 他不由骇然 对方居然有密法可以影响他的战力 这太惊人了 不是一成两成的削弱 而是两星 要知道 就算顶级王者 与普通王者的差距 也不足一心啊 在灵涵面前 便是顶级王者 都没有资格称为王者 这还怎么打 好强 石黄沉声说道 那是天威吗 若非如此 便是真龙之威 也不可能影响到我石灵一脉 他父亲便是石灵得道 乃是圣人 与真龙并列 因此大家同接 便是真龙 也不可能影响他的战力 林涵微微一笑 不错 正是天威 石小子 还打不 不打就乖乖将林涵交出来吧 光是天威可不够 石黄摇摇头 他大步向着林涵冲去 身上有一道阴晕之光笼罩 我运转我族秘法 一个时辰内 万法不清 若是在这段时间内 不能击败你 我甘拜下风 这次他并没有放大体型 就是一尊小人 可一拳挥出中 力量凝聚到了一个点 破坏力更加可怕 林涵扬动天威 向着对方轰去 果然 天威也无法再对石黄造成影响 看来真如他所说 在一个时辰内 他万法不清 一个时辰想要打败我 林涵大笑 这真是开玩笑了 他同样挥拳 向着石黄打去 之前石黄的拳头 可比紧盖 可现在却是小的 跟一片指甲似的 与林涵的拳头一比 大小完全不成比例 连婴儿都是算不上 可谁要小看了 那绝对会大吃苦头 本体状态下才是最强的 对任何生灵都适用 在这样的大小下 石黄的体魄 无疑将更强 而力量集中 破坏力也更强 啪 两只拳头撞到一起 石黄的拳力 全部集中在一个点爆发出来 形成了可怕的冲击 卡 林涵的体内传出一声响 竟是肩骨脱臼了 好厉害 林涵点点头 随手将骨头归位 这一拳的冲击力真是可怕 虽然没能轰断他的神骨 可还是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根据阅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阅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 联合出品 石黄却是震惊地 将嘴巴都是张大了 在他的本体状态下 石打石地一拳 居然只能将林涵打得脱臼 我靠 我们到底谁是石灵啊 石黄肃然 人族 你有资格 让我使出破金三拳 很强吗 林涵笑问 五行生灵中 金主锐煞 石主防御 但我父不甘 创出了破金三拳 认为我石灵一族的攻击力 同样可以超越精灵一族 石黄说道 他运转着拳势 虽然不过三寸高 可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是无比的惊人 轰隆隆 他身边的大地 一层层的沉降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挤岸一搬 这只是运转一下拳势而已 要是被实打实地轰上一拳 那破坏力又将如何的可怕 敢接吗 石黄说道 带着无比的傲气 这可是一位圣人创造的拳法 若非他同样具有石灵血脉 根本不可能运转得出来 正是如此 这拳法的威力 也惊天动地 有何不敢 林涵充满了自信 同阶之内 谁能轰破他的体魄 就算有 顶多也就是造成些小伤 他运转一下不灭天津 就能愈合了 人阻 这一战之后 就算输了 也有资格做我的朋友 石黄笑道 他就喜欢敢和他硬碰硬的人 好 林涵点头 他倒也挺喜欢石黄这种直爽的性格 第一拳 石黄冲了过来 高高跃起 但因为个儿头太小 他的高高跃起对于林涵来说 也只是面门的位置 然后一拳轰了过来 林涵出拳迎上 石黄那小小的身躯 顿时爆发出可怕的力量 将林涵整个人都是震飞了出去 啪 林涵直被打飞了几十杖才落地 虎口裂开 鲜血淋漓 不愧是圣人创造的法 厉害 林涵微微一笑 这一拳终是轰破了他的防御 可也只是如此 并无法伤到他的神骨 毕竟 他的神骨强度 可是达到了五阶神铁的层次 就问山河境 有谁可以轰破 便是极尽巅峰的力量 也不行 用烈叶焚烧的话 那花上几天几夜 还是可以熔炼的 第二拳 石黄大鹤 右拳再次挥出 古怪的是 他的身体 没有丝毫变化 可挥出的拳头 却是猛地放大了几十倍 啪 林涵再次被震飞了出去 但这一次他在空中使了一个玉字绝 一个漂亮的滑形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他甩了甩手 确实有点厉害 我的手都有些疼了 石黄长笑一声 再挥一拳 这一次他的拳头化成了一座山 高高举起 似乎连这片天地都能轰穿 带着这样的霸气 这一拳 重重地砸了下来 向着林涵震落而去 连北黄与赤黄级的战斗 都是受到了波及 让无面等人都是暴退 这一拳 甚至达到了日月级小级位巅峰的威力 这极其的不可思议 要知道就算是修到了山河极境巅峰 也只不过能够与日月级小级位 初期媲美而已 可现在石黄的战力 却在这个基础上 还提升三行 这是极净升华 极净璀璨的一击 便是石黄靠着血脉上的联系 也仅仅只能挥出一击而已 这一拳 有弱击穿了苍穹 带着无穷无尽的大势 震落下来 一拳轰过 大地都是震颤不已 整个山林至少被摧毁了三分之一 地面仿佛被掀起的地毯 不断地拨动着 至少过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才终时停了下来 太可怕了 一拳之威竟能强到这份上 要知道 这可是两界规则碰撞形成的区域 本该是坚不可摧的 石黄收拳 啪 山岳般的巨拳缩小回正常的尺寸 他露出傲然之色 这一记重拳 连大部分日月级小集位巅峰都能轰敗 更何况山河极尽了 拳头收起之后 献出了底下的场景来 林寒依然站着 不止是石黄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 其他人也纷纷如此 在这样的轰击之下 林寒居然还是如同没事人一般 事实上 要以蛮力摧毁五阶神帖 那肯定需要日月级中集位以上的力量 日月级小集位的话 那需要用上法则之力 比如烈焰焚烧 比如毒水腐蚀 林寒修了不灭天经 防御力 恢复力本来就远在战力之上 如果说 世上有两个林寒的话 那肯定是你杀不了我 我也杀不了你的局面 林寒活动一下筋骨 他的衣物完全被摧毁了 但他已经拿出新的患上 笑道 这一拳不错 打得我骨头都快要断了 如果石黄的权力 还能再强大一点 迈进日月级中集位的话 那确实可以做到 便是骄傲如石黄 都是目瞪口呆 不得不写个福字 同阶一战 我不是你的对手 论防御 林寒甚至超越了他这个失灵 论攻击力 林寒拥有天威 可以消掉对方两个星级的战力 同阶一战 便是顶级王者 都只有隐恨的份 在攻防两端 都是这么可怕 这让人怎么玩 想要赢林寒 必须在境界上占到优势 你真是个变态 石黄悠悠说道 这样的评价 本应该是别人用在他的身上 可现在 却是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 可见他真是被惊到了 林寒哈哈一笑 愿度不输 林业拿来 哈哈哈哈 石黄郁闷 却并没有食言 在手臂上划出一个伤口 挤出了一小瓶的林业 他可是星辰境强者 又是石灵 他的血液 在星辰境级别中 都能称为至宝 他将玉瓶丢给了林寒 林寒当然不会客气 收进了黑塔中 另一边 赤黄疾和北黄还在激战 两人都是绝招境出 北黄用刀 金色的长刀挥斩中 连天地都似乎可以削开 而赤黄疾则是用出了一面古镜 镜中不断地喷射出烈焰 无物不焚 他们本身的战力 真是相差无几 现在拼的便是神器了 理论上来说 北荒乃是圣人之徒 他手中的宝刀 虽然不是圣料 却是高达十五阶的神铁 连横河镜都要流口水的材料 打造成的兵器自然强大 可赤黄疾的这面古镜 却更像是圣器 威力无穷 现在两件神器都被削到了山河镜 那么自然是圣器要更胜一筹 虽然这优势很小 凭着这样的优势 赤黄疾终是占据了上风 越是累积 越是明显 北荒显然不是输不起的人 他急退失账 摇摇头 我输了 虽然他只是输在了神器上 但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借口可说 赤黄疾难得的肃然了一回 你很强 不过 放开修为一战的话 我会赢得更加轻松 修为放开 圣器与十五阶神器的差距自然更大 凌晨不由惊讶 看来运气好的人 可不止杨林一个 赤黄疾居然也有一件圣器 接下来 赤黄疾看向凌晨 露出森然之色 打败你 我就是真正的王 凌晨哈哈一笑 呵呵呵 你未免也太井底之蛙了 先不说我们谁输谁赢 我们所看到的也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角 天知道在其他地方 有没有更强的人 尤其他还知道有个仙玉 虎妞仅仅花了五年左右就成了创世境 说到天才的话 那真是呵呵了 来战 赤黄疾踏前一步 三生如灭 神魂七斩 嗡 一道可怕的寒光从他的双眼中射出 化成了一柄神剑 向着凌晨斩了过去 凌晨微微惊讶 这竟是神魂攻击之术 他见过许多人修炼了神魂 让他的七杀阵魂术难以建功 可修炼了神魂攻击之术的人 却是少得可怜 才会让他在炸赌的一瞬间 显得很惊讶 这一剑斩道 灵寒速力 也不招架 任这一剑从他的天灵盖中斩了进去 赤黄疾不有冷笑 他在神魂的修炼上可是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因此 不但神魂坚固 而且化成攻击时 也有着极大的威能 此人居然敢如此大的咧咧 那真是自讨苦吃 没想到 这一战 他竟是赢得如此简单 轻松 就这样 灵寒展颜一笑 他修不灭天经 神魂也要超过境界一个层次 想要重创他的神识 奇难无比 赤黄疾这才露出了慎重之色 能够化解他的神魂冲击 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灵寒就这样硬吃一击 却这屁事都没有 这就可怕了 此人的神识之强 甚至在他之上 不错 这才是我期待的决战 赤黄疾大笑 所有的慎重 都是化作了冲天战役 他双手捏绝 道 先接我的八言真术 生老病死 诸疾缠生 嗡 几道黑光从他的嘴里飞出 画出了八个黑悠悠的字符 向着灵寒撞了过去 灵寒顿时感到可怕的杀鸡袭来 浑身都是泛起了一种战力质感 这是一门可怕的秘术 连他都是感觉到了压力 他发现 自己的生机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精气神都是降到了谷底 咦 这难道是诅咒 灵寒以前得到过诅咒之评 只要采对方的血液毛发等物 便可以咒死 哪怕命硬 咒不死 也会大病一场 原力大伤 那瓶子就是一群修炼冥界功法的人所有 以此推断的话 诅咒之术应该是属于冥界的功法 他轻贺一声 激发出雷霆之威 顿时啪啪啪的闪电之声大作 他浑身都是缠绕着赤白的闪电 将诅咒之力化解得干干净净 天洁之力可以洗去一切 净化一切 有点意思 赤荒吉咧嘴而笑 也吃我一拳 凌寒大鹤一拳轰出 雷霆交织 随着他的权力一起打了出去 赤荒吉不敢大意 同样鼓起一拳 右脚向前跨出一步 虚打一拳 两股力量在中途相撞 顿时形成可怕的冲击波 向着四面八方辐射而去 这样的霸道之力 便是山河境大圆满巅峰 碰一下都会被震飞 可这里所有人都是消出极境的王者 冲击波只是将他们的衣物 吹得烈烈作响而已 没劲 石皇姑娘道 他喜欢拳拳倒肉的硬拼 这样隔着老远的距离对轰 便是再激烈 也让他觉得不过瘾了 哈哈哈哈 再试试我这招 石皇姑大笑一声 对着腰间一拍 瞬间飞出几百面旗帜 分插在凌寒的四周围 每一面旗帜 都是发出微弱的光 连成一气 顿时 凌寒的面前全是迷雾 明明赤荒吉只是与他隔了十丈而已 可现在却是半点踪影也是看不到 不只是赤荒吉 便是无面 石皇等人也是看不到了 阵法 凌寒游目看着四周 不由在心中说道 这个赤荒吉还真是手段平出 先是神魂冲击 再是诅咒 现在又是阵法 好像没有什么是他不曾射猎的 这就是天才 明明已经在武道上一齐绝尘 却偏偏还在其他方面 取得了让人只能仰望的成绩 像凌寒在单道上就绝对没有一个同龄人可以起击 他不动不惊 这个阵法最多只能困住他 但要打败他远远不够 呼 一头魔物从迷雾中走了出来 形无俱犬 但长着三颗脑袋 三只大嘴中都是哒哒哒地流着口水 浑身更是缠绕着黑色的火焰 一脚踩下 地面变成了焦炭 充满了破坏性 啪啪啪 脚步声频频响起 一头又一头三头火犬出现 将凌寒包围了起来 这些火犬气息深沉 竟是无法判断修为 任祖 你若连这个阵都闯不过的话 根本不配与我交手 赤荒急的声音响起 如同回音一般空旷 竟是无法捕捉到究竟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林寒淡淡一笑 道 配与不配可不是你说的 我想揍你就揍你 不想揍的话一脚踹开 赤荒急顿了一下 才冷然道 狂 呼 三头火犬齐齐喷火 向着林寒展开了攻击 呼 烈焰喷出呼天盖地 林寒摇了摇头 想用火焰对付他 这不是搞笑吗 他可是在鲜艳中断身的 虽然说那是有黑塔的保护 但同阶之内 甚至高出一两阶 有什么火焰是可以让他胆怯的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烈焰袭来 林寒连手指都没有台下 身体化成了一个黑洞 吸取着火焰 化为本身所有 咦 林寒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可外面的人却是可以看得清楚 在旗帜的包围之中 那仿佛自成了一个世界 否则明明只有那么丁点大 为何能够容纳那么多的三头火犬 这是地狱烈火阵吧 隔了一会儿 云女猜测 应该没错了 北黄点头 此阵在上古时期 乃是惊天大阵 可以焚圣人的 不过 这威力显然要小了许多 可能是从地狱烈火阵 演化出来的负阵 赤荒吉 亚然向着两人看去 正如这二人所说 这是地狱烈火阵的负阵 也是缩水版的 是他从一处古迹中得到的 没想到 居然还能被人认出来 这些神界的王者 还真是不容小觑 但他自傲 哪怕这只是一个负阵 不可能屠得了圣人 可放到外界去的话 困杀星辰静 绝不在话下 现在哪怕在这里 威力受到了限制 可依然强悍无比 如果灵涵连这一关都闯不过 又有什么资格 做他最终的对手 但看到烈焰焚身之下 灵涵居然不躲不闪 而万千火焰 皆被灵涵吸取 便是赤荒级 都是露出了诧异之色 这连他都是做不到 什么怪胎呀 这家伙居然可以吸收火焰之威 是只能吸收火焰之力 还是什么属性都可以 众人都是金融 这差别太大了 要是什么属性的元素之力 都能吸收 那么再加上他可怕的体魄 同阶之内就真的不败了 不说无敌 至少是不败了 本来他们自存对付灵涵的最好手段 就是用火焰焰炼 因为火克金 同阶的火焰绝对是克制神铁 最好的办法 可现在看来 这条路走不通了 这怪胎到底要怎么才能撕开他的防御 众人都是皱眉 最简单的就是一力破万法 只要力量强大到一定的层次 那么管你是几节神器呢 我一巴掌便能震碎 可这里的人都是王者 何为王者 同皆无敌 现在要他们达到更高的境界 动用更强的力量去碾压灵涵 这不斥承认了同阶不敌灵涵 这是他们的骄傲不能允许的 他们都是绞尽脑汁 苦思对策 而阵法之中 灵涵不断地吸收着火焰 直到这些高大的三头火犬 都是瘦了一大圈 再也吐不出火焰了 这个阵法也不破自解 那几百面旗帜上 阵门都是黯淡了 需要一定的时间 来吸收天地灵气 才能重新布下 赤荒吉装饰点点头 不得不承认 你有资格做我的对手了 那你有吗 灵涵踏前一步 轻贺一声 但声音却是化成了一把剑 向着赤荒吉斩了过去 我若没有 天地下还有谁有 赤荒吉也是踏前一步 双眼怒张 目光化成了一只火焰拳头 向着那把剑迎去 拳头与剑相撞 纷纷湮灭 他们这些人都是修到了 极尽巅峰 哪怕修炼的功法有所不同 但原力层次真是相差无比 想要靠纯拼原力来决出胜负的话 那至少也能拼个好几年 能够让他们分出胜负的乃是规则 秘法血脉 古漏寡闻 石皇则是吃了一声 北皇也点头 就我所知 在七双新域有一个人 很强很强 我曾经在日月进小集位 与他同街一战 但被他百招内所败 此言一出 愚人大惊 北皇有多强 众人都是亲眼目睹的 与赤荒级大战到癫狂 最后还是因为神器的品质 差了一丁点 这才会败下阵来 至于本身的战力而言 北皇绝不弱于赤荒级 可这样的王中王 居然自创被另一个人 在百招内打败 这这对方到底是什么怪物呀 也太强了吧 那是你们少见多怪 石皇吃了一声 你们顾不于这个天地 以为在一个星球内 同街无敌便可称王 又怎么知道 整个世界又有多大 云女等都是露出尴尬之色 这要换了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他们自然不屑一顾 认为对方只是嫉妒 可一位王者开口 甚至还是王中王 那分量就重了 只是石皇说的也太直接了 将他们都是打击得体无完肤 北皇则是温和一笑 有些人 一直在两界穿梭 同时体悟两界的规则 融为一体 所以同界一战 他们自然更强 什么 云女 杨林 拓拔东 都是大惊失色 连污蔑 也是露出了金融 石皇又吃了一声 你们以为 之前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那其中就有明界的规则 否则凭什么 让你们在境界不变 密法不变 血脉又不变的前提下 战力提升了一大劫 云女等人再次吃了一惊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说法 他们陷于层次 背后的最强者 也不过横和尽 说到对于武道的理解 又怎么能够与圣人 及背景的石皇 北皇相比 不过 不管是明界去神界 还是神界去明界 都太危险了 北皇摇了摇头 哪怕是他 也不敢轻易踏足明界 一旦暴露身份 他必然会遭到 明界强者的追杀 云女奇怪 既然同时参悟两界规则 能够变得更强 为什么两界 不互相退一步 让对方都有机会参悟呢 以现在两界的对立 怎么可能让对方的武者 来自己的地盘礼物规则 北皇叹了口气 哎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两界天生相对立 如水与火 又怎么可能和睦相处 云女等人都是不再说话 他们只要问一下自己 除非这里是两界天交会 否则看到一名明界生灵的话 他们会不会出手格杀 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多杀一个明界的生灵 神界就会多安全一分 尤其是天才级别 那宰杀一个的意义就更大了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 那又何况是其他人 两界的冲突 是在源头上的 而且不知道积怨了多少年 怎么可能化解 怎么可能会和睦相处 不过 为什么明明是对立的世界 我们参悟明界规则 却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呢 云女问道 她是女人 又是美女 天生有人际交往上的优势 方便问些问题 北黄和石黄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摇头 这个问题连圣人都是回答不了 林涵若是听到他们的讨论 便能很肯定地告诉他们 只有同时领悟了两界规则 才能打开通往仙域的大门 获得真正永恒的生命 林涵以身为功 以原力为剑 右手上的雷霆印记发光 加持在剑身上 啪啪啪 原力之剑上跳动着赤白色的闪电 散发出一股天威之力 赤荒极顿时露出惊荣 这一剑还没有射出来 就让他感觉到了可怕的压力 一旦发出 必然识破天惊 林涵手一松 原力之剑射出 快如流光 灭龙星辰剑本就奇快 现在再融合了天结雷霆 自然又将速度提升了一个台阶 手才一松 下一个瞬间就已经来到了赤荒极的胸口处 赤荒极大惊失色 他知道林涵这一剑发出 必然可怕无比 但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么迅击 在他的瞳孔中 原力之剑交织着雷霆 无限放大 刺眼无比 定 他大喝道 脸皮都是扭曲了 但一股古老的气息 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无比的玄妙 世界突然变慢了 原本那如流光般的箭矢 慢得如同一耙 而赤荒极却是完全不受影响 他将身形一偏 让开了剑尖 可就在这一瞬间 世界又恢复了正常 袁立之剑射过 带着交织的闪电 没入了远方的密林中 赤荒极又怒又惊 他有一个大秘密 那就是他的血脉 无比的强大 甚至可以左右时间 使深周一部分区域的时间暂停 但只能持续一瞬间而已 可能够影响时间 这无疑是天底下最可怕的能力 只要给他静身的机会 甚至以星辰静之身 都能涂横和静 可这样的能力 并不能随意施展 而是每三天才能一次 因为需要用到他的血脉之力 一旦消耗了血脉中的 那种神秘力量 他就只能慢慢恢复 这样大的能力 居然这么快就用掉了 赤荒极当然大怒了 他盯着林寒 却是更加不敢大意 生怕林寒再来一剑 他可无法再发动这样的能力了 他轻斥一声 向着林寒杀了过去 呼呼呼 他拉近了距离 但并没有达到拳头互搏的镜 差不多一丈左右 这样既能让林寒无法发挥剑术之长 又能让他的战力最大化 林寒倒是无惧 他只是奇怪 为什么刚才灭龙星辰剑 射到赤荒极身前的一瞬间 好像停滞了一下 虽然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 可就是这么一个隔盾 让对方趁机躲闪到了一边 凝制时间 林寒心中一领 如果真的如此 那这样的法也太强了 不过 如果赤荒极真的掌握了这样的法 那不是绝对无敌了 又怎么可能与北荒打得这么难解难分 最终还是靠盛气盛出 这样的法必然不能一直施展 所以才只会用在最关键的时候 关键是能够用几次 林寒倒是不怎么担心 就算他被赤荒极凝固了时间 但以他的体魄之强 就那么一瞬间想要轰杀他 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他张开大手 向着对方按了过去 呼呼呼 两大超级王者展开了对拼 这是最后一战 胜者可以独享 无蕴加身 一开始 林寒与赤荒极都是互有忌惮 生怕对方藏着什么恐怖的杀招 打得都是非常小心 不敢放开了手脚 但打着打着 两人的脾气和傲气 都是打出来了 全破无几 赤荒极大吼一声 双拳轰出 如羊角一般分开 向着林寒撞击而去 呼 压力如山 林寒哼了一声 也不再藏桌 运转出了天威 向着赤荒极 镇压而去 哈哈哈哈 这招对我没用 赤荒极大笑道 双眼中闪动着 明灭不定光芒 体内有一团火焰燃烧 竟是将袭来的天威 生生地焚掉了 这是一团黑色的火焰 只是看上一眼 就让林寒生起一股寒意 本源神焰 石皇和北皇同时惊呼 两人互相看看 都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什么是本源神焰 云女问道 不懂就问 反正女人有优势 不用担心面子问题 石皇神情肃然 天地间 共有九十九种神焰 传说中 这是天地初开的时候 就存在的 神界有 明界也有 北皇点点头 接着说道 本源神焰 基本不可能与生灵相容 但也有意外的情况 得本源神焰者 无一例外可成圣人 而天地间 一共就九十九种神焰 生生不灭 哪怕与生灵融合 也会在生灵死后 重归天地 本源神焰是世间真正的至宝 住于体内 可住无者领悟天地间的火之大道 祭出 甚至连圣人都能焚尽 石皇又道 当然 险于境界 赤皇级 现在不可能这么强 但足以让他的战力 再提升一两星 北皇肃然道 云女等人都是色变 在他们这个基础上 还能再提升一两个星级的战力 这太可怕了 这家伙 难道是天地宠儿吗 石皇资了资牙 他虽然是圣人之子 可也没有赤皇级这一身家当啊 众人都是向杨林看去 这也是一个天地宠儿 得了一件圣器认主 杨林则是摇头苦笑道 哈哈哈哈 跟他一比 我简直就是乞丐 同样是得到了圣器 人家是完整的 他是残缺的 说到其他的宝物 他只是捡到一些丹药而已 可赤皇级呢 竟是天地间的本源神宴 相当于将天地间一部分的火系大道 常驻于体内 这样的悟道效果谁能比 难怪赤皇级仅仅两百岁 就迈进了星辰境 有本源神宴之助 境界领悟 那根本就是小意思 只需要提升元力积累就行了 像他这样的天地宠儿 说不定走进个山河 就能捡到什么上古神药 啪啪啪 吃一颗就修为起飞了 这样一个得天幸运的人 怎么战胜 众人还不知道 其实赤皇级的血脉 同样可怕 甚至能够影响时间 否则他们更要震惊 怎么天地运气 会如此宠爱一个人的 你再强 在我面前也不够看 因为我是天生注定的王 赤皇级傲然说道 在他看来 这天威应该是 灵寒最强大的底牌 可以削弱对方 两个星级的战力 太逆天了 可惜 他本身就代表了天地大道 又怎么可能被削弱呢 废话真多 灵寒不反对狂人 天才当然是狂傲的 但还臭屁话一大堆的话 却是太讨人厌了 他弹指 一道道剑气飞出 雷霆剑法 融合了真正的天洁之威 赤皇级哈哈大笑 一边轰拳 一边喝道 乖乖在我面前臣服 我是不败的王 终有一天 我将军灵神明两界 你们这些井底之蛙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光有多么短浅 我的志向 你们连想象一下都是没有资格 灵寒吃了一声 鲜欲 赤皇级顿是喷了出来 这是他一直藏在心中的大秘密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联合出品 正因为知道仙欲的存在 他才会无比的自大 别说神界王者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冥界也是如此 因为他坚信自己应该属于仙欲 高高在上 可以俯瞰众生 冥界 神界 都只是他的踏脚石 供他成长而已 而达到圣人位的时候 他就会打破远古之路 进入仙欲 这是他的大秘密 藏在最深处 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人分享过 因为没有一个配 可现在呢 他以为是最大的秘密 却是被人随随意义 满不在乎的说了出来 好像那根本不是惊天之秘 而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这一瞬间 他仿佛从云端跌落了下来 充满了失落 不解 你 你怎么可能知道 他满脸的茫然 灵涵却没有回答 推测道 你之前可以影响我的剑 这应该是血脉之力 嗯 我猜到了 你应该 也是上古天足 赤荒疾顿时露出猙獰之色 额头上的血管 顿时悉数浮凸出来 杀气疼疼 他这一脉 只剩下他这么一个人了 而在血脉之中 有着这样一个讯条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知道秘密的都必须杀死 找死 他咆哮道 体内的神火一阵阳动 猛地生腾了出来 在他的身周卷舞着 可怕得惊人 这可是圣人碰触一下都要焚尽的神艳 他冲向灵涵 竟是主动要和灵涵近战 灵涵自然无惧 与他展开了对轰 叭叭叭 赤荒疾确实很强 但明显体魄 挤不上灵涵和石黄 这样对拼太吃亏了 因为原力有限 放在了攻击端 防守必然有问题 可顾着防守了 攻击变乏力了 那你冲上去干嘛呢 只是对轰几拳而已 他的拳头上已经绽开了血花 可就在这时 赤荒疾确是猛的一张嘴 吐出了一口黑色的火焰 直袭灵涵的面门 如此静 灵涵怎么躲 一口神艳顿时完全喷在了灵涵脸上 烈焰生腾中 已是完全看不到灵涵的身影 这是天地神艳 隔绝视线 神识 完蛋了 这可是连圣人都能焚掉的神艳 哪怕在这里受到了压制 但要焚掉一个同阶的生灵 绝对不在话下 连石皇都是认为 灵涵哪怕不死 也必然要被重创 这可是天地神艳 随着天地开创时一起出现的 甚至比他们石灵一脉 还要高贵 诡异的一幕出现 黑色的神艳 居然从赤黄疾的体内 不断地涌出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似的 就那么一瞬间 本源神艳便从赤黄疾的身体中 完全脱离 缠绕在灵涵的身上 不 赤黄疾不由惊呼 这可不是他主动视为 要以更多更强的神艳 将灵涵焚掉 而是被一股神秘力量 硬生生地将神艳扯了出来 但这又怎么可能 本源神艳 这是属于天地的力量 最古老最强大的存在 除了其他的本源神物 又有什么能够匹敌 就算灵涵身上也有本源神物 那也只能是能够匹敌罢 为什么可以将他的神艳 强行扯出体内 这简直是碾压的优势 赤黄疾真的好慌 因为他不明白 照理来说 本源神艳 不管在神界还是明界 都是最最厉害的东西 难道灵涵身上 有超越这两界的宝物 事实上确实如此 被本源神艳牺牲 灵涵并不怎么在意 毕竟神艳在这里 也要被削到山河境 而他可是被仙艳焚练过的 这自然不在话下 可小塔却是突然向他传音 要他不要反击 因为他要抽走这道神艳 灵涵自然配合了 抽进了黑塔 那不成他的了 于是他站着不动 任赤黄疾将神艳加深 而黑塔果然发动 硬生生将整道神艳 都是从赤黄疾的体内 抽了出来 不错 确实是本源之力 可以让我恢复万分之一 小塔有些欣喜地道 我擦 灵涵立刻道 喂 你这意思是要私吞了 本来就是我抽取出来的 当然归我了 小塔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再说了 只有我完全恢复了 才能七天瞒地 让你日后进入了仙玉之后 还能不暴露黑塔的秘密 你这是抢啊 灵涵心疼 本源神艳 听起来就知道是好东西 少叽叽歪歪 快配合我 小塔说道 他一动黑塔 固然可以毁天灭地 但那会引动仙玉的注意 所以必须要灵涵配合 配合是可以 但必须分为一点好处 灵涵讨价还价 这个傲娇塔 也是无良塔 不争不行 好吧 小塔愁愁了一下 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一人一塔配合 开始收取这道本源神宴 黑塔完全可以独立做到 但为了在不泄露气息的状态下进行 这就必须要灵涵的配合 因为这里压制了所有存在的境界 而灵涵又是从仙艳中走出来的 呼 灵涵的双手从黑艳中伸了出来 捏着一个个法掘 呼 他张大了嘴 这道神宴顿时被他吞进了口里 还给我 赤荒急急红了眼 连忙冲上去抢夺 这是他最重要的底牌之一 哪能坐看着被灵涵收走 情急之下 他也没有去想灵涵凭什么可以收走本源神宴 石荒等六人则是全体实化 呆若目击 那真是本源神宴吗 不是号称圣人碰一下都要被焚掉的吗 为什么会被两人吸来吸去的 灵涵一边出手与赤荒急对轰 一边以小塔传他的法门 不断地收取着神宴 可怜这本源神宴还想挣脱 却是根本不可能匹敌黑塔的掌控 徒劳地幻化着各种形态 却只能一点一滴地被灵涵吞噬 这看起来是进入了灵涵的口 事实上却是立刻被黑塔收走了 毕竟本源神宴对他充满了敌视 完全不可能与他融合 便是想要焚尽他 真要尽了他的体内可绝不是件好事 能够承受神宴之危 和被神宴在体内焚烧 这是完全的两回事 看着神宴一点点的减少 赤荒急又急又怒又慌 他爆发出更强的战力 要阻止灵涵吞噬自己的神宴 找死找死找死 赤荒急大吼道 从出生以来 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的失态 可没办法 这是他最倚重的底牌之一 不好意思 进了我的口袋 那就是我的东西了 灵涵笑道 在小塔的运转之下 黑塔的吞噬速度越来越快 需要这么久可不是因为黑塔不够给力 相反 小塔正在尽力控制黑塔吞噬的速度 免得用力过猛 泄露了黑塔的气息 混账 赤荒急终是祭出了圣气 古镜出现 火 镜中出现了一条火龙 向着灵涵咆哮而去 看到这件圣气 北黄不由的脸色一沉 他虽然心胸豁达 可看到这件打败自己的神兵 还是让他起了一丝涟漪 毕竟打败他的并非赤荒急 而是这件圣气 嗡 先摸剑浮现 被灵涵握在手中 向着那条火龙挥斩而去 摆托到剑影划过 那条火龙顿时被斩得支离破碎 再无一丁点的威能 嗯 北黄等人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齐齐将目光看向灵涵手中的仙魔剑 圣气之威 有目共睹 然而 灵涵这一剑之威似乎比圣气还要强 在这个境界相同的地方 圣气肯定要比其他的神兵强 可灵涵的这把剑还要更强 那就说明了这也是一剑圣气 而且品阶还有更高 毕竟圣人共分四个境界 圣气当然也分四个等级 这这这这是见鬼了吗 平时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圣气 现在却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好像那普通的如同四阶五阶神器似的 呜 黑塔吞噬掉了最后一丝神艳 灵涵也闭上了嘴 露出了一抹满足之色 他看着赤荒吉 眼神中满是欣赏 他就喜欢这种运气逆天的人 你的就是我的 可以省却他许多的功夫 赤荒吉却是气得蹊跷生烟 将我的神艳还给我 不要这么小气嘛 大家香 灵涵刚说了一句话 却是立刻脸色一变 因为小塔已经把那道本源神艳给炼化 而他也确实按照约定分了他一部分 但这一部分连亿万分之一都是没有 不带这么坑人的 我靠 这个贱人塔连他都黑 小塔 灵涵也神识咆哮道 叫什么 我耳朵又不聋 小塔哼哼道 你就分我这么顶点 灵涵恼道 这拼命的人是他 可居然没能捞到什么好处 这也太过分了 我只说分你一些 可没有说多少 小塔十分赖皮的道 你居然比我还无耻 灵涵无语 这也太阴了 小子 我好 你才能好 小塔说道 一副很有哲理的模样 灵涵气得不想理他 不过他现在已经达到了日月境大圆满的巅峰 不突破的话 就是给他再多的好处也没用 反而只会让他撑爆了 他只是气不过呀 这死小塔居然这么坑他 还给我 赤荒吉则是暴怒 面前这家伙明明坑了他 可居然还敢摆出一副臭脸来 这是要气死他吗 他长笑一声 双眼中喷出了黑色的火焰 那是本源神艳 被他炼化了一丁点 进入体内 真的只有一丁点 限于境界 他也不可能炼化多少 这毕竟是连圣人都要忌惮的本源神艳 但这丁点神艳 却让他拥有了对抗天威的能力 否则被削了两星的战力 他就是顶级王者 也要被削成普通天才 这是你逼我的 赤荒吉捏起了手绝来 手舞生花 繁复无比 他的气势 竟是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好像一下子就提升一到两星的实力 这简直不可思议 达到他们这样高度 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提升了 但赤荒吉也付出了代价 一缕头发立刻变得花白 显得非常突兀 而整张脸也是苍老了几分 额头献出了皱纹来 林寒顿是明白过来 赤荒吉获得这样的实力提升 其代价是寿元的消耗 而且消耗的还不少 否则不可能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 也是 如果赤荒吉只是三星四星天才 那么消耗个几百几千年寿元 就能获得两星的战力提升 可他已经达到了山河境理论上的巅峰 再想要变得更加强大 那消耗的寿元恐怕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像林寒现在科雷报单 已经一点用都没有 达到极致 还想再做提升 太难 太难了 可赤荒吉却是不得不为 本元神宴关系太大了 这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宝物 否则 他的精进速度至少要满十倍 甚至百倍 哪怕是天才 也差不起这么多的时间 一个境界屏障 卡你个几千万年 便只能老死在星辰境上 但要是可以缩短百倍时间 那就能一脚迈进去 成为横河境 创世境 修炼就是与时间赛跑 必须在寿元干涸之前 突破到下一个层次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赤荒吉现在的强大 绝对是山河境无敌的 他一拳轰出 空气都在颤抖 扮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啪啪啪 哪怕是无面等人 同样是王者 又如何 只是一碰就被震飞 连他们被波及都是如此 更何况是凌寒了 他手当其冲 承受的可是这一拳 最最霸道的冲击 凌寒一拳轰出 轰在了赤荒吉的拳头上 肉眼可见 凌寒手臂上的肌肉 拨动了起来 好像起了浪的湖面 有手急尖 然后啪啪啪 皮肤顿时爆裂 鲜血飞溅 然后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力量差距太大了 只是 凌寒在空中一个折身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不灭天津运转之中 右臂顿时以肉眼可见地恢复着 这只是伤到了血肉 神骨无损 那就是皮肉伤 恢复起来不要太轻松 我 所有人都是喷了出来 力量相差两心哪 这绝对是碾压的差距 可凌寒居然只是破碎了一些血肉 甚至在转瞬之间就愈合了 这是什么防御 这是什么恢复力 事实上 像石黄北黄身为圣人的后代 传人 又岂能没有暴涨实力的手段 可是与赤荒吉一样 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到即使拿到这次的第一 也远远比不上 赤荒吉会这么拼 完全是因为本元神燕被灵涵抢了 让他宁可消耗几百万年的寿元 也要抢回来 可这次赤荒吉要吃大亏了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变态 石黄嘀咕道 五行生灵中 木铃最擅长恢复 而他们石灵一脉 则是强在防御 但灵涵的防御不弱于他 恢复力堪比木铃 连他也只能连呼变态 自叹不如 这样的变态 同街之内 真的有人杀得了他吗 石黄看向北黄 北黄则是冲着他摇摇头 头一次对某个人生起如此强烈的无力感 赤黄嘀的脸上则是写满了吃惊 他正正地看着灵涵 都有一种揉眼睛的冲动 想要确定是不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但身为顶级王者 这点自信肯定是有的 灵涵 真的吃得了他的一拳 若无其事 我不信 赤黄嘀咬牙道 再次出拳 铁拳轰出 赤焰奔腾 这一拳的威力 直飙日月进小机位的巅峰 只差那么丁点就要达到了 啪 毫无悬念 灵涵被一拳轰飞 两星的力量差距真是太大 尤其他们都是顶级天才 原本差距就小得可怜 一拳轰过 灵涵的皮肉确实被绽开了 血花飞溅 但他的神骨却是丝毫无伤 一到金光流转中 他迅速恢复 又若从来没有受过伤一般 这才是灵涵最强大的地方 不灭天经 仙玉的法便是圣人传承 也是远远不及 我不信 我不信 赤荒急陷入了疯狂状态 他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拳拳轰出衷 皆是全力以赴 带着他无敌的信念 要将灵涵摧毁 可惜的是 这都是徒劳的 相反 他的力量开始跌落了 哪怕消耗了那么多的寿源 可想要在石星的极限上 再迈出两星 几百万年的寿源 也是说没就没了 石星 本来就是极限 不可打破的 逆天而行 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真是对不起 遇到我 算你倒霉 灵涵说到 他开始反击 有强大的体魄支持 让他无惧担心防守的问题 以赤荒急陷在的战力 当然可以傲视全场 哪怕七天骄 连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偏偏奈何不了 灵涵的防御 一拳就能将王者打爆的攻击 落在灵涵的身上 也就是破点皮的事情 这真是天骄会的最终一战吗 怎么感觉好像是一边倒的蹂躏 不是更强的赤荒急 在蹂躏灵涵 而是灵涵在蹂躏 目前战力更强的赤荒急 无面等人都是表情古怪 只以战力而言 这场战斗绝对配得上最后的决战 赤荒急现在的力量 都是飙上了日月进小级位的后期 这太恐怖了 打破了失心的极限 可是 从结果来说 这完全就是个笑话 这样恐怖的攻击力 打在灵涵的身上 居然只能让他破点皮 神骨无损 有弱不坏的战神 灵涵虽然出手 却并没有下死手 因为他觉得赤荒急得天之宠 日后必然还能得到诸多质宝 留着放在以后收割比较好 杀了太可惜 若是赤荒急知道他此时的想法 必然会怒到吐血 可现在 他斩掉的兽缘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力量不断地跌落 从超越两星到一星 再一步步回落到正常状态 战力都是持平了 那赤荒急又怎么可能是灵涵的对手 他全方面都被压制 比本身他奈何不了灵涵的防御和恢复力 凭神器 灵涵的仙魔剑 那可是未来的仙兵 赤荒急暴吐三口鲜血 连退百步 不再出手 他的目光森然 死死地盯着灵涵 在这里 他真的奈何不了灵涵 但没有关系 他们不会永远在这里 只要出去 他就能恢复到 星辰静小机位的修为 而灵涵不过日月景 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到时候 他再亲手将灵涵斩杀 抢回自己的本源神燕 灵涵淡淡一笑 先别说对方能不能奈何得了自己 就算可以 本源神燕 也已经被小塔这个流氓 炼化掉了 现在连灰都不剩 怎么抢回来 忍输了 他笑道 赤荒急的胸口激烈地起伏着 恨不得将灵涵斩成万段 但他毕竟是王者级别 还是控制住了身体中的愤怒 只是甩了下袖子 走向一边 这样的话 从来都只有他向别人说的份 现在听灵涵来说 让他的心 如同被刀割过一般难受 最后的王中王 终于诞生 灵涵 事先谁又能想到 这样的年轻王者 居然不是赤荒急 也不是石黄 北黄 更不是杨林 云女 月影 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只有那些在两届战场上 早就听说过灵涵名字的人 才会兴奋地挥挥手 说一声 我早就知道如此 因为三天时间还没有到 哪怕已经分出了胜负 可天地福泽 并没有立刻加身 灵兄 恭喜 石黄 北黄 无面等人都是过来道贺 连杨林和月女也不例外 尤其是月女 美目闪闪生光 有一种别样的情愫 美女爱英雄 灵涵笑着与众人 一一打过招呼 这时 天凤神女才从山脚下走上来 她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 同样充满了惊喜 谁能想到 当初被她随意欺负的家伙 居然会成长到 这么强大的地步 这是我媳妇 灵涵笑道 将天凤神女 一一介绍给众人 当然是神界的五人 明见那二人都是站得远远的 好像她是温神一般 石黄等人都是笑着向月影神女打过招呼 态度十分亲切 这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 灵涵已经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自然不介意对他身边的人亲切一些 虽然天凤神女连王者都是称不上 云女原本只是对灵涵有些好奇 一个人是怎么修炼到这么变态的地步 可看到灵涵和天凤神女亲亲密密的模样 似乎完全没有发现她的绝美时 却是让她不服气了 凭什么嘞 论容貌 她与天凤神女不相上下 可说到修为 天赋 地位 她绝对碾压对方几个星球 可为什么灵涵眼里只有一个天凤神女呢 她起了比较之心 故意缠着灵涵说话 而一旦天凤神女开口的话 她必然针对 就是想让自己和对方放到一起比较 谁更加优秀 灵涵却是完全没有理会 她喜欢天凤神女 不是因为对方的美色 而是万年的牵挂 早就注定的 这是云女怎么也比不了的 三天时间终是过去 嗡 一道光柱落下 落在唯一站在平台的灵涵身上 福泽加深 但紧接着又是一道光落下 照在了赤黄级的身上 同样是福泽加深 这 又是四道光落下 无面 北黄 石黄 杨灵同样得到了这样的殊荣 不是说 只有一位王中王才能得到福泽加深吗 众人都是惊了个呆 这也太古怪了 难道 只要能够在极境巅峰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 便能得到这里的认可 为什么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呢 很简单 因为以前出现一尊王者就了不得了 顶级王者从没有出现过 而这一次 却是一口气出现了六尊超越极境巅峰的战力 哪怕杨灵是靠丹药提升上去 但在那有限的时间内 他确实拥有了与王中王匹敌的资格 或者说 那个时候 他就是王中王 杨灵 无面 自然大喜 连忙盘坐下来 尽情地吸收着仙气 这可是能够补充他们的规则领悟 石皇和北皇也很惊喜 毕竟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否则两大帝朝提供的奖励 还真没有被他们放在心上 人家可是圣人的后代 传人 只有赤荒急气地又吐了口血 早知道这样 他为什么要和林寒拼呢 现在不但失去了本源神宴 他还自展了几百万年的寿源 虽然他还年轻 绝对可以踏入恒河境 到时候 几百万年的寿源相比于几亿年的生命 也不算太多 可若是迫不得已 谁又愿意少活几天呢 更何况 他付出了这么多 却还是没有将本源神宴抢回来 便是浮运加深 也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喜悦 一句话 相比于本源神宴的价值 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等出去之后 他在心中说道 本源神宴 他是一定要夺回来的 绝不容有失 嗡 仙气弥漫 可惜的是 云女 天凤神女 拓拔东 便只能在一边看着 突然羡慕而已 没办法 是属于顶级王者的 灵寒盘膝而坐 疯狂吸收着仙气 补完自身各个境界的规则领悟 去冥界的话 当然可以也能补完规则 但是 冥界也只有单方面的规则 不像这样的仙气 两者浑然一体 这领悟起来时 效果的区别 有若云泥 可以说 在冥界领悟一万年 也比不过这里的区区一个时辰 而且神界的人 一去冥界 因为所修的规则不同 简直就是黑暗中的红太阳 走到哪里哪里亮 活靶子一个 再加上冥界与神界的仇恨 那肯定会引来追杀 星辰境 杀不掉就来恒河境 恒河境杀不掉 就来创世境 在冥界 神界生灵再强 也无法动用规则之力 便是神界无敌 跑到冥界去 都只是晕才级别 死得不要太容易 另外 冥界规则还有童话之效 待得久了 确实可以领悟冥界规则 但体内掌握的神界规则 也会消失 就好像二选一 你只能得到其中之一 无法兼取 因此 现在这仙气之珍贵 就惊人了 否则又怎么可能 让两位圣人的后代传人 跑到这里来呢 只有区区三天时间 六人都是不敢浪费 一丁点的时间 便是赤荒级 也是强行压下愤怒 吸收着仙气 完善着规则之力 这可以提升他们的战力 更关键的是 补完了规则 具有了冲击更高层次的基础 凌寒已经达到了 日月境大圆满巅峰 不突破极境的话 修为是不可能再有提升了 这倒也好 没有什么力量 是浪费在提升修为上 全部用来完善 他缺失的规则 之前的一次吸收仙气 他将规则完善到了 山河境大极位 因此 这可以提升他一些战力 但相对于 山河极境这个层次来说 这点提升远远不够 一天之后 他完善到了山河极境 现在若是再与赤荒极交手的话 凌寒有信心在百招之内 将对方镇压 当然 赤荒极也获得了这样的感悟 战力肯定也有大提升 大家都找 就看谁领悟到的规则更多了 又是一天过去 凌寒将规则完善到了 日月境小极位 但速度越来越慢 哪怕他的悟性惊人 哪怕现在是天地强行灌注 千百倍的提升感悟的速度 可还是有极限的 三天过去 光柱一一消失 凌寒站了起来 睁开眼 有诸天星辰的景象涌动 然后便完全消失 显得无比的平凡 但眼神温润无比 与人一种深邃无比的感觉 赤荒极五人也差不多同时站了起来 脸上有着满足之色 这三天他们都是收获太大了 当然 赤荒极的嘴角 若是不偶尔抽搐一下的话 那形象自然更好 既然天地福运加持结束 应该可以出去了 呼 只是一瞬间而已 九人都是感觉身体一重 一股奇异的力量 牵引而来 下一个瞬间 他们就出现在了 山河陵的峡谷之外 不只是他们 还有之前进入山河陵的几百号天才 全部被送了出去 这意味着 七万多年一次的山河陵之争 完全结束 人族 一声爆喝响起 只见赤荒极满头黑发直冲天雨 一缕白发则是显眼无比 它好保留地释放着星辰镜的气息 一轮星辰浮现 明明只有巴掌大小 却是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仿佛一砸之下 任何人都会被碾压成渣 星辰镜小吉味 放在何宁兴的话 这可以称为巨头了 哪怕还不是顶尖级别 而在这里 星辰镜也有资格称一声强者 小吉味刚好跨进了这样的门槛 像赤荒极这样的王者 战力必然能够越六星 可比中吉味后期甚至巅峰 更关键的是 他手里还有一件盛器 那才是超级大杀器 图任何一名星辰镜都不在话下 连横河镜小吉味都能匹敌 灵涵眉头一皱 要动用黑塔吗 两届天交会竟然已经结束 石黄吉 你这就是以大欺小了 石黄月初 挡在了灵涵前面 一副这锅我背的模样 以大欺小 石黄吉冷然大笑 我修到至今不过两百载 此人必然在我之上 我与他一战也算以大欺小 在武道界 同境界一战当然是公平的 而同年龄一战也是公平的 石黄不由一致 他回头看了眼灵涵 不由惊疑一声 然后哈哈大笑 你再看仔细一点 他比你年龄大吗 赤黄吉先是不屑 但扫了灵涵一眼之后 不由露出骇然之色 之前在山河陵中 有天地间的神秘力量作用 他无法看出灵涵的具体情况 但现在来到了外界 他恢复了星辰镜的实力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 灵涵的年龄在百岁以内 如果他的修为还能再强一点 那便能将这个数字 精确到五十以内 他肯定会更加震惊 与神灵而言 其实一百年真的不算长 大多数人必个关 就不止这个数 根据阅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阅文听书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可问题是 一个是一百岁 另一个是两百岁 双方的年龄可是差了一倍啊 差了一倍的修炼时间 这能放在一起比吗 说是同年龄一战 这就搞笑了 痴荒吉脸色变化 但最后还是冷哼 好 我也不以大蹊跷 交出神宴 我饶你这一次 下次 定斩不饶 本源神宴 是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的 笑话 那是我的战利品 灵寒淡淡道 痴荒吉 要是不服的话 你压制修为 我们同街一战 看我怎么再拜你一次 哼 我实力比你强万倍 一倍 为何要迁就于你 痴荒吉冷笑 不再顾忌痴荒 悍然出手 放肆 痴荒轻贺一声 声音化行为一只巨大的拳头 向着痴荒吉砸了过去 痴荒吉顿时被打飞出去 浑身血肉崩飞 居然不是痴荒的义和之敌 嗡 痴荒的身周浮现出四颗星辰 星辰境大圆满 不 甚至可能是星辰极境 第五颗星辰 是可显 可不显化的 不愧是圣人亲子 痴荒吉在逆天 陷于小吉尾的修为 本身的战力又怎么能够和大圆满比 更何况 石皇同样是顶级王者 便是同阶一战 也是不输的 该死 痴荒吉浴血 却是如蜂魔 他祭出了盛气 嗡 古镜轻轻一震 在镜子中心凝聚了一个光点 那光点立刻化成了光柱 向着石皇打去 救你有圣气 石皇不屑地道 他身上的衣物立刻发光 形成了强大的防御 光柱打到 却是轰不破石皇的防御 要知道 这件衣物 可是由凤血真经抽成的思索之 被云石圣人炼化 融入了圣人的武道意志 彻底激活了圣料的特性 那是何等为能 圣气对圣气 石皇丝毫不落下风 甚至游刃有余 懒得欺负你 快滚 石皇呵斥道 同样是星辰静 他是大圆满 同样是圣气 可大圆满摧发出来的威力 自然更强 别看在山河陵中 赤荒及威风八面 可放手一战 他未必是当代最强天骄 就像凌寒得了第一 可现在再比一场的话 石皇 北黄 吴面等人都能镇压他 毕竟他连日月极静 都还没有修出来 赤荒及咬牙 他明明有圣气在手 可图任何一个星辰静 却奈何不了一个 小小的日月静 呼噜噜 所有人的脚下 都是传出了一道震动 让每个人都是打了个亮枪 什么情况 他没有等众人回过神来 啪 他们脚下的地面 竟是轰然崩溃 所有人都是跌落 他们的脚下 竟是化成了一座深渊 完全看不到底 这样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是莫名其妙 但星辰静都是仕途飞起 可他们赫然发现 这里的天地规则太混乱了 无论是神明两界的武者 都是无法调用 只能像日月静 山河静一样 不断地跌落 只有横河静才能浮起 但只有寥寥几人而已 他们都是表情慎重 这突然出现的天坑 让他们都是感觉到了一丝悸动 竟是没有第一时间出手将人抓起 否则的话 以他们的能力 至少可以救起十分之一的人 呼 大片的人化成了怒使 在重力的作用下 速度越来越快 向着地心中撞去 惊人的是 这个天坑 奇深无比 他们都是滑落了 快要一百个心跳的时间 可依然没有见底的迹象 只有耳边的风 在呼啸着 越来越大 这时 拥有飞行类 夭手血脉的人 则是大显神通 纷纷张开了羽翼 很快就控制了下落的趋势 对抗着这里的重力 天坑神女也是张开了凤翼 但为了免得误伤其他人 他将羽翼控制在了三丈长 震翅向着凌寒飞去 并将他一把抱住 我飞不上去 他震惊得到 凌寒点头 这深渊中有着不可思议的吸扯之力 否则光是重力的话 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加速到这样的程度 闲落地 这样的吸扯力不可能一直这么强 到时候我们再飞出去 他道 嗯 天坑神女点头 震翼向下 反向着深渊之底飞去 道看看这到底有多深 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前方终于出现了地面 有尖锐的石柱凸起 仿佛一根根倒刺 而比凌寒他们 先落下的舞者 则有许多人被刺在了石柱上 长穿肚烂 模样极惨 好在都是神灵 这点伤还不至于死 都在奋力将自己从石柱上拔出来 呜 静风呼啸 向着前方的洞穴刮去 正是这股静风 形成了强大的吸扯之力 天坑神女收起双翼 她与凌寒都是各抓住一根石柱 对抗着这样的吸扯之力 凌寒打量着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下洞穴 非常非常的大 而前方则是一个黑森森的洞穴 哪怕以她的木栗 都无法看到深处 呜 静风呼啸 静道其大 呜 有人发出惊呼 没能对抗那怪风的吸扯 随风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那黑漆漆的洞穴中 然后那声音就戛然而止 不复再闻 这里的黑暗 连视线都能吞噬 木栗无法挤远 根本看不清洞穴深处的景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啪 灵寒的身边不远处 掉下了一个不足巴掌大小的东西 可分量却是出奇的沉重 荡起了可怕的冲击波 啪啪啪 不禁的乱石柱顿时全部被震碎 靠 差点摔死我 一个小人爬了出来 只有三寸高 不是石黄 又是何人 他是石灵血脉 别看身体小 可分量却比一座山岳还要沉重 因此他根本不需要运转原力 这吸扯力根本刮不动他 有点古怪 北黄也大步走了过来 他已经激活了手中的宝刀 这是十五阶的神器 圣级之下最强宝物 只是限于修为 北黄也无法将这把宝刀的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月影 云女 杨陵等王者 也纷纷走了过来 原力充斥 让他们可以不用手扶石柱 也能稳住身形 不被怪风刮走 另一边 明界天才 也是聚集到了一起 现在两边 都是谁也信不过谁 明界认为这是神界设的套 而神界则认为是明界干的 可真相如何 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连续不断 有人被怪风吸走 进入那黑幽幽的洞穴 然后再没有声音发出 被刮走的都是山河镜 显然实力不足 无法对抗这样的怪风 可这还是让林涵等人 露出了金融 山河镜自然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 可仅仅只是刮着怪风而已 便已经这么可怕了 那还会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发生吗 四名横河镜强者出现 神界这边是广形僧王和长风天王 明界那边不清楚 一个是白面书生 另一个则是长着狼头的大汉 竟是实力强的惊人 什么东西藏头露尾 还不给本座滚出来 长风天王怒吓一声 一掌劈开 一挂银河飞出 向着洞穴深处消去 银河中 至少几百颗星辰在发光 将整个洞穴都是照得通亮 洞穴深处 不知道有什么存在出手 一击就将那挂银河击碎 顿时洞穴中又暗了下来 灵寒却是露出了震惊无比的表情 他有真实之眼 看得清清楚楚 而身边诸如石皇等王者 要么修为更强 要么也同样修出了类似的功法 也看到了洞穴深处那一闪而逝的景象 那是一个怪物 灵寒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怪物高大无比 足有百丈大小 人形态 如果光是如此的话 那完全称不上是怪物 可关键是 这怪物全身的肌肉 居然都是一具具尸体组成 有舞者 有画形的妖兽 也有没有画形的妖兽 不分三七二十一 就那么粘在了一起 无比的恶心 偏偏他还有鼻子有眼 还有一只大嘴 便发出可怕的吸取之力 形成了怪风 将掉落下来的人吸走 被他一口就咬成了两截 原来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灵寒等人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这怪物只是吸口气而已 就产生了惊人的吸扯之力 而长风天王的一击 居然被他很是随意的轰灭 这实力太可怕了 横河境 而且还是高阶的横河境 甚至是大圆满的存在 创世境是不可能的 否则根本不用出手 随意一出一道气息 就能镇压横河境了 两戒战场之下 居然有这么一头怪物 这是什么邪物 广行僧王说 他顶着一个大光头 头秃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神符 不断地分别亮起 无数的尸体 鲜血渗入地下 化成了这样的邪物吗 明面的白面书生 他的眼眸一阴一阳 一只如同太阳 一只形如月亮 散发着诡异的光芒 极可能 长风天王点头 虽然两戒一直有冲突 但面对这一头深浅未知的邪物时 他们还是升起了联手的打算 毕竟 不管是冥界 还是神界 都是可以讲道理的 但那洞穴深处的邪物 却是只有杀戮 吞噬血肉的念头 怪风又起 这头邪物居然没有 因为长风天王的出手而发怒 而是要继续进食 从某种角度来说 其懒又其滩 大胆 四位横河竟强者同时出手 一条条银河浮现 向着洞穴中那头邪物 斩了过去 这是他们修出的横河投影 拥有可怕的威能 便是横河竟初期 也是一撞即死 呲 四条银河斩过 洞穴中顿时发出一声怒吼 啪啪啪 有大震动传出 那头邪物终于出现 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它不是走出来的 而是爬出来的 身上挂着的尸体 默不张着嘴 发出古怪的声音 有弱鬼气 让人一听之下 就脸色发白 恨不得将耳朵捂起来 这样的声音 直入石海 催脑裂魂 所有人都是尸色 这是什么怪物 有意思 石皇露出一抹笑容 身上的宝衣 隐隐发光 北皇则是轻轻震动 一下手中的宝刀 战意如歌 灵涵却是摇头 这两人虽然很强 还有十五阶神兵 甚至圣器 可怎么也不可能 让他们的战力 达到横河境 大级位 甚至大圆满的层次 他们绝不是 这头邪物的对手 关键还得看 四位横河境强者 杀 冥界的狼头大汉一声 又向着那邪物杀去 一道寒光闪过 他拔出了一把青色的大刀 一刀劈下 这把刀立刻放大了几百倍 有弱一柄天刀 那邪物抬手对着天刀拍去 啪的一下 顿时形成了可怕的冲击 鱼波震荡 整个洞穴都是颤动 无数的沙石落下 可诡异的事 居然没有倒塌 啪 狼头大汉被震飞出去 但他却是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只是空巨大圆满的力量 不足为据 他长笑一声 又杀了回来 嗡 银河浮出 化成了一道匹链 同样向着邪物镇压而去 那邪物怒吼 发出的声音 却是低沉无比 在洞穴中不断地回响 一些山河镜舞者 直接被震得头脑爆裂 便是一些日月镜 都是脸色难看 该死 广行僧王 长风天王 以及白面书生 同时出手 这邪物好像没什么灵智 只为杀戮而生 他们也不介意 联手除掉 四大恒河镜强者联手为攻 任那头邪物十分强大又如何 立刻便被压制 正如那狼头大汉所说 这头邪物 空巨了恒河镜 大圆满的力量而已 但并无法运转规则 这样他的战力 根本达不到大圆满级别 而广行僧王四人 却都是恒河镜大即位的 单对单 都未必输给这头邪物 更何况是四人联手了 最主要的是 这头邪物根本没有灵智 只知道死战 这就不足为据了 很快就将这头邪物镇压 干掉 可惊人的是 这头邪物 居然真的全是各种尸体组成的 分开来看 每一具尸体 都是普通的狠 最强的也只有三具星辰镜的 也不知道怎么会拥有 恒河镜大圆满的力量 四名强者都是将目光 看向洞穴的深处 以他们的目力 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头邪物挪位后 后方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这头邪物会变成这副模样 是因为那后方的空间吗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 梦声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四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是点点头 虽然他们分出两界 但在这里突然出现 这么一个莫名的区域 让他们都是升起了警照 觉得有必要弄个清楚 在这个可能的共同敌人面前 双方再次选择暂时联手 而等以空间回去 广形僧王丢出一座莲花佛台 这是一件飞行宝器 一落地便不断地放大 足有三百丈的方圆 不用几次就能将人 全部运出这个深渊 事实上 没有了那头邪物吸扯 便是山河径 也能顺着洞壁爬上去 四大强者向着洞穴深处行去 各位 咱们也跟着一行吧 北黄笑道 不管你们去不去 反正我是要去的 石皇则是大大咧咧地道 他本身便是星沉静 而且身上还有一件盛气 自然毫无担心 虽然要看看 林涵点头 王者们纷纷跟进 明界那边赤荒吉 也是沉着脸大步而行 他的目光 时不时便在林涵的身上扫过 虽然并没有吸了 要夺回本源神宴的念头 大部分人都是决定乘坐 柏连离开 但也有胆大包天的人 认为在这里可能存在着大机缘 要留下来碰碰运气 反正 天塌下来 不是还有四位大能撑着吗 四位横河径强者 虽然行走间很小心 但他们的实力太强了 哪怕如此还是走得飞快 很快就完全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还好 这就是一个通道 笔直向前 也不用担心会迷失方向 走了不久之后 一个巨大的平原 猛地跳入了他们的眼帘 地渊中 居然出现了一座平原 好可怕的死气 北皇立刻说道 俊美的脸上闪动着慎重 凌寒发动真实之眼 看着这片大地 脸上也不由得变色 一万年来 无数的人战死在这里 鲜血都是融化进了这大地之中 这是一片血地 无面抓起一块泥土 神力涌动中 泥石纷纷化成虚无 最后只剩下一粒金色的沙子 众人都是心中一井 无面可是日月极尽巅峰 力量堪比星辰镜小鸡尾出奇 可在他的炼化之下 居然还有一粒沙子 没有被炼化掉 这难道是九阶神铁吗 咦 北皇拿过无面手中的沙子 仔细看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才到 这粒沙子不简单 非常不简单 石皇也说道 他同样抓起一块泥土 但这次炼化之后 却没有金沙的存在 他也不气馁 而是又抓起一块 更大的沙土炼化 这回他手中出现了两粒金沙 众人纷纷抓起沙土炼化 很快 人人手中都有了一到两粒的金沙 仔细研究了起来 林涵也是 这粒沙中虽然没有蕴含什么能量 却给他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 好像曾经是某一座 至高殿堂上的砖瓦 但被摧毁 化成了飞沙 他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将这粒沙送进了黑堂 交给无相圣人去分析 可没想到 无相圣人化成的光团 才只是看上一眼 便发出了惊呼 神时散发出来的声音 都是哆嗦的 但即使是在黑塔中 林涵也只能听到一些语无伦次的嘀咕 无相前辈 你到底看出了什么 林涵问道 本座看到了天 无相圣人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天 在一粒沙中看到了天 这似乎是很搞笑的事情 完全不应该从一名圣人的口中说出来 前辈 说清楚一点 林涵连忙道 无相圣人却依然胡言乱语 好像得了疯病 哪还有一丁点圣人的模样 林涵无语得很 但他也知道了 这粒沙不简单 能让一位圣人如此失态 绝对来头大的惊人 林涵大感兴趣 拧起拳头 对着地面 就是重重地轰了过去 泥土飞扬 看上去十分正常 可林涵却是眉头皱起 因为这一拳造成的破坏太小了 虽然神界稳固 可他现在也已经站在了日月境的巅峰 一拳下去 绝对是山倒河段 怎么可能就轰出一个不过三丈大小的坑来 啪啪啪 他连出十七拳 神石则是铺张开来 渗透进大地之中 他发现 自己的权力之所以造成的破坏力不大 是因为有大部分的力量 被大地中某种特殊的东西吸收去了 一定是金沙 其他人也发现了异样 纷纷自己尝试 很快 他们也露出了诧异之色 这金沙很不简单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后方有更多的人感到纷纷惊呼 这里也太大了吧 小子 快收集这些沙子 越多越好 黑塔中 无相圣人语无伦次地说道 那叫一个激动 前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灵涵问道 本座也不知道 但本座可以肯定 当年本座若是有足够的这些东西 当能冲上创世镜中级位 不 大级位 甚至大圆满 这位圣人激动地说 虽然只剩下一个光团了 但光芒赤闪 好像脸色的变化 灵涵 灵涵吃了一惊 顿时大树张开 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起这里的泥土 也来不及去炼化 便是一股脑的收进黑塔中 反正空间足够大 不差地方 见他如此 其他人好像得到了启发 也是纷纷开始收徒 堂堂天骄 当年的年轻王者 居然一个个在玩泥板 这说出去 肯定要让人笑死 可现在呢 无论是赤荒级 无面 还是月影 云女 甚至北黄 石黄两位圣人之后 一个个都是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人刚刚赶到 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看着大家都在收徒 自然而然也跟着收了起来 这是从众心理 按理说 天骄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九大王者都在收徒啊 那肯定是宝贝了 一时之间 这里好像农忙一样 每个人都是热火朝天 干净十足 但没过多久 许多人停了下来 不是不想收土了 而是空间灵气有限 装不下了 没办法 那就只好一边炼化 一边收取了 反正再大一块泥板炼化之后 也就出几粒金沙 那就不用担心 空间灵气够不够用了 林涵很快发现 想要将这里的金沙 一网打尽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里含有金沙的泥土 实在是太多了 不但这个平原辽阔无边 更是深入地下 不知道多少距离 简直就是取之不尽 他索性停了下来 开始推测起来 如果这金沙 有一个源头呢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纷纷抬起头来 目光闪亮闪亮的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金沙真正的价值 但就是笨蛋 也能猜出这金沙的不凡 这座平原中 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机缘 山河林便在这上方 不远处的日月谷也是 要说两地的形成 与这里没有什么关系 那反倒是一个笑话了 也许在这里 可以解开山河林 日月谷的秘密 众人都是兴奋起来 山河林 日月谷都是七万多年 才会开启一次 而若是可以在这里 找到其中的秘密 岂不是可以一直享受 那天地浮运了 林涵等王者更是清楚 那可是仙气 能够让他们领悟两界规则 真正的同境界无敌 众人纷纷前进 上万人分散在这里 几乎就跟撒了一碗水到湖里 毫不起眼 但相信 随着消息的传出 不但之前离去的人会返回来 更多人都会来到这里 探寻这座平原的秘密 呼 远处突然传来了战斗的波动 但很快就结束了 林涵几人面面相觑 都是可以猜到 那必然是之前离开的四位 横河镜强者在出手 虽然战斗结束得很快 可至少也有好几个呼吸的时间 这说明了什么 那四位又遇到了 横河镜的对手 这个地方危险 没想到 这个星域中居然还有这样的所在 石黄哈哈大笑 他捏着发觉 只是一会儿 一辆微型马车便从后方飞驰而来 与其说是马车 倒不如说是牛车 因为角力乃是一头紫金色的金属牛 正是石黄那拉轰至极的坐驾 坐骑和车厢分别用一块剩料做成 奢侈到无法形容的地步 各位 没时间说话了 先上车吧 石黄率先跳上了马车 身形也在这个过程中缩小着 变成了一个三寸钉 你就不能将马车放大吗 北黄不爽地说道 这可是剩料 我也没办法操控 石黄耸耸肩 你们到底上不上 众人互看一眼 都是向着马车上跃了过去 身形当然也跟着缩小 否则就不是坐上马车 而是踩上马车了 踩一件圣器 不 两件圣器 这不是在找死吗 尤其是那头紫金牛 已经略微通灵了 一旦真正觉醒了意识 那就是一位圣人 谁敢骑他头上啊 还好 神灵要暂时缩小体魄 那真是小事一桩 众人纷纷化成了三寸大小 然后站在了马车上 这事实上应该是一辆战车 车厢并没有顶盖 外面则是唠嗑着阵纹 散发出古老沉重的气息 马车可没有多少人 除了石皇和北皇外 便是凌寒 天凤神女 无面 杨陵 月影 鱼女 和左拳 其他人没有资格登上 月影虽然没有挤进九王之列 但他的实力 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左拳则是沾了鱼女的光 否则光是星辰镜的修为 还不足以让石皇另眼相看 赤皇级几人 当然不可能登上马车 毕竟属于敌对的势力 这时候没打起来 就已经很克制了 但相信不用多久 肯定无法再保持这样的和平 战车奔行 速度飞快 他们很快 与后方的大部队 拉开了距离 真是一骑绝尘 连赤皇级破拔东等王者 也是追之不及 可他们行了至少半天时间 这里依然是空空荡荡的平原 放眼打凉 哪边都是一片空旷 完全没有尽头 众人并不着急 这个地下世界越大 那蕴藏的秘密 可能越是惊人 咔噔 战车突然一个颠簸 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差点倾覆 好在这可是 剩料化成的座起 何等之吻 只是颠了一下而已 车子便恢复了平稳 不过 这究竟撞到了什么东西 要知道普通的东西 根本是被那头紫荆牛 直接撞成粉碎的缝 那可是 快要通灵的剩料 一居之危 不说达到剩级 至少也能媲美 恒河境大圆满 石皇停下战车 众人则是纷纷向后看去 只见原本空旷的平原上 居然多了一个凸起 之前战车正是碾过了那地方 才会升起了颠簸 有血 北黄沉声道 众人宁目 只见那凸起的地方 破开了一个口子 鲜血涌出 一股强烈的腥臭味 立刻传了过来 好像是腐蚀了几百年的老师 卡 地面立刻裂开了一道缝 然后是第二道 第三道 如同蜘蛛网一般的出现 大地发出轻微的颤抖 啪 一只大手 默然从地底探了出来 赫然又是有许多尸体 拼凑起来的 在他的手臂上 有一具尸体 开膛破肚 正流出着 黑色的浓血 散发出 让人作呕的恶臭 这只大手撑着地面 让整个身体破土而出 顿时出现一头 恶心无比的邪雾来 与之前被四大 恒河镜强者 灭杀的那头一样 这也是恒河镜级别 虽然是邪雾 可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是无比强大 有弱一头邪尊 这头邪雾 自然也看到了 战车上的众人 立刻深深地吸了口气 顿时 狂风呼啸 形成了强烈的吸扯之力 还好 这是吸气 不是吐气 否则这家伙 一口臭气熏上来 估计大部分人 都要直接晕掉 狂风呼啸 可战车上的众人 却是纹丝不动 这辆战车 可不是普通货 而是由两块剩料之成 岂是一名横河镜 能够撼动的 啥 石黄哼了一声 伸手在战车的边缘上一拍 顿时 一眉眉震纹发光 交织成璀璨的光圈 那头紫禁牛张嘴 一道紫光喷出 向着那邪雾打了过去 这道光奇快无比 扑的一下就打在邪雾的胸口 轰出了一个洞口 但这头邪雾却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 反而发出怒吼 挥起 巨长向着战车拍了过来 嗡 巨长拍到 可战车却是撑起了一道光幕 将这只手挡了下来 而在车上 众人都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巨长是由多达十七具尸体组成 有的缺头 有的少胳膊 流动着暗红色的浓血 让人望而生艳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事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若是没有这辆战车 估计除了石黄这里 所有人都要被一巴掌抹去 可这辆战车却是提供了磐石一般的保护 那头紫禁牛更是在土光芒 向着那邪雾展开了狂轰乱炸 邪雾受创 越发变得暴躁 充满了攻击性 对着战车不断地轰击 他毫无智慧 在紫禁牛的光芒吐射下 他受伤连连 却还是攻击不断 丝毫没有退走的意思 别看四大横河镜强者 很快就把他摆平了 但那是广行僧王他们太强大了 这辆战车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更加不凡 但主持的人却只是心沉静 发挥出来的威力就要小了许多 不断地受伤之下 这头邪物终究还是被轰得支离破碎 重新化成了一地的碎尸 这才完全被消灭 石黄连忙驱车离开 那腐臭的味道真是太难闻了 一路向前 他们又遭到了几头邪物的袭击 尸力有高有低 强的有横河镜 弱的只有日月镜 只是由十几头尸体组成 还不具备人形 就是一个大典的肉球而已 便这样行了差不多一天后 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雾 任谁的目力再强也不可能穿透 石黄停下战车 众人都是露出犹豫之色 还要再进吗 这里诡异无比 再往前进可能有大危险 只要没有活着的创世镜 这辆战车就能挡得下来 石黄打包票道 众人面面相去 都是缓缓点头 前进 战车缓缓驶动 进入了这片大雾中 这雾真是奇大 他们站在车上 根本看不到三尺外的地方 而若非这战车本身 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圈 阻止了雾气的入侵 恐怕他们都要对面 难相见了 林涵拉住了天凤神女的手 万一这里真的出现 什么恐怖的存在 她会第一时间将媳妇 送进黑堂 至于其他人 那就看情况了 毕竟 他们几人也只是惺惺相惜 还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战车前行 车轮滚滚 有碾压大地的巨响 这是胜料的强大 林涵目住前方 但任他怎么睁大眼睛 便是发动真实之眼 也没用 前方还是一片雾气腾腾 有弱永恒 但走着走着 他的前方居然豁然开朗 现出了一个庭院 一个少年正在练剑 明明只有十三四岁而已 可散发出来的气息 赫然达到了山河境 好惊人 才这么点大 就跨进了山河境 不对 林涵连忙摇头 他明明走在一边的迷雾之中 怎么会突然看到一个庭院 出现一名少年 咦 天凤神女他们呢 林涵连忙左顾右盼 却发现哪还有战车的存在 哪还有天凤神女 石皇等人的踪迹 而在他摇头四顾的时候 只见那少年也停下了练剑 再向着左右前后张望着 动作跟他一模一样 难道他就是那个少年 林涵抬起手 那少年也抬起手 满脸的茫然 我难道神魂出窍了 林涵打了一个冷战 猛地被一股大力拉扯向前 向着那名少年撞了过去 可那少年却似乎完全没有发觉 依然站着 没有丝毫躲闪的意思 两人撞到了一起 却并没有谁 把谁撞得摔了一跤 而是林涵整个人都如同水一样 溶进了那少年的体内 这一刻 他与少年彻底合为了一体 不 不是合为一体 这少年除了一个名字之外 没有任何的记忆 空空荡荡一片 应该说是他的神魂入主了这个躯壳 他的意识有些模糊 两个名字在他的脑海中翻腾 一个叫林涵 另一个叫丁子珍 我到底是谁 林涵有些茫然 属于他本身的记忆 正在迅速消退 他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他叫丁子珍 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猛的一咬牙 他是林涵 这大物是一个迷幻症 不知不觉就左右了他的心灵 进黑塔 林涵连忙 心念一动 却是发现体内并没有黑塔的存在 好像他真的成了丁子珍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丁子珍 我是林涵 林涵在身体中大叫 提醒着自己 没有黑塔是最大的破绽 让他抓住没有失了自己的本心 丁子珍 几个少年人走进了庭院 该去足笔了 老老实实认输便好 否则再打的你三个月不能修炼 还不快跟上来 这几个少年看上去 要比他大上一两岁 实力也要高出一截 林涵发现 他的修为只有日月进小级位 而对方至少也是中级位 甚至还有大级位 大圆满的存在 不过 林涵无惧 他有六星的力量 甚至补完了规则 战力应该可以突破六星了 随着这几人离开 他们一路穿堂过穴 这个地方大得离谱 走了许久之后 才来到了一个练舞场 这里已经有许多人等着了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每个人的实力 也是高高低低 各不相同 有山河境 也有日月境 清晨境 最弱的也是破虚境 那是正被他抱在怀里的婴儿 这不是一生下来 就是破虚境 这是什么鬼地方 生下来就接近神灵 而更让林涵震惊的 他看到有人 偶尔流转出了心河 那绝对是横河境的强者 却与其他人一般 在人群中 老老实实地待着 练舞场的镜头 是一个高台 上面端坐着一些人 每个人都是被雾气 遮住了脸 显得十分神秘 只是看了一眼 林涵就有种神魂 都要撕裂的难受 太强大了 这几个人随便走出一尊来 绝对可以一手遮天 弹指尖就碎灭星辰 吹口气就能毁掉一个星域 圣人吗 连横河境都只能在场边站着 这高坐于上的人 肯定在身份上 要大大超越横河境 不是圣人又是什么 而且 圣人还分四档 这些人绝不止小圣这么简单 甚至可能是大圣 圣王 丁家年终大笔 开始 随着一人高喊 一队队人进入场中开始交战 最小的仅仅只有十岁而已 可赫然也有山河境小即位的修为 赢得了众人的惊呼和赞叹 不愧是丁耀龙 老祖的第七十七代 直系传人 足血相当的醇厚 才十岁 便那么强大了 未来必然是我丁家 又一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这个少年很强 明明只是山河境小即位 却可占大几位 甚至在动用了某种秘法后 一名山河境大圆满初期的对手 也被他轰敗 千秋岁月 没想到 耀龙的天赋 竟是如此强大 在这个境界就能动用岁月的力量 我丁家之幸 高台上 几个强大无比的存在都是点头 毫不吝啬赞美 丁耀龙载着满满的赞美下场 又是几轮战斗之后 轮到了林涵 应该说是丁子珍 他的对手也是小即位 但修为要比他稍微高出一点 前期和中期的区别 正是之前叫唤林涵的几名少年之一 乖乖认输吧 对方出手 向着林涵打了过去 林涵反击 但他赫然发现 自己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的身体不再具有强大的防御力 他的力量也没有越六星 他所掌握的一切秘法都消失了 现在的他 只是空具一身山河镜小即位初期的力量 而且一星都没有超过 啪 勉强让过几招后 林涵在手忙脚乱中被对方一脚踢飞 飞我 踢飞的时候 对方还用口型说了一句 神情间全是鄙视 林涵落地 他想爬起来再站 可一股剧痛袭来 他无法承受 顿时晕了过去 呃 当他猛地醒过来的时候 只听这样的惊呼声 在四周同时响了起来 他回到了战车上 四周依然是一片大雾 天凤神女 石皇 北皇等等 一个人都不少 一个人都不少 好贵意 你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幻境 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叫丁子珍的人 林涵问道 天凤神女第一个点头 其他人都是脸色惊变 然后一一点头 他们都是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果然 每个人都是没有一丁点的不同 他们化身丁子珍 开始了一场家族试炼 但无一例外 都是遭到了惨败 这自然不可能是梦境 梦境不可能这么真实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做同样的梦 这片迷雾 众人都是看着四周不散的浓雾 很简单 肯定是这片大雾 对他们造成了影响 可问题是 他们中修为最低的人 也是日月境大圆满 最高的甚至是星辰境大圆满 却都是在同一瞬间 毫无防备的集体中招 更何况 他们还待在一辆战车上 那可是胜料所助 只说防御的话 可能比横河境大圆满都要强大 但这还是中招了 这片大雾 难道还有圣极的力量 众人互相看看 都是不由皱眉 还继续前进吗 这是他们心头的犹豫 便是石黄也有些拿不准 他可以断定 只要没有圣人出现 那么这辆战车 足以保他们的平安 可事实证明 大雾还是清洗了他们的意识 他们进入了一场梦境 之前没有危害 但谁能保证接下来会如何 他们都是当代天骄 只要正常成长 未来的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并非一定要夺取这里的机缘 我想再看看 林涵率先说道 我也是 无面也道 越来越多的人点头 他们都是天骄王者 有着大恒星 大毅力 甚至还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这大雾就是一个谜团 信誉着他们想要探个究竟 哈哈哈哈 那就继续前进 石黄哈哈大笑 驱车前进 依然是迷雾 依然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可走着走着 前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那还是练武场 又回来了 林涵只需要感受一下身体中的黑塔在不在 便知道自己是不是进入了梦境 姑且这么说吧 他又成了丁子珍 不过明显长大了一些 应该过去了一年 只是他的修为几乎没有提升 还是小集位前期 但再看看去年的那些人 一个个不但长高了许多 而且实力至少迈过了一个个小小境界 最惊人的便是那丁耀龙 从小集位迈进了大集位 竟是跨过了两个小境界 11岁的山河境大集位 太惊人了 毫无悬念 丁耀龙成了家族鄙视中最耀眼的明星 而丁子珍则是完全的笑话 这个家伙若非丁郭族爷不惜消耗原力 将他强行提升到山河境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迈进神境 也难怪 生下来才只是林海境 据说只有贱民才会如此 我都回忆他是不是咱们丁家的种 许多人都是冷冷地说道 毫无同族之间的关怀 画面至此结束 林涵只觉眼前一花 回到了现实之中 每个人都是醒了过来 脸上带着不爽的表情 在那场梦中 他们就是丁子珍 丁子珍被辱 和他们自己受辱没什么区别 这个地方难道就是那丁子珍创立的 在梦境中 他只有山河境而已 可这片大雾 却可以透过圣料影响到我们 这必然是圣人手段 他后来必然得到了奇遇 才能逆袭 众人都是纷纷讨论了起来 林涵想了想 你们发现那个丁耀龙没有 才过去了一年 他就迈过了两个小境界 众人都是不有点头 他们都是当代天骄 论武道天赋 肯定没话说 绝对是顶呱呱的 可他们跨过一个小境界需要多久 哪怕只是山河境 那怎么也要几十年 像赤荒籍这种有本源神艳的 只能另算 而林涵更有轮回数 那就更加变态了 放在仙玉都是了不得的至宝 这到底是什么家族 众人都是震惊了 不只是丁耀龙 梦中其他人的修为静静 也是快得惊人 这样的势力也太可怕了 林涵心中一动 难道丁子珍是仙玉的人 如果是的话 那么这个家族众小辈的修炼速度之快 就能理解了 毕竟是仙家手段 虎妞更是在五年内跨境了圣境 这惊人倒没有朋友了 继续前进 这下众人都是生起了好奇 想要弄个清楚明白 战车继续前进 而梦境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让人根本没有提防 梦中的时间又过去了一年 还是家族比武 丁子珍还是只有山河境 小即位的初期 其实放在神界的话 这很正常 迈过山河境的一个小小境界 一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一年又能有什么改变 而在丁家 只是一年而已 人人的修为都有了大进步 尤其是丁耀龙 已经成为了山河境大圆满了 这场比武中 丁耀龙终于不只是耀眼这么简单 而是拿到了第十名 也是前十中唯一的山河境 他甚至击败了一个日月境小即位 后期的对手 林涵知道 这个丁耀龙必然修出了极境 而且还达到了极境巅峰 可极境巅峰 也只是在力量上 可比日月境小即位初期 但他却是打败了小即位后期 自己做得到吗 根据粤文集团 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 梦生文化与文弱书生 联合出品 林涵自存 以他的体魄 确实可以磨死对手 但要像对方那样正面 直接轰败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丁耀龙掌握了一种秘法 可以让对方的攻击老化 对 就是老化 一拳轰出的话 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攻击力锐减 最后归于平静 而丁耀龙便能让这个过程 以百倍甚至千倍的速度加快 因此 对手一击袭来 打到他身前时已经没了威力 这是掌控时间吗 林涵心中狂跳 时间是最神秘的力量 如果他也能掌握时间的话 那他的战力不知道能够提升多少倍 这梦境的意义 难道就是让他们可以掌握时间之力吗 可彼氏的结果却是毫无悬念 丁子珍惨败 成绩垫底 梦静止 众人同时醒过来 有些人还在茫然 但像北黄 石黄 则是双眼闪亮 他们也和林涵一样 发现了丁耀龙那可怕的秘法 继续前进 战车继续前进 梦境也是不断的袭来 这是丁子珍的成长之路 却只是烙印着每一年的年终比试 这应该是他最深刻 最惨痛的记忆 丁耀龙依然耀眼 很快就迈进了日月景 在家族比试的排名也越来越高 丁子珍则依然垫底 依然每次都被族人冷嘲热讽 毫无起色 一年又一年 当丁耀龙十六岁的时候 他不再参加家族比试 因为他迈进了星辰境 丁家有规定 星辰境就不能参加这样的比试 但他依然耀眼 被族中许多年轻姑娘喜欢 其中就有丁子珍暗恋的姑娘 丁耀龙很风流 对于族中的美女来者不惧 很快就搞大了许多人的肚子 但他并没有与哪一个成婚的打算 因为他是丁家的明星 必然要娶一个门当户对的人 至于族中这些女人玩玩而已 丁子珍喜欢的那个姑娘 也大起了肚子 在遭到拒绝后 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让丁子珍愤怒 去找丁耀龙拼命 却连对方的面都没有见到 便被对方的追随者打得鼻青脸肿 差点就死了 这样他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年才恢复 而伤好之后 丁子珍离开了家族 开始周游四海 因为他知道 待在家族中的话 他永远不可能超越对方 几千年 几万年过去 丁子珍还真是一个废材 修为仅从小鸡尾前期提升到中期 而他渐渐步入了中年 小鸡尾也只有十万年的寿缘 可就在这时 丁子珍终于时来运转 他跟着一群人进入了一座古迹探险 一路危机重重 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时 他终于得到了一颗神丹 他服了神丹 不但获得了额外的寿缘 还提升了体魄 天赋 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丁子珍还在娘胎的时候 便受到过重创 因此生下来只有林海静 不像其他的族人 生下来便是破虚静 这是先天不足 几乎断了修炼之路 连迈进神境也是靠本家的一位大人物出手强行提升上去的 可服下这颗神丹后 他补足了先天之缺 开始强势崛起 之前的努力化成了后机勃发 短短十年而已 他就从小即为中期飙升到了日月经大圆满 他的脚步并没有因此慢下来 又是百年过去 丁子珍挺进了星辰境 再过去了千年 他成为了横河境的强者 到了这里 便是算上之前的几万年光阴 丁子珍仍能称一声天才 而且还是顶级天才 五万年而已 呈横河境 但这不是最夸张的 又一万年过去 他成为了圣人 石黄等人再次从梦境中苏醒过来 每个人都是带着强烈的震惊之色 在梦境中 丁子珍很早就离开了家族 因此 丁耀龙这个超级天才 后来又达到了什么境界 他们都是不清楚 然而 六万年便成了圣人 这简直震骨朔惊 举世无双 伯父乃是天云时得道所化 受天地孕育近百亿年 才诞生了灵志 而之后 他也用了两亿年才终时迈进了创世纪 石黄肃然说道 我师三亿年成道 北黄也说道 这么一比较就清楚无比 丁子珍简直就是个怪物 难道 我们这个新语曾经出过一位圣人 后来葬身于此 或者 他在这里布下了什么手段 才会有山河林日月谷的存在 带着疑惑 带着期待 他们继续前进 重入梦境 丁子珍在达到圣王位后 重返丁家 再次挑战丁耀龙 这一次 他不再是丁耀龙的追随者可阻 终是与对方交上了手 两人大战 各显神通 但丁耀龙的岁月密法一出 丁子珍顿时不敌 哪怕他也同样掌握了这样可怕的法术 甚至本身都被岁月侵蚀 少了至少以一年计的寿源 丁子珍固然强大 可丁耀龙才是真正的王者 不过 这一场丁子珍固然惨败 却也得到了家族的重视 被重点培养 并为他定了一门轻事 女方的家族十分强大 可与丁家并列 而他的未婚妻也是天才级别 两家约定 待丁子珍再进一步的时候 就让他们成婚 再进一步 所有人再次醒来 面面相去 都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丁子珍已经是胜亡了呀 还怎么再进一步 林涵却是完全肯定 丁家乃是先遇的势力 那么自然会出现创世境之上的强者 而生下来就是破虚 几年就卖一个神级境界 这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毕竟虎妞更加惊人 五年就成圣了 众人连忙继续驱车 他们想要知道丁子珍 有没有卖过去 而圣人之后又是什么境界 这一次 哪怕丁子珍如此天才 都迟迟没有突破 丁耀龙天资更高 也同样陷入了沉寂 这二人现在被并称为丁家双龙 他们代表了丁家的未来 足足过去了十几亿年 丁耀眼率先突破 而又去了三千万年 丁子珍也跟着迈进了一个新的天地 展尘境 这是梦中丁家族人的欢呼 短短三千万年而已 丁家就连出两位展尘老祖 让丁家的实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展尘分四小径 同样是小级位 中级位 大级位 和大圆满 据说是要斩断尘念 一共斩四次 斩尽尘念之后 才能运生仙气 与天地同寿 与宇宙共枯 丁子珍这次是毕的死官 终至斩尘后 他出关游历天下 这是成婚之前的单身刑 之后 他就要坐镇家族 承担起老祖的重任 可他在游历的时候 意外遇到了一名女子 两人一见倾心 但丁子珍那名未婚妻 素以霸道闻名 丁子珍不敢将此女带回丁家 而只是住在了一起 这一住便是三万多年 丁子珍最终没有再回丁家 而是选择了隐姓埋名 与心爱的女人汇居山林 享受着和风静月 又四万多年后 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取名丁玲 可就在这时 他的未婚妻终于找到了她 发现她背弃婚约 与另一个女人结婚 并生了一女 自是勃然大怒 趁着丁子珍外出的时候 亲手将她的妻子和女儿杀死 众人再次醒了过来 各个泪流满面 那不是他们的情绪 而是受到丁子珍的影响 不由自主便大悲大痛 好像心都要撕裂了 这是丁子珍不散的怨念吗 圣人之上 斩尘入先 遗留下来的怨念 亿万年不消 现在一一重现 圣人竟不是最强的 除了临寒之外 所有人都是颤抖 这完全击毁了 他们的固有观念 让他们无法接受 圣人就是这片星空下最强的 能够战胜圣人的 只有圣人 这是假的吗 只是这个丁子珍编造出来的 便是十皇和北皇 都是不能断定 毕竟一旦接受这个观点的话 那整个武道秩序都要重铸了 只有凌寒心中坚定 因为他早知道 神界之上有个仙玉 属于这一界 却又高于这一界 等等 神界有个仙玉的话 那冥界会不会有个魔玉什么的 不对不对 想要进入仙玉 需要融合两界的规则 也就是既为圣人 又是魔主 既然如此 那么这轰开的地方 应该是一样的 无论是冥界 还是神界大能 最终都是要进仙玉 仙气同时具有神 明两界的规则 灵寒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好像发现了某个重点 却又怎么也抓不住 让他有种烦躁无比的感觉 后来呢 众人都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继续驱动战车 以再次进入梦境 果然 战车只是前进了一段 梦境再来 丁子珍归来 看到妻女皆亡 自然大痛 天降血雨 整个心欲都是暗淡无光 太阳都被血雨熄灭 整个心欲都是成了死心 这是圣人之上的力量吗 根本没有针对 只是大哭一场 就让一个心欲化成了坟场 丁子珍回到自己的故乡 杀尽未婚妻的家族 亲手将对方斩死 并在对方的家中取得了一件宝物 带回了妻女的坟墓 可他也被两大家族追杀 丁家更是为了与那个家族修复关系 派出了丁耀龙一起追击 血战之中 丁子珍被重创 受了不可治愈的刀伤 他虽然勉强逃走 却是命不久矣 他葬下了自己与亡妻永眠 但从未婚妻家里带来的质保 却被他用在了女儿身上 若干年后 能够重聚女儿的亡魂 让他获得转世重生的机会 唉 所有人都是吐了口气 他们在梦境中看到了丁耀龙 与丁子珍最后的一场大战 那太可怕了 所以一道禁风刮过 一颗颗大心便被生生爆掉 无数的生灵瞬间灭绝 圣人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北黄斩钉截铁的道 虽然我师还只是小圣 但哪怕是圣王想要毁灭 一颗星球都需要发动一记大招 那二人只是战斗的一道波动 就让无穷远的星辰崩溃 这绝非圣王所能做到 石黄也说道 众人都是缓缓点头 现在可以确定了 圣人之上确实还有一个境界 那便是斩尘 可是从丁子珍的梦境来看 在他的故乡 斩尘境的强者数量并不少 光是丁家就有十位左右 而他的未婚妻家 也差不多有这个数 太可怕了吧 便是一个星域中 也最多只有一位圣人 可他们倒好 一个家族就有十来个圣人之上的存在 那是什么地方啊 仙域 灵涵在心中说道 丁子珍来自仙域 所以那里才会有那么多的强者 而从强者的金字塔规律来说 斩尘绝不可能是仙域的最强力量 否则 一个家族就有十来个顶级强者 那也太逆天了 既然你们来了 说明我的女儿也快要完成巨魂了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每个人都是觉得说不出的熟悉 那是丁子珍 在梦境中 他们就是这个人 自然对这个声音无比的熟悉 替我完成最后的步骤 祝我女转世重生 作为回报 你能得到我留下的一世仙术 名为岁月千秋 丁子珍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不是声音 而是直传石海的神念 是丁子珍不知道在多少亿万年前留下的执念 不救活女儿不敢 顿时 众人都是生起了强烈的激动 仙术 岁月千秋 那不是丁耀龙曾经用过的秘术吗 丁家的秘传能够让时间瞬间流失千万倍 让攻击变老 让生灵变老 这可以说是最最顶级的防御之一 也是最最可怕的攻击手段 当初丁耀龙可是凭借这一世秘法 逆了整整两个小境界战胜了对手 而当时他还没有达到极境 却是越了八星 这是不可思议的 理论上来说 超越六星的力量 只有在迈进极境后才能拥有 一旦步入更高的大境界 那又要跌到六星去 不对 这是秘法 并非力量 两者并不冲突 一定要得到 一时之间 众人互相看看 莫不流露出了敌意 这样的秘书 谁不想占为己有 灵涵却是道 不如 先找到这位丁前辈的爱女所在吧 既然丁子珍肯给出这么惊人的好处 想一想这转世重生 也不会简单 这时候就起内讧的话 也太早了 这里的人都是王者 除了左拳和天凤神女 自控能力 当然是顶尖的 很快都是纷纷点头 将那股贪念压制了下去 不急 战车再次前进 但他们都没有再入梦 丁子珍想让他们了解的东西 已经全部交代了 而众人也知道了一些细节 比如 为什么山河林 日月谷相隔了三万多年 四万多年 那是因为丁子珍与爱妻 相恋三万多年才成婚 而后四万多年生下了女儿 这也属于执念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仙气 那是因为丁子珍来自仙玉 他甚至就是仙人 一万年的坚守 只为爱女 不过这里诞生的邪物 也与丁子珍有关吗 应该是 根据粤文集团孤单的飞的神道单尊改编 演播无非是无 由粤文听书梦声文化与文弱书声联合出品 这里是两界战场 仙血 亡魂 尸骨交织 再加上丁子珍那斩尘级别的意志 诞生出一些横河境的邪物 似乎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至少金沙 那可能是丁子珍的血肉所化 烙印着仙人的武道意志 自然连圣人都要震惊了 不过 既然他们可以入梦 那前面的四位横河境强者 应该也得到了这样的信息 快 他们都是双眼放光 连忙催促着石黄 将战车加速 呼啰啰 战车碾压 这在圣人之下 挤无对手 不可阻挡 大概一天之后 大雾散去 前方献出了一座山 好像是被人硬生生切出来的 是一个很规则的长方体 那不是山 是关 大雾散去 献出了一口 足有山岳大小的关果来 于这点 众人倒是没有什么惊奇的 毕竟他们之前入梦 清楚地知道丁子珍将爱女下葬 而他们此行 便是要让丁灵转世重生 死人不葬关中 又葬何处呢 只是这口关也未免太大了 高有千丈 长有三千丈 说是一座绝山 绝对有人会相信 在关果的另一边 还有四个人站着 各自分开了一些距离 但每个人都是散发着 无比强大的气息 往那一站 便好像是宇宙的中心 长风天王 广行僧王 白面书生 和狼头壮汉 那四尊横河境强者 果然 他们更早一步出发 自然也先到一步 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胆量 也不小 绝不是每个人 都敢屡屡进入那梦境的 万一永不能醒过来呢 神魂拖了翘 肉身也会慢慢干涸 最终哭死 到了这里各凭手段吧 众人纷纷下车 小韩子 有空来普道心域玩 石皇说道 对了 再有百来年 四方心域的兴杀武院 便会进行招生 数百心域内的天才 都会到步 争夺区区百个名额 希望到时候 能够看到你 北皇也是含笑 看着林寒 他十分看好林寒 别看他们两个 一个是圣人亲子 一个是圣人之徒 可未来成圣的希望 却是无限接近于林 成恒合境也不难 成圣几乎没有可能 越是境界高 老一辈就越是交不出 能够与自己比肩的传人 更何况是超越了 而林寒 却有很大的希望成圣 因此 以他们二人的身份 还是对林寒十分亲切 并没有百心沉静的架子 更没有露出圣人之后的夺夺 这是刻意放低了姿态 兴沙武院 林寒显露出了茫然 兴沙武院 是兴沙圣人开办的 他老人家可是大圣 而兴沙武院开办 百亿年来 一共走出了八位圣人 北皇解释道 天之术 九为吉 连兴沙圣人都说了 他再收一名清传弟子后 将不再收徒 因为他不可能 交出第十位圣人来 所以 现在所有天交 都是削尖的脑袋 想要进入兴沙武院 败在兴沙圣人的门下 成为其第九名弟子 成就圣位 石皇接着说道 杨林 云女 月影 都是听得清楚 莫不露出 异动之色 大圣 别看云石圣人 青海圣人 也是圣人 但他们都是小圣 虽然足以傲视天下 可是与大圣一比 那真是天与地一般 若非放不下面子 恐怕云石 青海圣人 都愿意败在 兴沙圣人的门下 说不定有机会 踏进终圣级别 否则的话 一辈子 都只能止步于小圣 没办法 到了这一步 功法早就断了 武技也到了尽头 遇到任何问题 都只能自己解决 无人可以询问 便是拥有十亿的兽缘 也会耗空 若能成为兴杀圣人的弟子 那真是一飞冲天了 林涵缓缓点头 好 百年之内 我必然会去兴杀武院 那到时候再见了 石黄哈哈一笑 不过这个机缘 我就不让你们了 他欲动战车 向着古关的顶部飞去 这种级别的载具 当然拥有飞行的能力 拥有这辆战车 是他最大的底气所在 便是四大横河镜强者出手 他也无惧 战车上了古关之顶 消失不见 林涵等人也纷纷散开 从不同的角度 寻找着这副古关的秘密 这死人肯定在关中 而想要将死人复活 当然也得将人从关中带出来 因此第一步 是怎么打开棺材 或者说怎么进去 林涵自然与天凤神女一起 他们绕着古关 行了一圈 只见棺身上有密密麻麻的符号 有点像是阵文 又有点像是武道 一直形成的神文 可一圈转下来 并没有哪里有打开棺身 或是进入棺材的线索 难道在顶上 林涵想要爬上去 在这个古怪的地方 还没有能力一跃千丈 跳到古关的顶上 但只要在棺身上借几把力 上去却是小事一桩 可当他高高跃起 正要一脚踩在棺身上时 却是从心中生起一股强烈的寒意 好像一脚踢出 自己便将万劫不复 他硬生生将脚收了回去 身形落下 在地面砸出了一个坑来 怎么 天凤神女不解地问 林涵还没有回答 只听远处传来了惨叫声 一人也是如林涵那般 想要顺着古关爬上去 可刚刚一掌岸上 却是直接被镇成了碎片 鲜血飞溅 有弱血云 那人虽然不是什么绝世强者 可也是日月静的存在 居然一碰就死 死官危险 同时 天空中也传来剧烈的响声 只见一辆战车从天而降 正是石黄的作家 可现在 紫青牛居然少了一只脚 而战车的一侧 少了块板甲 林涵不由色变 那可都是剩料啊 可居然被破坏了 这幅古关的威力之强 可见一斑 丁子珍乃是仙人 既然如此 那崩坏剩料 又有什么好稀奇的 惨了 这下我爹非要打死我不可 石黄惨叫 这辆战车当然不是他的 而是他为了拉风 偷偷开出来的 在他想来 只是跑一趟五道落后的星域 当然不可能让战车受损 这个星域 根本没有圣人 可倒好 圣人确实没有 人家他奶奶的有仙人 更牛掰啊 现在战车受损 而且是不可修复的 必然会影响危能 回去他必然要被老子惨训一顿 天凤神女则是后怕不已 若是灵涵刚才没有及时收脚的话 那现在肯定也被炸成血雨了 没见剩料都是不靠谱吗 灵涵皱了皱眉 向天凤神女道 带我上去 天凤神女点点头 张开凤翼 然后将灵涵抓起 悟空而起 两人来到了谷关上方 仔细地看 但这副谷关 好像浑然一体 根本看不到 关盖与关身的缝隙 而就算有 又有谁敢伸手过去 将关盖揭开 奇怪 没有办法进入 又怎么帮助 丁子珍的女儿 转世重生呢 灵涵原以为 这上面可以看到 进入的通道 但以他的神识之名 可以很肯定地说 这绝对没有入口 否则 石黄也不会硬闯 结果 连圣机战车 都是崩坏了 这怎么办 虽然谷关无缝 进入无门 可来的人 没有一个愿意离开 这机缘太惊人了 不但没有人离开 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了这里 但之前的迷雾 却是化开了 好像是一次性的 只有最早进来的 极少数人入梦 看到了丁子珍的一生 可事情 却已经传开 哪怕后来者 都是将信将疑 可看到四位 横河镜强者 都是没有离去的打算 众人还是想 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 反正神灵的寿缘悠长 在这里 哪怕浪费个 十几二十年 也没什么损失 于是 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的几百人 到几千人 再到上万人 十几万人 估计不用多久 就能冲上百万之数 横河镜强者陆续而来 不只是紫月神女 还有两大帝朝的 横河镜老怪 比如谢前 谢大将军 还有许多灵寒 叫不上号来 却都是云顶兴 赫赫有名的强者 连赤燕帝 蓝云帝两尊最强者 也被惊动 他们都是达到了 横河镜大圆满 正在冲击圣位 此时也抽不出身 便派出了皇族中的强者 大赤阳帝朝的 领军人物 是古许 为赤燕帝的 第四代孙 如今也迈进了 横河镜 大级位的修为 实力也是数一数二 被大赤阳帝朝奉为代表 一是有实力 二来也是有地位 当之无愧 蓝云帝朝那边 则是蓝云帝的第九子 也是天父最出众的儿子 未来将接手地位的存在 同样是横河镜大级位 民间那边不太清楚 但相信绝对是实力 可堪匹配的大人物 这还是时间比较短 只来了云顶星的大能 再要过个几年的话 长光心域的所有强者 都会驾临 再过个十几年 恐怕外心域的强者 也会轮风而至 甚至出现圣人 也不稀奇 因为暂时没法奈何这口古关 凌涵索性进入黑塔闭关 在轮回树下 参悟极境之密 天凤神女得到两界规则的补丸 也获得了迈进极境的契机 因此两人索性都在轮回树下参悟 无相圣人也会指点一二 听无相圣人说 想要迈进创世境 那至少要在一个境界中 修出极境 别看只要求一个 似乎挺低的 可事实上 极境太难太难修出来了 而且修出极境 只是突破创世境的必要条件 并不是修出了 就一定可以突破 无相上人不弱 她在日月境和星辰境 都是修出了极境 因此她可以给凌寒两人 极大的启发 事实上她现在也没事干 闲着也是闲着 打发一下时间也好 时间悄然而过 一晃眼 两个月过去 凌寒并没有浪费 鲜艳断身的机会 哪怕她现在 也不能磕狂野血灵丹 可浴火重生 还是要修的 这反倒让她生起了紧迫感 一定要尽快突破到极境 否则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呢 一旦突破 她便能在一年之内 冲上极境巅峰 那星辰境的大门 便等于向她打开了 而一旦迈进星辰境 她便能打开黑塔的第五层 十五行圆满 将不灭天津 修到更加完美的层次 无论灵寒还是天凤神女 依然没有看到突破的希望 哪怕有一位圣人的支点 六十多年 依然无法击穿 极境这道屏障 两人都是不急 有轮回树之柱 他们要比其他人 多出了近四百倍的悟道时间 这是无比惊人的优势 又过了三个月 灵寒终于抓到了一线灵光 一雾顿破 她飞升出了黑塔 顿时黑云滚滚而来 哪怕是这里 都无法隔绝天地的洞察 灵寒杜杰 主动崩碎神谷 迎接天洁的洗刷 而仙魔剑也在理解 古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天洁之下 她排出了无数的碎屑 整个剑身 都是缩小了一大截 从原来的三尺长 变成了三寸 可品质却是赫然迈进了八截 这 吞不到其他神铁 便炼化自身 灵寒不由感慨 不愧是仙料 骨子里便有着向往完美的本能 在她突破之后 这把剑好像生出了傲骨 不愿安于平反 只是这一次进化 就让仙魔剑缩小了十倍 如果下次再这样吞噬自我的话 岂不是要成绣花针了 下一步 努力寻找八截神铁 得让仙魔剑变回来 并没有人跑过来看热闹 现在大家的心思都在那口谷关上 管你渡什么天洁呢 半天之后 灵寒运转一滴不灭真叶 重塑真身 然后进了黑塔 在轮回树下扶了一颗狂野血灵丹 继续提升修为 三天之后 她迈进了极境中期 爽 骨关的边上还是老样子 人是越来越多 但就是没有办法进入 而许多大能联手推揪 发现骨关上的符号 有着极大的价值 让他们尘封许久的修为 都是出现了松痘 有了这个发现后 那自然不可能再有人离去 这里成了五道圣地 越来越多的人过来朝圣 五官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这里的泥土中 可以炼出金沙 那有着极大的价值 连圣人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甚至迈进更高的境界 因此参悟的参悟 炼土的炼土 这里是一派热火朝天 林涵还看到了谢东来 这家伙闯了大祸 居然又被放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 这里有古关符文 连创世镜都会心动的惊杀 谢东来怎么也是 谢家极重要的后代 这样的机会 是肯定不会错过的 说不定他在这里积蓄 领悟 猛的就迈进星辰镜了呢 到时候 他就是谢家 中流砥柱级别的人物了 林涵想要杀人 可谢东来却是整天 待在古关边上参悟 边上更有谢大将军 这一横河境强者坐镇 林涵又怎么可能有机会 我就不信了 你就能待在这边 一直不动 林涵有些急 谢东来若是脱破到极境 那还好说 他已经是极境中起 以他的战力翻手间 就能将谢东来镇压 可要是对方突破的是星辰镜呢 谢东来怎么也能算是天才级别 一跨进星辰镜 至少也能拥有三星的战力 林涵就算修到极境巅峰 都未必镇压得了他 以谢东来的资质 若是突破的话 迈进星辰镜的可能性更大 林涵推测到 我必须冲上极境巅峰 对方若是突破 必然要杜杰 我就趁他杜天杰的时候 干掉他 我必须冲上极境巅峰 我必须冲上极境巅峰 我必须冲上极境巅峰